第四十集 相处下来 杜景大概知道 为什么大将军会爱上他 苏清欢像一朵醉不起眼 仪式独立的兰花 靠近来却知道 美得如何惊心动魄 骄傲坚韧 他活得帅真 嬉笑怒骂 皆由心定 他心地善良 坦诚待人 相对于他的这些品性 他出众的外貌 反而不值一提 而在几天前 他以为露气 是因为他的美貌而折腰 晚上 镇定药物的药效过去后 林三花醒来 茫然地看着屋顶 在看身侧苏清欢哭红的眼睛 清欢 何必浪费要再救我 大欢 把孩子抱进来 不 我不见 我不要见他们 林三花情绪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声音尖利 女孩 哇的一声被吓哭了 她的哥哥像是受了感染 也跟着哭了起来 大欢一手抱着一个 顿时手忙脚乱起来 而林三花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任由两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就是没有回头 抱回去 让林嫂子给喂点奶红睡吧 这么小的孩子 晚上起来很多次的 你辛苦行 不辛苦不辛苦 我乐意着呢 三花 你真的不看孩子啊 不看 我等将来抱回京城 你别后悔 那就多谢你了 大欢本来只是开玩笑 激一激她 没想到林三花这样回答 大欢气得跺跺脚 哪里有你这样的娘 抱着两个孩子出去了 三花 还想死吗 想 你是不是觉得 你死了以后 我和大欢就会对两个孩子 视如己出 你的过去 就不会影响他们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得知了生母 为了他们牺牲了性命 会如何愧疚难安 偏偏又无从弥补 苏清欢想了一下午 终于想到了这个原因 他劝了大半夜 什么道理都说尽了 可是林三花油盐不尽 只想用死来解脱 三花 要不这样 我知道县里有个安堂 你若是实在难过 就去安堂里戴发修行一年 若是还不想孩子 那就 那就剃度 终生伺候佛祖 你既然隔断了万丈红尘 我和大欢就可以名正言 顺替你抚养孩子 而将来如果你想孩子 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 如果他们想你 至少知道你好好活着 心中也有个念想 好不好 林三花沉默了许久 久到苏清欢以为 她睡过去了 却听她长叹了一口气 好 我去 为了两个孩子 更为了不让苏清欢难过 虽然活着不易 但是她还是愿意艰难地活着 感谢你为我流的泪 成为我在这人世 最后的羁绊 苏清欢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才想着能有些信仰 或许能让林三花 从抑郁中走出来 她的症状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抑郁症 可惜自己善医 却不善心理疾病的诊治 而药物作用实在有限 林三花需要更好的寄托 第二天 苏清欢嘱咐大欢看着林三花 自己骑着渡井的马出去了一趟 晚上回来时 她给林三花收拾东西 静安师太是我旧日相识 学识渊博 人品敦厚 在她那里 你可以放心地住下 有什么事情 就托人给我带信 包袱里有一百两银票 以备不时之需 碎银子我放了几两 你平时留着花用 静安师太是成家老祖宗的治教 苏清欢跟着去过几次安里 给她治过老寒腿的毛病 又经常做素斋让人送去 把她当成敬重的长辈 静安师太素来喜欢她 所以苏清欢这次就是上门 求她收留林三花的 衣服我收着 银子就不要了 你也不必让孩子来看我 我不会见的 林三花躺在床上 依然虚弱 但是她却要求明天就走 我不带去 如果你想孩子 就让人给我烧心 银子收着 林三花倒走都没有回头 没有看两个孩子一眼 无比决绝 她也没收苏清欢和大欢的一文钱 马车 马车渐行渐远 躺在马车中的她泪水滑落 胸前仗鼓鼓的发疼 出汝打湿了衣裳 娘若是不够狠心 就不会舍得抛下我 你们便只能跟着我吃苦收尽 遭人戳脊梁骨 娘没有收清欢姨母和大欢姨母一文钱 虽然我欠他们良度 如此作显得很可惜 但是娘不希望将来你们长大 因为我把你们卖 她甚至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想切断最后的牵挂 苏清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和隔壁村找来的林嫂子商量 嫂子 你孩子大了 能不能帮忙喂喂这两个孩子 我一个月给你三两银子 五两银子 可是当家男人大半年的收入 林嫂子喜不自禁地答应下来 一顿啃两个提报 她看着都觉得发腻 苏清欢不会带孩子 大欢却很擅长 我家四个弟弟都是我带的 娘子 你见识多 快给两个孩子起名 总不能一直宝宝宝宝地叫着呀 我可不行 要文嚼字掉书袋 这样的名字才正式些 她觉得自己古文造诣不够 便把任务交给了世子 世子得到任务时是欣喜的 觉得意义很重她 她现在要给别人取名了 不是小猫小狗 也不是她家的奴仆 而是两个新生的孩子 娘 你让我想想 行 不着急 对了娘 他们姓什么 苏清欢脸上闪过怅然之色 我本想让他们随母姓 但是三花姨不这么想 那就先起名 姓氏再等一年 看三花姨到时候 会不会回心转意 我看哪 林三花的事情 苏清欢没有瞒着她 连带着她如何为两个孩子打算 所以坚决不肯认他们的事情 苏清欢都一一剖析给世子听 父母之爱子 所谓之计深远 世子亲眼见了这件事情 对书中的话更有体会 她大 懂事 能察觉到林三花身上的纠结 矛盾和恋恋不舍 但是她依然做了 她认为对孩子最好 对她却异常残忍的决定 我再想想 要郑重些 世子如是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杜景在家里有些待不住 经常骑马去县城里打探消息 这日回来 她脸色复杂 夫人 我今日听说 云南那边 贺常瑞兵败了 苏清欢正在给世子逢夏季的薄衫 文言手一抖 针差点捅到指尖 哦 心中激动 表达出来 却只剩一个代表知悉的 哦 还有啊 听说在最后一场 绞杀贺常瑞的战役中 横空出世的奇才 苏思将军 以身殉活 苏清欢用针 直接扎在指尖上 食指连心 疼痛分散了 他些许注意力 也让他镇定了许多 他身份特殊 确实不宜再留 这样是最好的结局 也是算计之中的 是不是 苏清欢脑海中的这个想法 渐渐成型 却仍然忍不住看向杜景 迫切地想从他脸上 找到认同之色 我也这般想 但是又担心 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会 不会 应该只是放出来 掩人耳目的消息 他是战神 怎么可能在最后 关头失手呢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他已经再也没有 心思做针线 把食指放到口中 损了损 针线都放回 破罗中 有些发呆 杜景看着他 失魂落魄的模样 心中不忍 夫人也别胡思乱想 这种事情 假的可能性 至少有九成 九成 我觉得 应该是九成九吧 苏清欢像一个 渴求答案 得到肯定的孩子一般 眼巴巴地看着杜景 想从他那里 再得到一些肯定 杜景点了点头 可苏清欢心里 却没有好受很多 脑海里全是万一 这件事情都已经传回来了 而陆契却仍旧没有回来 他不敢再细想下去 战事结束之后 清早战场 安定民心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不会很快 哦 我知道了 世子给两个孩子取名 男孩名为百周 女孩名为静叔 好 那哥哥以后就叫百周 妹妹就叫静叔 世子有些害羞 又隐隐有骄傲之色 露气的事情 苏清欢也没有瞒着他 和他商量 我这几天 总觉得心神不宁 想去烧炷香 捐点香油钱 好 我陪娘去吧 明日不是逗逗生日 你答应了去找他吗 让 大欢姨跟我去吧 杜景是个男人 到底不方便 大欢去烧香的时候 还不情不愿 舍不得离开两个孩子 反复嘱咐林嫂子好好看着 又请杜景一定得帮忙 才不放心地跟着苏清欢去了 一路上还唠叨着 要快去快回 拜佛要前程 苏清欢严肃地说道 大欢撇撇嘴 您是临时抱佛脚 嘿 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正逢庙会 寺庙外面热闹喧哗 熙熙攘攘的人流 夹杂着叫卖声 讨价还价的声音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小时的香气 引得人食指大动 大欢很快被吸引了 大欢很快被吸引了 左手拿着炸鞍春果朵 右手拿着炙羊肉 吃得不亦乐乎 大欢满嘴油光说道 娘子 你尝尝 味道可好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喜欢吃你就慢慢吃 你在这附近转就行 别走远 我去庙里上了香 再回来跟你会合 如果见了有孩子需要的东西 尽管买下 记得给锦奴也买东西 他也是个孩子 出来烧香 最起码的前程 他还是要有的 他打算如宿一个月 大欢连连点头 拒绝了清欢给过来的银子 我有银子 我是干娘 该给百周和静叔买东西 也不差锦奴那份 苏清欢也不跟他客气 自己提着买来的香烛 往庙里去 他给佛祖上了一炷香 前程跪下 双手合十 民妇 陆苏氏清欢 祈求佛祖 保佑远征相公 不求他闻达于诸侯 只求他平安归来 康剑顺色 若得偿所愿 愿清尽所有 为您重塑同身 他特意去打听过了 自己也就能承担得起同身 而且只是外面一层 约莫着大约五十两到一百两银子 他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才缓缓站起身来往外走 出来找大欢时 苏清欢发现 他正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 急得都要哭了 大欢 我在这里 说了你就在这里等我 胡乱走动 我险些都找不到你了 娘子 快回家 你快回家 别跟我在一起 大欢脸色变了 带着惶恐 用帕子掩住他的脸 苏清欢意识到不对 拉着他的手 大欢 你怎么了 刚才遇到了什么 走 我们一起回去 不 我不能回去 大欢依然一手遮住他的脸 一手急急地推他 娘子 你快走 我在灭席下面放的银票东西 都给百舟和静书 衣上捏留着送人 别挂念我 我不会有事的 他力气很大 苏清欢被他推了个猎情 等等 大欢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说明白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或者要伤害你 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 你告诉我 我会帮你的 娘子 你走啊 我不能连累你 我没事 要是让他们看到你收留了我 我 你 你就惨了 快走 快走 走 先跟我回家 有事情咱们回家再说 苏清欢拉住他的手坚持 大欢的人品 相处这么久以来 他信得过 他出了事 苏清欢自认做不到置身事外 而且家里有杜锦 身手了得 还是帝虎军的将军 最坏的情形下 他亮出身份 也能下退绝大部分 痴媚亡凉了 人呢 人不见了 坏了 大欢 大欢回头看不见了熟悉的人影 心中慌乱不已 他肯定是回去通风报信 那人应该不会杀他 可是 他向来阴晴不定 最爱迁怒他身边的人 他不能拖累苏娘子 大欢 有事咱们回家慢慢说 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咱们一起想办法 再说 两个孩子都是你带着的 你走了 晚上他们哭闹着 找你怎么办 他不知道 大欢到底在害怕什么 但是不会让他 独自面对这份惶恐 真不见了 大欢泄了气 一屁股坐到地上 险些把苏清欢也拉倒 他现在就是去追 也追不到人了 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 苏娘子的长相 能不能连累他 大欢心思复杂 被苏清欢硬拉了回去 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苏清欢看着大欢 失魂落魄的样子 推推他 你先回屋歇着 我去做饭 咱们有什么话 吃完饭再说 大欢张张嘴 几次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带着矛盾和深深的疲惫 脚步沉重地 回到了自己屋里 连两个孩子 也没有去看 杜景都看出来了一样 走到厨房门口 问苏清欢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清欢一边淘米摘菜 一边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一到来 如果你去就好了 就能找到暗中窥探我们的人 他害怕什么 难道 他是逃奴 逃奴 所以你的意思是 遇到了从前熟人 然后害怕被举报 连累我也被说 收留逃奴 我觉得可能是 否则 为什么这般害怕 可是大欢说过 他家是开绸缎庄子的 而且他手中 确实也有不少银子 但是您看他行走坐卧 可是很有规矩的样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沈一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苏清欢知道 这确实说不通 但是下一世里 还是想维护大欢 也许 他家只是中途爆发呢 夫人 若是做别的 爆发还可能 大字不识 生了一窝孩子 养不起的农夫 怎么认识丝绸缎 用哪里来的本钱 哪里来的八面凤影 能够在京城 开得起这么大的绸缎庄子 依我看 他最大的可能性 是京中富贵人家的 粗屎丫鬟 偷了主角的金银外逃 苏清欢顿时语色 握着一把小白菜 不知如何辩驳 杜景沉默地看着他 那 那他就是堂奴 我怎么办 才能够救他 替他还了银子 买下他可以吗 哎 夫人 您觉得这么做对吗 大欢不是坏人 若是能花银子 替他解决最好 不能花银子解决 你 你能不能 吓唬吓唬对方 让他们退步 夫人 我是官 不是匪 他偷跑出来 定人不是做了坏事 他是害怕 被人冤枉怀孕 我敢肯定 初见时 大欢对于怀孕的焦虑害怕 至今令他印象深刻 杜景觉得 自己算是见识了苏清欢 对身边之人的维护 如果说他对世子好 是有所图 那他对认识不久的林三花 大欢都如此掏心掏肺 杜景心里有些感动 苏清欢有些不好意思的 浮了浮掉落的碎发 也许你觉得我这般不妥 但是大欢对我真的极好的 我也不能辜负他 这世上 回报真诚的 唯有赤诚而已 人心叵测 但是苏清欢 永远不会做率先 以恶意揣测别人之人 并无不妥 夫人宅心忍厚 豁达通透 自然敬佩 原来你自自然 那就拜托自然了 苏清欢笑着 微微屈膝行礼 杜景盲侧身躲过 不敢不敢 可是有些事情 并非想象的那般简单 因为已经五月多 白昼长且天气炎热 苏清欢索性把饭桌 摆到了院子里的树下 也没有分析 众人坐在一处吃饭 月子里的孩子 除了吃就是睡 林嫂子自己在屋里 待着照看 啃他的提报 锦奴 你今天是不是又下水了 这里没有 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 苏清欢饭桌上 就唬着脸问世子 娘 我会浮水了 淹死会水的 周围有没有大人看着 有 我记着娘的话 没有大人照看 不会下水的 还有 弄脏的衣衫 以后吃完饭自己洗 从前这时候 大欢都要站出来说 她个男孩子 洗什么衣裳 我给她洗就是 但今天 她似乎出神了 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 像在数着米粒一般 什么都没说 世子觉得有些异样 看看苏清欢 又看看大欢 大欢 是身体不舒服吗 嗯 她不太舒服 来大欢 快吃东西 晚上我跟你一起睡 她决定 开诚不公地 跟大欢说 即使她过去 有什么事情 只要没伤天害理 自己就愿意帮她 让她不必如此忧虑 大欢心事重重 难得连苏清欢的话 都没有回答 世子见苏清欢担忧 便转移了话题 娘 晚上给我做个剑子 好 苏清欢笑着答应 两人正说着话 大欢忽然跺跺脚 没头没脑地 插了一句 娘子 晚上我把我的事情 都告诉你 明天我就得走了 她不能留在这里 拖累她和他们 好 我听你说 却只字不提 她走的事情 刚吃过饭 苏清欢就被村里人叫走 说是有孩子发烧了 在她的大力普及下 孩子发烧这事儿 村里人终于不首先请神婆 而是请大夫了 回来的时候 暮色似合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杜景和世子站在门口 持着灯笼在等她 我又没出村里 不用来赢 听见她说话 大欢也推出门来 脸色憔悴 怀里抱着百周 娘子 你终于回来了 孩子还没睡 我洗手抱抱 夫人 有人 院门上没有完全关闭 忽然就有许多人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举着火把 把院子团团围住 飞鱼符 绣春刀 气势凛然 不容小觑 那个前进去 应该是冲我来的 老对头 竟然能追她到这里 苏清欢摇摇头 看着声势 事情不会小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她身姿鼻挺 眼神无畏 坦荡站着 风骨灼燃 她本想用身形 挡住世子 示意她进屋 但世子反而向前迈了一步 和她并排而立 紧握着她的手 外面的锦衣卫 并没有人说话 而是整齐列队 像在等什么人 半晌之后 锦衣卫分两行 往两边散开 有马蹄哒哒的声音响起 火把越来越近 一个四十多岁 身着黑色长服 头戴金冠的男人 骑在白色骏马上 双手握着缰绳 徐徐而来 她面容苍白 眼角高挑 眼神阴了 嘴唇像涂了鲜红的口汁一般 耳边两缕白发 腰眼的射人 苏清欢听到身后 扑通一声响 立刻回头 诧异地看着大欢抱着孩子 跪倒在地 眼泪盈眶 老爷 我做了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 不愿别人 我跟您回去 您怎么罚我都行 别牵扯其他人 大欢 这次你真的惹怒我了 我不仅想罚你 也只想弄死你 你说 这可怎么办 大欢嘴唇哆嗦着 显然很是害怕 但是眼里又有着莫名的喜悦 来人冷笑一声 抬起手来捏捏耳边的白发 眼神冷冷扫过四周 看苏清欢他们的眼神 如同看死人一般 苏清欢看到他翘起的兰花纸 再听到他的声音 立刻猜出他是太监 那他是大欢的 苏清欢突然不寒而栗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供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荣誉出品 大欢说 他爹知道他怀孕会很生气 他说 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他说 他家里很穷 后来忽然就有钱 杜锦也愣住 打死他也想不到 原来锦衣卫不是冲他来的 也是 他的级别 怎么能让锦衣卫指挥时 当今皇上最信赖的大太监魏申 亲自出马呢 他只知道 魏申金屋藏娇 对个女人宠爱有加 也曾暗暗嘲笑 一个烟奴竟也学男人玩女人 原来她的女人是大欢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初我以为我自己 闭嘴 魏申声音尖利 大欢怀中的百周被惊醒 哇哇大哭起来 白周乖乖 不哭不哭啊 你还给你唱小曲 自林三花走后 他就以两个孩子的娘亲身份自居 大欢 出来这么久 别的不知道 你的胆子 倒是大了不小啊 老爷 你说什么 大欢愣愣地抬头看看 苏清欢此刻有些震惊 惶恐 这个大太监一看就不好相遇 大欢私自逃出来 会被他怎么对待 看杜景的神色 他是认识他的 那这人会不会认识露气 会不会顺藤摸瓜 把露气的事情全都查出来 若是朝廷知道露气逃走 那他就最加一等 很可能 苏清欢不敢再想下去 卫生不再和大欢说话 把视线转向杜景 笑容阴柔而杀气凛然 我卫生阅人无数 自认还有几分眼力 不想看你杜小子 却看走了眼 从前指到你是 秦满汉的马前卒 没想到 你竟然还能从我嘴里掠食 把我的女人拐走 不见了 本座给你选择 你想乌马分尸而死 还是千刀万剐而死 杜景沉默不已 显然和一直沉默的苏清欢一样 脑子都在飞快地转着 思考如何保护好路器 不让卫生发现 老爷 没有人把我拐走 我是自己逃出来的 当初 我从家里出来 见到咱家有船 装火要南下 就偷偷摸进去 你不配说家里 卫生眼睛红得吓人 情绪激动 他没想过有家 这辈子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也有终生难以弥补的缺憾 原本他觉得 既然被命运嘲弄 那他就要做别人命运的主宰 尽情嘲讽这可笑的人世间 畅快过活 甚至不管以后会落的什么下场 可是有一天 他微服出行 在京城城郊一处小店里闲坐 看着窗外绿油油的大片包谷地 小时候他家里也种过包谷 走在比人高的包谷地里 叶子粗粒 收获一趟下来 脸和脖子都会被擦伤 那时候 他的心情是苦涩又畅快 回忆之苦 当下之爽 他一苦思甜的档口 有个头发乌黑油亮 盘成麻花辫的女子 忽然从包谷地里 鬼鬼祟祟地钻出来 手里拿着一碎 剥得白白嫩嫩的嫩包谷 上面有半截已经被啃过了 他嘴角还有残余的玉米渣 他一边小老鼠般四下张望 一边举起包谷 又咬了一口 神情满足 厌食许久的卫生 竟然有种冲动 想尝尝那包谷 到底是不是真如他吃的那般香甜 被人盯上 女子似有所感 忽然看向卫生的方向 四目相对 尽管卫生带着极少的 发自内心的笑意 他仍然红了脸 如受惊的兔子一般 大脚板飞快地跑了 还不忘紧紧抱着那一碎 应该很好吃的包谷 后来卫生让人打听到他家 把他买到了府里 再后来 他成了卫夫人 卫生从前多居住在宫里 和锦衣卫衙门 可是有了他之后 只要不当职 再晚都要回家去看看 大欢总是在灯下打盹等着他 捧塞对着一桌子菜锤咸三尺 只带他回来 等他回来 大欢会像只欢快的小鸟 不 土肥猿的他应该是只大鸟 扑愣着过来 笨手笨脚替他更衣 服侍他洗手 一脸期待地等待他开饭 大欢没什么见识 心地又软 府里便有人欺负他 卫生一边骂他蠢 一边干净狠利地出手 替他解决 他教大欢习字 教他如何育人 教他许许多多 他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事情 他骂他笨 气急了用厚厚的铁戒驰 打他掌心 见他含着一包眼泪 又不敢喊疼的时候 心就软了 卫生心软的表现 是命人送上吃时 精美的点心 甚至只是一个橘子 一个苹果 都会让大欢眉开眼笑 他会让卫生先尝尝 然后把剩下的一扫而空 神情满足地 忘了刚刚挨打的疼 大欢初始很胆小 在府里战战兢兢 什么都不敢碰 他也狡黠 卫生不是外面传的 吃人肉 喝人血的魔头模样 甚至对他也很不错 胆子就慢慢大了起来 偷偷摸摸 让人往自己娘家送东西 他送的东西 都是米面 粮油 银子极少 而且每次做完 这样的事情以后 他都格外心虚 伺候卫生的时候 更加殷勤 卫生喜欢看他 做贼心虚 掩耳盗铃的模样 有时候故意吓唬吓唬他 看他自以为 远晃成功的侥幸模样 心里有种由衷的欢喜 卫生不喜欢他出门 他却是喜欢热闹的性子 终于有一天 他壮着胆子 跟他提出想去庙会 卫生一时心软 就带他去了 结果 却遭人刺杀 卫生身边的人 没有露面之前 大欢把两只鞋子都脱了 当武器扔了出去 他只穿着袜子 踩在地上 像母老虎互毒一般 张开双手 把卫生挡在身后 卫生当然安然无恙 如果这都能出事 他早就是尸骨无存了 他看得出来 大欢有多害怕 也感受得到 他护着自己有多真诚 那时候 卫生觉得心里有一颗种子 瞬间就萌芽 长大 变成了参天大树 可是他真正想的一句都没说 一边嫌弃地说脱鞋不像样子 一边亲自去把他的鞋拿过来 弯下身子替他穿鞋 他所有的手下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卫高权重的卫公公 竟然会亲自伺候一个下人穿鞋 没错 那时候他还不是卫夫人 只是伺候卫生的丫鬟 大欢却急着检查袜子 发现没个坏 如释重负地说道 太好了 回去洗洗就干净了 不用扣我月银 卫生喜欢用他的月银逗他 每到月末 他非但没有月银剩下 反而还欠他银子 不知似乎 这个月月银扣光 卫生一甩袖子道 眼中却戴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笑意 后来他问他愿不愿意嫁给他 大欢喜极而泣 却蠢呼道 以后不能扣我月银了 行不行 求婚的那一夜 卫生极尽温和 不扣月银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太监 这辈子都不可能与你做真夫妻 我们成亲了 不就是真夫妻了吗 我是说男女之事 男女什么事 大欢眼神直往装满苹果的盘子上偏 卫生有个怪癖 不喜欢吃水果 却喜欢闻水果的香气 所以他的卧房中 高高的黄铜仙鹤举着三层圆盘 常年满满地摆放着各种水果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要不 就让你把缩的苹果都吃完 吃不下 砍你脑袋 大欢吓得缩缩脖子 不敢再看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泉小泉 以白 五月 亲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十二集 卫生满意了 正想说话 就听大欢低声嘟囔 我觉得 我可以试试 全部吃完 蠢货 就算我吃不完 老爷也不会杀了我 我知道的 大欢抬头讨好的笑笑 目光却是笃定的 尾声瞬间心软 大欢 夫妻在一起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娘说 就是搭伙过日子 是搭伙过日子 可是还有些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一起睡觉 生儿育女 一起睡觉啊 我睡觉可不老实了 还把我二弟蹬到地上 被我娘一顿好打 我要是 要是不小心 把你蹬到地上 您知道 我力气很大的 您能不能打我呀 不会 那就一起睡吧 可是我觉得 我房里除了水果 还可以放些点心 周大欢 听您的 听您的 您说不放就不放 大欢怂了 卫生怒了 这么温情的时刻 他竟然只惦记吃的 这个傻子 是你自己看上的 自己看上的 卫生给自己 做着心理建设 半晌才觉得 缓过来一口气 卫生 眼睛一顺不顺地 看着他 紧张得就像 他刚刚晋身入宫时 不知等待自己的 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是不能生孩子的 男人本来就不会生孩子 我会就行了 原来 太监还要会生孩子 可是他家老爷不会生 好可怜呢 想到这里 他没看到 卫生清黑的脸色 积极保证 我身体好 生个十个八个的 给您分一半 说完话 见他脸色沉得要滴水 他念如道 要不 都算您的 好吧 那就都算您的 横竖都跟您性 卫生长叹一口气 他还是个孩子 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 也许 这样更好 只是他终究会长大的 如果到时候 他哀怨地看着自己 郁郁寡欢 到时候 他又该如何是好 卫生知道 自己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可是对大欢 他舍不得 与其到时候 身陷其中 难以自拔 不如现在 说个清楚 他使他心间的 一根芒刺 拔出来会血流如注 但是日后 等他彻底 与他的心融为一体 再想拔出来 他大概也 活不成了 生儿育女 是夫妻两人 共同完成的 而所谓太监 就是去世 不能像寻常男人一样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不能生孩子 大欢脸上划过 失落的表情 他其实是很喜欢孩子的 卫生的心 像坠了千块 急速下沉 唐使别的女人 看在他几乎 无所不能的权势上 此刻定然会 毫不犹豫地表态 不会嫌弃他 不会在乎 有没有孩子 可那些都不是他喜欢的 他就喜欢大欢的针 这种针 此刻正深深地伤害着他 他问自己 大欢不愿意 他能放他走吗 那 可以领养几个吗 要不养几只猫猫狗狗也行 您不在家的时候 我可以陪他们玩 您也不让我干活 不让我种菜 那些名贵的花 我也试弄不来 大欢想起 被他养死的茶花 十八学士 就心疼不已 可以 你想领养谁 领养几个都可以 没说完的是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卫生的心 一下从地狱 到了天堂 还有一件事 我听说 别人家夫人 有二十两月银 您能给我掌一掌吗 十两行不行 卫生器的眼珠子都要鼓出来 蠢笨到如此不识眼色 他真是自己找虐 那 那五两银子行了吧 我现在都有二两了 那你嫌弃现在多了 那以后一两 不不不 不先生 二两就二两 在卫生的记忆里 这一天 忐忑与欢喜并存 而大欢则并没有觉得两样 月银一样 做的事情一样 又有什么区别 婚后两人相处融洽 有时候 半夜梦回 看着身边如婴孩般沉睡的大欢 卫生便觉得心满意足 这种美好 一直持续到将近一年前 卫生奉旨去西北 他知道自己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只是没想到 又半年之久 他也曾犹豫过是否带大欢 但是纠结许久 还是没带他 因为实在舍不得他去西北 忍受严寒风沙之苦 也舍不得他去见别人 在他的要求下 大欢歪歪扭扭地给他写信 实在不会写 就画 那些狗爬一般的文字 和粗劣的画作 成为他在西北最珍惜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属下支支吾吾来抱 说是大欢肚子大起来了 这种事情 属下不敢造次 卫生砸了一屋子的东西 他恨不得立刻赶回去 抓到那个奸夫 在他面前把他一刀一刀给刮了 然后再把他 他最终也没想把他怎么样 可是过了几天 正当他加紧处理事情 恨不能立刻回去的时候 听到另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跑了 不知跟着哪个野男人 跑了 卫生急匆匆回京 在府里大发雷霆 林锦衣未进府 言行逼问府里的下人 却一无所获 是了 害怕有一天 他懂得男女之事 他身边的人 都是他亲自挑选敲打过的 平时和大欢根本不亲近 而他又向来是受不了约束的性子 在府里到处乱走乱撞 卫生纵容他 觉得这府里被锦衣未保护的铁桶一般 那就随他喜欢 所以他在府里是有着很大自由 身边也没什么人跟随的 锦衣未的人都知道 指挥使向来殷勤不定难伺候 但是现在却变得无比暴虐 人人自危 锦衣未上天遁地 就是没有查到大欢的任何痕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生荣誉出品 直到一个月前 有位爷请他帮忙 查杜景和刘军林的去向 卫生虽然没有心思管 但是也不能拒绝 胡乱派了几个属下应付了事 结果 那几个人见到杜景和刘军林 在盐帮附近出入 其中有人声称 竟然看到了大着肚子的卫夫人 卫生接到消息就匆匆赶来 让人四处找寻 终于在今天晚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准备把这只偷逃出去的小麻雀抓回去 至于抓回去后 清蒸还是油炸 他要思量一番 但是和他在一起的男人 他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没想到竟然是杜景 听到他要处置杜景 大欢竟然还敢替他开脱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卫生面上冷笑 心中已经是怒火中烧 卫生力声斥责 把黑亮的马鞭在空中甩出一个响亮而射人的烟花 说 你是如何勾搭上杜景的 老爷 这跟阿渡没有任何关系 别的女人哭起来 梨花带雨 我见油帘 大欢哭起来 眼泪鼻涕横流 鼻头发红 嚎啕大哭 卫生听见阿渡这两个字 火气立刻冲到发顶 你叫他什么 老爷 他是阿渡 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初在家里以为自己怀孕了 所以就跑了出来 可是 我没有怀孕呢 你看我的肚子 已经变小了 要不是场合不对 苏清欢就笑出来了 一句话都没有讲到点子上 真是够迷糊的 眼下 苏清欢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偏了一眼神情狠立的卫生 附在杜景耳边道 最坏情形 你有把握带着锦奴离开 悬生而退吗 杜景闻言正了一下 随即紧握着刀 有 好 不用回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带着锦奴离开 不用管我 我能治大欢 他不会杀我 好 苏清欢又咬着世子的耳朵 说了几句 目光坚定 不容辩驳 世子要说话 被他狠狠瞪了几眼 锦奴 听话 卫生已经注意到苏清欢的举动 他指着大欢 若是在留一言 大可不必 今日除了他 你们都得死 老爷 不要 我生病了 苏娘子帮我治的病 阿渡对我也好 锦奴对我也好 他们都好 那是不是除了我之外 所有人都对你好 不 不 老爷 老爷对我也好 我知道的 那你就是仗着我对你好 恃宠而骄 任意妄为了 他对他的好 好到他连红杏出墙 暗结猪胎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百周哭得更响 不住地往大欢胸前想要拱奶 大欢想叫林嫂子也不敢 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的手指放到百周嘴里 百周立刻贪婪地瞬息起来 把杜景拿下 除了夫人 和他怀中的孩子外 别人 生死不论 等等 苏清欢朗声道 还是他来说明事情始末 或许事情还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没想到 卫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手一挥 动手 哎哎哎 怎么能不讲道理呢 没想到 大欢突然站起来 把百周往苏清欢怀里一塞 就过来抢杜景的刀 杜景不给他 他就硬拽 周大欢 你敢为了肩夫跟我动刀 不 老爷 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 我是不聪明 头跑出来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你怎么骂我 打我 我都不会说什么 可是苏娘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杀了她 我怎么有脸活下去 公公想必误会了 大欢没有怀孕 她怀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是我和阿渡相识 她和阿渡在此之前素不相识 她生了病 肚子越来越大 以为自己怀孕了 怕你误会她 所以才偷跑出来 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我刚才也说了 老爷偏偏不信我 卫山心中 症结一下子打开大半 看着大欢蠢萌委屈 但是完全不是做错事情心虚的模样 她长出了一口气 绿帽子江江摘下 但是心中怒火又起 这个蠢货 有什么事情不会跟自己说 反而要离家出走 还和陌生人这般亲近 周大欢 再不松手 我把你爪子剁下来 我都不想活了 等我死了 您要剁什么就剁什么 卫山气的险邪从马上掉下来 难道现在她不该跟自己解释前因后果 让自己息怒吗 看看杜景的女人 多么沉稳 口齿多凌厉 你为什么不想活了 话问出口 卫山都为自己的好脾气感到震惊 大欢哭得情真意切 在卫山看来就像死了爹 阿渡很厉害的 他天天在院子里练剑 您杀了苏娘子 我没脸活着 阿渡杀了您 我也得陪着您 不管你们谁死 藤树或树活不成了 卫山实在看不过去他哭得丑样子 跳下马来 虎着脸对他伸出手来 过来 站在别的男人那里 算什么 不 除非您答应 不伤害这家里的每个人 周大欢 周大欢 你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老爷 苏娘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个孽种 真不是你生的 你跟我说实话 就算是你的 我也不会杀她 真不是 我也想是我的 可是我娘说 我怀孕了你就会不高兴 要杀我 让我赶紧跑 我从床上被抓下来 坏人要杀我 娘子救了我 还说我不是怀孕 是生了大肚子病 她帮我治好了 我想回京 但是她说 还得吃一年的药 老爷 我可想你了 但是我不敢回去 你从来都不听我说完 我就怕你为难娘子他们 我喜欢百周 她是个男孩 里面还有她的妹妹 静叔 龙凤胎 她们的娘也是苦命人 她不能要她们 我虽然知道我这么想不对 可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把她们带回京城 咱们就有两个孩子了 别人也不会像你段子绝孙了 她哽咽着声音模糊 但是声音诚挚而啃窃 眼中带着珍珠般纯净的泪花 卫生彻底松了口气 她眉头一皱 看看杜景 又看看做妇人打扮的苏清欢 怎么偏偏是杜景的女人 杜景动了动嘴唇 却终是没有说话 苏清欢也低下头 心里想着 若是这般能把露气 撇出去就好了 才不是 阿渡是家里的护院 苏娘子的相公是京城人士 回了京城半年多都没回来 娘子虽然不说 但是我知道 她很想她 老爷 您有本事 能不能回京 让人帮娘子找找她相公 若是她相公嫌弃娘子 您帮娘子说说话 您那么厉害 肯定有用的 苏清欢感动又无语 费尽心机掩藏的人 就在大欢的好心中 这样暴露出来 卫生看看苏清欢和锦奴 又看看杜锦 挑挑眉毛 护院 能让帝虎君又为将军 做护院 这位苏娘子 来头可真不小 她是我的娘子 杜锦给她做护院 还担得起 陆气 苏清欢慌乱抬头 寻声望去 就见陆气站在门口 锦衣卫的火把照亮黑夜 她一身悬衣 手握宝剑 明明风尘仆仆 却有毫无疲惫之色 宠她眉眼温柔地笑 棕色的眼眸中 寒情默默 又带着辟腻一切的狂妄 我回来了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十三集 锦衣卫们严阵以待 刀剑相向 不断后退着 想要拦住她 却不敢真的动手 就凭一分 你想拦住我 让她进来 这回事 秦放太危险 属下担心 不用担心 如果秦放杀了我 你怎么办 属下一定不惜任何代价 将她绳之一发 属下一定不惜任何代价 牵手杀了她 替您报仇 转过 十个你加在一起 也不是她的对手 就算你真的说到做到 也不过白白送死 你送死就算了 我在地底下 看着你这般蠢 也会气得跳出来 老爷 呸呸呸 不要说晦气话 你快吐几口 你闭嘴 你先吐几口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滚 卫山想用帕子 把她的嘴捂着 自己身为皇帝宠臣 锦衣卫指挥使的那些威仪 被她挥霍的 基本只剩扎扎了 她已经看到 露气在用似笑 飞笑的表情 看着自己 简直岂有此理 自己装得差 跪着也要装下去 这是卫生向来的 行事准则 她瞄了一眼苏清欢 又看看眼神 几乎没离开过 苏清欢 现在还被拦住的 露气 如果秦放敢杀我 我也不要你杀他 只要把他 把他宰了 最好 先奸后杀 卫生一句一顿 眼神挑衅地看着 露气 我能做的不多 只能到时候 十倍 百倍 换到他身上 露气目光凛冽地 扫过大欢 都够了 你们要打要杀 滚出去 辱骂彼此女人 算什么 滚滚滚 都滚出去 说完 苏清欢不动声色地 用眼神余光 盯着卫生 你的女人 很聪明 比起现在 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知道 哭泣的大欢 苏清欢 表现得太完美 他刚开始 从容镇定 现在又观察入微 谨慎试探 他根本就是 看出来 卫生今日 失而复得 解开误会 心情极好 更看出来 大欢对他的影响力 所以故意口出恶言 试探他到底 能不能接下这句 带有玩笑之意的话 如果能 那么他就能 放露气一马 如果不能 那就准备 撕破脸皮 他上来 宾是聪明 苏娘子 这是你相公吗 他长得真好 你俩 狼财女貌 不 狼财不财 我不知道 你是真的有财 狼貌女貌 是真的 这样通身气派的男人 才配得上他的女神 人家有神助攻 自己却只有猪队友 卫生气洁 昔日你曾比试我 村姑配烟奴 堪称良 那今日你又算什么 你的这位娘子 是卖身为奴的贱妓 是不是更配你这烟奴 苏清欢的资料 卫生早已拿到 包括他忽然出现的残疾象狗 只是没想到 原来竟然对应着战神 这么一条大鱼 我与你 本来井水不犯河水 只我年轻气盛时 看不得你注重为虐 时至今日 我依然与你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也不后悔对你的态恶 我后悔 与你敌对的立场 只有一件事 就是 当初我见你带他出游 我说了那句 有骂的话 是我不对 那次他是无意中 遇到他们二人 见卫生一脸宠溺 把身边女人当宝贝一般 不禁嘲笑他的装腔 做事和品味 可是遇到苏清欢后 他明白 男女之爱 其实并不仅仅是肉体之欢 更是心灵的契合与陪伴 苏清欢在世人眼中 是个与男主子有过纠缠 既不清白又地位低贱的女人 但是他知道她的好 在他眼中 与他相比日月无光 大欢对卫生 大概也是这样的存在 他们与他们 都是谁都碰不得的软肋 从前他以为 卫生突然疯狗一样地咬上自己 是因为一直以来 自己对他不假辞色 和苏清欢在一起之后 他才明白 原来是因为自己 一时言语畅怀 这件事情 陆气觉得自己错了 并没有什么不敢承认 而卫生见到的战神 向来对自己嗤之以鼻 正眼都从未有过一个 原本他以为 自己多年后反唇相击 会得到他的激烈反击 已经严阵以待 进入战斗状态 没想到 他却低头认错了 秦范 你以为你示弱 我就会放过你吗 他不是示软 也无需示软 他只是觉得 不该轻视任何人的感情 陆气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低头用下巴蹭蹭 他柔软丝滑的发顶 空了许久的心 一下子被填满了 我的 你还是这般善解人一样 回头再跟你算账 你是不是傻子 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的锦衣卫 却像个眉头苍蝇一样 撞进来自投罗王 卫生看着他们俩亲密虐狗 而自己家的蠢货 还远远地警惕地看着自己 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 心里无比地憋屈 你果然知道他的身份 一个敢说实话 一个就真敢包庇 这两个人 真是都吃了雄心豹子胆 大欢愣愣看着陆气 又看看卫生 满眼不解 刑犯不是战神吗 老爷 你磨正了 他是苏娘子的相公 不是 苏娘子 你相公是战神吗 嗯 这件事情 我没告诉你 哎 没事没事 我也有事瞒着你 咱俩扯平了 都别生气 好不好 我一直可担心了 担心将来 你知道我爹 其实是我相公 你会觉得我是撒谎精 不理我了 周大欢 你给我滚过来 立刻 什么我爹是我相公 他想嫁给他爹 还是想让自己 给他当爹呀 这个蠢货 现在简直就是 打入己方的戏作 就是为了活活 气死自己的 苏清欢嘴角抽成 嗯 那个什么 你爹是挺吓人的 大欢虽然说过 他爹很严厉 但是更多的时候 都是他爹 对他各种好 他想回去而不敢 提起他爹 他话匣子打开 就停不下 苏清欢从前便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 现在才想明白 如果把爹 换成相公 一切就合情合理了 他确实生不了孩子 但又喜欢孩子 他家确实 万贯家财 中途爆发 他爹 他爹知道他怀孕 确实能打死他 这下 杜景的嘴角也抽抽了 这两个女人 在刀剑相对的此刻 是来搞笑的吗 不过 他心中隐隐觉得 被他们俩这么一闹 剑拔弩张的气氛 淡了许多 同时又觉得 大将军 大将军真是爱惨了苏清欢 他明明知道这里是龙潭虎穴 却义无反顾地闯进来 只是舍不得他独自面对 害怕他有危险 如果 杜景忍不住想 如果他是大将军 大概 也会如此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大欢 过来 大欢站在原地没动 看得苏清欢 都有些着急了 不管彼此立场如何 卫生对大欢的好 是实打实的 我 我腿软 走不动了 苏清欢无奈地 把百周塞给露气 走过去 弯腰替他揉了几下腿 好点了没 大欢借机趴在他耳边说道 娘子 你让阿杜劫持我 老爷不会不管我的 虽然这样让他心里内疚 但卫生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 他的小心脏也受不了 尤其如果伤害的是苏清欢 傻瓜 苏清欢 苏清欢话虽如此 他心里却十分感动 大欢赤子之心 真诚火热 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 才能融化卫生这般的万年尖兵吧 好了就过去吧 许久不见 你不也想他想得紧吗 大欢迟疑地看着苏清欢 又看看要吃人一般的卫生 挪着小碎布 慢慢地向他走过去 卫生终于忍不住 向前一把拉过他 粗暴地把人拉到怀里 终于找到他的土肥原了 完完整整 大欢忽然扶置心灵 双手捂着肚子 老爷 我肚子疼 怎么了 大欢不敢看他 乐乐道 就是忽然很疼 真的疼 卫生从来都很清楚 他撒谎的时候 从来不敢正视自己 而若是觉得坦荡的时候 眼睛就瞪得大大的 看着自己 把自己气得跳脚 他的意图显然可见 卫生觉得今天 要被这吃里爬外的东西 气抽过去了 刚要说话 就听大欢说 娘子把我肚子开了个洞 放出来很多很多脏东西 什么 把你的肚子开了个洞 是为了治病 现在都长好了 娘子是救我 不是害我 不是害我 卫生想伸手摸摸 他的肚子 却又缩回了手 没事了 不疼了 看卫生小心翼翼又心疼的样子 大欢忍不住拉过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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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有点疼 那个 现在好像又没那么疼了 哎呦 不行 又有点难受 娘子 快给我看看 大欢拾劣的表演 让卫生恨不能立刻拎着他的耳朵狠狠转上两个圈 卫生冷冷对苏清欢发问 他到底什么病 病无大碍 只是要调养一年半载 不能断药 药方子呢 大欢向苏清欢不断眨眼 眨得眼睛都快抽筋了 苏清欢却不解风情的 有 我可以写给你 还有注意事项 只要交给靠谱的大夫 他都能明白 根据病情适时调整用药 老爷 一事不凡二组 别人再给我治坏了怎么办 我不想死 我病快好了 又有儿子 又有女儿 陆契抱着百舟 如临大敌 僵硬着不敢动弹 百舟不舒服了 放声大哭 大欢下意识就要过去抱孩子 卫生顿了顿 还是松开手任由他过去 哎呀这样抱 否则他不舒服的 大欢熟练地把百舟接过来 在怀里晃悠着 百舟神奇地止住了啼哭 我娘子救了你夫人 这是他们女人的事情 你我之事 今日想如何解决 我都奉陪到底 陆瑾的腰背更加挺直 他护着世子 将军保护夫人 千万人无王矣 你早已是我的手下败将 听说 你还成了瘸子 想来 也是你找的这个好娘子 把你治好了 再造之恩 以身相许 战神 可真出息啊 哈 你出息重要 陆契扭头 眉眼带笑地看着苏清欢 与他食指相扣 卫生心里想 不要脸皮天下无敌 画风初转的战神 有点可怕 然而 认输什么的 绝不可能 我做事 向来不问目的 只求好玩 我跟你打个赌 如果你能赢了 我今天就放过你们所有人 如果你输了 如何 我要他 卫生伸出食指 指向苏清欢 不行 我还没说赌约 你就拒绝 战神什么时候 这么胆小怕事呢 因为我 输不起 大欢 大欢一脸感动地 看向陆契 这样的战神 才配得上 他的女神 苏清欢与陆契 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 不言中 卫生 不如我们就此别过吧 我让我娘子 把药方给你 你当报答救命之恩 带着你夫人回京去 至于 你离开后是上走朝天 还是在做什么 都随意行 我凭什么要就这么走了 我拿了你去灵赏 岂不是更好 你以为 你能做到 卫生 你也输不起 陆契神色轻松 他缓慢抬手 手指之间 一枚闪着寒光的飞刀 半斤八两 谁也别想比狠 如果涉及到 自己心爱女人 陆契也不会迂腐到 还守什么风度 赫明 我和大欢 待彼此如姐妹 如果不是 不死不休的仇恨 那 老爷 你再这样 我就活不成了 卫生彻底没脾气了 自己选的土飞员 专业扯后腿一百年 我累了 收拾上房 今晚我要在这里 新一些 苏清欢知道 这是暂时和解 那公公屋里请 老爷 这家里不好 咱们走吧 卫生气得 已经不想看的 你住哪里 这里 大欢指了指 自己的房间 住在乡房里 你还甘之若疑 乘祸 卢俊 让他们散了 你留下伺候就行 卢俊急了 看着陆契和杜景 神色紧张 他们 没听懂本座的话吗 是 娘子 我先进去看看 嗯 去吧 我去厨房做撑面 你会儿出来取一份 谢谢娘子 我见老爷不吃辣椒 不吃香菜 不吃辣 滚进来 卫生在屋里喊了一声 大欢带着喜悦 又有几分迟除 把柏舟送到林嫂子那里 才挪到东乡房中 终于松懈下来 杜景看到许久未见的主子 自然十分激动 下拜行礼 大将军 树仙来晚了 你怎么来了 陆契也感慨万千 双手扶起他来 心里却并不觉得他来得晚了 来得早 还有苏清欢什么事情 世子眼巴巴地看着陆契 却没有插嘴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轻轻眼波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四十四集 苏清欢见那两个人 要禀烛夜谈的模样 问道 王爷一切都好吧 一切都好 让你好好在这里住着 陆契伸手摸摸世子的头 世子兴高采烈地答应 好 先去洗洗 脏死了 我去做饭 家里有什么就将就着吃点什么 说完见陆契含笑点头 他牵着锦奴的手 往厨房去了 事业 家里人太多 分配房间 让苏清欢很费神 最后 他和陆契一间 卫生和大欢一间 杜景和卢俊一间 世子一间 世子房间 林嫂子打地铺 带着两个睡小床的孩子 陆契洗了澡 吃了两大碗面 心满意足地看着苏清欢 在炕上扑着被褥 灯光下 他背对着他跪在炕上 美好的后背曲线一目了然 顺着往下看 跟你说话呢 苏清欢絮絮叨叨说了一大篇 也没听到他回话 不由撑到 回来的时候 遇上个故人 遇到点麻烦 我护送他 去了他想要去的地方 才回转 那也不让人 带个口信回来 走得急 想早点回来 身边没有别人 给你写了很多信 怕你见了信更清卦 没敢让人送回来 魏公公的事情 他救助大欢从未后悔 但是如果因此千蕾露气 他肯定内疚 即使不因为这件事 他若是想查 早晚也能查出来 杜景他们都能查到 锦衣卫也查不了多少 你不用担心 尾身 是个极其聪明 狡诈的人 否则 也不能走到今天 他今天本来就无异于冬粗 有他夫人的缘故 还有很多朝廷上的原因 什么原因 难道你和他 不是死敌 我和他并无多大冤仇 不过因为当年 我年轻其盛 骂了他一句 戳到他软肋 所以得罪了他 我到今日地步 他也并非主谋 最多是落井下石 医学前耻而已 未生惯会审时多事 外人都知道 他心狠手辣 不尽人情 但实际 他精于算计谋划 给自己留了多条后路 现在面上 他和太子亲近些 但是 也并非坚决地 太子一派 他话不留秋 也想都给自己 留几条路 狡兔三哭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陆契今日 为当年之事道歉 诚心实意 原本不是想解困局 却无意中 解开了 卫山仇视他的政结 卫山表面上 是给他面子退让一步 但卫尝不是觉得 陆契日后 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对 悠悠 冰雪聪明 你是不是傻 见了那么多锦衣卫 还要往里冲 我怎么 能躲在你身后 软饭虽然好吃 但是 偶尔也要换换口味 你不信你相公的身手吗 如果是其他凶险的情况 我可以带你离开 咱们去塞外 或者出海 天下之大 总有我们的容身之所 原来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看行 到时候我一身一束 别说一个你 两个三个我都养得活 胡言乱语 陆契起身 不知怎么就扑到他身上 把他压倒 捧住他的脸 俯身擒住他的粉唇 深深吻了下去 夜很长 久别的人儿热情碰撞 葱段般的双手紧紧抓住床单 身体被人掌控 白腻如雪的肌肤上 烟红盛开 脑海中大片大片绚烂烟花 横空而起 绽放 熄灭 再绽放 苏清欢觉得 灵魂都不知飘到何处 只剩下身体 任由陆契 鱼曲鱼球 声音都染上了魅意 陆契 你 别停 我知道 悠悠 我的好悠悠 你为什么这么甜 悠悠 帮帮我 我想要 混闹了一个多时辰 苏清欢恼怒地用被子把自己裹成粽子 滚到最边上 瞪着露气 你再敢过来 我就咬你 咬我哪里 臭流氓 下次离我远点 这个伪君子 这样和要了他又有什么区别 我在云南 每天都想你 苏清欢心微动了下 酸而甜 每天 都想把你压在身底下 脱衣裳 滚 苏清欢把枕头砸向他 露气笑声响亮 发自内心的倡议 苏清欢却忽而警觉 你是不是出去招惹了什么女人 怎么突然就无视自通了 要知道 露气可是连大姨妈都不知道的愚蠢直男 怎么回来就无视自通了 露气脱了衣裳 在他身边躺下 把胳膊强行插入他的脖梗下 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 无意中 看了一场好戏而已 不过 牡丹花下死 做鬼 也风流 故人 成不我击 两人笑闹了一会儿 苏清欢担忧道 卫生能就这样走了吗 安息睡觉 不用再为这件事费心 虽然极度困乏 但苏清欢舍不得睡觉 总觉得 醒来会发现是梦 他叙叙叨叨 把露气离开后发生的事情说了 而露气更是没有睡意 一直耐心寒笑听着 直到苏清欢实在耐不住睡过去了 他才转头替他盖好被子 久久地看着他 有他在 便是心安处 东乡房里 大欢跪在地上 搭了着头 交代着离开后的所有事情 娘子给我治病之前 跟我说过会在我肚子上开个洞 其实那时我虽然说不怕 但是心里特别慌 害怕 再也见不到老爷了 起来说 卫生盯着那青砖地面已经很久了 这可不是家里铺着地毯的地 跪得时间长些也不打紧 大欢扶着炕站起来 后来病好了以后 我想回去 又怕再复发 所以 便想等着 既然没怀孕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跟我解释 我怕 我怕我嘴笨 还没能说明白 老爷已经让人砍我的头了 就像今天 我说了半天 还不如娘子说几句话明白 我怎么这么笨呢 知道自己笨就好 下次再敢私私跑出来 我就打断你的腿 在你的脖子上 拴一根绳子锁在家里 是 是 再也不敢了 而且 你要记得 你再蠢 也是我的人 我的人 我可以先记 别人不可以轻视 知道吗 知道知道 比方老爷的那条松狮 出去被人咬了 老爷就让锦衣卫出去帮他找场子 哼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死死记住 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别说 尤其在外人面前 还有 你蠢成这样 我才不会要你的脑袋 我怕你的蠢笨 随着脑浆流出来 传染了别人 谢谢老爷 我其实也知道 老爷不会要我的脑袋的 从前我就知道 您对我好 但是出来了这么久 跟着娘子也见过许多人 学了很多道理 所以更知道老爷对我的好 我会好好报答您的 卫山心里有种 我家土肥源竟然长大了的欣喜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她手中把玩着一缕长发 戏谑地问 跟我说说 你都学了什么道理 让我也跟着学学 娘子刚回家的时候 被祖母欺负 每个人都说她的坏话 不跟她交往 如果是我 肯定想不开就投水了 你再说一句 想不开就如何的话试试 周大欢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十两银子买来的 从头到脚 每一根头发都是属于我的 我不准你死 你敢死 我 我就让你家所有人 给你陪葬 大欢看着她凶狠的样子 想到了家人 硕大的眼泪扑扑往下落 也不说话 就是大滴大滴的流泪 十分委屈的样子 真是个打不得骂不得的傻子 吓唬她 回头还得我自己哄 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自己 她刚想着该怎么哄哄她 就听大欢说的 我知道老爷不会那样做 娘子说 爱屋子 就爱屋子上的乌鸦 您对我好 对我家人也会好的 可是 我出来的仓促 没回家看看 也没 也没给他们送东西回去 卫生觉得自己没被她气死 真是全靠自己坚强 我给你家开了绸缎庄 从掌柜到伙计 全是我找来的人 仅因为亲自轮班守卫 不仅没人敢上门收保护费 反而还得讨好你爹 你爹娘和四个猪虫弟弟 天天山珍海味 绫罗绸缎 赚的钱 他们都汇霍不完 我 我习惯了 习惯了 偷偷摸摸往家里送米送面 你娘每次跟你说 不要再送米面了 不是因为害怕你被我责怪 是因为他们栗子面 薄薄都吃腻了 那我娘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大欢震惊了 绸缎铺他知道 但是他以为只是挂他爹的名字而已 他爹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 还能开绸缎庄 原来不知不觉 饭都吃不上的家人 已经在卫生的救济下 如此豪舍了 你是你们家的财神爷 谁不供着你 谁敢跟你说个不死 大欢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你娘竟然怂恿你跑出来 我一气之下 怎么样 老爷 你把我家人怎么样了 卫生本想吓唬吓唬他 但是看他脸色煞白 又一次妥协了 我就是让人带你家人 去锦衣卫昭玉走了一趟 吓唬吓唬他们 后来发现他们确实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就把他们放了 让人看着他们 就这样 你还想怎么样 老爷 你真好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继续说 卫生不接受好人卡 他是不是好人 他们都得绑在一起 我 我忘了说到哪里了 说到你的好娘子 交给你许多做人的道理 是是是 很多人都不喜欢娘子 可是娘子自己上山采药 卖钱 养活自己 行得正 做得端 遇到别人有难处也大把手 慢慢人缘就好了起来 现在 娘子在三里五乡 提起来就没人不称赞的 娘子跟我说 世人都是如此 看一个人如何 不是看他说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于是 我就想到了老爷 老爷虽然总是对我很凶的样子 但是老爷让我吃饱 还买花给我带 教我识字 比我爹对我都好 卫生起初还觉得很欣慰 但是听到最后简直想先捉 为什么总要跟他爹扯到一起 他觉得不能再让他说下去 否则他这么久不适应周大欢 独家气人大法 说不定一下就气过去了 打水洗术 老爷 大欢惊喜 这流程有些不对啊 从前每次犯错 卫生教育一番后 总要想成大界 但是看起来今天 好像他要轻轻地放过 大欢不确信地问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你觉得能这么算了吗 不能 回去再收拾 这是别人家 我要跟你留着脸 回去 一天打三顿 像吃饭一样 让你长足记性 通常卫生化放得越狠越是没事 一言不发就那样看着他 他才害怕呢 大欢欢快地打来温水 伺候他洗漱 挽起袖子蹲在地上 老爷 我给你洗脚 你膝盖不好 我特意跟娘子学过按摩之法 能缓解疼痛 娘子还会针灸 用那么长的针扎进去 然后很多病都能治好 不过我笨 胆子又小 不敢学那个 说话间 他用略显粗糙的手 替他脱了鞋袜 把他的脚放到温水中 然后掀起他的裤腿 大欢看他明显粗出来一圈的腿 又是诧异又是心疼 老爷 您的腿怎么肿了 难道不是胖的吗 胖和肿才不一样 而且老爷销瘦这么多 腿怎么还会胖 说着 他用手指在卫生腿上 用了几分力气按下去 深深的肉窝 久久都没有平复 听说你在这里 四天四夜没有下马 腿都肿了 大欢愣了下 随即低下头 泪水巴哒巴哒 一滴滴掉进盆里 激起了水花 看到你抱着孩子 身后站着男人 我有会天灭地的冲动 可是 我没敢下令 要那孩子的命 我怕你跟我拼命 你是我的心肝 更是我的命 第二天 苏清欢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在露气怀里 睁开眼睛迷茫了片刻 感受到身后男人火热的胸膛 他发现两人的姿势有点惹人瑕疵 他动了动 想从他怀里出来 就听露气带了笑道 别乱动 我可不是柳下跪 滚 快睡觉 苏清欢骂了一句 挣脱了他的怀抱 回山看着他依然遍布血丝的眼睛 没好气地说道 我要吃鸡肉馄饨 再来一盆水煮鱼片 我自己要一盆 给你一桶 饭桶 苏清欢笑骂 知道露气日夜兼程 长途跋涉累得很了 他也不跟他多说 穿好衣裳出门了 娘子 我有点不舒服 晚点再起来 大欢在东乡房喊他 声音有些委屈 他说这话时十分愧疚 眼巴巴地看着卫生 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 让他出去 好 你不舒服就歇歇 我自己做饭就行 蠢货 你是我的人 想着伺候好我就行 做活不用你做 那么多人的饭 一个人做多累啊 我跟娘子学了几样手艺 想给老爷展示展示 等回京 你给我一个人做 好 大欢觉得 这种带入出货成效 十分高兴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十五集 苏清欢出门去孙寡妇家买金 又去河边找打鱼的人买了三条大鲤鱼 回来的时候 杜景迎上钱 伸手从他手里接过东西 夫人 您去忙活其他的 杀鸡杀鱼我来 好 那个卢俊怎么样 昨晚 你俩没有把屋顶掀了吧 各位妻主 相安无事 那就好 我总觉得 他不是很好相遇的样子 杜景脸上露出笑容 看着苏清欢 明媚而生动勃勃的笑脸 不自觉也露出个笑容 多谢夫人关心 露气不知何时站在门口 清了清嗓子 一出门 他就见到苏清欢 和杜景笑着说话 杜景拎着东西 侧颜柔和 笑意温柔 苏清欢也笑吟吟 嘴角弯弯 杜景高大英俊 苏清欢眉目如画 站在一起 竟然意外地和谐 但是露气心里 别扭地要死 杜景抬眼 触及他不悦的目光 忽而垂下了头 不动深色地 侧了侧身体 和苏清欢拉开些距离 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苏清欢浑然味觉 插腰骂道 让你多睡一会儿 偏要起来 看看你 眼红得跟兔子似的 再看看你那眼袋 说三五十岁也有人信 你嫌我老 本来就老 还不知道好好保养 杜景拎着东西 退到了厨房里 把空间留给两个人 哼 老爷是你男人 定然是他对着杜景 那张骗人的俊脸太久 才会嫌弃自己 这见一丝千的女人 真想狠狠掐死他 哼哼 苏清欢翻了个白眼 表示不屑一顾 露气直接几步上前 把人拉进屋里 按在炕眼上 噼里啪啦打了几下 物为七个 你回头 给我写一千遍 一万遍 说是打 其实跟脑痒痒差不多 苏清欢却觉得 姿势太过暧昧羞耻 腿扑腾着 手也在往后 胡乱地挥舞着 直到 露气 你臭不要脸 这都能有反应 虽然学医知道 这是正常生理现象 但是也太羞耻了吧 露气看苏清欢 悲愤欲死的样子 心情大好 松开他 没有 一个夜 再大点声 估计 他们都能听到 可文 滚 娘 娘 你醒了吗 话音刚落 世子的声音响起 苏清欢的脸 唰得红透了 做贼心虚 见露气 玩味地看着他 苏清欢 瞥了眼 露气不安分的地方 忽而狡黠一笑 醒了 你进来吧 脚步声响起 露气狠狠 瞪了苏清欢一眼 快步走到书桌后座下 正经危坐 慰君子 说话间 世子已经推门而入 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娘 我还是跟您睡吧 林嫂子睡觉打呼噜 比百周和静叔哭闹还厉害 我都睡不着 哦 表舅早上好 你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能睡在这里 世子愣住了 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可是您没回来的时候 我都是跟我娘睡啊 露气脸黑如锅底 看着苏清欢 你给我等着 不让他把女寺书抄写一百遍 倒背如流 他就不是露气 苏清欢却不怕他 从看柜中取出 昨晚才收拾起来的 小的被褥枕头 替世子铺好 来 快补一觉 你长身体的时候 不能缺觉 早上想吃什么 瘦肉粥配包子 还是炸面鱼配豆浆 或者给你做虾子面 露气的脸更黑了 他和锦奴的待遇 为什么差这么多呀 虾子还是他在的时候 看他费了好多功夫弄的 平时给他吃都口口嗖嗖 给这小子倒是殷勤 他摔 嗯 虾子面吧 世子说完 熟练的爬上炕 脱了衣裳 抱着被子 呼呼大睡 苏清欢看着露气 你不睡一会儿了 我睡 不睡就去烧火 狗咬吕洞鞭 不使好人心 露气觉得 自己心得多大呀 还能睡得着 去了短短数月 回来时候发现 比他帅的 比他小的 都想要娶自己而代之了 卫生并没有在这里待多久 吃过饭 问清楚大欢的病情 他就让卢俊 去找马车 着手准备回京事宜 苏清欢给大欢 开了一个月的药 然后让卫生 找个大夫来学医 大欢自然舍不得 泪水连连地 拉着苏清欢不肯走 不用跟生离死别一样 用不了多久 就见面了 苏清欢忍不住 回头看了一眼露气 后者气定神贤 与他四目相对 还对他弯弯唇角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情 娘子 百周和禁书 你放心交给我 我一定对他们视如己出 你有功夫 去看看三花 他想给两个孩子写信 或者到京中探望 我都会高兴的 嗯嗯 好 把孩子们交给你 三花放心 我也放心 只是鸟记得 冠子如沙子 你是他们的母亲 不能一味纵容他们 知道吗 嗯 我家老爷跟我说过了 大欢吐吐舌头 偷偷偏了眼卫生 脸上满是甜蜜 他不懂男女之事 可是他觉得 他已经有了 这世上最好的相公 和最圆满的家庭 马车终于远去 苏清欢眼眶微热 这世间所有的相逢 猝不及防 离别在所难免 虽明白这是生命常态 却仍然喜忧难控 走吧 干什么 回去算账 回京路上 卢俊称休息时间 偷偷请示卫生 这回事 手下觉得 不应该放虎归山 那本座现在 派你回去 杀了秦芳 卫生鞋 靠在马车上 姿势舒适 透过马车帘子 看着大欢抱着两个孩子 在外面晒太阳 表情愉悦 口气漫不经心 他张嘴闭嘴 都是娘子说 因为苏清欢说 两个孩子有黄胆 要多晒太阳 每次休息 他都要亲自抱着孩子 晒太阳 属下觉得 若是多带几个人 公亲不备 你跟了我这么久 忠心有余 聪明不怂 从前我为什么 要整治秦房 是因为他看我不顺眼 我自然不能让他好过 但是现在他娘子救了夫人 他又低头 也算扯平了 若非深仇大恨 秦芳这样的人 不要动 属下愚钝 请指挥师指点迷进 北有匈奴 南有蛮夷 西有回湖 东有倭寇 无论哪一只做大来饭 派你去 你行吗 秦芳这个战神 是替朝廷 替中原打仗得来的 国之洞梁 不能轻易动摇 他没什么底线 心狠手辣 但是对民族英雄 就算为了保住 自己今日之地位 也该存些敬畏 只会是高战园主 属下受教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而与此同时 被算账的苏清欢 和世子一道 被某民族英雄 训成了傻子 露气拿着戒指 把桌子拍得啪啪作响 你们两个好本事 当前现在我们都是摆设 我就问你们 徐顺如果绑了你们 去找贺长瑞妖公 你们怎么办 世子低头不语 苏清欢底气不足地说道 这不是还有你吗 到时候 你一定能想办法救我们的 而且我觉得 应该也不会出事 你觉得不会出事 你以为你救了徐顺的娘子和儿子 他就会因此对你感恩戴德 无所不从 你知道徐顺的爹 当年是如何发迹的 他和救过他命的拜把兄弟 一起贩卖私盐 被官府悬赏缉拿 他贼喊捉贼 把拜把兄弟出卖了 自己却偷偷运走了私盐 赚了一大笔银子 拉起了队伍 虚假的人骨子里流着狼血 你们与虎谋皮 侥幸得手 便战战自喜 殊不知是鬼门关前照了一圈啊 我和锦奴 也是没办法 担心你们应付不来吗 危险的事情 你们两个记住 绝不能怕 一旦出事 痛扯心扉的人 不是你们自己 是我 是九哥 苏清欢偷偷对着世子撇嘴 世子则对苏清欢做鬼脸 锦奴 到院子里跪着反省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再见了 不能这样 行事所迫 就算处置不当 也并非故意 你不能这样 你 你也跑不了 到那里 站着想 于是想明白了 再过来 陆契又指着苏清欢 直指墙角 最后 世子顶着大太阳跪了一个时辰 苏清欢被罚站了半个时辰 晚上吃饭的时候 陆契对杜景道 你回京去 帝护军 军领一个人 照看不过来 有消息可以让人传下 但是 你们二人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离境 是 大将军 杜景恭敬地称是 眼睛余光扫过苏清欢 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苏清欢正在给世子夹菜 闻言道 那我明日早起准备干粮 嗯 多谢夫人 夫人不必辛劳 我在路上买些就行 属下先告退 回去收拾东西 杜景起来抱拳行礼 深深埋头 用这样恭敬的礼节 让自己清醒 她使她的主母 如此而已 吃完饭 我去找你 是 锦奴 还疼吗 陆气去和杜景 交代事情了 苏清欢给世子揉着膝盖 很是心疼 还行 不太疼 娘 以后 我还能叫您娘吗 苏清欢心中酸涩 摸摸她的头顶 故作轻松的 当然 只要你想 我永远都是你娘 当然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毕竟 咱们两个一起闯过祸 受过罚 感情基础多么坚固啊 拉钩 一百年不许变 好 拉钩 一百年不许变 这时 陆气正好进来 锦奴 你父王说了 让你暂时留在我身边 任由我管教 但是 你若是不服管教 那我容不得你 你趁早会遇难 不不不 我听爹 不 听表舅的 我和娘去盐帮混闹是不对的 表舅罚得对 只要让她留下 她就是有娘的孩子 认错算什么 从前如何称呼 在你父王来接你之前 还怎么称呼 世子立刻干脆响亮的喊了一声 爹 苏清欢在他膝盖上拍了一击 还有没有点骨气 刚被罚还喊这么亲热 莫非 你还敢不服 不敢不敢 打不过你 锦奴这些日子我不在 你荒废了不少 才没有 自己读书 跟着度锦习武 还跟我学医 什么都没耽误 我说的是规矩 以后自己去西吴睡 王府的规矩 七岁以后 自己开园搬出去 现在 你至少要学会自己睡 世子蔫蔫的答应 假公祭司 嘀咕什么 再说一遍 秦大将军英明神武 一桶江湖 一桶江湖 该送的送走了 该教训的教训了 晚上睡觉前 露气神清气爽 看着苏清欢好奇地 一一翻看他带回来的东西 这是什么 苏清欢打开沉甸甸的一包 立刻被闪瞎了眼 被教训的那点不愉快 被眼前所见的东西 一扫而空 各种各样的头面手势 运用了金银玉石 玛瑙翡翠 猫眼珊瑚 各种材质 垒丝点翠 花丝烧兰 各样繁琐精致的工艺 哪来的 连个盒子都没有 苏清欢捡起一根金蕾丝 香五色宝石的簪子 看着被挤压的 有些变形的蕾丝 心疼地说道 那么名贵的 应该被精心呵护 妥善保存的首饰 到了露气这里 像破烂一样 随随便便装了一个包袱 路上还不知道 怎么在马背上颠簸 直男简直没救了 露气剑他目不转睛地 看着首饰 心中高兴 在何常瑞的一个库房里 随便抓了一包袋人 你多抓几包啊 下辈子 下下辈子也够过了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再给你整 下辈子或许当牛做马 做不了人了 当牛做马 我也得拴住你 不让你等别人的牛 做别人的马 霸灯 过来 给你个好东西 露气坐在炕上 冲他勾勾手 苏清欢欢快地扑过来 什么好东西啊 露气变戏法似的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枚 直径寸余的钱币状的东西来 苏清欢抢过来 仔细打量 发现这圆饼子 像是青铜材质 上面鬼画符似的 画了些分辨不出来的花样 正反两面都有 中间有个圆孔 应该是用来 系起来挂在身上的 嗯 我还以为是多么名贵的东西 从哪个古墓得来的 这种古董 我看着都渗得慌 哪里比得上那些 亮晶晶的首饰 说话间 他就要去看 刚才没看够的 东珠手穿 娘娘 不准走 明天打个落子 把这个带在身上 以后除了睡觉 不准站下来 就是睡觉的时候 要记得 压在枕头下 干什么 苏清欢诧异 怎么觉得神神叨叨 陆季这是中邪了 听见了没有 白天戴在身上 晚上睡觉压在枕头下 赫明 你总该让我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吧 若是墓里出来的 我怕我会做噩梦 你放心 不是墓里出来的 这是九哥从小随身佩戴 从未离神的东西 你 你把王爷的天生植物给我 你是不是疯了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十六集 涉及到你的缺流 我也顾忌不了那么多了 九哥小时候总生病 有位室外高人 将这枚事物赠予他 说是与他压身的 我又没生病 再说 这种东西 王爷也要随身佩戴 你冒冒失事要来 他怎么办 陆七怎么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 你别管 让你带着 你就带着 苏清欢只能答应下来 陆七亲眼看着他把东西压在枕头下面 才松了一口气 高人说 幼时的镇男王神魂不稳 所以需要法器压身 高人还说 他命格贵不可言 就差直说是天命所受了 陆七从来不信 但是为了苏清欢 他宁肯信其有 替镇男王打了大小二十六场仗 最后他把所有的功劳 与他换来这个东西 镇男王如果果真是天兽之子 那他贴身多年之物 理应也让三界有所忌讳 那苏清欢就多了一宠保证 陆七可以倾尽所有 包括生命保护他 却仍实时惶恐 他被超乎人力的力量夺走 见苏清欢的表情 有些茫然和不以为意 陆七耐着性子 把利害关系解释给他听 当然隐去了镇男王的天命 只说这是高人所赠 所以他厚着脸皮讨来 悠悠 答应我 任何时候 不能离身 好 陆七的举动 虽然幼稚可笑 但是以爱之名 令他感动满满 不就是一个圆饼子吗 他豁出去了 带着 陆七脸色缓和了些 指着桌上另一个蓝色包袱 我让人去搜罗了些 苗衣的方子和遗书 太好了 直我者 贺明也 苏清欢激动地跳起来 抱住陆七 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陆七刚刚体会到 美人投怀送抱的喜悦 还没等着喜悦书展开来 他又蝴蝶般地飞走 意犹未尽 而苏清欢 已经忘了他的首饰和圆饼子 求之若渴地投入到一书之中 陆七看着他认真的侧颜 因思考而微醋的眉头 嘴角笑意样开 世子忽然在西屋喊 娘 下雨了下雨了 药材收了吗 都收了 你安心睡 下雨好 咱们的药田也干了 贺明 明天带你去看我的药材地 苏清欢带着陆七和世子 去看药田 路上遇到村里人 见陆七腿脚完全正常 不由都钦佩他妙手回撑 一时间 苏清欢名气大盛 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这是后话不提 这都种的什么 陆七一眼看过去 绿油油的一片 分辨不出来都是什么 爹 这一片是植蟹草 那一片是三七 我娘说 这都是军中需求大的 所以种这些 陆七看看苏清欢 眼中有笑 苏清欢有几分被戳穿的懒然 其他地方用处也挺多的 看那边 那边留了两亩地 给姐姐回来种 既然他们决定定居云南了 那地方得想想能补种什么 你要种菜吧 种菜哪里用那么多的地啊 还是种药材吧 南星 牛西 板蓝根 都可以 还可以种结梗 不过 就是明年秋天才能收 是不是 娘 锦奴记得真清楚 那 咱们也种一些结梗 相公 陆七一听他声音娇俏 尾音软弱 就知道苏清欢又要戏弄自己 要我做什么 说 当然是帮我种药材了 两母帝 咱们自力更生 你来离地 怎么样 我来播种 世子拍手赞同 陆七想 血雨腥风都过来了 难道还怕离地 便点头答应下来 我还想着留点地方来种花 收集花瓣 做些蔷薇水和胭脂 都是极好的 苏清欢对自己的地 兴致勃勃地规划 陆七不在的时候 他没什么心情 现在才觉得 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 可以随意规划 做个小地主 人生快意 可惜心情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 逗逗远远地跑来喊道 苏娘子 家里来客人了 来里辆马车 两匹马拉的车呢 马皮毛光亮 里面下来个老嬷嬷 打听娘子呢 苏清欢看向陆七 心里想着 难道是云南来人了 陆七显然也想到一处 毕竟苏清欢医术再高 也只陷在这三里五村 真正用得起马车的贵妇人家 怕是不能听村里人的吹捧来求医 他嘴唇紧敏 贺长凯最后与他说 赞成他和苏清欢的亲事 但是觉得苏清欢规矩不足 性格跳脱 最好找个严厉的嬷嬷 交一交约束一下性子 他当时就拒绝了 但是不敢保证 贺长凯不自作主张 他的人 他喜欢就够了 改成同其他贵女一样的呆板模样 那还是他喜欢的苏清欢吗 放心 就算是九哥派来的嬷嬷 也是伺候你的下人 我有手有脚 不用别人伺候 真属于云南来的人 你赶紧打发走 我不喜欢家里有旁人 我也不惜家中有旁人 所以 别再捡些乱七八糟的人回家了 苏清欢知道他只大欢 顿时有些气短 可是回家之后 两人才发现 原来冤枉了贺长凯 来人竟是华平和他娘岳嬷嬷 华平是家生子 他爹娘都是府里的 所以在他的认知里 能给承轩做姨娘 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苏清欢知道 承轩也知道 因为家里把画瓶给他 就是那个意思 彼时 承轩对苏清欢说 他不要画瓶 他只要他 那时候苏清欢天真的以为 他许自己已为一 后来才发现 完全是自作多情 他许他的 只是个姨娘之位 可去他的吧 月嬷嬷 李姨娘 两位希克 华平穿着杭绸照衣 软银青螺百合裙 画着精致的妆容 披荆带银 打扮富贵 月嬷嬷也一身丝绸衣服 头上两根 分量极重的 瓦尔勺金簪 眼神挑剔地 打亮着苏清欢 清欢 许久不见 我今日和我娘 出来走走 路过你这里 华平脸色有些红 善善地说道 华平不是个 趾高气昂之人 之前相处还算愉快 只是后来知道了 承轩对苏清欢情有独钟 这才和他生了嫌隙 暗地里总是做些小动作 但是也不太高明 想要路过这里也不容易 两位里面请 家里喝杯茶 月嬷嬷已经打量完苏清欢 此刻正肆无忌惮地 看着路气 像评估货物价值一般 看着他 路气眉头紧簇 一个冷力的眼神扫过去 月嬷嬷顿时被吓住 不敢再造次 华平也感到 他生人物尽的冷气 忍不住想后退 但想起王夫人的叮嘱 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清欢 这是姐夫吗 可是夫人打听到 他夫君是个瘸子呀 而眼前之人 高大英俊 龙行虎步 气势射人 非但不是瘸子 还像久居人上之人 华平忍不住心里嘀咕 难道苏清欢 又傍上了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他这一点倒是没变 一贯能把男人的目光 吸引到自己身上 想到这里 华平握着帕子的手 收得更紧 几乎能感到指甲 扣到肉里的疼 苏清欢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见华平眼唇而笑 我听夫人说 你嫁了个薄行之人 还替你担心日子难过 原来竟是以讹传讹 说着 他不错眼地盯着 鹿气的眼神 看 你喜欢的女人 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 愉快吗 鹿气脸色更难看了 这个女人 像苍蝇一样讨厌 华平却以为 自己的小心机得逞 心中得意 苏清欢懒得跟她打鸡风 当即啪啪打脸 我相公不过扭伤了脚 怎么就成了脖子 我记得李姨娘曾经起过疹子 现在还不是花容月貌的房里人 赶紧回家做饭 跟不相干之人 废话什么 鹿气的口气让华平哑然 原来 苏清欢这般不得宠吗 他更加起劲 面上却笑意温婉 姐夫 我不是不相干的人 我从前和清欢姐姐 一起伺候程大人 程大人那时候喜欢她 可比喜欢我多多了 哎呀 我这是在说什么呢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要眼不瞎 都会喜欢珍珠 而不是死于眼 苏清欢看着画屏骤然变色 脸色油白变红 油红变紫 心里激爽 暗道 回头要给鹿气做点好吃的 好好补补这张铁嘴 只是已经撕破脸皮 他就没打算再让这两人进去做 他双手还胸靠着门 态度十分不欢迎 不知两位跪脚踏见地 有何指教 我 我 画屏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他总不能说 是你得罪了夫人 所以夫人让我穿金带银 来刺激你这个架了瘸子的炉色 黄夫人也不是绝不能容忍 夫人身边伺候的大丫鬟 只要安分守己 提两个座姨娘也是惯例 但是 一来苏清欢在成家半个丫鬟 半个小姐的身份让他不舒服 二来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苏清欢竟然在成轩心中 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这无异于给他上眼药 不 简直是往他心上捅刀 忍不了 画屏对苏清欢的情感更为复杂 他们算是一起长大 情意谈不上身后 但是也算相处融洽 他喜欢苏清欢宽和的性子 但是又忍不住极度他的好人缘 和他在成轩心中的特别 今日来 他确实也有自己的炫耀之心 可是看到陆气 他就像被扎了一针的气球 从膨胀变得渺小破碎 尽管陆气身穿粗衣 却依然掩盖不了通生的气盘 他错误地以为 苏清欢不为他所喜 结果 却被陆气用言语狠狠嘲讽踩踏一番 岳嬷嬷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他愣征片刻 眼珠子转转 有了主意 他假装在画瓶身上拍了一下 骂道 哎呀 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 清欢哪 今儿我们娘俩来 是给程大人带口信的 他说画瓶笨拙 伺候得不好 如果你愿意回去 他会很高兴的 你架个泥腿子 能比得上跟着大人吗 你看看我们画瓶 这身上的穿戴 你再看看你 娘 他怎么敢假借 承轩的名义撒谎呢 如果苏清欢 真的起意要回去 承轩肯定是欢迎的 那他到时候该怎么办 要知道 现在程轩对他一点点 微末的关注和宠爱 只是因为他从前和苏清欢 走得还算近 月嬷嬷看着露气沉下去的脸 越说越起劲 唾沫横飞 清欢哪 大人身边这些丫鬟 加起来也不如 你在大人心里的分量 当年你日夜服饰 府里谁不知道啊 他故意把日夜服饰 四个字咬得重重的 但是出乎他预料的是 露气虽然面沉如水 但是并没有当场发作 而苏清欢竟然还带着笑 就那样直盯着自己 姿态很闲适 毫不紧张 说完了吗 要不要进门喝口水啊 继续跟我相公讲讲 当初我是如何贴身 日夜服饰程大人的 嬷嬷当年是不是还在旁边 伺候着端茶倒水 现在李姨娘伺候程大人 嬷嬷是不是还要指点一二 你 岳嬷嬷被苏清欢的厚颜无耻打败 抬眼去看露气的反应 程大人 到底是哪位程大人 合着这位还不知道 程大人是谁啊 怪不得这么盲目自信 华萍挺凶骄傲地说道 程家祖上到现在 围观已经五代 程大人 正是前科榜眼 程轩 陆继 似乎是受了极大的惊吓 吞了口口水 忽而很艰难地开口 哎呀 从前的事情 过去了我也不计较 过去了我也不计较了 秦桓 既然是你旧相识 于情于礼该请到家里坐坐 苏清欢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倒是跟我说说葫芦里卖的神药啊 乖 配合点 我有主意了 人家两位都是贵客 看不起咱们物理简陋 还是算了 奈克的礼数都不懂了吗 要不要我现在当着人面前 教教你 画屏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前句后宫 所谓何事 岳嬷嬷却自以为聪明 斜着眼看着苏清欢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清欢哪 你这就不对了 原来在哪个府里伺候 都不跟你相公说吗 在他看来 定是陆契之前以为 苏清欢在小门小户做鸭户 不知道成家的门没有多高 男人 屈言覆试 为了得到利益 有什么不能付出的 看 知道他们是哪个成家 态度立刻就变了吧 苏清欢十分不快 却又不得不把两人请了进去 等他们进去后 陆契俯身 在世子耳边交代了几句 世子本来有点摸不着头脑 文言眼睛亮了 露出算计的笑容 爹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屋里 苏清欢看着画屏 你们母女俩 畸形太差了吧 当年是谁不择手段 想要趁着程大人 醉酒爬床而不得 现在倒好 把污水全泼到我身上 打量我相公会信吗 你是不是厨子 你相公不知道吗 既然做了丑事 就要敢承认 岳嬷嬷很得意 苏清欢想起当年发生的事情 觉得自己就是个南郭先生 你是说 我为了救你女儿 而不要说那些 留着解释给你相公听吧 如果他愿意听的话 不过 其实他早已知道你什么货色 我看他呀 现在想的是如何从成家捞到好处吧 你信不信 只要大人给他些许好处 他就能把你拱手献胜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四十七集 苏清欢正要说话 世子端着一盘蜜瓜进来 娘 这是我爹刚出去买的羊角蜜 让我洗好了给两位客人尝尝 我爹还说 让你好好招待客人 他去镇上买肉 说一会儿让你出去买条鱼 岳嬷嬷觉得自己的话被验证 神情得意 而话评也由开始的紧张 变为现在的巨傲 苏清欢想先捉 陆七到底搞什么鬼 娘 你快去买鱼吧 我陪客人 世子很乖巧 却始终没有称呼两人 苏清欢皱眉地看着他 世子给了他一个让他放心的眼神 示意他出去 苏清欢便出门去了 世子狡黠一笑 偷偷摸摸走到柜子面前 打开苏清欢的药柜 装作天真无邪的模样 冲两人笑笑 噓 别告诉我娘 趁我娘不在 我要偷点药到山上毒野鸡 毒野鸡 中了毒的野鸡 还能吃吗 话评不由问道 不吃 我要野鸡羽毛做剑子 世子假装在药柜里乱翻 嘴里念念有词 这个是退烧药 这个是支爹打损伤的药水 娘做的欺不倒 哪里去了 哦 世子手忙脚乱地抓住一个掉出来的红色小瓷瓶 见小瓷瓶完好的在手中 她长长松了一口气 拍拍胸脯 啊 还好这个没弄坏 要不我娘肯定要打我的 月嬷嬷见那瓷瓶和别的不一样 便试探着问她 你识字吗 这么多药都认识 你手里拿的又是什么 月嬷嬷忍不住想 是不是魅惑男人的东西 苏清欢这个小贱蹄子 惯会讨男人欢心 她跟着薛太医学医 说不定调配的就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若果真是 她的话评能得到些 月嬷嬷激动起来 我当然识字 我还跟我娘学医呢 这个瓶子里是摄香 十分名贵 我娘不许我动 哦 原来是摄香啊 月嬷嬷失了兴趣 这东西别处缺 在成家却不算稀奇 这位夫人怀孕了吗 华瓶被一个孩子问怀没怀孕 脸色不由发红 我不是夫人 我 我也没怀孕 说着 她失落地抬手俯上自己的肚子 王夫人没怀孕之前 她必须用碧子汤 王夫人怀孕了 她也不敢立刻停用 而且承轩也去了京城 什么时候 她生下了儿子 她在承家的地位 才算稳定 这是她最隐秘 也最迫切的希望 啊 那就好 摄香是女人爱用的香料 但是都不知道 摄香其实对女子的身体 伤害极大 长期过量使用 会导致不怨 而怨妇过量使用 会导致滑胎 或者胎死腹中的 啊 真的那么厉害 夫人们用的香料里 也不发摄香啊 凡事适度才好 如果过量 才会导致严重后果 那 若果真能使人 不孕或者滑胎 那大夫们能不知道 大夫们不知道的事可多了 如果普通大夫也知道这许多 那岂不人人都是神医了 别说他们 就是我娘的师父薛太医 都不知道摄香这种坏处 还是我娘从苗衣的书中看来的 画瓶若有所思 放在膝上的手紧紧握住帕子 莫名有几分兴奋和紧张 世子把右耳投下 把药柜关了起来 假装沮丧的 嗯 竟然没找到 定是我娘察觉到我偷她的药 才偷偷藏了起来 她走到书桌前又乱翻遗器 从桌上拿起一本书 她哗哗地翻了翻 嗯 苏式食谱 我娘什么时候写完了 我娘闲得无聊 就会把会做的饭菜 点心做法都写下来 因为我爹最喜欢吃娘做的菜 如果将来去了京城 有别人伺候 也能按照菜谱来做菜 我和我爹 现在都不爱吃别人做的饭菜 你们今天算是有口福了 后面菜谱这事 是世子刚才灵机一动想到的 陆七让他把射箱的事情说了 画瓶这样的 未必有勇气给王夫人多用射箱 那他就来添一把火 苏清欢是闲得无聊才写菜谱的 他做的一手好菜 那承轩定然也吃过 得不到的自然怀念 若是画瓶得了菜谱 自然会想着承轩对他另眼相看 从安分守己到膨胀 王夫人不可能不打压他 矛盾激化后自然就 世子找了个借口出去 岳嬷嬷看四下无人 便把菜谱偷偷藏到怀里 画瓶兴奋又有些难为情 娘 你这是干什么 哎呀 你该不是傻子吧 苏清欢凭什么笼络住大人 不就是颜色好又会做菜吗 你打扮起来比他差几分颜色 若是再学会他一手好厨艺 大人能不对你另眼相看 还坐着干什么 咱们拉眼来过了 夫人吩咐的事算是有交代了 赶紧回去 她分明是偷了东西心里不安 画瓶心中明白 然而这诱惑太大 她也就默认了 跟着岳嬷嬷一起离开 陆契看着两人上马车离开 从藏身之处出来露出冷冷的笑容 欺负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成轩算什么东西 虽然他让他捡了便宜 但是陆契绝不会感激他分号 还会让他为曾经对苏清欢造成的伤害 付出代价 只是男人间的较量应该在朝堂之上 那一天不会太远 至于王夫人敢当街羞辱苏清欢 他就要他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后院女人无论成婚与否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依仗 有所依仗 近可以呼风唤雨 退可以岁月静好 而没有依仗的女人 进退为骨苦苦挣扎 对王夫人这样的女人来说 依仗只有两样 家世 儿子 狼牙王家 孩子 他会一样一样地摧毁 爹 如果这个蠢货不敢用射箱呢 我看他很难成事 世子和陆契并排站立 脸上透露着和年纪不相符的算计 那我就助他一臂之力 正说话间 苏清欢提着鱼回来 看着院前空空如也 走了 走了 说吧 你们俩到底算计什么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娘 他们两个进了屋子乱翻 偷了您的食谱就跑了 世子告状 偷偷冲陆契几眉弄眼 陆契露出赞许的笑意 苏清欢无从知晓赦香的事情 文言看着陆契 你是故意的 是 一份菜谱而已 你可以重写 但是有人得到了 怕就是生出非分之想 到时候 狗要狗 一嘴猫 何必呢 在别处闹也就算了 只是给老祖宗添毒 他有些于心不忍 但是他也不是圣母 两个讨厌的人受教训 他也觉得畅快 苏清欢觉得还是哪里有些不对 看着陆契 我还动了手脚 但是你别问我 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的神情 他又偷偷去问世子 我出去买鱼的时候 你和你爹 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 没有 爹藏在厢房里 我本来想替娘招待他们 可是他们太过躁 又总是问我爹娘的事情 我就不理他们 整理药柜去了 他们问我和你爹的什么事情了 他们问 爹娘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弟弟 其实我也想知道 苏清欢红了脸 按照现在的进度 只差临门一脚 应该不会太远了 生孩子的事情 苏清欢还是有些期待的 想到有一个软软的小团子 和自己血脉相连 每眼中也会有露气的样子 多么神奇而美好的事情 你疲痒了吗 还是没有归够 苏清欢这才发现 露气站在门口 头听咳耻 他哼哼的 世子不敢在露气面前造次 吐吐舌头 娘 我去找痘痘了 说完 桃也似的离开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露气照例又缠着苏清欢胡闹许久 苏清欢在他的攻势之下 丢盔弃弃甲 几乎溺死在他温柔与狂野并存的宠爱中 陆气 你是我相公 苏清欢伸出丁香小蛇 甜甜嘴唇 紧紧搂住他的腰 说完这句话 他的心砰砰砰急速跳了起来 几乎都要跳出来一半 月嬷嬷今日来 提及了他早已忘却的往事 从前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却隐隐有些害怕 因为在乎 所有惶恐 所以今晚 他忍不住开口相邀 想要确认一些东西 心爱的女人在身下 媚眼如丝 温香软郁 露气觉得身上每个毛孔 都在叫嚣着释放 但是他克制住 低头含住他小小的耳垂 亲了亲 早晚都说的 今日先放过你 苏清欢不知为何 突然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因为月嬷嬷的话 心里生了嫌隙 我 他很想说 我和程轩轻轻白白的 然而却忽然十分委屈 哽咽着说不下去 陆气闻言冷了脸 从他身上下去 躺到自己枕头上 重重的呼吸 似十分生气 苏清欢想起那年 他和画瓶一起去梅山上 采集梅花上的血水 结果画瓶脚下一滑 人就要往下摔倒 他伸手拉了画瓶一把 自己也被带着滚下去 好在 府里假山并不高 又有厚厚的积血 两人并没有伤到要害 苏清欢仰面扑倒在地 小腹制大腿之间 正垫在了假山石上 当时只觉剧痛 疼得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月嬷嬷照顾他 和同样受伤的画瓶 痛心疾首地把他染血的 泻裤给他看 告诉他 好像伤了那处 怕是以后难以自证清白 苏清欢当时已经知道 月嬷嬷母女对承轩的心思 所以看着他眼里的窃喜 心里一阵嘲讽 但是他作为医生 对这层东西并不甚看重 甚至觉得 本来就有很多女人 不会见红 就算没有 难道承轩就不知道 他的为人吗 更何况 第二天他就来了鬼水 他后来一直怀疑 那天被摔出来的 其实是鬼水 但是他也不能去 跟月嬷嬷为这件事分辨 而月嬷嬷自以为 有了苏清欢的把柄 他已经不洁 越发努力地把画瓶 往承轩身边送 这件事情本来已经淹没在时光之中 但是今日被提起 苏清欢当时以为自己不在意 晚上方觉得 其实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他和陆契 还是在一起时间太短 过去的许多事情 彼此都没有参与 他相信 就算他果真有不堪的过去 陆契也能接受 但是心里会不会有歌的 既然爱人 自然是希望心无芥蒂 两情相悦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 为什么还要为此受到伤害 为什么还要伤害到陆契 苏清欢很委屈 他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 又矫情又小气 可是他想到陆契冷脸的样子 心里还是难过得 向被人捅了一刀 他背过身去 捂着脸 张着嘴 不敢发出哭声 他也是骄傲的女孩子 才不要用廉价的眼泪 去博取他的怜惜 而陆契这个死之男 竟然像睡着了一般 完全没有发现他的难过 苏清欢难过了一会儿 忍不住嘲笑起自己 竟然像十五六岁 初恋的孩子一般矫情 有什么话说出来就是 何必要这般呢 可是他不想先开口 想等着陆契先说 结果这个助孤生的蠢货 就是一直不开口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契终于认输 窥探一生 似有万千失落 悠悠 我到底要如何做 才能让你明白 我对你的心呢 如果只是美丽的皮囊 他能拥有的太多 如果只是处子之身 他能拥有的更多 可是有趣的灵魂 深爱的人 只有苏清欢一个 所有他的过往 美好的丑陋的 愉悦的难过的 他都能接受 他以为他的爱 不敢比天高海深 但至少也是磐石无转移 结果在苏清欢想来 却是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动摇 露气很难受 因为苏清欢的不信任 也因为他的自我倾鉴 苏清欢泪流不止 露气坐起身来 点上蜡烛 开始嬉戏缩缩穿衣裳 你去哪里 我心里闷 出去走走 你好好休息 说完 露气从炕上下去 穿上靴子 拿起宝剑走了出去 很快 屋外传来马匹的嘶鸣声 踏踏的马蹄声 在寂静的夜里渐渐远去 他这 他这是耍脾气 离家出走 有本事 走了就别再回来 苏清欢用力拍枕头骂道 话虽骂得很 苏清欢心里 却不会一味把责任都推到露气身上 今日的事情 恐怕他错的更多 别人三言两语挑拨的 就患得患失 这还是他吗 恋爱让人愚蠢 智商断崖式下降 太可怕 苏清欢觉得 露气找到自己 真是祖坟冒清烟 毕竟那些纯如露气的直男 早就因为找不到媳妇 而被自然淘汰了 她却能拥有 自己这般美丽善良多才多艺 温柔贤惠 花一天一夜都不带重样 并且还有自我调试功能的娘子 他们家祖坟肯定已经浓烟滚滚 可是这么晚了 他去哪里了 苏清欢等了一会儿 又有些生气 他都自我调节过来了 露气还揪着不放 离家出走 吓唬自己是吗 露气的伸手 他自然不担心 索性拉起被子盖住头 狠狠道 我自己睡才好呢 想怎么滚怎么滚 还没有人打扰 为了增加说服力 他还裹着被子打了几个滚 这时露气却去而复返 你回来干什么 我明天早上再回来 给我走后分 苏清欢 你最好想想 等我回来了 怎么能让我不发火 本来想好好地亮亮他 但是出门后被风一吹 眼前不由浮现起 他波光练艳的眼睛 于是又没出息地回来交代行程 我还气着呢 你气 你就是个混蛋 回来 再跟你算账 苏清欢拿枕头砸他 说完 竟然真的又走了 喂喂喂 你去哪儿 给我回来啊 露气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 好好做饭 相公折队 我可去你的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四十八集 苏清欢一夜睡得都不安稳 做梦都是关于那件 不愿提起的事情 早上起来的时候 头昏昏沉沉地疼 世子揉着眼睛问 娘 您昨天晚上是不是跟爹吵架了 苏清欢打个哈欠 撒谎不眨眼睛 没有 你爹昨天说梦话了 可我好像也听见娘的声音了 你爹说梦话被我呵斥了 哦 而此刻 陆契走到一个新开的客栈里 把一封信交给长哥 快马家便送到京城 掌柜激动地看着陆契 嘴唇哆嗦着 眼中有泪花闪动 千言万语 说出口的只有一个颤抖着的 是 他和他的大将军再见了 陆契冲他点点头 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 娘 是爹回来了 世子听见外面的马蹄声激动地说的 苏清欢从厨房探出身去 果然见陆契牵着马进来 他哼了一声 飞快地有缩回去 爹 顺利吗 小事而已 这下有好戏看了 看他们还有没有精力来打扰我们 噓 陆契做了个尽声的姿势 从荷包里掏出一脚银子给他 赖着豆豆他们 去豆腐王那里吃饭 中午再回来啊 世子接过银子 歪头问道 你和娘要商量什么大事 我不能知道吗 吉诺 你现在和豆豆两人玩打架游戏 谁赢得比较多呀 他赢得多一点点 他有帮手 我也不敢下重手 以后我会好好练武的 让你娘给你生个弟弟 你就有帮手了 那多生几个 越多越好 我今天就和你娘好好商量生弟弟 世子拿了银子 带着有弟弟做帮手的期待 欢天喜地地跑出去了 苏清欢本来还打算装蒜 冷冷碌气 不想他一进门 根本不废话 直接把他拦腰抱起 扛在肩膀上 头朝下脚扑腾着 苏清欢不住地拍打 陆七的后背 混蛋 放下我 陆七一巴掌拍在他臀上 老实见 苏清欢刷得面红耳痴 把苏清欢按倒在炕上 陆七轻车熟路地 把它拨干净 生了嫌随 我今天就告诉你 到底有没有嫌随 说着 他一手按住白条鱼般的苏清欢 一手开始捡自己的腰带 苏清欢脸色红得快要低血 别啊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不信你 我不该瞒着 我当初和承轩 他和你怎么样 我都不关心 我唐欣你 舍不得你 你却颠倒黑白 变成了我嫌弃你 今天 我就身体力行 告诉你 我多么喜欢你 多么 多么想要你 苏清欢捂住发烧的脸 挣扎着想要摆脱 仙腰上铁钳般的熊掌 而不得 陆青 我真的错了 你别这样对我 我害怕 你想要 我给你 可是你别这样 我受不住 我第一次 我怕疼 这好 我也是第一次 那就 一起疼吧 这该打死的女人 竟然 被人泼了那么多脏水 都不想成亲 跟别人亲者自亲也就算了 可我还藏着野着 想着第一次 我就疼你 那就错了 既然是第一次 既然完全是我的 那我就 更可以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了 你 苏清欢听出 他赌气的口气 却被骂得毫无反驳之力 陆契在他臀部拍了一起 放松 腰沉下去 滚 苏清欢终于趁他松手的时候 往后一脚踢过去 却被陆契抓住了脚 你 你欺负人 苏清欢换成了仰面躺着的姿势 拉过被子盖住自己 捂着脸 盈盈装哭 作一作怎么了 谁谈恋爱不作呀 他哪里是故意不告诉他 他也没问他不是吗 他能厚着脸皮跟他说 我可是如假包换的原装 你得珍惜我 好好待我 别人谈恋爱 男朋友求生欲多强 怎么到他这里 就变成一言不合就翻脸 张口闭口都是教训自己 陆契大口喘着气 长腿一伸 把旁边的椅子勾过来 坐下来看着苏清欢 又一事 说清楚 别等我问 说清楚了 今日就轻轻放过 以后不许再提 别人说 我也只当没听到 若是说不清楚 若是以后 还敢跟我为这事情闹 闹一次 罚一次 嘿呦呦 你是法西斯啊 你怎么不上天啊 苏清欢撇撇嘴 把当初摔倒的始末说了 当初我是一心一意 要嫁给承轩的 所以不会倾见自己 现在要给我 岂不就是三下二意 没想嫁给我 可是我已经嫁给你了呀 想到人生中最狼狈的时刻 像条死狗一样被抬起来 陆契觉得很羞耻 哪个不算 三杯六屁 十里红妆 我什么都不会缺了你 迂腐 白纸黑字还不算数 苏清欢 清清白白的女孩家 静止点行不行 我倒是想矜持 苏清欢看看自己被扔得到处都试的衣服 可是我天天被你拖得干干净净按住凯游 那时候你怎么不说矜持啊 混蛋 陆契终于绷不住 脸上露出笑意 弯腰把地上的衣裳捡起来 起来 给你穿上了 苏清欢往被子里缩了缩 你离我远点 陆契笑了笑 当真没在动他 规规矩矩地把衣裳叠好放在炕边 悠悠 我一直想问你 当初你毅然决然地离开承轩 后悔过吗 多年青梅竹马 一刀两断 无异于心口弯肉 这种决绝 让身为男人的怒气都自愧不如 庆幸的同时 更觉得惶恐 唐使有一天 他会不会因为什么事情 对自己也如此呢 我为什么要后悔呢 我有钱有甜 还有自己的男人 一夜七次 夜夜销魂 为什么想不开 要去跟别人争一个烂黄瓜 好好说话 想要闻一封 好啊 苏清欢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不 仰望房梁 如果你给我的 和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要了 所以 承轩也好 陆气也好 对于喜欢的人 我想要的 只有唯一 年少读不懂三毛 读懂的时候 已是伤痕累累 泪流满面 他看着陆气 眼中像有无数星光闪耀 对于娶不上妻子的穷人来说 这是最廉价的东西 而对于三妻四妾的贵公子们 这两个字 太过昂贵 陆气听他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只怕 你说到做不到 别人说什么 怕你又开始有别的想法了 我都认错了 为什么还揪着不放 更何况 我也只是生气 没想把你扔掉 恋爱不吵架 那是养之鸭 吵吵闹闹 作此和好 才是甜蜜的恋爱 不是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陆气突然沉默下来 苏清欢等了半晌 不见他说话 试探着道 还生气啊 要不 我豁出去 以身相学 他伸出洁白的胳膊 假装要掀开被子 健兮兮地笑着 冲陆气勾手 大爷 来玩呀 先把爷哄开心吧 卖声不卖笑 慢走不送 下一位 陆气狠狠瞪过去 苏清欢捂着嘴 痴痴地笑 从前我觉得 婚姻不过是 杰良性之后 彼此利用 而我 自食甚高 从未想过会联姻 甚至没想过会成亲 做那种恶心的礼仪交换 对其人之外的女子 向来不加雌色 更不会多看眼 然而遇到你 喜欢上你 我忽然觉得 很惶恐 因为我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 对你的喜欢 不知道 如何同你所好 也不知道怎样 才是对你好 她从来都刚毅沉稳的 棕色眼眸中 透露出 思思困惑和茫然 我害怕 自己做得不够好 害怕失去你 甚至有时候 会暴虐地想 如果有一天 你要离开我 我就算强取豪夺 也要把你绑在身边 可是经过昨天的事情 我不有反思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要学着对你更好 让你放下心房 全身心地信赖我 依恋我 对你而言 那可能 比要你的命更难 可是悠悠 我是真想对你好的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已经很好了 真的很好 我们慢慢来 学着如何去喜欢 好不好 我也有很多缺点 咱们慢慢改 一起变好 失去的过去 不再追究 未知的将来 不去惶恐 活在当下 好 过来堂堂 昨晚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从事交代 苏清欢拍拍身边的位置 给杜景去了封信 是 露气脱下衣衫 钻进她的被子里 把人结结实实搂在怀里 细腻顺滑如段子的肌肤 让她怎么爱都爱不够 怎么能有这么美好的女人 床下轻气如蓝 床上魅惑若妖 她要她的命 她都心甘情愿地献上 苏清欢不信 给杜景去信 你需要大晚上地跑出去 城门都没开呢 那城门算什么 陆七当然不止去送信 她潜入了城府 把苏清欢这里所有的设箱 都埋在了王夫人屋里的花盆里 可是这件事情她不会跟苏清欢说 不要转移话题 到底去干什么了 被你闹得心情不好 出去跑了几圈马 后来进了城 看了一会儿华龙舟才回来 华龙舟 对了 快过端午节了 城里是有华龙舟比赛的 还可以押住 今年咱们一家三口 一起去看看 算了 不去了 人太多 你被人认出来就糟了 我可以戴草帽 而且 这里只是小地方 应该没什么人见过我 还得有半个月 回头再看看吧 悠悠 说我完全不在乎 你是否跟过别人 那是假的 但是 那一丁点的在乎 与你对我的吸引相比 不值一提 事与不失厨子 无关人品 更无关将来 还没得便宜就想卖乖 西秦东从 南鹤北宋 你听说过吧 当然听说过 秦放 票旗大将军 从东日龙吟大将军 贺长凯震南王 宋廷虎威大将军 你们四人各守一方 乃是大楚四方守将 声明远拨 他顿了顿 忍不住伸手 勾住他的脖子 抬起头 亲了亲 露气的下巴 但是战神只有一个 就是我的男人 调皮 因为我年少成名 年纪最小 所以格外抓着眼球而已 今天 我想跟你说的是 宋廷宋将军 就是那位放弃爵位 只为和心爱的女人 双肃双气 常年镇守辽东的宋将军 就是他 他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辈 在我幼时 曾经指点过我 后来我出事 也是他从中斡旋 让我没有当时 就人头落地啊 想起他曾经受过 的不公和屈辱 苏清欢心里酸涩 忍不住用力搂搂他的脖子 让他贴着自己 那有机会 咱们一定好好谢谢他 要是没有他 我就没有相公了 露气真是爱惨了 他现在软软地 心疼自己的小模样 好 都过去了 我的样子真难看 知道能遇到他 就是再屈辱十倍 痛苦十倍 他都愿意承受 苏清欢 愣然地转过脸 我 宋将军的妻子 姓魏 虽然后来宋将军 极力掩盖他的身份 但是 很多人都知道 魏夫人 这是个 敌方军营中的 女奴 是 军界 差不多 但也不太一样 魏夫人本来是 边垂小国的公主 后来 国密被掳 受尽侮辱 宋将军 又无意中 替他报了仇 因为他相貌极美 宋将军的手下 就把他当成战利品 呈给了宋将军 然后 宋将军就爱上了他 两人就成亲了 苏清欢眼中 八卦的小星星 闪呀闪呀 他从来都不喜欢 沉重的故事 但是受尽磨难的公主 如果能找到 自己的真命天子 用下半生的幸福 去平复前生的 累累伤痕 他还是觉得 心里有所未解 嗯 苏清欢等了半天 都没等到夏文 你讲故事 能不能生动一点 干巴巴的 像便秘一样 你没明白 我跟你说 这件事的目的 他一个大男人 像长蛇妇一般 去讲别人的家丑 难道就为了消遣 苏清欢反应了一下 顿时明白过来 明白 怎么不明白 魏夫人那般不堪的过往 宋将军都对他那么好 你既然真的喜欢我 怎么会建议我的过去 哎呀 这篇翻过了 我也没什么过去 可是 如果你还想着他 哪怕分毫 我都要弄死你 醋坛子 那你有没有什么过去啊 今天咱们都坦白从宽 彻底告别 没有 果然是想象中的 斩钉截铁的答复 苏清欢很满意 狠狠亲了他一口 两人又开始腻歪起来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两人感情更加甜蜜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犬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四十九集 时值端午 苏清欢做了五色端午锁 给世子带在腕上 也给自己和陆契做了一根 后者极度嫌弃 但还是带上了 要去拔艾草和昌仆 再买些粽叶回来包粽子 对了 还有熊黄酒 苏清欢盘算着自言自语 看着陆契和世子在院子里 自己动手做秋仙架子 爹 能装上去了吧 世子急得团团转 陆契不紧不慢地 用砂纸打磨着架子 不行 还有细次 会炸人 那是背面 不要紧吧 这是给你娘做的 世子吐吐舌头 咚咚咚 门被敲响 家里向来不少 求医的人 世子不用大人说 蹦蹦跳跳 去开门 苏清欢也放下手中的活 赢了出来 来人竟然是 宋大山的娘 钱氏 和他的妻子 寻世 钱氏 跨着个篮子 用块白底碎 花布蒙着 看不清 看不清里面的东西 脸色善善的 而寻世 则神情高傲 四下打量着院子 待看到露气时 眼中露出惊讶 随即态度 便好了不少 苏清欢 看得清楚 心里暗骂了一句 不冷不热的 有事吗 钱氏满脸堆笑 把篮子送上前来 秦焕呢 之前的事情 是婶子不好 可那时候 大山丢了 我心里着急 谁知道 这孩子出去 执行任务了 也不说一声 送大山回来后 养了很长时间的伤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 知口不提 因此并没有人 知道实情 苏清欢曾问过露气 为什么他能够 守口如瓶 露气说 被吓破了胆子 林三花在安中 已经执意剃度 苏清欢去了 几次都没有见到 花一样的年纪 却从此清灯古佛 苏清欢心里 恨死宋家的人 过去的事情 就过去了 有话直说便是 巡视惊讶地 看了一眼苏清欢 对婆婆 卑躬屈膝的 态度很不满 娘 这种大夫 没什么本事 我不用他给我看 苏清欢文言猜出 他们的来意 面色如霜 我也不是阿猫阿狗 都给看的 林三花的事 巡视其实没有 太大错处 是他自己 往枪口上撞 那就别怪 苏清欢不客气了 前世轻轻拉了 一把巡视 虽然不高兴 也不敢高声说他 哎呀 你少说几句 清欢的医术 咱们三里 五乡都是知道的 清欢 你嫂子 没什么恶意 她就是 心直口快 不好意思 眼高于顶 没法治 尖酸势力 也无药可救 你说谁 说你 说你们宋家的人 娘 这能泼妇 我才不用他给我看 巡视看了眼露气 发现他正用杀人般的眼光 盯着自己 跺跺脚 发狠道 露气站了起来 敢欺负苏清欢的 不管男人女人 他都不会轻饶 苏清欢看出他怒火中烧 走上前来 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用嘴型说道 我自己来 他转头似笑非笑地 看着不可一世的巡视 上下打量着他 看得后者心里发毛 前世内心矛盾 苏清欢的医术 是公认得好 自己也确实着急抱孙子 可是他对巡视 和自己的态度 也是真让人生气 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来求子的 乡下妇人 带着新婚不久的媳妇来 十有八九 是为了这事 苏清欢见过的 不要太多 前世点头如捣蒜 是是是 巡视脸上有恼怒之色 我们偿婚不久 根本不着急 是吗 不着急就好 因为 急也没用 巡视更加恼怒 要说什么 被着急的前世拦住 清欢 为什么急也没用 是不是哪里有不对啊 你告诉婶子 咱不缺钱 该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 媳妇金山银山都带来了 当然不缺银子 苏清欢面色嘲讽 又看看巡视 做了什么事情 你心里有数 孩子来了 你气如壁 现在真的想要了 报应来了 报应 都是报应 苏清欢笑着笑着 眼眶就有些热 眼前浮现出 林三花郁郁寡欢 生无可恋的模样 巡视脸色煞时变得红紫 恼羞成怒地扑管 我撕了你的嘴 鹿气用脚勾起地上 一块下脚镣的木板 板子带着万军之力 向巡视飞了过去 直接打在他脸上 把他打倒在地 前世被苏清欢的话 惊得呆在原地 竟然没有去拉 当成心肝宝贝的儿媳妇 巡视一口血水 带着两颗牙兔了出来 脸肿得猪头一般 指着鹿气含混不清地道 你 你等着 我让我爹 把你抓起来 何必那么麻烦 我现在就带着我相公 去县衙里自首 顺便把前因后果说了 到时候也好 让县城里的人都知道知道 巡捕头有个多好的女儿 带自归中就能猪胎案件 匆匆打胎找个老实人嫁 结果就要断了人家香火 前世不是愚蠢吗 那好 那他掰碎了给他说 前世不敢置信地看着苏清欢 你说的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是和林三花那个贱人交好 所以故意来挑拨我们婆媳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样想能让你好受些 那就这样想吧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只是我没想到 报应这么快就来 现世报 宋家欠林三花的 受着吧 宋家的贱人 原地爆炸吧 前世带着巡视走了 不知道回去要如何闹 苏清欢也不关心 虽然狠狠出了一口气 但是他许久都没有缓过来 激动到浑身发抖 游游 我过去了 过去了 林三花现在过得很平静 两个孩子也都有了好去处 你作为朋友 做得够好了 我知道 我尽力了 不亦安 可是我一想到三花 他这辈子都被这家人毁了 我就 傻子 林三花心里感激你 现在 你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你又何必如此 一切往前看吗 你将来 不也会照应两个孩子吗 宋家的人 吃相如此难看 就算他嫁进去 再生两个孩子 无论他还是孩子 以后静渝 就会比现在好吗 苏清欢听了他的话 慢慢平静了下来 世子这才敢说话 娘 您不是说要望闻问切吗 怎么能看一眼 就看出他曾经剁过胎呢 我没有那么厉害 能一眼看出来 我只是看过去 验证了而已 前几日 咱们一家进城后 不是去轻盈一幕那里 想坐了一会儿吗 他问我 寻补头的女儿 是不是嫁到咱们村里了 他说 寻室经常与一个小混混 到他客栈优惠私混 后来传出了有孕 寻补头只能匆匆找个老实人 把女儿嫁了 宋家 还以为自己娶了一只金凤凰 却不知道 是只落毛鸡呀 我本来没放在心上 今日看寻室 口唇指甲紫暗 眼圈黑皱 又有色斑 乃是气质血淤的症状 再看他面色苍白 气息不稳 分明是还没调养好身子 可见当时寻家找了大夫 开了虎狼药 我在略移试探 看他神情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那他以后 是真的不能生了吗 很难 从堕胎到现在 将近半年时间 他却还没有调养好 可见用药脂很辣 唯恐不能流干净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母子俩一本正经 讨讨论富人流产的事情 露气冷了脸 不许再说这个了 话题就此打住 苏清欢觉得 只要寻捕头不倒 宋家就只能打碎牙 往肚子里咽 真是报应不爽 只是想到宋大山 曾经那么淳朴热情的小伙子 面对诱惑 做了错误的选择 害人害己 他终有些接探 你们爷儿俩 出去拔些艾草和仓谱 再去买些粽叶 明天我要做粽子 一起去吧 晚上你们两个 一个要吃山麻包子 一个要吃炸团子 我不得在家做饭吗 快去快回 回来给我烧火 猫子明天再做 娘 炸团子晚上吃了不刻画 不要做 两人吵了一会儿 才大眼瞪小眼的 一起出去 苏清欢笑着摇摇头 回到厨房去和面 过了一小会儿 就听见门又响 随即是脚步声 怎么回来了 是没带篮子吗 苏清欢声音响亮的道 探出头往外看 举着两只沾满白面的手 然后他看到 露气牵着柿子进来 身后跟着两个 美女 这是什么情况 苏清欢搓了搓手上的面 在围裙上擦擦手 打量着两人 这两位是 小样 如果是贺禅凯给露气 送来的小妾 他还敢领进门来 看我不怒死他 苏清欢面上笑嘻嘻 却磨刀霍霍 向露气 露气看着他眼睛中的小火花 心里明镜一般 一眼狠狠扫过去 敢胡思乱想 你给我等着 这是你们的主子 两个女子跪倒在地 行大礼 给主子请安 苏清欢愣住了 想伸手扶起两人 看到手上还沾着面 又缩了回来 快起来 快起来 两个女子手扶在地上 能看到他们的虎口有硬茧 苏清欢心里有数了 如果真是别人送来的小妾 露气也不会让他们 给他磕头认主 他们也应该身骄柔嫩才对 给他们几个名字 以后他们就跟着你 天神伺候 请主子赐名 叫夫人 请夫人赐名 我是个大夫 只懂草药 那你就叫白苏 你呢就叫白纸 白苏 白纸 谢夫人赐名 快起来 既然进了我们家门 就是一家人 我不喜欢跪来跪去的 以后这些规矩就不用了 露气能让两人来 就说明两人身份清白 忠心是无可挑剔的 两人抬头看向露气 谁是你们的主子 都不知道吗 大掌公主 就是如此教导你们的吗 两人顿时变色 恭恭敬敬地对苏清欢道 是 夫人 世子脸上又哑然赏过 仰头问露气 爹 这是大掌公主 俯训练出来的舞弊 苏清欢看他神色 就知道这两人 是难得的人才 不由想起露气 前些日子半夜吵架 进城寄信 难道就是为了这件事 是我跟京城里要的 你娘是个鲁莽性子 有些地方女眷多 我不方便出面 苏清欢翻了个白眼 你才鲁莽呢 世子竟然点头附和 嗯 我也是这般想的 本来想让我父王给找两个 不过 既然是大掌公主俯出来的 那自然是最好的 白苏 白纸 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我娘 别以为我爹落魄了 你们来这里伺候就委屈了 我以我镇南王世子的 名义保证 只要你们忠心不二 其他舞弊能得到的 我都会给你们 如果你们胆敢 做出叛主之事 天涯海角 清尽所有 我也会追杀你们到底 苏清欢心里感动 摸摸世子的头 小屁孩 威严还挺重的 世子躲开他的蹂躏 对他招手让他低头 贴在他耳边说道 娘 欲人之道 恩威并重 你不能一味宽人 我帮你唱红脸 你来唱白脸 陆气赞赏地看了世子一眼 晚上 吃包子 就算爹不说 娘也会给我做的 让你们干的事情 还没做完呢 快去吧 我和他们两个说说话 熟悉熟悉 以后都在一个屋檐下 自然要好好了解了解 彼此的忌讳喜好 白苏白纸 盲成不敢 做下人的 在主子面前 敢提自己的忌讳喜好 他们两人此刻内心忐忑 战神不好相遇 京中人人都知道 只是不知 这位明显被他搁在心肩剑上的夫人 到底是如表面这般和善 还是口密复剑 心机深沉 没想到 这里还有镇南王世子爷这尊大佛 听起来还十分霸道 两人心里暗暗叫苦 不急 我先试试他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水准 如果这是孤明钓鱼 就让他们怎么来的 怎么滚回去 白苏白纸都白了脸 他们两人是同匹舞弊中 最出雷拔萃的 心气也高 自然是希望跟着个体面的主子 没想到 被派到了这穷乡僻壤 跟着落魄的战神 心里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小受过的训练和教导 告诉他们 无论主子是谁 都要忠心耿耿 否则 丢的就是大掌公主府的颜面 若是被退回去 那基本不死 也要脱一层皮 前途尽毁 苏清欢没有反对 直到 你出手倾斜 他们都是女子 比不得你 白苏白纸文言后退两步 拉开了架势 严阵以待 请将军指教 陆契伸手快如闪电 一只手向两人攻来 带着雷霆千军之气势 三人缠斗到一起 招式快打令人眼花缭乱 十几招过后 陆契一记重重的连环踢 两人都被踢出去了 几丈远 跌倒了围墙之上 又重重跌落在地 苏清欢急了 不是说好点到为止的吗 那也是血肉之躯啊 跌到墙上 砰砰的声音 听得他心都颤颤 没想到 白苏白纸 宛若感觉不到疼痛 急快爬起来 走上前来跪下请罪 白苏白纸 学艺不经 请将军责罚 责罚暂且压下 以后请家练习 不可荒废啊 是 苏清欢看两人身上 满是尘土 也顾不得手上的白面 扶起两人 这里没有将军 以后就称大爷吧 世子呢 就是公子 家里就这么几个人 也不比京城高门大户 来往规矩多 咱们在哪里 就说哪里的话 规矩记在心里 当下行事 咱们舒服就好 我带锦奴去了 出去看看 鸡鸭鱼肉 有什么买点什么来 家里多了人 第一天里应吃点好的 嗯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五十集 等他们爷俩走了 苏清欢把白苏白纸两人 安顿在乡房中 问清楚 两人骑马从京中 一路打听而来 笑道 你们呢 先好好洗个澡 睡一觉 晚上我喊你们吃饭 厨房里有热水 你们自己去提来洗洗 缺什么东西记着 回头列个单子 咱们一起去采买 两人哪里敢硬下 先续一阵后 苏清欢见他们不自在 便先出去了 两人这才交换了一个眼神 年纪小些的白纸道 姐姐 你觉得 嘘 白苏做了一个 静生的姿势 吹眸道 我们怎么觉得不重要 既然来了 只有好好伺候主子 一条路走 若说不甘心 被选中后 知道未来主子是谁的时候 已经灰心丧气过了 现在 除了尽职尽责 没有别的选择 白纸摇摇嘴唇 我听姐姐的 我觉得夫人也不是难相处的 慎言 白苏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只有夫人挑剔我们的 我们没有对他指手画脚的权利 私底下也不可以 将军 大爷耳利惊人 祸从口出 白纸点点头 快点收拾 一会儿出去伺候夫人 主子说让他们休息 是体恤他们 他们如果果真休息 那就是失了礼数 苏清欢刚把面团揉成形 白苏白纸就进来了 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这个是山麻 用这个包包子 你们俩喜欢吗 我还准备包点酱肉包 大爷喜欢吃肉包 我和锦奴喜欢吃菜包 你们喜欢什么一并告诉我 也不麻烦 两人看着他鲜鲜食指 灵巧地揉着面 忙称不挑食 他们想动手帮忙 可是又无处下手 显得手足无措 苏清欢看出两人的窘迫 你们都是在大掌公主府长大的吧 平时习武为主 厨房的事情不会也正常 不打紧 我喜欢做饭 只要你们吃得香甜 我就很高兴 后来看两人实在不好意思 他指着地上的篮子里 剩下的山麻 那你们帮我摘菜吧 两人忙硬下 可是对着一篮子 绿油油胖乎乎的野菜山麻 两人面面相去 不知从何下手 来 我教你们 看 这些沾上的野草摘掉 把靠近底部的老叶去掉 两人立刻口称明白 可是摘菜的时候 你看我 我看你 到底什么才算老叶啊 怎么看起来都差不多啊 苏清欢叹了口气 虽然是舞弊 但是也是被伺候大的 人家本来是在高门大院各司其职 衣食住行有人照亮 只需要保护好主子就行 来了他这儿 就得从头学起 自力更生 十项全能 露气这事 实算 苏清欢盘算着 回头跟他商量商量 把人送走吧 如果是自己 十年磨一剑 考上了名校 结果毕业的时候 分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会郁闷地想撞墙 一会儿 露气自己回来 一手提着艾草 昌仆和粽叶 另一只手拎着两条鱼 胳膊上还跨着个篮子 不知道装的什么 白苏白纸 目瞪口呆地 看着如此接地气的他 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竟然待在原地 没想起上前帮忙 苏清欢习以为常 上前拿过粽叶抱怨他 粽叶是要包粽子的 你和艾草放在一起 都给我弄脏了 杭树你要洗 别动手 怕草里有刺 露气眼神淋漓地 扫过两个舞臂 白苏白纸 这才反应过来 忙上前接应 苏清欢已经自己 把篮子接过来 掀开里面一看 是一篮鸡蛋 鸭蛋和鹅蛋 谁给的 孙寡妇 仔细沉 这是上次我给他送了 两块银色深的布料 他谢我呢 孙婶子就是不肯占人便宜 晚上我用盐水浸上 过几日就有流油的 咸鸭蛋吃了 鹅蛋留着端午煮了 放在蛋兜里 分给孩子们 洗手换衣上去 苏清欢对露气说道 又扭头笑嘻嘻地 看着白苏白纸 指着他们手里的 爱草和昌仆 这个活计交给你们最好了 都放到门档上 我够不着 两人忙去了 吃饭的时候 两人十分拘谨 苏清欢只能把饭菜 都分了一份 让两人回屋吃 露气觉得 洗碗收拾的事情 可以交给他们 苏清欢一边洗碗 一边叹气 他们从前才是食指不沾 羊春水 倒是也想帮忙 可是我心疼我的碗 打破了碗 只管走法 几次就好了 你也不是生来就会 更不是要伺候着他们的 和明 你把他们送走吧 我不自在 他们也不自在 他们勤学苦练这么多年 不是为了来给我洗碗的 人人都有追求 他怎么忍心 虚耗别人 下次 再遇到长家的人 他们若是长着 人多势众欺负你 甚至 再处着你一次 你当如何 我又该怎么办 你还想开药铺 在药铺 我还能帮你撑着 若是出诊呢 尤其是到别人后院 我能时时跟着你吗 也别妇人之人了 想把他们两个放出去 他们两个回去 死路一跳 人是你要来的 送回去的时候 写封信说明白 他们没什么过错就是了 大展公主府的务必 离了府就没有回头路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凭什么各个价值千金 人人追捧 苏清欢心中的白苏白纸 立刻变成了金光灿灿的小金人 而且要他们两个的不是旁人 是大展公主最喜欢的嫡孙裴景 那是个不讲道理的小爸爸 他送出来的东西 如果退回去 他会觉得颜面尽损 定然还要去闹大展公主 真的送不回去了 你断了这念头 以后回京后 府里伺候的人更多 跟着你 是他们前世受想 你喜欢的 别人就喜欢啊 露击把人从背后抱住 我喜欢的 别人就得喜欢 偏偏还得不到 你只是我的 老实点 你交友很多啊 竟然还认识大展公主的嫡孙 露击面色闪过一丝不自然 没有吭声 他才不会告诉他 杜景和裴景 才是真正关系好 这两个舞弊 是杜景出面要来的 裴景是京中小霸王 偏偏遇到不买账的杜景 被狠揍一顿后 带人上营中挑衅 露击一句放开打 他又被杜景揍得 爹娘都不认识 后来 这蠢货就缠上了杜景 美其名曰 两人都是景 定是前生兄弟 杜景对苏清欢 未必到喜欢 甚至爱上的程度 但是作为男人 露击看得出 他眼中的欣赏 他只吩咐了 找两个标配舞弊 他就找来了鼎配 这份尽心尽力的背后 多少出于对自己的忠心 有多少出于对苏清欢的关心呢 露击心里有些发酸 又有些骄傲 他深爱着的女人 即使短短相处几日 都会察觉到她的独特和美好 幸亏这个迟钝的女人 没有察觉杜景的心思 而杜景自己 显然也在极力克制 并没有余据的行为 苏清欢手附在他 缠在自己腰间的手上 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 成家的人基本不会遇到 就算再遇到 还有你 药店和做糖的事情 我已经决定放弃了 既然你能要来人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把人送回去 不管夫妻还是主仆 总要你请我愿才好 强扭的瓜不甜 为什么不开药店了 他知道 这是苏清欢一直以来 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怎么忽然间就说放弃呢 我天生懒带 开了药店应付那么多人 太累了 现在这样也不愁吃 不愁喝 挺好的 你看逢年过节 能收多少东西呢 就过个端午 粽子收的有没有两筐 这些都是受了他好处的病人送来的 可是露气不吃别人家的东西 也不许他吃 但是粽子对寻常人家来说 也是难得之物 总不能遭见 后来他就想了主意 谁来送粽子 再用别人家的粽子换换 给压在篮子里回礼 悠悠 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才不想开药店了 苏清欢被戳穿心事 却不肯承认 没有啊 因为你什么缘故 陆气心中明白 却没有再说 他是因为害怕开店 太过招摇 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否则以苏清欢的 医术和口碑 药店何至于拖到今日 白素白指的事情 你就别再想了 没有转换余地 而且你不是他们 不能替他们做决定 相处时间久了 这两人自然会知道 苏清欢的好 到时候怕是用刀逼着 都不肯走了 苏清欢只能暂时作罢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相处几日之后 白苏白指 渐渐摸清了 苏清欢的脾气 发现他真的是 表里如一的温和善良 可能最厉害的时候 就是对着露气 但是也绝对没有 急风立雨的时候 多是带了些 撒娇意味的称怪 软软的 很自然 并不让人觉得矫情 两人放开了先 白苏私底下对白指道 虽然我们显得没用 但是就是进了宫 也多半是摆设而已 夫人待我们如此和气 我们要感恩图报 万不能再有想法 嗯 我都听姐姐道 我武艺虽高 但是向来没心机 本来一直担心被主子嫌弃 现在这样 真的觉得挺好 过了端午 天渐渐热了起来 苏清欢带着白苏白指 做了冰镇的甜碗子 吃得心满意足 冰是盐帮的人送来的 据说徐夫人 靠着萧石制冰 狠赚了一笔 而苏清欢听了以后 一点感觉都没有 傻呵呵地吃着 他顺便让人带来的海鱼 对鹿气道 嗯 还是海鱼好吃 没想到徐夫人这么能干 竟然能想出 用冰保存海鲜的法子 距离远的不行 但是几百里 两三天的路程内 绝对没问题 鹿气当时没说话 晚上却把人 结结实实压在身下 我来看看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没有 消失之兵 亏你想得出来 就你傻瓜 还以为我自己变出来的 我要真有法力 找个树叶吹口仙气 现成的相公 没你做什么 反了你了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是不是 鹿气假装唬着脸 一口咬在他白皙的肩头 哎呀 你是狗啊 老实点 刚才看 白苏白纸屋里的灯 还亮着呢 他们早晚要习惯 没让他们在外面 站着伺候 已经是个外开恩了 鹿气话音刚落 东厢房的灯顿时熄灭 苏清欢屋里 仅剩的那点光线 也随之暗淡 屋里一片漆黑 苏清欢面红耳赤 狠狠在鹿气背后挠了一把 收敛些 要不我真生气了 他至今都接受不了 这个时代大户人家 夫妻同房 还得有个丫鬟婆子 在外面甚至在旁边伺候着 悠悠 让我舒服 舒服了 我就不弄你 臭不要脸 苏清欢低声骂了一句 鹿气已经翻身下来 直停停躺在那里 悠悠 快来 过了很久 鹿气心满意足地重新点上灯 下去端来水 给苏清欢洗漱擦洗 又自己更换了被褥 指着换下的褥子上的痕迹 区分你我 我 苏清欢原本漱口都羞涩得很小声 总觉得白酥白纸耳利好能听到 唯恐两个姑娘能想象出 他们翻云覆雨的细节 但是被他这么一闹 声量不自觉就大 鹿气看着他又羞又恼 脸颊粉红 宛若水灵灵的水蜜桃 真是心都酥软了 看他恼怒得很了 他熄了灯 把人搂在怀里 不弄你了 睡觉 哎呀 爪子拿看 苏清欢一巴掌拍上去 拿走睡不着 苏清欢被闹得动动手 都觉得浑身酸软 有气无力 都快哭了 鹤明 求求你了 别自欺欺人行不行 咱们现在和真夫妻又有什么区别 只差临门一脚 非要装作正人君子 苏清欢从前以为他嫌弃自己 现在却真是不解了 我累啊 我想躺着不动啊 我想做条死鱼啊 毕竟对着一个涌动机般的存在 他觉得太为难自己了 没袖没扫 我本来是想要你的 可是担心你以为我看清你 后来知道 你总算没那么傻 就决定再忍一忍 我记得九哥选狮子飞的时候 府里又厉害的嬷嬷 奉阴母之命 去看过参加花会的各家女子 回来就说 有的女子 不检点 说八道 哪有那么容易看出来 你没见过 不代表没有 我 安娜一时 等金晶之后 让你风风光光嫁给我 等防花烛 怎么在 陆契在他耳边说了一串魂话 苏清欢拧了他一把 越来越不正经了 闹过之后 他忽然问 是不是你回京的事情有眉目了 为何这么问 黑暗中 陆契谋色复杂 有冷审 有愤怒 更有志在必得 我只是感觉 你告诉我 是不是京中有消息了 苏清欢固执地问 感觉心飘飘呼呼的浮沉 落不到实处 确实是有好消息 但是也不知道需要多久 所以便没告诉你 苏清欢想 对他未必是好消息吧 这事情你不用操心 自有我暗中朝谋周旋 也有九哥和其他人接应 苏清欢努力驱赶心中的黯然 我还以为除了镇南王 你再没有什么助力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 公骨之臣 朝中积住 无论如何 总有人替你说话的 悠悠 我答应你的 一定会给你 除了你 我什么都不想要 去了京城 有京城的麻烦 现在的日子 有现在的开心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清晴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五十一集 和露气 清清我我 没羞没臊的日子 苏清欢过得滋味十足 你担心什么 如果是因为身份之事 那就请人游听了 只要是我的女人 没人敢智慧 当面不说 背后呢 你能堵住悠悠众口吗 我不是想退缩 只是想到 你会因为我 而被别人指指点点 心里就替你委屈 我自己倒是无所谓的 脸皮厚 到哪里都不怯察 你不委屈 我委屈什么 你是我秦放的妻子 到哪里都无需怯察 我 就是你的底气 好 苏清欢响亮地答道 声音中带着轻松 不可改变的事情 不必纠结 他可以学 学如何去做一个配得上他的妻子 过了几天 苏清欢升起了习武的念头 缠着白苏教他防身术 天这么热啊 等秋天再说 不要 我又不求乙一滴石 只求有些自保能力 还能强身健体 我教你 不行 一般凉过去 我们女人说话做事 男人别插嘴 早已经习惯了他们相处模式的白苏白纸 都低头露出笑意 露气在树下喝着茶 吹着徐徐凉风 宜然自得地看着苏清欢满头大汗 不断自虐 他学医聪明 但是练武 真的没什么天分 白纸虽然只是站在旁边 看着白苏教他 也急得鼻尖都冒了汗 世子出去玩回来后 看到他软塌塌的拳法 都直摇头 娘 您还是歇歇吧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敲门声拯救了 实在看不过去的四个人 白纸如释重负 笑着道 是有人上门求医吗 我去开门 白苏清清嗓子 尽量婉转地说道 习武非一日之功 夫人不能急于求成 要不今日就算了吧 苏清欢抽出帕子 擦擦头上的汗 等我看完病 咱们继续 夫人 这位大哥说要找您 白纸从照臂后绕起来 身后带着个人 苏清欢看了一眼来人 愣住了 露气看他的反应 眯起眼睛 打量着来人 二十七八岁的汉子 身材精壮 穿着一身天青色的衣裳 打着绑腿 相貌堂堂 一看就是个爽快 能干的汉子 姑娘 来人冲苏清欢拱手行李 好像没看到他的妇人装扮一般 露气的手指敲打着 唐蚁的扶手 发出不容忽视的 清脆的敲击声 苏清欢回过神来 李大哥来了 别喊姑娘了 我已经嫁人了 那是我相公 他指着露气 同时用眼神 暗示他别这么无理 露气像没看到一样 俏话 来人敢无视 他的妇人装束 睁眼说瞎话 他为什么还以礼相待啊 李欢曾经是承轩身边的长随 他的母亲是承家老祖宗身边的嬷嬷 所以地位格外高些 承轩上京的时候 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 就没有跟着去 他性格随和 苏清欢对他印象很不错 因此态度客气 苏娘子 长话短说 老祖宗说想你了 想接你回府里住几天 苏清欢听完这话 面色有些冷 却没有撕破脸皮 我已经成亲 夫君不同意 我也不好出门 苏娘子是承家出来的 老祖宗极喜欢他 所以 所以 所以老祖宗对他被发卖 适合态度 当初那时之后 老祖宗也狠狠地哭过几次 李大哥不必再说 老祖宗对我如何 都装在我心里 你还是实话实说 今日到底找我干什么 若你非说是老祖宗想念我 那你回去转告他 我也思念他老人家 但是 人生很多时候相见不如怀念 我感激他曾经对我的好 遥遥地助他老人家 长命百岁 其实老祖宗身体不舒服 旁人看他不放心 想让苏娘子 前去与他看一看 苏清欢迟疑了一下 看向陆契 相公 他眼神带着几分祈求之意 显然是在暗示陆契 他想去 说老祖宗薄情也罢 势力也罢 并没有对他施以援手 但是 他曾经对他很好 苏清欢不敢忘记 不许 既吃不计打 只记得尝尽给你好吃的 你忘了你是如何 被逼逃何的 苏清欢咬着嘴唇 宠他眨眨眼 李欢眉头紧皱 没想到苏清欢这么好的姑娘 竟然嫁了个这样的相公 听说是个瘸子 要不能一直不起身 脾气这么差 也不知道苏清欢的日子 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成家的时候 他是上上下下都喜欢的人 口碑极佳 既和气又稳妥 性格开朗又善良 除了想要做大人的夫人 这一点外 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事情都坏在王夫人手里 可是苏清欢身份下贱 心比天高 难道就没有他自己的错吗 这是李欢心中真正的想法 今日看到苏清欢 苏清欢如此被呼来喝去 心中感慨 现在就是后悔 想做大人的姨娘 怕是也不得吧 走饭去 你今日敢出门 我就打断你的腿 李大哥稍坐 白苏 上茶 白苏要去 世子在他背后拉了一把 不许他去 白苏迟疑了一下 还是要动 就听陆气冷声道 你们是保护他安全 不是纵着他胡闹 李欢拳头捏得紧紧的 然而想到事态紧急 苏清欢对这个相公 好像言听计从 也只能忍下这口气 相公 咱们进屋说 苏清欢走过来 拉着陆气的袖子 陆气狠狠瞪了他一眼 站起身来 李欢惊讶地发现 他龙行虎步 根本就没有脖形 看他这气势 应该家境殷实 自己也有本事 既然不是脖子 那他对苏清欢的态度 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清欢 怕是高攀了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赫明 你干嘛装得那么凶啊 我得去看看 成家老祖宗对我有恩 不行 你心多大呀 他对你好 他孙媳妇把你卖了 他替你主持公道 还是派人找你了 你去成家送信 他立刻就能知道你回来了 为什么那时候不请你上门 说到底 他觉得你卑贱 你跟他大富大贵的 孙媳妇比起来 不值一提 他甚至还觉得 你现在不知道 经历了怎么不堪的事情 除非有求于你 否则 根本不会允许你 进成家的门 苏清欢低下头 难过片刻 再抬起头来 已是云淡风轻 你说的都对 我自己心如明镜 可是在王夫人之前 他对我确实不错 而且不可否认 我是吃成家的饭长大的 成轩信誓旦旦 却出尔反尔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 与他恩断义绝 但是老祖宗不一样 他对我很好 甚至比成家 数处的姑娘还好 至于说后来 只能说是他审时夺势 没有拉我一把 我虽然为此心凉 却并不敢抹杀 他从前待我的恩情 你明白吗 等我还完了 以后才能坦然了断 他是成全的祖母 挂天理下 便是为了我 你不该避嫌吗 我确实该避嫌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不许你去 你不放心 就陪我一起去 还有白苏白纸 他们两个在我身边 我不会吃亏的 那种肮脏的地方 别脏了我鞋底 如果今天成家的下人 捧着礼物来道歉 再提求医 我或许还能同意 但是 他们上来就绑架你的感情 利用感情硕士 恶心到我了 无论如何 我不想欠人情 老祖宗的恩情 我也不能忘 没有谁 是天经地义 该对谁好 受了恩情 就该领情还情 你受了他恩情 如果他开口 让你给承轩做妾 你答应吗 你讲道理行不行啊 我想给他做妾 还用等到现在吗 他此刻远在京城 关他什么事 我和他一刀两断 难道还有株连九族吗 我就是在成家长大 有很多人对我很好 我难道就要抹杀掉他们吗 七年 他穿越来八年 在成家待了七年 如何能一笔抹杀 你今日是不是一定要去 是 苏清欢不甘示弱 该解释的 他已经解释过了 不能事事都顺着他 灌着他 路气被他气得发抖 随手抓起一个茶杯 置到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茶杯粉身碎骨 碎渣四崩 苏清欢不想纵着 他的坏脾气 没有看他 一言不发地找到药箱 提着转身往外走 你给我回来 你今日若是敢走出去 你打断我的腿 我已经解释过了 也让你跟我去 你不肯 那就算了 我去一趟 如果没事立刻回来 如果有事延迟 我让人回来带信 我不想跟你吵架 心里难受 我先走了 路气见他神情 哀伤难过 心里又哪里好受 想开口说 既然你要去 我就陪你走一趟 又拉不下脸 顿时有些语色 眼睁睁地看着他 走了出去 苏清欢出来吩咐 白苏 你跟我去 白纸 你留在家里 伺候大爷和公子 锦奴 乖 娘回来再与你解释 听爹的话 娘 我陪你去 不 那不是什么好地方 娘派一部留神 让你被人害了去 那 娘 娘小心 你心地这么软 容易被坏人欺负 放心吧 是程家请我去治病 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爹生我气了 帮我哄哄他 乖 娘先走了 等到坐上 林林而行的马车上 向来沉默寡言的白苏呢 夫人 奴婢 奴婢觉得 大爷这次 真的生气了 来了这么长时间 何曾听过 陆契在床上以外的地方 对苏清欢放过狠话 每晚两人的缠绵 耳力极好的白苏 听得都面红耳赤 但是又隐隐现了 原来战神一点都不高了 在喜欢的人面前 他像条中犬一般 哼 我还生气呢 惯他 醋坛子说翻就翻 霸道跋扈 白苏忧心忡忡 总觉得两人闹成这样 苏清欢却还没有什么 着急的样子 心里有些替他焦急 我七岁进成家 不过起初几年 过得浑浑顿顿 十岁以后才记事 你们也是从小 被买入大长公主府内的吧 其实我们境遇很像 吃过苦 受过委屈 但是想想 如果不是这段际遇 恐怕能不能活下来 都是未知 露气只是一时吃醋 转不过弯来 但是他相信 他能想明白 当然 如果程轩在 就是说破天 我也不会回来的 只有夫人能拿得住大爷 白苏由衷地说道 进退有度 权衡便宜 苏清欢 大大咧咧地 行事风格下 藏着举重若轻的大智慧 马车一路赶到了二门处 苏清欢心里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的身份地位 绝不至于让程家 给他开这么大的方便 只能说明 他们是真的很着急 让自己来 听到外面 李欢请他下车的声音 苏清欢低声对白苏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能离开我半步 我就说 你是乡下丫头 没什么见识 怕生 白苏郑重点点头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精神医研波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二集 看到熟悉的院落 苏清欢信中 说不出的滋味 然而他面上不显 端庄沉静 带着白苏目不斜视地往老祖宗的松鹤堂走去 清欢回来了 老祖宗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苏问 一身月白衣裙 站在院门口翘首以待 远远看见苏清欢就笑意盈盈地迎上来 拉着他的手热情地说道 苏问姐姐 好久不见 苏问今年十九岁 因为老祖宗舍不得他 所以一直没有放出去 是老祖宗面前第一得意人 老祖宗等你很久了 快进来 咱们姐妹晚点再私下说话 苏问没有跟他寒暄几句 就匆匆拉着他要往里走 苏问的手心有一层浅浅的汉意 抓住自己的手也很紧 苏清欢心里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是有急事 而并非李欢所说的老祖宗不太舒服的理由 苏问身边的小丫鬟上来对白苏道 这位姐姐 我带你去茶房喝水 说话间就来拉她的手 白苏不动声色地躲开 低头不语 小丫鬟愣住了 何儿都长这么大了 你白苏姐姐 是我在村里找的丫鬟 没见过什么世面 来到这里腿肚子都打颤 离了我就慌 就让她跟着我给老祖宗请安去吧 苏问打量了一下白苏 黑黑瘦瘦 穿着普通 一看就是个乡下丫头 心里有些嫌恶 嘴里却道 何儿 你下去吧 李清欢姐姐也不是外人 她的丫鬟 带着就带着 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清欢来了吗 怎么还不进来 是不是不想见我这老家伙了 老祖宗 是我来给您请安了 说话间 丫鬟打了帘子 苏清欢携着白苏 进了门 老祖宗穿着香色 杭筹被子 头发花白 与以往精神绝朔不同 现在的她略显疲态和苍老 斜靠在黄花梨 雕松鹤罗汉床上 带着笑意 看着苏清欢 他身边的丫鬟 搬过一个大红色香袖 跪垫 放在苏清欢身前的地上 苏清欢只当没看到 蹲伸行了个府里 给老祖宗请安 他早已不是成家的家奴 不会再行跪拜大礼 白苏随着他 也行了个府里 老祖宗的眉头 鸡不可见地皱了皱 然而很快道 好孩子 快起来 过来让我看看 素问是一小丫鬟 把跪垫收起来 又亲自搬了个袖墩 放到罗汉床边 清欢现在可是苏娘子了 快过来让老祖宗稀罕稀罕 你这明珠在前 可把我们都比成鱼眼了 就你嘴巧 不是我偏爱 清欢样貌性情 哪样不是顶尖的 就说这医术 得到是薛太医的嫡传 论男子 也没几个比得上他 从前老祖宗很少提他的医术 今天提的突兀而刻意 显然是为了求医 老祖宗过奖了 双方都只字不提 他被王室发卖的事情 好似他只是从府里嫁出去 现在还亲亲密密地来往 这种虚伪的客套 苏清欢觉得有些逆反 其实只要老祖宗开口 但凡他能做到的 不会推辞 你嫁了人 也不让人告诉我一声 怕我破费不成 别的没有 首饰嫁妆 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说完 他示意了一下素问 后者从罗汉床后 捧出一个早已备好的匣子 拖到苏清欢面前 老祖宗说你要来 大清早就让我开库房 挑来选去 这件总算入了他老人家的法眼 快打开看看 我可眼热了 我成亲许久了 老祖宗的心意我心领了 但是没孝敬您 怎么能让您破费 我给你的东西 你收着就是 不收 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你不收 我可替你收了 我做主替你打开 给大家开开眼 说话间 他伸手打开红木匣子 黑色的丝绒之上 静静握着一只 绿莹莹的翡翠镯子 魂体通绿 没有任何杂质 里面藏一汪水一般 水头十足 苏清欢吹眸 掩饰住眼中的复杂情绪 这礼物太过贵重 清欢断不敢收 这只镯子价值千金 是从前成家 没失事的时候 有人孝敬老祖宗的 他也十分珍视 今日拿出来 不是他多疼自己 重头戏应该在后面 他势必会提出 认为值得这只 镯子价值的事情 要求自己 怎么不敢收 你这丫头 最得我喜欢 就是比狄亲的孙女 也不差 一家人 虽然有矛盾 但是嘴唇牙齿 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果然 这就来了 苏清欢微笑着 没有接话的意思 老祖宗引有不悦 觉得苏清欢嫁人后 没有从前懂事了 清欢哪 今天老祖宗有事求你 你谁的面子不看 当看我的面子 能不能答应 老祖宗跟我说求 真是折哨我了 苏清欢只字不提答应的事情 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若是老祖宗自己有事 他熟知自己秉性 肯定会直接开口 如此绕来绕去 又许以重力 那么求自己医治的 当然是自己不喜欢 甚至有仇之人 那答案就忽知欲出了 王夫人怀孕月份已大 她九成九确信 老祖宗是为了她而请自己的 别人倒罢了 哪怕是曾经在王夫人 欺负她时袖手旁观的人 如果受疾病折磨 她都可能心软失智 但是 如果正是王夫人本尊 那对不起 她没那么下见 苏清欢只恨自己能力有限 不能报仇 否则她一定会回报 她当日之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老祖宗 老祖宗察觉到她不买账 换了话题 清欢啊 你嫁人了 也不把你相公带来给我看看 他是哪里人士 做什么的 你怎么都是咱们府里出去的 若是有什么事 这里就是你娘家 老祖宗替你撑腰 如果你相公做什么营生买卖 也是咱自家生意 需要关照 你尽管开口 千万别客气 你这个孩子呀 就是脸皮薄 恩威病师 一打一拉 倒是厉害 我在村里有百亩凉田 相公看顾着种草药 谋个温饱 我既然来了 家里也得有人照看 所以他便没有来 你这丫鬟 看起来不够机灵 府里你挑几个喜欢的回去 别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老夫人看了看白苏 白苏像木头一般站着 对他的话恍若未闻 表情动也没动 苏清欢懒得再打季风 府里的姐妹都在密冠里 我怎么舍得让他们跟着我受苦 我看老祖宗气色不错 就不多留了 出门之前 相公发了好大一通火 所以我想早点回去 如果你们知道我过得不好 才能放心 那就放心吧 曾经的感情 建立起来用了漫长的七年 而摧毁 可能连七天都不用 今日在老祖宗的这种试探中 苏清欢觉得彼此建立起来的那种 并不算深厚的感情 像流沙一样 飞速地从彼此算计 试探的话语中流走 老祖宗给了素问一个眼神 素问心中暗暗叫苦 苏清欢的性格他清楚 看似随和 但骨子里有股狠劲 王夫人都那般对他了 他怎么可能以德抱怨 但是他别无选择 只能开口 清欢 你正好来了 快帮帮夫人吧 夫人前天晚上开始肚子疼 又又流血 大夫们都说 都说是早产的症状 可是孩子还不足八个月 这可是老祖宗盼望许久的曾孙呢 好好的你提这些做什么 别的大夫都没办法 清欢有什么办法 若是有办法 他肯定会救的 这是两条命的功德呀 谁若是能让母子平安 咱们成家 什么都能给 只可怜我一把年纪 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我的曾孙 说完他擦擦眼泪 身边的丫鬟婆子们 立刻上前劝解 我确实无能为力 老祖宗 府里既然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就不打扰您老人家了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的样子 宿问忙拉住他 清欢 好歹你去看看夫人 哪怕就是看了之后 无能为力 老祖宗心里也好过些 总归该尽力的地方都尽力了 宿问说的也有道理 清欢 你就给他看看吧 不为了他 为的是我的曾孙 也是阿萱的孩子 等他好了 我让他给你道歉 老祖宗 对不起 我不想给他看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他昔日种下什么因 就该得到什么果 恕我不能从命 你 你怎么能如此忘恩 老祖宗 清欢是累了 奴婢先带他去歇歇 其他的事情 咱们回头再说 负义两个字 被宿问生生截断 宿问满眼焦急地看着老祖宗 带着商量和提醒的口吻 老祖宗长吸一口气 知道眼下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虽然心里恼怒 但也不敢太过分 去吧 去吧去吧 清欢 你的院子一直有人收拾 也不许人动 阿轩呢 是个练就的孩子 你怎么就不能 唉 罢了罢了 去吧 苏清欢本想离开 但是心念一动 突然就改了主意 老祖宗好声歇着 清欢告退 素问亲自把苏清欢送到他旧日住的清欢院里 也没有开口劝他 只让人准备水果点心 陪他坐了一会儿 说了些从前的旧事后 才匆匆离开 苏清欢站起身来 看着熟悉的陈舍 伸手拂过檀木桌上的古琴 勾起手指 轻轻拨弄了一下 发出铮铮之声 他视线透过敞开的大窗 投向院中 他亲手种植的蔷薇 爬满了围墙 热烈绽放 那时候 蔷薇下 有白衣少年 枝蓝玉树 微笑着看他 白苏打量着四周 三间屋子没有隔断 空间宽敞 摆设古朴名贵 紫檀拔布床 花离大理石书案 雕花梳妆台 海兽葡萄林花镜 再想到 院上门匾那比走龙蛇的清欢院 他有些明白 苏清欢在成家 地位确实不同一般 夫人 既然您不想医治 咱们是不是早些回去 奴婢怕大爷 我本想离开 但是这里有些东西 我想带走 说话间 苏清欢往外面警惕地看了看 您要做什么尽管做 奴婢帮您守着 不会让人进前来 苏清欢点点头 走到书桌前 苏清欢俯身检查了一下书桌的抽屉 发现上面的筒锁好好地挂着 并没有被撬开 他伸手在桌板下面摸了摸 找到了凹槽 摸出了钥匙 特意定制的大抽屉被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 他做过的所有医学笔记 只是旁边空了一大块地方 不是被人偷走的 那些都是承轩送给他的东西 他曾经如此珍视 把他们同安身立命的东西 放在一起 但是在承轩定亲之后 复之一句 最终只剩下一声叹息 好在都过去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五月清晴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想起露气傲娇又宠溺的模样 他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意 他找了一张包袱皮 把笔记都装了进去 有点点分量 招手让白苏过来 有点重 那我二三十斤 你试试 能不能晚上帮我偷运出去 白苏轻轻松松拎起来 能 这个对奴婢来说 不算什么分量 那就好 这些都是我学医多年的笔记 若不是为了这个 我不能留下 我给你画一张地图 你运出去之后就找青莹 让他替我保存着 白苏答应下来 苏清欢又走到梳妆台前 打开首饰盒 在里面翻箭着 首饰盒中流光一彩 割写红的宝石 紫气阴阴的翡翠 各色水晶 他在成家得到的封赏 基本都在 除了一件 也是他唯一想找的那只 杨枝白玉钗 他以为自己眼花了 没看到 索性把所有的首饰 都倒出来 一件一件地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 夫人 丢东西了吗 嗯 苏清欢点点头 那只钗 从价值上来说 也是最为贵重的 只是剩下的首饰 安然无恙 单单缺了这一件 他有些不明白 也许 算了 都是身外之物 苏清欢劝解自己 把剩下的首饰 一股脑装回去 重新推到梳妆台的角落 忙活了这一大痛 他的手指却依然白皙 一丝灰尘也没有 这是我从前住的地方 没想到 这么久了 几乎没动过 当年我已经收拾好了 准备赎身 没想到 被发卖了 正说话间 外面传来了 华瓶的声音 清欢 在吗 苏清欢站起身来 看见华瓶一脸憔悴 身后带着 两个丫鬟走了进来 两个丫鬟 各自拎着红漆船河 看起来有些重 苏清欢面无表情地 恩了一声 并没有热络的模样 华瓶也不生气 夫人到现在 也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大人又不在家 我心里惶惶 都不知道 跟谁说了 说话间 她不住地 用眼神 打量着苏清欢 我带了几样 你喜欢的点心 并新鲜瓜过来 再有什么需要 你只管让人找我 有劳你了 你太客气了 清欢 我听说 你不肯看夫人去 难道 就不怕大人 回来生气吗 你还是去看看吧 不看僧面 看佛面 虽然大人娶了夫人 老祖宗也没帮你 但是总归 你是在府里长大的 苏清欢 懒得应付他 便说自己累了 让白苏送客 话评也不恼 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放下东西 带着两个丫鬟走了 一会儿 白苏回来 对苏清欢道 夫人 我听见 她对丫鬟说 她就是这般 酸腹性子 骨头又硬 才不会去救夫人 你有没有觉得 她是故意来气我的 苏清欢摸着下巴 扭头问白苏 自己和程轩 当初决裂的 如何决绝 别人不知道 话评是从始至终 都看在眼里的 包括老祖宗等人的 袖手旁观 她心知肚明 可是她故意提他们 好似就是不想让她 去给王夫人看 嗯 奴婢觉得 她眼睛到处乱飘 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 算了算了 这是程家的家事 咱们就不必管了 无非就是妻妾相争罢了 她现在愈发庆幸 自己当初的 毅然决绝 吃过晚饭 苏清欢对白苏道 晚上估计还有人来 您不理会就是 如果他们想强来 奴婢就护着您打出去 没必要 我总要做点什么 还清倩成家的旧债 只是没想到 来的人是老祖宗自己 这次他没有再转弯末脚 直接说道 清欢啊 我知道你心里有恨 也知道你是眼睛里 揉不得沙子的孩子 可是你看在我的面上 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苏清欢忙扶住他 老祖宗 你这样让我如何自处 他来之前就想到过这种情形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眼的时候 眼底清明一片 老祖宗 看在您的面上 我可以去看 但是至与不至 与我无关 王夫人的情况 成家请来那么多名医 都束手无策 他觉得情况不容乐观 而且他答应去看 但是如果真紧急到要剖弓 他是不会出手的 王夫人不值得 他冒着被认定 当成妖怪的风险去治疗 好好好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怕是好心 没好报 老夫人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这是您请我去 给王夫人看 我才答应过去 若是不治 我不承担任何罪名 包括来自府里 或者他的责难 好好好 咱们赶紧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王夫人的院子里 亮如白昼 七八个大夫三两成堆 交头接耳的低声讨论 面上都是一片为难之色 苏清欢 目不斜视地跟着老祖宗进去 白苏跟进去的时候 被人拦下 苏清欢一眼扫过去 老祖宗挥手 不是外人 王夫人面色苍白 满头汗水 护沉的头发 被汗水打湿 身子扭动 几个丫鬟才按得住 来人 快救救我 让人去京城 找太医 他声音沙哑 力气已然不足 看到老祖宗 他哭着道 老祖宗 救救我 我是不是要死了 然而在看到 老祖宗身后的苏清欢时 他的声音立刻发高 你 你滚 苏清欢冷眼旁观 不发抑郁 佩儿 别闹 现在性命攸关的时候 不能任性 让清欢给你看看 现在说什么都不如 保住你和你腹中 孩儿的性命重要 王夫人安静了些许 然而看向苏清欢的眼睛 依然带着激烈的仇视 有丫鬟搬过袖 蹲到床前 白苏护着苏清欢坐下 冷着脸严震以待 主子 您尽管放心诊治 奴婢保护您 苏清欢对他笑一笑 伸手搭上王夫人汉施的手腕 怎么样 清欢 老祖宗见他眉头微醋 着急的 苏清欢松开手 已经是死胎 需要把孩子摧残生出来 否则再拖下去 大人也保不住了 你胡说 你胡说 你这个贱人 就是想害死我的孩子 别的大夫都没说孩子有事 只有你 以这个恶毒的贱人 真的没法子了 只要能救回来孩子 府里什么名贵的药材随便用 你下半辈子 府里都会供养你 老祖宗 孩子已经没了 您不决断的话 大人也很难保住 及时保住 以后也很难生育了 苏清欢目光不闪不闭地看回去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 还有若有若无的香气 屋里女眷无不使用香料 所以各种香气混杂 但苏清欢嗅觉敏锐 闻到了涉香之气 涉香的气味 在一种香气中那么明显 实在很难忽视 然而这香气 却不像是从谁身上发出来的 应该是有人在屋里的隐蔽之处 藏了涉香 他如是想 真是如此 那王氏以后基本不可能有怨了 王氏又疼又难过 老祖宗 您不能信他的 他心里恨毒了我 定然会想方设法报复 我的孩子好好的 他昨天还动了 怎么会是死胎 我不信 快把他打出去 老祖宗看向苏清欢的眼神也有怀疑 却仍按捺住道 清欢 人命关天 无论如何 孩子是无辜的 苏清欢想问 孩子是无辜 可是他当初就该死吗 而且这个孩子是他害的吗 他还没报复 就已经被人泼了脏水 老祖宗对他的另眼相看 也不过如此吗 老祖宗若是不信我 又何必请我来 外面的大夫 未必就诊断不出来胎儿已死 只是他们害怕被责难不说罢了 您若是不信 就让他们进来 恕他们无罪 让他们说实话 那 老祖宗的心沉了下去 我先回去 您让其他大夫诊治一下方子吧 如果再有什么需要 您派人来叫我 如果有大出血这样的意外 他很愿意出手相助 因为王氏这样的恶人 就这么死 太便宜他了 苏清欢希望 他以后都活在无子的煎熬中 看着自己的夫君 与别的女人生儿育女 在日日折磨中变得面目可憎 为心爱之人厌弃 他永远无法原谅他 要把自己迈入烟花之地的恶毒 苏清欢说完就带着白苏回去了 白苏酝酿着要离开 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任务 夫人 我什么时候把您的东西送出去 不着急 现在还早 后院到处都是吓人 我在想 到底谁有这胆量 能够给他下设箱 华平 他应该不敢 苏清欢第一个排除了真正的凶手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个家里的事情 您别再想了 平白恶心了自己 您说承家老祖宗对您好 要来还情 奴婢就没看出来他对您好 活命之恩 总该报他 而且没有利益算计的时候 真的还可以的 做人要讲良心 翻脸不认账的事情 他做不出来 我只是觉得 大爷很生气 您这般 是不是太 太过分了 是不是 放心吧 他嘴硬心软 狠话放过也就过了 其实就是担心 我在承家吃亏 也有些吃醋 但是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白苏不敢赞同 在京城 如果有人说战神会心软 肯定会被众人喷得体无完肤 当初攻下西下一城 下令屠城的 可不就是这位吗 虽说大败 敌国 大快人心 但是此举 还是让人诟病 苏清欢 不知道他心中所想 继续道 而且将来 你就会知道 两人相处 咱们女人 咱们女人总要有些小心机 简称啊 玉夫之术 来来来 我给你传授几招 白苏看着出现在窗边的露气 面色有些尴尬 那个 就算了吧 夫人 感觉您今天会死得比较惨 苏清欢只以为他羞于谈及男女之事 我又不跟你讲房中事 你怕什么 我来教你 如何抓住男人的心 让他心悦成福 跪倒在你石流裙下 唱征服 险些脱口而出 画到嘴边 变成了跪倒在你石流裙下求饶 白苏面色惨然 夫人 您快别说了 苏清欢正说到兴头 心道 今天这碗狗粮无论如何也得让你干了 相处之道 一张一池 既不能越过他的底线 也不能事事都顺着他 比如今日 我跟你说过 程轩在我还来 那就是愉悦了 但是他不在 我就能来 就算眼下他有些生气 回去甜言蜜语 红几句也就好了 两人感情还会更好 是吗 苏清欢听着身后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心中激动又甜蜜 这人真是一晚上都放不下自己 是 才怪 相公 晚上好呀 苏清欢陪着笑 站起来扶了扶身 露气从窗户中跳进来 嘴边露出一面玩味的笑意 好啊 很好 你 过来 干什么 苏清欢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露气没有理他 想让白苏退下 白苏失去的领起包袱 奴婢 奴婢先把夫人的东西送出去 一时半会回不来 大爷 您可悠着点 慢慢折腾 想想夫人 确实也是怪欠收拾的 白苏 江湖道义呢 出来混 早晚要还 那他能不能晚点再还呢 这县世报来得也太猝不及防了 白苏吐吐舌头飞快地跑了出去 露气看着白苏出去 撩起袍子坐在苏清欢的袖床上 拍拍身边的位置 过来 过去干什么 这是别人家 你别乱来啊 那我现在 带你回家再乱来 你 过来 别怕 我不打你 我给你跪下 不敢 不敢 苏清欢怂了 还有苏神怡不敢的吗 我今天就给你跪下 让你求饶 苏清欢大惊着后退 求饶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觉得被老虎钱抓住 不知怎么被露气带到床上 压在了身下 赫明 好相公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如果你非要收拾我 都回家行不行 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我想祖师爷发誓 要是在这里闹出一丁点响动 她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四集 陆七寒笑 左右打量着四下 有没有衬手的东西 慌什么 又有如此欲服又到 简实斩实斩 让我也开开眼界 床上挂着两个小小的 精巧的镂空金香囊 做工精致 散发着淡淡的百合香 陆七一把扯下 略用力 两个金镂空的香囊 就在他手中变了形 苏清欢看着曾经的 心爱之物毁于他手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猜出 那是程轩送的 何必呢 都是程家的东西 与他是无关的 他想带走的 只有自己的东西吧 你从不惜香料 四下兽手 该不该打 苏清欢为了保持 嗅觉的灵敏 基本不用香料 这点他跟陆七说过 而且这香囊太过精致 又是古物 非苏清欢在程家的身份 所能拥有的 最重要 也是陆七最郁闷的 香囊是世爱之物 果然是程轩 苏清欢伸手抱抱他 好了好了 别气了 程家我也来过了 明天就能回去 这次还了老祖宗的情 以后他也不能总派人上门 而且 以后悦莫着 他也不想再提起我了 王夫人是程家 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求来的 能够帮他们光耀门楣的跪席 与自己这朵 无所依仗的狗尾巴草相比 孰轻孰众 傻子也知道 王夫人在程家 是犯得起任何错误的 而自己 不犯错误 也可以被随意处置 苏清欢觉得自己 没白来一趟 他对这些 本来已经有了认知的道理 认识得更加深刻 所谓重情重义 不过他单方面的 一厢情愿而已 陆器看出他眼中的黯然 忽然伸手抓住 鹅黄色的漫杖 用力撕开 空气中传来烈薄声 苏清欢大惊 你做什么 陆器用撕下来的布条 绑住他的手腕 另一端系在床底 放心 我一会儿就跪下 若不能让你求饶 我就不是秦放 苏清欢被高举着 双手吊起来 上身跪在床上 扭动着身子 不让他靠近 你快放开我 别闹 这不是咱们家 这是悠悠的闺房吧 我还是第一次来 我一直很想看看 你住了那么久的地方 看起来 你过得不赖吗 说话间 陆器已经伸手解他的腰带 我错了 我再不会说八道了 陆器单膝跪在脚踏上 仰面看着他 笑得不怀好意 悠悠的愿望 过了许久 久到苏清欢被放下时 抽搐着瘫软在床上 灵魂出窍 身体站立 陆器才停下 混蛋 苏清欢有气无力 面色飞红地骂他 手腕上 脖梗上 胸前 他留下了那么多痕迹 夏日衣衫如此单薄 被人看去了他如何做人 悠悠的语夫之道 很好 很好 帕子 放在哪里 苏清欢无力地指了指 床头的藤香 露器打开 抽出一叠雪白的帕子 看上面没什么花草 只简单地锁了边 蓝婆娘 他依然单膝跪着 小心翼翼地替他擦拭身体 你怎么来了 不是生气了吗 来收拾你 等不到明天 他的孩子是死胎 现在估计已经服下催产药 在催生了 怨莫着 天亮无论如何都有消息了 到时候我就回家 你还是趁着夜色先出去 不想回家 就去金银的客栈等我 我是你相公 不做偷偷摸摸之事 我就在这里陪你 别闹 成家外院的男人 在外行走的很多 保不齐就有人见过你 露器当然不会 逞一时之气暴露自己 他把脏帕子扔到地上 懒泱泱地挨着他躺下 搂着他的肩膀 赶紧睡 我就是白日在这里行走 也不会有人发现 苏清欢有些脸热地 看着地上的帕子 挣扎着起身要去捡起来 你别弄乱了这里 都说了 这不是咱家 露器被他的咱取悦 笑着摸摸他的脸 苏娘子 老祖祖让您过去 这就来 苏清欢捂住 露器的嘴 定然是王夫人 那里落定了 他起来穿好衣服 提着药箱 嘱咐露器 别出来啊 等我回来 露器含笑点点头 然而等苏清欢离开后 他的笑容就消失了 望着房间里的沉舍 冷哼一声 摸出了火折子 承轩留着他屋里的摆设 恶心谁呢 他的女人的闺房 怎么会留着 让别的男人赌物私人 王夫人催产的速度 比苏清欢想象的快许多 他去的时候 死态已经被处理了 院子中的一众吓人 脸声摒弃 显然都害怕 这时候撞到枪口 王夫人状态癫狂 两只眼睛红得射人 挥舞着手臂大骂 你们这些骗子 都是骗子 我的孩子好好的 你们把他藏到哪儿去了 藏到哪儿去了 老祖宗已经没什么精神 坐在椅子上不住地摇头 形容憔悴 藏老了许多 已经成型了的男孩啊 我的曾孙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苏清欢忍不住想 便是王夫人在家中地位如何尊崇 老祖宗 老祖宗依然心疼曾孙 却不见得如何心疼他 而且没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而在现代 如果有这种行为 会被喷得体无完肤 这个世界的三观 有时候就是这么感人 老祖宗 苏清欢进来略欠了欠身 老祖宗看了他一眼 虽然是后半夜 苏清欢眼中却没什么睡意 脸色粉扑扑的 眉眼娇媚 就连说话声音 清冷中都引有媚态 他见到这样的情形 该是很高兴了 老祖宗心里不悦 未免太牙姿必报 甚至心思恶毒了 这是他心中所想 而苏清欢从他 打量自己的眼神中 多多少少也读出了他的心思 除了心凉 还能有什么 苏清欢想笑 想骂人 想问问他 若是意味处之 他能不能比自己宽容 但是他一个字都没说 拎着药箱 笔直地站在那里 不慌不忙 淡定从容 去给夫人看看 替夫人开药调养 别误了以后 老祖宗不再客气 直接吩咐 苏清欢一动不动 老祖宗 这药我开不了 以后的事情 谁都没法保证 他大概真能干出来 给王夫人下药 让他不孕不育的事情 感谢有人 已经替他动手 使他乐见其成 又不必脏了自己的手 老祖宗 自认为对他 已经十分客气 此刻耐心耗尽 失去曾孕的痛 一股脑转移到苏清欢身上 他砸了手边的茶盏 指着他 医者人心 你怎么就如此心狠 薛太医就是如此教导你的吗 程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如此忘恩负义 老祖宗 程家养了我 我也为程家出了力 王夫人一指卖身器 指明要把我卖到烟花之地时 我和程家就已经再无瓜葛 我今日来 已经是全了我对您的最后一点念想 但是抱歉 我不是程家的奴仆 只把您当成曾经善待过我的长辈 愿意回报一二 但是绝不是回报伤害我之人 老祖宗没说话 大口喘着粗气 显然十分激动 素问忙上前替他顺气 不赞同地看着苏清欢 清欢 你怎么如此对老祖宗说话 老祖宗素日多疼你 做人要有良心 素问姐姐 颤着说话果真不腰疼 你对老祖宗如此贴心贴意 那不妨主动请英 替程大人开支散宴 全了你的孝心和忠心 素问心里有人 老祖宗也心知肚明 只是对方身份尊贵 对素问也没有明确表示 所以老祖宗便留着他 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把他送去 素问自己也愿意等待机会 所以就变成了外人眼中 老祖宗舍不得这个贴心人 要多留他几年的假象 苏清欢心里清清楚楚 城府后院的事情 真没几件能瞒得住他 只是瞎子笼子装得久了 别人真以为他是残障 甚至智障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连这样都做不到吗 那就别做跳梁小丑 对别人指手画脚 你不配 你们敢圆形毕露 那我就敢撕破脸皮 苏清欢 你这个贱人 我要把你八皮筹进 错姑养晦 我就说他不怀好意 你们非要他来 我好好的孩儿 就被他害了 被你们害了 苏清欢看着老祖宗 目光嘲讽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指枕脉并没有开药 现在已然成了杀人凶手 虽然卑微如蝼蚁 可我还是想好好活着 贵府的事情 不敢再插手 告辞 老祖宗心里再愤慨 也知道眼下苏清欢 是最可能亡羊补牢之人 王夫人已经失了这一胎 无论如何不能影响 以后生育 没有嫡子 承轩是会为人诟病的 这怎么可以 他就该完美无瑕 光要成家门楣 怎么能被女人拖后腿 老祖宗强忍着怒火 脸上挤出几分干巴巴的笑意 缓和了口气 清欢 刚才是我说了过头话 我也只是心疼曾孙 一时与失 他看了一眼素问 素问咬着嘴唇 艰难地说道 清欢 我替老祖宗给你赔个不是 你总不能让老祖宗 给你赔不是吧 不敢当 医者人心的前提是患者信赖 处理不讨好的事情 没人愿意做 处理劫仇的事情 更不会有人做 今日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 在夫人看来都是该死的 她的身体清醒 恕我直言 日后很难有孕 但是这个黑锅 我不能背 你就不能看在我对你好的份上吗 为什么非要咬着佩儿一时糊涂的那件事 你在我成家十年 吃的用的哪样不是好的 成家上下哪个对不起你 老祖宗手里的拐杖在地上砸着 苏清欢怒急返校 一时糊涂 老祖宗真是举重若轻 我险些被迈入烟花之地 半路抱着必死的信念投水 险些溺亡 这些苦难 都是一句一时糊涂就可以抹杀的 成家对我的好 我可以这么说 而成家的人 包括老祖宗您 都没有理由这么说 你 老祖宗被他怼的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 心里也有些慌乱 难道 薛太医告诉他了 苏清欢看着他的神情 愈发肯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猜测 所有的所有 都是我师父与成家的交易罢了 我重情 借着师父的恩 还想领成家的情 但是 适可而止 别把我当成傻子 我今日来 已经全了和您 已经成家最后的情分 当年他偷听了师父和穆嬷嬷说话 隐隐知道了一些事情 比如 贺长凯被下毒 再比如 他不是苏家的孩子 薛太医像是受人所托 来照顾他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五集 只是苏清欢并不想自寻烦恼 对身世什么的也不甚在意 他骨子里 一直觉得自己是前世的苏清欢 双亲已有 灵魂也是他们富裕的 所以这一世究竟谁是父母 不甚在意 生养了前身的人 他愿意帮忙回报 但是这一世 无论生父生母 还是养父养母 他都无缘见面 感情也就无从谈起 今日 老祖宗只字不提王夫人的错处 对自己的现状也毫不在乎 所有的拉拢打压 都只是为了利用 很好 断了他对成家最后的念想 师父和穆嬷嬷 才是值得他回报的亲人 为了他在成家 师父不知答应了什么条件 苏清欢想想就有些心疼 老祖宗面色难看 嘴唇息动 想要说什么 到底没有发出声音 走水了 走水了 外面传来了敲锣的声音 和慌乱的呼喊声 老年人对走水这件事 格外伤心 老祖宗立刻变了脸色 哪里走水了 还不让人扑救 话音刚落 一个嬷嬷进来 慌乱的道 老祖宗 是清欢院走水了 火势很大 是不是让外院的人 进来帮忙 藏匿在暗处的露气冷笑着 豁了铜油 火势能不大吗 就是要一把火烧个金光 让成轩对着残垣断壁发骚去 单凭内院的丫鬟婆子 怕是救不了火 城府木质结构偏多 一旦火势蔓延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内院是女眷的住处 小丝们都进来了 日后传出去 城府姑娘们的名声 老夫人倒不是托泥带水的性子 飞快权衡立毙后 咬牙道 通知各院 锁上门 姑娘们都不许出来 再让外院的人进来救火 通禀的嬷嬷不是老夫人身边得意的人 自然也不了解老夫人 锁了门 若是火势蔓延开了 不是逃都逃不出来 让你去你就去 老祖宗的话也是你能质疑的 素问站出来冷声斥责 那摸摸屁股尿流地退下 苏清欢心中发了 为了名声 老祖宗连亲孙女的安危都可以不顾 这个在回忆中慈祥居多的老人 已经变成了彻底的陌生人 并不是他变了 而是苏清欢自己的眼睛更亮了 老祖宗大概觉得清欢院距离这里还远 转而又回到刚才的话题 清欢便是你师父在 他也会尽心诊治 你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转环的余地 和咱们成家交恶 对你有什么好处 李欢回来说 你相公对你严厉 这还不是因为你没有嫁妆 也无人撑腰 老祖宗 您不必再说 我医术粗浅 您可以问问其他大夫 我相公待我眼里 可是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抛弃我 在他身边 我很安心 府里事多 清欢不再打扰 告辞 说完他去了屈膝 拎着药箱 头也不回地离开 素问突然问道 你那个丫鬟呢 老祖宗面色也露出狐疑之色 是啊 他哪里去了 清欢院怎么好好的就走了水 难道是苏清欢令丫鬟所为 这时白苏在门口冷冷的 我在这里 我去了趟茅房 回来我主子就不见了 就知道被你们带来了 我转了好几圈 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回来 老祖宗 放火要安在我头上 下一步 是不是就是杀人了 说完这话 他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白苏附在他耳边 夫人 大爷刚离开 让我们去客栈会合 苏清欢点点头 这把火生的蹊跷 他猜想着多半是陆契这个混蛋干 他回去再跟他算账 至于成家的乱世 就让他们自己乱去吧 陆契果然在大门外等他们 三人一起往轻盈的客栈去了 轻盈没有多问 给开了两间上房 让他们休息 躺在床上 苏清欢心声怅然 赫明 这下 我和成家是再无瓜葛了 早该如此 是你傻 你以为成家对你比对别人好些 那完全是看在你有用的份上 你师父是谁 二十五岁就被太医 圣赞过国手的太医院院证 打狗看住人罢了 我也知道 我只是自欺欺人 不过现在终于不瞎了 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师父 他走了许久 说是云游去了 可是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回来 我总觉得心里忐忑 还有穆嬷嬷 她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 带我像娘亲一样 别担心 学人之事 我有上好的人选 谁 你写信 给你的大欢 天下间寻人 还会有比锦衣卫更厉害的吗 他们无孔不入 没有他们找不到的人 大张旗鼓 动用那么多人 而且师父知道了会不高兴 我也怕 大欢为难 锦衣卫就是为生的私奴 找个人而已 不算什么 而且大欢 一点都不会为难 为生怕不得他求他 这就好 夫妻之乐 苏清欢瞪了他一眼 睡会儿 天亮些星 我找人 给你送去 嗯 也只能如此了 因为世子还在家里 苏清欢没在城里逗留 在清云这里吃了早饭 让陆契把信送走 也没多逛 直接往家里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路上遇到了一辆马车 马夫见了他们 客气的对陆契拱手 这位兄弟 打听一下 蓝村怎么走啊 我们也是去蓝村 马夫很健谈 陆契竟然难得的没有高了 陆兄弟 你是蓝村人 还是去走亲戚的 可曾听过村里 有位姓苏的娘子 是位大夫 陆契身前的苏清欢愣了一下 吓意识道 我就是 你们是 话音刚落 就觉得腰上被陆契狠狠掐了一巴 陆契狠狠的眼神分明在说 不知底细怎么就敢报上姓名 苏清欢吐吐舌头 回头讨好的笑 赞 怕什么 痴魅王俩 统统退散 正是那一则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我们从京城来 苏清欢以为是来求医的 美滋滋的想自己声名远播 竟然京城都有人来求医了 如果他做广告 是不是可以好好吹上一吹 然而陆契的一句话 给他兜头泼了一喷凉水 你们是 卫生的人 苏清欢一拍脑袋 怎么把这事忘了 借马夫点头 他笑音音道 你们带了大夫来 正是 我叫常青 主的吩咐咱们 带着刘太医快马嘉宾的赶来 没想到提前在路上遇到了娘子 真是太巧了 太医 卫生为了大欢 竟然能私自调太医出京 这排场 比当初贺长凯号称给世子求医都大 本来主子啊 想让太医院院政来 但前些日子啊 太后娘娘和八皇子都跪底抱恙 院政实在没法离开 只能让太医院院士留太医根来 主子说了 若是太过蠢般 就换个人来 不至于 很简单的 卫生一手遮天的权力 他这一次算是体会到 常青说话间颇具威严 也有对马车中的刘太医的震慑之意 果然 在这个时代 没有筋大腿 做大夫风险太高 马车里的刘大夫也是真沉的住气 一直没作声 也没掀开帘子 来之前 夫人准备了许多东西 让带给娘子 被主子删减了大半 仍然不少 夫人说 这是他对娘子的心意 赌物思人 总要见到东西 娘子才能知道他惦记你 苏清欢哭笑不得 赌物思人 不是这样用的好不好 之后他就没有再说话 陆契和常青 问了一些京城里的情形 常青来之前应该被交代过 所以他对陆契态度很敬重 回答问题时也极尽详尽 苏清欢觉得他是有意给陆契透露精中的情况 他沉默地听着 涉及到的人事太多 他听了一会儿就有些迷糊 只能从陆契 嗯哼的语气中 来区别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比如恩字 四声的是肯定 二声的是意外 轻声是知晓 而哼呢 则都是四声代表着不屑和嘲讽 刘红居在四处都堆满东西的马车车厢里 浑身颠簸得又酸又疼 简直要散架 想到要跟个乡野村妇学什么医术 他内心是愤怒 然而他不敢吭声 锦衣卫这群鹰犬杀人不眨眼 被他们盯上了只能老老实实配合 害怕得罪了他们更别提反抗 这年头 太医绝对是最苦的行业 没有之一 随随便便一个官员 都敢把他们按到地上摩擦 一把心酸泪 听到外面传来 长青与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 他侧而仔细听着 竟意外察觉到 好像这苏娘子也不是村妇 他不敢掀开帘子偷看 他现在只想安安分分地走着一趟 好好学卫生要他学的东西 然后硬着头皮去给魏夫人瞧病 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刘红再次心中哀叹 到了之后 苏清欢被陆契抱下马 好奇地看着马车帘子 想看看太医院的院室 究竟长什么模样 到了 刘太医院 好 常议您等等啊 我的腿麻了 苏清欢折舌 心里愤愤不平 看看看看 谁还要做大夫 谁都能对大夫移植气使的 极为例 即使最低等的校尉 朝中的私务品大员 都得供着他们 更别说一个妻品 太医院院室 不过 你若是想行医 有我在 没人敢对你如此 我会好好抱紧您老人家大腿的 苏清欢翻了个白眼 陆七看着他可爱的小模样 忍不住大笑起来 掀开帘子出来的刘红愣住了 他揉揉眼睛 又揉了揉眼睛 看着陆七 眼睛睁得无比大 快来告诉他 他是不是瞎了 他竟然看到了被流放的战神秦放 看到他见了鬼一般的神色 陆七脸了笑容 扳起脸来 刘太医 别来无恙了 秦 秦 谁来告诉他 为什么秦放会和卫生成为一伙的 这世界越来越玄幻了 苏清欢看两人模样 忍不住开口 相公 你和刘太医是旧时 确实是旧时 刘太医曾经做过军医 在我那里待过几年 后来才进京的 卫生应该是知道这层缘分 所以才选了刘太医来 原来还有这等缘分 刘太医 刘太医 你怎么了 刘红定定地看着他 眼神中满满的不敢置信 像被雷劈了一样 整个人都呆了 他的眼神太过直接 露气不愿 往前站了一步 躲在苏清欢的身前 常青知道露气是个不饶人的性子 忙拉了刘红一把 做了个拔刀的姿势 你做什么 敢对苏娘子无礼 我怎么这么像啊 苏清欢没听清楚 只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脸 仰头问露气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他模样还算周正 但是应该还没到倾国倾城 令人惊艳的程度吧 露气却把刘红那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心头一震 面上却没有露出分毫 心惊架最说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六集 世子难得没有出去封 看到苏清欢回来 扑到他怀里 娘 你总算回来了 我好像昨日才去的吧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进屋 去写一百张大字 那得写到猴年马上 甘愿啊 不是亲生的爹 就不知道疼孩子 锦奴 去吧 去找豆豆玩吧 记得准时回来吃晚饭 明天咱们再继续读书席字 世子冲露气吐吐舌头 腾腾地跑出去 刘红木瞪口呆 这苏娘子竟然成过亲 带着这么大的孩子 还能嫁给战神 但是很快 她面上就一片释然之色 是了 她是那人的女儿 又有什么奇怪呢 当年武林少年 争蝉头 一曲红霄不知树的柳青汉 明明是罪臣之女 却以过人风姿 名动天下 多少富家公子 为她争风吃醋 一掷千金 当年 她也看过她跳舞 武姿漫妙 气质清冷 如同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后来 刘红努力地想 可是却一无所获 后来 好像就没有后来了 柳青汉去了哪里 是生是死 都成了谜 也再无人提起 说起来 她向来老实本分 那日却花了十两银子 去远远地看她跳舞 还是被人邀请了去 刘太医 您喜欢龙颈 还是毛尖 苏秦桓又问了一遍 这个太医 看她的神情 太奇怪了 都行啊 多谢苏娘子私查 我们都是同行 我师父和您同龄 也曾在太医院供职 说不定还与您相识 我还是您的晚辈呢 你师父 是不是姓薛呀 是 您是听长大哥他们说的 忘了听谁说过一句 薛大医做院证的时候 我还是个学徒 对他的医术十分崇拜 这可惜啊 他很快辞官回乡 算起来 薛太医辞官的时间 和柳青汉失去踪迹的时间 好像相差不远吧 难道是他和他私奔 到这里生下了女儿 那他就释然了 薛太医是他的偶像啊 偶像的女儿天赋异禀 那是多么理所应当的事情 刘红看苏清欢的眼神 都有些崇拜起来 苏娘子 请你多多指教 苏清欢忙躲过 屈膝回礼 刘太医 您是长辈 如此折上我了 唯一者 各有所长 互通有无 相互切磋 露气一言不发地盯着刘红 不错过他任何细微的表情 看着看着 他的眉头就微微促起 刘红定然是对苏清欢的身世 有所了解之人 至于多少 他猜测不出来 那苏清欢口中的师父 也应该是固然了 今日太晚了 诸位远道而来 先休息 我去做饭 刘太医 咱们明天再切磋 并不复杂的 一两天应该足够了 主子在京城里等得着急 幸亏一两天 否则时间长了 我们回去啊 都得挨板子 相公 你招待他们几位 尤其是刘太医 在他面前 我应该只挽背里了 不敢 去吧 不用做太多菜 你只点着 让白苏和白纸做 他只想苏清欢 做饭给自己吃 才不要给这些 无所谓的人 等苏清欢出去以后 陆契就不客气地开口 长青 你们几个去厢房里歇歇 我有话 要跟刘太医说 长青几个早得到过吩咐 不能与陆契发生任何冲突 文言拱拱手就退下了 陆契坐在刘红对面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看着他 不怒不喜 将军 您 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嗯 然后陆契就沉默了 刘红心里抓狂 您有话倒是快说呀 别这么折磨我了 内子长得像谁 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陆契终于开了金口 刘红擦擦汗 虽然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但是头上悬着的剑 好歹掉了下来 他不由松了口气 将军可曾知道 二十年前 巨贪刘斐被查处的事情 知道 刘斐是先皇宠臣 贪婪成性 等当今圣上登基后 下令查处柳家 超出千万家私 一时震惊潮也 刘家被连根拔起 刘家女眷 冲入教坊 柳青汉 当年名栋京城的女子 即使是过了许久 她也听说过 正是 刘红对接下来要说的话 有些迟疑 贪官之女 又在教房中为人倾鉴 如果她说苏娘子像她 那战神会不会怒发冲冠呢 而且苏娘子看起来十分和气 若是因此让她被嫌弃 她于心何人 所以她就说不下去了 看到刘红的表情 陆气就已经猜测出了大半 那次长相 圣柳青汉 柳青汉 虽然身处教坊 但是卖艺不卖身 唯一的入墨之宾只有 等等 陆气摆摆手 他听见了苏青欢进来的脚步声 陆气看见他 面色瞬间柔和了下来 目光宠溺 带着隐隐的笑意 找什么 爪外伤高 白纸毛毛燥燥的 烧火的时候 被柴火划伤了手 小伤口也不能掉以轻心 夏天炎热 一旦感染可不好问 苏青欢絮絮叨叨地说 找出东西又飞快地出去 陆气面色又冷了下来 挥挥手 你继续说 刘红看着他面色变得如此之快 有些折舌 刚才的战神 一定是被爱神附体了 我知道这件旧事 是因为薛太医 当年 过了半个时辰 苏青欢爽力的声音响起 该吃饭了 相公 把桌子搬出来 你们在院子里吃吧 凉快 陆气答应一声 站起身来对刘红的 这些事情 出你口 入我耳 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以后 你也不许对任何人提及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 有声 荣誉出品 晚上睡觉的时候 苏青欢裹着被子滚到一边 对陆气说 你今天别胡闹了 我昨晚被你闹得都没睡好 要好好缓口气 你这口气 缓得时间闹不短呢 别一样怪气的 我问你 青欢院的火 是不是你放的 是我 青欢院 人人都可以喊你的名字 本来就不该存在 我听着心里就不舒服 干脆一把火 烧了 放火还如此理直气壮 佩服佩服 但是内心深处 他未尝不觉得 陆气做了他没想到 但是又急对他心思的事情 土匪 睡觉 陆气过来 连被子把人抱起来 搂在怀里 见他挣扎 在他臂上 狠狠拍了一下 老老实实就不动你 否则我是不介意 别人听墙根的 苏青欢也只有 在他面前脸皮厚些 闻言面红耳赤 当真不敢再挣扎 你今天真别闹 等他们都走了 我好好伺候你一回 一回 至少两回 而且 是 美日 惊蠢上脑 不逗你了 咱们 说会话 说什么 苏青欢见他真没有那意思 放下心来 从被子里伸出手来 捞起他的一缕长发 在手中把玩 真是顺滑又黑亮 你在成家没遭太多罪 应该是你师父的面子吧 是啊 我师父在成家很受人尊重 连带着我也被高看一眼 当初那么多人 如何就选了你做他徒弟 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隐隐觉得 这不是偶然 应该与我的身世有关 除了贺长凯中毒是师父所为 其余的事情 他并不想隐瞒路气 你的身世 不错 我总觉得 我师父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 他应该和他们其中一个人关系极好 又很讨厌另外一个人 这些都是我推测的 因为他对我很好 有时候看我的眼神 又充满厌恶 薛太医对他的态度时好时坏 充满了矛盾 不过总体上 除了对我严厉些 师父对我很好 每年清明 还有三月初三 九月十七 还有过年的时候 他都让我去跪一个牌位 但是 那个牌位被不蒙着 我不知道是谁 苏清欢猜测 应该是他父母之一 根据他所说的 加上刘洪所说的 露气就勾勒出了事实的真相 苏清欢聪明通透 猜出来了大半 可是任谁也无法猜测剩下的部分 永永 如果你身份很尊贵 会不会嫌弃我 陪不上你 苏清欢愣了一下 这话是什么意思 然而看露气 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只是目光浊浊地盯着自己 他脚下一笑 我现在比起你 算不算身份尊贵啊 毕竟我是三里五乡 有名的神医 对不对 对 我也是 什么 后面这句 我也是 来得没头没脑 苏清欢有些反应不过来 而且从前的露气 哪里会因为他三言两语的求饶 就真的放过他 哪次不是把他折腾到死去活来 才罢手 今天他竟然真的没有动自己 还亲来亲去 姿态亲腻 眼神爱恋 有事情 这里面有事情 我的意思是 你不问我身份 我也不在乎你的身份 即使 你是孔主之尊 我也要娶你 即使你是仆义之女 我仍然要娶你 更多的话 露气也不敢说 他太过聪慧 如果我是仆义之女 就答应嫁给你 但是是公主的话 就算了吧 为什么 因为投胎成公主 不知道攒了几十世的功德 我要好好把握 体验一下 面首三千的逍遥日子 苏清欢 苏清欢哈哈大笑 露气七声而上 把人结结实实的压在身下 你既然这么有追究 那我先来伺候凑你 不要 不要你这样的 我要长得好看的 温柔的小白脸 骑刷刷的站两排 白衣飘飘 啊 露气用一只手 就把他两只手腕 固定在头上 俯身咬了他一口 苏清欢猝不及防 声音声不自觉的 从口中溢出 露气掠尸薄程 就犯过了他 苏清欢面色飞红 一边拉着被子 一边骂 你一定打了十被子光棍了 恶虎扑石一般 没见过女人呢 露气以手之仪 侧身躺着看他 目光柔和 可能不止 但是 唐使是为了遇到你 那些也值了 油嘴滑舌 赫明 你是不是知道我身世了 苏清欢可不傻 刘太医看到他时神情那么紧张 实在很难忽视 果真聪慧如此 露气心中感叹 面上却不动声色 略有一点猜测 并不做准 我回头 让人去查查 悠悠 你想知道吗 我 还是想知道的 虽然结果不那么重要 但是 好歹自己从哪里来 什么背景 要心中有数 只有我自己也就罢了 现在还有你 总不想让你因为我 比如 被人掣肘什么的 悠悠 你看着我 看着我眼睛 干什么呀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对我不能去 这是我对你的态度 你也是 如果你因为绅士 或者其他任何原因 要放弃我 我 打死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刘犬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七集 苏清欢 剑兮兮地用胸蹭蹭他 打呀 跟你说正事 陆七嘴上这么说 身体却诚实地往前靠了靠 让苏清欢很无语 陆七伸手掐了他一把 说话 说什么 苏清欢被掐得莫名其妙 抽着冷气问他 同时一巴掌拍在他的毒爪上 性狠手辣 说 将来不管身份地位 一会是处境心绪如何变化 都不能离开我 苏清欢用看傻子的眼光 看着他 难道你觉得因为那些变了 我就离开你了 难道我真的是金之鱼 你别吓唬我啊 我说的是正事 我说的也是啊 豪门恩怨什么的 我这种小虾米可不想掺和 你别试探来试探去了 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 我究竟是谁的女儿 我看看是不是该收拾收拾 破盖卷跑路 我真的怕麻烦啊 认识什么战神 什么锦衣卫指挥使 真是太烦人了 傻瓜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看苏清欢嫌弃的样子 陆气捧不住笑了 摸摸他的头 也就是他 会嫌弃出身太高 而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那就好 说说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也不确定 会让人去调查 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 希望听到你亲口跟我说 使之不渝 苏清欢把右手举到耳边 信誓旦旦 苏清欢对陆气 不离不弃 久死不悔 如为此事 就让我被你蹂躏至死 我就问你这个誓言够不够毒 正经点 对着你正经不了 好了 快点睡吧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怕再说下去 我真的梦见 面首三千了 两人笑闹了一会儿 苏清欢沉沉睡去 八爪鱼一般缠在陆气身上 陆气伸手抚摸他的眉眼 久久没有入睡 这是他深爱的女人 他唯一的祈求就是此生 他都能像现在一般 活得快意洒脱 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但是从今日开始 关于他身世的那柄剑 就悬在了头顶 随时都可以掉了 陆气想 他该做些什么 可是第一次如此茫然无措 进退为谷 因为深爱 所以珍惜 所以战战兢兢 苏清欢现在淡然 但是唐使他知道 生父生母的身份 知道他的生母卑贱 知道自己其实与他的 生父对立 又该如何选择 这也是第一次 陆气不敢想象下去 苏清欢交了刘红几日 刘红对他的医术 叹为观止 赞不绝口 苏娘子 果真是薛太医的 嫡传弟子 不同凡响 刘红离开前当面赞道 陆气冷冷瞥了他一眼 他立刻晋升 您过奖了 您的针灸也是一绝 可惜不能跟您再请教几日 常青催得很紧 害怕卫生发怒 所以刘红学成之后 不能多待 其实苏清欢也只是教他 如何辩证失智大欢的病 略做指点而已 基础的一礼 刘红都知道 常青几人带着刘红 苏清欢给大欢准备的回礼 多是自制的吃食 以及苏清欢请卫生 帮忙找师父的书信 离开了 希望能够早日找到师父 陆气现在已经很明白 薛太医对他的态度 为什么殷勤不定 一方面 他是他心爱之人 唯一的后代 甚至可能被脱孤 但另一方面 他父亲又是他最憎恨之人 想到替他养女儿 薛太医心里定然不舒服 时间飞快流逝 苏清欢忙着接诊 看人打理药田 又有露气相陪 日子过得充实而满足 苏清欢叙叙叨叨对白指道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戴帽帽 你不肯听 现在好了 被晒坏了吧 他手里端着一碗 黏乎乎的自制面膜 往他脸上涂着 别动别动 白苏在旁边看着 忍不住打去 这小蹄子心耳朵 不带帽帽 是骗夫人的好东西呢 白指急了 我 一说话 脸上蛋清为主的液体 就要往下流 哎 你别说话 苏清欢十分乐意家里 多了两个女人 跟他分享自己这些东西 白苏 你别吃醋 一会儿也给你涂 这里面可真都是好东西 蛋清 蜂蜜 七白粉 还包括白纸呢 白苏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没事 用完了你就知道了 这皮肤啊 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滑 他们也俩被我打发出去钓鱼了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咱们怎么弄都没有人看到 咱们自己三个都一样 也不用相互嫌弃了 给白纸弄好了之后 白苏道 奴婢常念习武 早就晒黑了 白不回来 不浪费您的好东西了 做了不用才浪费呢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我们要互相监督 一起变美 白苏笑了 夫人从来都不把他们当下人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都惦记着他们 张口闭口都是我们 跟了这样的主子 他愿意怎么闹 就奉陪到底吧 看着白苏视死如归的模样 苏清欢哈哈大笑 把他按住和白纸并排躺在一起 来来来 一起吓人 忙活完他们俩 苏清欢又给自己抹上 仰面向上坐在椅子上 不敢张嘴 只能哼哼 一会儿就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供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露气一脚踹开门 大声疾呼 身后似乎有凌乱的脚步声 苏清欢被吓了一大跳 怎么了 白苏和白纸两人也顾不得面膜 立刻坐起来 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 露气已经带人进来 怎么了 这是干什么 苏清欢的询问和露气的斥责声 同时响起 露气身后跟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身形魁梧 脸色焦急 他怀中抱着一个女人 他的脸被长发挡住 看不清神情 男人看着苏清欢主仆三人的鬼样子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苏清欢的职业素养可不是盖的 率先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了 他掏出帕子胡乱擦了几下脸 帕子立刻黏乎乎的 他的面膜呀 可是真材实料 露气看着白苏白纸斥责道 还不出去 打谁给夫人舒喜 家里来了长辈 虽然情况紧急 需要苏清欢出手援助 但是他仍然忍不住想 他美好的恨不得藏起来 又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女人 终于可以带给故人看了 想象着故人的肯定 这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可是 还没到月夜 他变得哪门子深呢 露气现在真想一巴掌扇死他 原来把他支走 就是为了在家里瞎折腾 我问你到底怎么了 苏清欢把脸擦得差不多了 至少他觉得如此 不影响视线 就不影响他救助病人 他着急地问 这是宋将军和魏夫人 魏夫人晕倒了 你快给他看看 苏清欢没多想 只指炕 把他放下 宋婷动作轻柔地 把妻子放在大炕上 有些不放心地盯着 看起来十分不靠谱的苏清欢 苏清欢快步上前 搭上魏夫人的脉 又掀开他眼皮查看了一下 不由松了口气 转头问宋婷 他是不是早上没吃东西 早上他说肚子症 不舒服 就没有吃 那就对了 白苏 去锦奴屋里找几颗糖过来 白纸 你做个蛋炒饭 算了 这个不用了 油腻腻的 估计也吃不下 等会我自己去厨房做点 白苏很快捧着糖盒进来 夫人 天太热了 糖都化了 黏糊糊的 不碍事 你洗过手了 捏一块塞到他嘴里 白苏没有犹豫 从糖块里费力拔出来一块 糖丝拉得很长 就要往魏夫人嘴里塞 宋婷下意识拦住他 宋将军放心 那次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得罪了 宋婷迟疑了一下 这才收回手 白苏把糖喂给了魏夫人 宋婷醋眉 好像觉得妻子被喂了毒药一般心疼 苏清欢扑哧一声笑出来 紧张过后 他想起来 陆契给他说过的事情 又有些不敢置信 试探着道 是 虎威大将军吗 正是宋将军 还不过来拜见 苏清欢屈膝行礼 宋将军不必担心 尊夫人晕倒 只是因为早上没有用膳 并无大碍 吃上糖 很快就能缓过来 久闻将军盛名 又听将军和夫人恩爱有加 今日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这几句还像人话 陆契忍不住想 行 罪名减轻一成 如果此刻他不是顶着张大花脸说这些 那就更得体了 宋婷是沉默寡言的性子 文言点点头 我听说了你 你很好 苏清欢的内心是 这位大叔 表扬人要具体一些 这样一句你很好 多没诚意啊 陆契听说没事 再也忍不了他了 拉下脸 还不过去 收拾一下自己 说完他又对宋婷道 那子孩子心心 扰托贪婉 宋将军 见笑了 苏清欢也十分不好意思 没想到您来 见笑了 如我先退下 给夫人准备些饭食 有劳 苏清欢刚出去 魏夫人就悠悠转行 看看房梁和四周 又看看宋将军 我们这是到了 嗯 到了 早上你没用膳 所以饿晕倒了 贺明的娘子 已经给你整过脉 这会儿 给你做饭去了 宋婷松了一口气 硬朗的铁汉轮廓 瞬间柔和 陆契行礼 给魏夫人请安 在宋婷和魏夫人面前 他指晚辈里 贺明 久违了 魏夫人微笑 虽然脸色苍白 头发也在宋婷抱着 他奔跑时弄乱 却依然端庄而大气 魏夫人生得极美 虽然脸上不可避免地 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但是仍然美得惊心动魄 苏清欢和他 都是颜色出众之人 但是他们的美丽 却截然不同 苏清欢气质柔和 淡雅中又带着 丝丝娇媚 而魏夫人美得霸道 气质高傲 贵气天成 你的娘子呢 带来给我看看 我还给她准备了见面礼 她默默空空如也的腰间 称怪地对宋婷道 是不是刚才给我弄丢了 不要紧 你的首饰荷包之类 成瘾跟在后面 定然都收着了 夫人 东西都在属下这里 那就好 拨起来 出来乍到 是来做客的 怎么好意思 进来就躺下 夫人太见外了 你和宋将军在这里 少时休息 我去帮内子 准备饭事 宋婷愣了一下 他知道 陆七是想 给他们夫妻空间 但是没想到 他会用这个理由 君子远刨除 他好似完全不在意 想想没那么多讲究 陆七说完便出去了 宋婷扶着坚持 要起来的 魏夫人坐起来 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将军 许久不见贺民 觉得他变了好多 我也这般觉得 那么骄傲的人 现在竟然习以为常地 出入厨房 那么凌厉的人 现在脸上还会有微笑 福兮祸所依 祸兮福所福 您见过他的娘子了吧 跟我说说 他是怎么样的人 宋婷想起来 近来时受到的视觉碰撞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没看清楚 定然是个美丽温柔的女子 美丽 看不清楚 温柔 好像真的没有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清晴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八集 厨房中 苏清欢已经用菠菜汁 和好了面 见露气进来 笑着道 家里要来人也不告诉我 害我出球 大夏天的胃口都不好 我给魏夫人做点菠菜凉面 配上些芝麻酱花生碎 和黄瓜丝胡萝卜丝 清心爽口 他们是有事而来 下次再往脸上 摸乱七八糟的东西等晚上 别大白天 出来吓人 苏清欢把面团放到案板上 开始揉面 我怎么知道你能突然带人来吗 还有 你敲门就是 我好好的门板都踹下来了 赶紧给我修好 就是心气 没想那么多 正好 本来这门也不够结实 索性换了 不得花银子嘛 算了算了 你去招待宋将军 我回头自己找人修 白苏 水烧好了吗 茶水奴婢都准备好了 行 再把我做的蜜饯 挑两样出来 昨天做的鲜花饼 也摆一盘 白纸 你去买菜 挑新鲜的鱼虾肉蛋 陆气约摸着 宋婷夫妻二人 应该说完了话 自己端着茶水点心 进了厅里 宋婷听见 她的脚步声 也掀开了帘子出来 陆气招呼她 在罗汉床上坐下 替她上茶 宋婷见她倒茶 动作熟人 心中微痛 啊 夫人清晰如何 内子在做饭 品格别好 没有打碍 她将来身体不好 这次吓到你们了 宋将军客气了 陆气倒是有些紧张 但是苏清欢 是敢动刀子治病的人 吓不到她 宋婷打量了一下屋子 不止素雅简单 但是仍显清贫 她从小长于宋家 见惯富贵 即使从容多年 物质上也从无匮乏 见状不由替陆气 觉得心酸 和明 委屈你了 从前 也曾觉得委屈 但是能够遇到那次 觉得这一切 也都值得了 宋婷看着她眼中 无法掩藏的爱意 隐约觉得 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之一 已经宣告失败了 她深爱过 所以能明白 您怎么 会来这里 作为一方守将 宋婷不可轻易离开辽东 前些日子 陆气收到消息 说是她大败高丽 皇上特意恩准 她进京献福 怎么到自己这儿来了 我听十四妹说 你在这里 就过来看看 多谢你上次张义相助 帮她击退了山匪 举手之劳 您言中了 陆气从镇南王府 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护送 宋十四姑娘的车队 被山匪包围 官匪殊途 无论是谁 她都会出手相救 只是后来听说 是宋十四姑娘 她就格外多户送了一程 全的是她和宋婷的情谊 因为回来晚了 还被苏清欢责怪了一顿 听说你没事 我很欣慰 我已年过四十 将来守护这江山的 还要是你们 你若出事 是大厨的损失啊 将军黏服了一枪 可别如此伤感 宋家好奇这些无数 日后何愁 无人镇守何山 我常年在辽东 甲仲子之和我并不亲近 我倒是有心培养 可是嫡子不愿意吃苦 树子又难以扶重 爸爸爸 不提也爸 陆气忍不住想 魏夫人那些年被糟蹋 坏了身体 否则现在也是子女绕夕 甚至有了孙辈 宋婷与她抗力情深 让人亲线 但是想想 晚景孤独凄凉 又让人倍感遗憾 从前陆气不理解 觉得宋婷可以 那几房窃室生子 无论如何都是 她的亲生骨肉 但是遇到苏清欢后 她就明白了 不是不可以 只是不愿意 未曾谋面的骨肉 和眼前一贫一笑 皆可入心的女人相比 便没那么重要了 陆气见她不愿意提 转而和她谈起了 别的话题 两人侃侃而谈 从陆气过去的经历 谈到了京中的局势 又从京中的局势 谈到了边境的异动 成颖在外面听着 先想 大概这就是望年之交 惺惺相惜 来 吃个甜碗子 白苏端着甜碗子过来 笑阴阴的 因为天气炎热 她站着的地方 又没有阴凉 所以满头大汗 苏清欢便让白苏 给她送冰镇的甜碗子 成颖被这个笑容 谎花了眼 多谢姑娘 说着伸手接碗 只是她没想到 甜碗子下面都是冰 碗的表面 凝了一层水珠 十分滑 所以她没接住 正当她以为 碗闭碎无疑 有些懊恼的时候 就见白苏 眼疾手快地 伸手拖住碗底 轻轻打了个转 减缓震动 碗里的水 竟然一滴都没有洒出来 只有汤匙和碗 碰撞发出的脆响 给 小心凉 白苏笑着 把甜碗子 拖到她面前 另外一只手 五指张开 稳稳地拖住了 还有两碗甜碗子的托盘 姑娘 您洗舞 略动皮毛 吃吧 吃完了 喊我过来收碗就行 白苏端着 另外的甜碗子 送去给在门口 玩泥巴的柿子和豆豆 成颖的脸有些发红发胀 她忙咬了一勺冰凉的瓜果 塞到口中 爽彻心底 对了 夫人让我问问 宋将军可有忌口 能吃这甜碗子吗 夫人要准备饭菜 宋将军不吃醋 不吃甜 是辣 但是夫人口味清淡 油不洗鱼 好 多谢 白苏从她手中接过空碗 笑笑往厨房去了 白纸买菜回来 就见成颖 痴痴地看着白苏 不由偷笑 进了厨房后 还好一顿打去白苏 姐姐 那个呆子在看你 苏清欢也跟着凑热闹 呦呦呦 白苏能看上吗 看上了 我就得给你准备嫁着 白苏红了脸反击道 奴婢才不要成亲 白天参老 晚上也辛苦 苏清欢的脸 刷得红成猴屁股 用力掐了她一把 犯了你了 白纸 取我家法来 两人在厨房里又笑又闹 魏夫人躺在临窗大炕上 听着笑声从窗户中 断断续续传进来 嘴角扬起笑意 花儿一般的年纪 爱说爱笑 多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苏清欢查看白纸买回来的东西 怎么没买鸡啊 在村里 无鸡不成宴 更多的好东西也难寻了 白纸催生生道 孙婶子进城相看儿媳妇了 徐策被掌柜的看上了 想把小女儿许给她 但是是个树出的 孙婶子有些不乐意 但是徐策挺乐意的 她跟着苏清欢久了 性格越来越开朗 又是个包打听 什么事情都知道 再去别家买啊 算了 我自己去 苏清欢解下围裙 他刚要出门 村里就有几个妇人结伴前来 都跨着篮子 清欢呢 听说你家来了客人 也没什么好东西 送来给你添个菜 原来都是受过苏清欢恩惠的村里人 这家一把青菜 那家一条鱼 那家几个鸡蛋 这也是村里习惯的人情往来 苏清欢客气几句都收下了 白苏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事情 把苏清欢昨天才蒸的一锅白面馒头 饼炼油得到的油渣 分成了三份作为回礼 苏清欢教过他们 不可让焦好的人家吃亏 细凉油渣不算难得 但是等闲也不舍得天天吃 几个妇人并不多留 寒暄几句就离开 苏清欢让白苏把东西拎进去 准备出门买鸡 不经意间抬头看到天上 有一只大鸟在盘旋 苏清欢惊喜地喊道 相公 拿你的弓箭出来 快点 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 正愁没有鸡肉就飞来一只大雁 或者随便什么的天鹅 灰鸭野鸡的 反正他不认识 但是看在眼里 就觉得好大一盘肉啊 宋将军 您稍坐片刻 我出去看看 陆气说着 站起身来 拿起挂在墙上的弓箭出去 宋婷也跟着出来 成颖发现 苏清欢视线所及 满头黑线 见他兴致勃勃 竟不知如何开口 见陆气果真提着弓箭出来 他苦着脸道 钱家军 误会一场 苏清欢由自兴奋 没有听清楚他们的话 指着越来越近的鸟道 相公 快 就是这只野鸟 看体态 真的很大呀 夫人 那不是野鸟 那是阿娇 阿娇 还有鸟叫阿娇的 那是那次 换眼的海东青 举名阿娇 一直跟着我们 苏清欢闹了大笑话 低头拧着一脚 捏如道 对不住 我不知道 你眼里 还有什么不是食材吗 这要设下来 宋将军要跟我拼命的 好了好了 快去做饭吧 低头站在这里 干什么 我想看看地上 有没有缝 让我钻进去 不知者不为罪 这下宋婷也笑了 宋婷右手手臂 曲肘伸出 海东青挥舞着翅膀 俯冲下来 海东青是凶兽 张开翅膀 长度超过一米 苏清欢只觉得 天色都被他遮挡得暗淡了 下意识往陆气怀里缩了缩 海东青站在宋婷胳膊上 扑朗扑朗翅膀 目光锐利地盯着苏清欢 苏清欢心想 莫非他知道他想吃了他 做贼心虚的他 安纯一般靠着陆气 念念有词 阿娇啊阿娇 咱们讲和 我给你做肉吃 夫人 阿娇只吃生肉的 宋婷见他害怕 摸摸阿娇的翅膀 你主子没事 去吧 阿娇看了苏清欢一眼 眼神带着王之灭尸 然后挥挥翅膀 直冲云霄而去 爱马 太炫酷了 这家伙是在跟我示威啊 相公 你能不能给他射下来 不是真的 就说能不能 小依儿 他治不了你了 很难 但是 可以试试 他是那么容易射下来 也不叫海东青了 闹了一出笑话 苏清欢才老老实实出去 买了两只鸡 回来的时候 阿娇正立在院中的树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苏清欢怂啊 失了露气的庇护 他讨好地举起手中的炉花鸡 阿娇 这是给你买的 阿娇傲娇地看着他 对他的讨好不屑一顾 白苏 白苏 你看看 他这什么眼神 白苏正在拔野鸡毛 闻言大笑 夫人 他这是跟您较劲呢 您看 他拎起光溜溜的 秃毛野鸡 这是他刚带回来 扔给我的 苏清欢称奇 再看阿娇的眼睛 就觉得他好似在骂自己 是不是眼瞎 这才是野鸡 老子不是 我有眼不识泰山 阿娇 罪过 罪过 阿娇仍一脸的傲娇 怪不得叫阿娇 原来是傲娇的意思 苏清欢嘟囔一句 到厨房中去调凉面的拌料 面条已经煮好晾凉 苏清欢拌上调料和配菜 切了两瓣流油的咸鸭蛋 又倒了一小碟自己腌的小黄瓜 端着进屋 对正说话的两个男人道 我先看看夫人去 有劳 您别如此身份 她是晚辈 伺候夫人 也是应该的 相公说得对 苏清欢轻手轻脚地进去 却发现 魏夫人醒着 正眼神灼灼地看着她 夫人您醒了 我做了点粗茶淡饭 您别嫌弃 说话间 她把端盘放下 上前扶着魏夫人起身 在她身后垫上迎枕 又利落地把炕桌放下 把面端上来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五十九集 魏夫人打量着苏清欢 是个爽力的女子 不过 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原本以为 以柔克刚 能驯服秦放这般桀骜的人 你应该是个温柔似水的女人 我和夫人想的一样 之前也以为夫人是柔弱女子 不想如此大气端庄 让人不敢直视 我不是柔弱女子 是病弱女子 魏夫人脸色发黄 眉眼间确有病态 苏清欢给她摆好碗筷 笑道 那正巧了 我是大夫 专治病弱 夫人先吃饭 刚才只粗略替您请卖 吃过饭后 再仔细替您看看 这是你做的 魏夫人低头 看着颜色清爽的面条道 嗯 手艺捉猎 您别嫌弃 我去给将军他们上饭菜 一会儿都吃完 过来陪您说话 嗯 去吧 魏夫人脸上露出些许笑意 娘 我回来了 世子跑进来 苏清欢出去一看 他浑身上下都是泥巴 是不是到泥坑里打滚了 弄成只泥猴了 快去换衣裳 进去给宋将军问好 回头施了礼 你爹罚你 我可不敢求情啊 又带累我也挨骂 娘 咱们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世子笑嘻嘻的 伸出脏嘻嘻的手 把一把丧肾递给他 给您的 可甜了 苏清欢顿时拉下脸 你是不是去爬丧树了 是不是告诉过你 不可以爬那么高 你 你等着 晚上让你爹打烂屁股 看我给不给你求情 没有没有 我和豆豆在树下 铺了一层树叶 用钩子往下打的 好多才挑了这点好的 您尝尝 真的可甜了 苏清欢这才笑了 也不嫌弃他手上都是泥 捡起一个紫色的 放到嘴里 嗯 真甜 世子高兴的咧嘴笑 白苏端了水过来 哎呀 我的小爷呀 怎么弄成这样了 世子捡了个伤肾 踮起脚来 塞到他嘴里 吃了我的东西 就不许说我了 白纸也过来 小公子 我的呢 给给给 世子把手伸过去 让他也捡了一个 然后快速收回手 剩下的都是我娘的了 好儿子 没白疼你 快洗漱换衣 进去拜见宋将军和魏夫人 魏夫人透过窗户 看着苏清欢和世子的互动 眼中露出钦线之色 苏清欢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小乔流水人家的闲事 周围人善意相待 夫君维护 儿子孝顺 而他 除了夫君之外 一无所有 世子换过衣裳 进去给宋婷行礼 宋婷听陆器说过他 伸手扶住他 世子 过来坐 世子也不扭捏 过去在他下手坐下 久闻虎威大将军威名 今日得见 果真名不虚传 和你娘的说辞倒下 你跟着他 不学医术学做人 别学他那迷迷糊糊的性子 我娘什么都是好的 那子就是他逆临 谁也不许提 半句不好 我都不行 行了 去厨房 帮你娘打下手去 世子欢快地劝 云南是定 皇上应该很快 让他入境为治吧 宋婷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露出不忍 这么懂事的孩子 可惜了 陆器眼中 闪过阴霾之色 我会想办法护住他 这件事情他早已考虑过 所以现在世子如何闹 他都纵着他 因为他知道 到了京城后 这般畅快的日子将不复存在 只希望 现在的美好回忆 能伴随他走过未来十几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压抑日子 盼来光明 陆器不敢跟苏清欢提起 虽然不可避免 但是总希望 他更晚一些知道和担忧 吃过饭 白酥白纸收拾碗筷 苏清欢陪魏夫人说话 夫人 你把手伸出来 我给您整整脉 不用了 旧病 也是旧病 要吃了许多 也不见好 若想陪我说话 就跟我讲讲 你和秦放的事情吧 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性子 但是可能年纪大了 总喜欢听些小儿女情事 觉得跟着热闹和高兴 您没吃过我开的药呀 或许您遇到的大夫 都不如我好呢 不费什么时间 我给您看看 然后再给您讲故事 魏夫人不忍在乎 他的好意 伸出了浩白的手腕 苏清欢搭上他的脉 许久后说道 夫人 另一只手 脉相凝滞 让他有些难受 魏夫人倒是很淡然地 配合着他 诊完脉后 苏清欢问 夫人平时是否鬼水不正常 负账的情况 而且房市也会疼痛 魏夫人眼中闪过哑然之色 确实是 我和将军 已经半年没有防尸了 他一碰他 他就疼得难以忍受 宋庭疼爱他 所以许久没有动过他 魏夫人知道这是病 可是无法对人言说 也拒绝求医 没想到 苏清欢一把脉就知道了 苏清欢面色凝重 魏夫人面色淡然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话 你只管告诉我 我不为死 只怕死得糊涂 并不是不治之症 只是也很棘手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该如何辨证实质 不必勉强 万般皆是命 我看得开 您不能这么消极 便是冲着宋将军 即使只有一线希望 您也要十分努力 更何况 这病并没有影响到 您寿命的程度 只是病症和治疗上 有些矛盾之处 您让我慢慢想想 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实在没有 咱们还有非常之法 果然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也难怪秦芳如痴如醉 苏清欢面上露出 懒然之色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来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啊 好想说是贩卖人口 买来的相公 怎么破啊 事实上 苏清欢也这么说了 魏夫人被她说得开怀大笑 宋婷在外面听见了 对陆气道 她许久都没这么开怀过了 你这娘子 真是个妙人啊 她除了医术好 除了还行 也就是心地善良 性格活泼了 优点很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魏夫人喜欢苏清欢 也给她讲起了当年旧事 那么耻辱不堪的过往 作为亲历者 魏夫人回忆起来 却云淡风轻 让苏清欢格外佩服 这需要多么强的 心理自愈能力 这也从侧面证明 多年以来 宋婷对她极好 抚平了那些伤疤 后来我才知道 我和将军 原本就该是夫妻 我父王在世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侍卫 想要用我和大楚联姻 大楚皇帝已经答应 打算替我和将军指婚 那时候 我对将军一无所知 对这桩婚事 也极为抵触 可是后来 没有等到他来娶我 我已经国破家亡 然后又过了几年 他救我于水火 原来 还有这样的前因后果 您和将军 真是好事多么 将军总遗憾太晚 总后悔没有早点遇到我 晚我毁家灭国 遭受凌辱的命运 但是那时遇到 我还不是他喜欢的我 他也不是我喜欢的他 所以 这一切 其实都刚刚好 苏清欢不由肃然起敬 一个经历劫难 却仍能相信生活的灵魂 高贵的令人仰慕 若说遗憾 只是遗憾我身子弱 还不能陪将军摆手 也不能给他留下一儿半女 陪伴他 夫人 您把所有的厄运都熬过去了 命运对您 有更好的安排 我也这般安慰自己 这次回去 我就去御英堂 抱两个孩子养着 其实我是不耐烦养孩子的 但是将军十分喜欢孩子 而且有的是奶娘婆子 不用我大手 苏清欢心里却不是很赞同 孩子敏感聪明 母亲的淡漠 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其实真的不是每个女人 都喜欢孩子的 所以老天安排了十月怀胎 就是用这十个月的时间 缔结母子之间的精神契约 让他们能够彼此喜欢和依赖 多少原本对孩子无感的女人 生了自己的孩子后 母爱爆棚 但是魏夫人这般淡漠的女人 没有任何准备 只是为了全夫君的心愿 去领回来两个孩子 苏清欢并不觉得 他会有多少母爱 简而言之 他赞同领养制度 但是怀疑魏夫人并不合适 吃完饭 苏清欢又给魏夫人抓药熬药 魏夫人看见黑乎乎的汤药就白手 说什么也不肯喝 苏清欢苦劝无果 暴躁地想砸碗 聪明而美丽的女人 作起来也是真难哄 就连宋婷几乎哀求地让她吃 她都坚决不肯 我这身子已然这样 活几天都不一定 那就让我活着的时候畅快些 我不想做药官子 宋婷的眼圈都红了 苏清欢到底没忍住摔了碗 黑色的药汁溅得到处都是 她眼睛瞪得溜圆 胸前起伏 冷笑了 夫人若要寻死 谁能救得回来 清欢 不得无力 我就是看不惯一点小毛病 就寻死觅活的人 我是大夫 我没说放弃 我刚还绞尽脑汁地想 是否能够有个办法 让夫人调养好身体怀孕 弥补威的缺憾 可夫人呢 转头就自暴自弃 作践自己 我看不上您这样的 您太自私了 就算这世间对您凉薄 那宋将军呢 他爱上您 所以就活该为您承受 诋毁几十年后 再形单影之孤独终老 够了 何明 带你娘子出去 苏清欢 挣脱露气的怀抱 我还没说完呢 洒脱很好 我也佩服夫人 可是人活着 不能太自私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艰难的活着 最难的时候 身后空无一人 夫人都能选择活下来 现在明明有爱您 至深至情的人 您却不愿意为他 努力一点点 露气拖着他出去了 魏夫人看着眼圈红了的宋婷 悠悠道 对不起 让你操心了 秦桓说得对 真是你把我惯坏了 这个孩子 眼睛太亮 心思太痛 所以 你是真的求死 想要扔下我 是不是 枪军 魏夫人笑笑 像从前一样 向他伸出双手 清清 这次我不能原谅你 若是从前 宋婷会上前抱住他 像要把他揉到怀里 那般用力抱紧他 可是今天 宋婷只是站在原地 看着他一字一顿地对他说 如果不是他来看露气 如果不是苏清欢 七巧玲珑心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的枕边人竟然存了死至 魏夫人收回首 将军 您还年轻 被我绑了二十年 够了 您以为我就是这天下美好的 独一无二的女人 那是您没有和其他女人接触过 她们善良体贴 温顺乖巧 所以 我就要舍你而喜欢她们 所以 你就替我决定了 静静 二十年了 你竟然如此不了解我 宋婷转身摔门而去 魏夫人仰面笑 笑得泪水出来了都浑然不觉 拖累了她二十年 让她背井离乡 只能镇守在苦寒之地 可是她说不后悔 人生还能有几个二十年 她想她值得更好的对待 可是苏清欢说 她在想方设法让她怀孕 这是真的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集 陆契在院子里迅速清欢 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怎么能对长辈如此说话 还有魏夫人多年无孕 宋将军为了要个孩子 都去建四烧香 多少年无国 你就算觉得仍有希望 也不该说出来 空欢喜一场 怎么办呢 苏清欢擦一把眼泪 不服气道 我就是喜欢夫人 喜欢他们这样致死不渝 可是夫人竟然生了那种想法 我就恨不得把她打醒 好心办坏事 说的就是你 苏清欢撅嘴 心里闷闷的难受 她忽然发现 陆契对人冷冰冰的 但是对于亲近之人 比如自己 比如贺长凯 再比如宋婷夫妇 都是设想周到 心思细腻 宋婷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 满脸疲惫 别骂她 听说你叫清欢 我就厚脸皮 以长辈子举 也叫你一声清欢 苏清欢上前来 取袭行礼 宋将军 刚才是我师太了 不怪你 若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 罢了 不提这个 夫人的身体 到底怎么样 夫人有些代下之症 公寒气虚 还有 食甲之症 其余都不是男士 主要这食甲之症 着实棘手 中医所说食甲 在现代就是 子宫内膜异胃症 怀孕会改变激素水平 从而改善这种病症 但是很多时候 患上这种病症的女人 根本无法受孕 所以这是一个悖论 在现代 重症患者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然后怀孕 基本就可以治好 苏清欢在想 手术的可行性 如何棘手 我听说你师父 是前太医院院症 薛怀仁 他会不会 更有把握一些 说完话 宋婷才觉得 有些失礼 苏清欢倒是很理解 从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 经常有患者 和家属就找他 因为他是外科一把刀 生病的时候 都想着不遗余力 找最好的大夫 古今皆然 代下病 我师父没有我擅长 更别说动手术这事了 宋婷想想也是 代下病一般都对男大夫 羞于其耻 女大夫反而更有经验 那到底有多少把握 我不求他能生儿育女 只求他能身体健康 孩子的事 我已经认命 不再多想 魏夫人靠在门口站着 脸色有些苍白 可是我想知道 清欢 你说实话 直接了当地说 我想知道 我究竟是什么情况 披风哪儿去了 这样就敢出来 苏清欢看看高悬的大太阳 弱弱道 夫人这般就很好 经常出来走动走动 晒晒太阳散散步 对身体大有弊异 魏夫人对他笑笑 苏清欢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该生气 转过头去 傲娇道 我不想和你说话 不得无力 还是个孩子 赤子之心 难能可贵 过来 我向你道歉 魏夫人冲苏清欢招招手 苏清欢这才走过去 夫人真的想通了 魏夫人退下 腕上的紫色水晶珠串 带到他手上 想通了 这珠串 是将军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虽然不值钱 但是我总觉得 保佑我们这么多年 风雨同舟地走来 苏清欢哪里能收 这么贵重的礼物 忙笑着推辞 我这人最俗气 好东西给我也遭见了 您要是有用不完的金子银子什么的 随便赏我点就行 他这一插科打混 气氛顿时就轻松起来 魏夫人却坚持把手串送给他 希望你与贺明 也幸福长久 话既然说到这里 苏清欢也不再矫情 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腕 得意地看露气 好看吗 魏夫人又问 我真的能生孩子吗 苏清欢严肃而认真 能 但是夫人年纪不小 身体孱弱 我觉得最多只能生两个 一个就行 儿子能子成父业 女儿能陪伴在将军身边 别听他的 我就问你 即使能生孩子 对夫人的身体有爱吗 当下生孩子对夫人有意无害 但是现在问题是 夫人很难有孕 所以我要考虑 如何替夫人失智 商量了一会儿 宋婷决定暂时留下 将军 你先回辽东 私自来这里已经是抗制 不能再长时间逗留 我自己留下 宋婷不肯 露气当然明白她的心意 便帮忙道 辽东大街之后 高丽人没有几年是不敢再动的 正说话间 外面突然传来 悄悄打打的声音 热闹喧天 苏清欢拉着夫人的手道 是不是有人成亲呢 走 我带夫人去看看 乡下成亲可热闹了 好 两人姿态亲密无见 姐妹似的 那手串 她说过 要留给将来的女儿 清欢性格真讨人喜欢 我从来没见过夫人 能如此亲近谁 何明啊 你和清欢相识于微末之时 她对你不离不弃 你更要珍惜 陆气郑重点头 世子跑进来 气喘吁吁的 爹 是来咱家的 我娘和魏夫人都被围住了 您快出去看看 陆气一听 连招呼都没有来得及 跟宋廷塔 见一般地冲出去 娘子被人围了 这些人我腻了 宋廷也跟着出去 她娘子也在了 然而出去后 他们发现 场景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外面敲锣打鼓 欢天喜地 苏清欢连带着魏夫人 被众人簇拥在中间 笑得脸都快僵硬了 来人 露气有印象 她看着那硕大的牌匾 上书宋子观音 几乎就要把苏清欢压倒 哭笑不得地对宋廷解释 隔壁村的有个妇人 成婚多年无子 去年来求医 现在看情形 应该是生了 隔壁张家村 整个村子几乎都是姓张的 这户求医的人家 丈夫本来就是独苗 年近四十得子 欢喜地把全宗族的人都快请来感谢 清欢 果真擅长复刻 虽然心中不断告诫自己不要想 但她还是控制不住地去想 自己和魏夫人的孩子 她刚开始做大夫的时候 村里的妇人来找她的多 而且多为囚子 而医治最多的疑难杂症 就是妇格 她自己常说 都快成了宋子娘娘了 您放心 她说话向来有分寸 既然她说了夫人能生语 那就应该没太大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生荣誉出品 终于送走了这户 对自己千恩万谢的人家 苏清欢擦擦额头上的汗 看着同样满头大汗的魏夫人 研究道 夫人 让您也跟着受累了 我跟着你沾光 被人感谢了好多次 张家送来很多吃食 苏清欢让锦奴拿去 给相熟的邻居分了 只是那块巨大的牌匾 让她犯了难 人家一片心意 总不能劈了当柴烧 可是尾时也太占地方了 最后 白苏轻松拎起来 放到了床下面吃灰去了 成颖本想去帮忙 但懊恼地发现 根本帮不上忙 苏清欢把自己和魏夫人 关在内室里窃窃私语 不让两个男人听 夫人 对您的病情 有两种治疗方案 第一 药物调理 可能需要一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且效果未知 我需要不断地调整用药 也就是说 您不能离开我这里 第二 我可能需要在您的肚子上 开个口子 把您腹腔内多长出来的东西 取出来 休养个十天半个月 就应该能好了 苏清欢还在艰难地组织语言 想着如何能不让魏夫人害怕 没想到他直接了当地道 那我选第二种 竟然比熟知手术的现代人 决断还快 苏清欢仔细地跟他讲了 利弊 以及存在的风险 而后恳切道 我觉得和宋将军讲 他可能会反对 但是这是您自己的事情 您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跟您说 嗯 我信您 即使出现最坏的结果 我也不会怨恨 今天我才敢承认 才敢对人说 我是真的很想要孩子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让您当上母亲 这一天 也许来得有点晚 但是请您相信 一定会来 不知道魏夫人如何劝解的宋婷 反正他当天就答应了 不过还是把苏清欢叫去 问了许多细节 晚上睡觉时 陆气对苏清欢道 放平心态 不必因为是魏夫人就紧张 我相信你 嗯 本身不是多难的手术 只是天气炎热 容易感染 术后护理要精心 我打算推掉所有的事情 好好伺候他几天 宋婷对陆气有恩 他又格外怜惜 佩服魏夫人 所以医生护士 都自己做了 陆气本来想和他说点别的 然而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罢了 等魏夫人好些了再说 苏清欢开始术前的准备 同时调节饮食 配合适当的药物 想要在手术前 将魏夫人的状态 调养得最好 魏夫人很配合 还笑着跟苏清欢说道 你的药 都比别人的好喝些 手术那日 宋婷坚持要陪着魏夫人 苏清欢很为难 我见过鲜血 不会害怕 苏清欢的内心是崩溃的 怕的人是我啊 你看我在你心爱的娘子身上动刀 会不会忍不住一脚把我踹飞啊 清欢 你拉个帘子隔开 让他能看到我的脸 握住我的手就行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只是过程在宋婷看来 实在太过漫长 他没有敢看刀口 只在实在忍耐不下去的时候 起身看了看低头手术的苏清欢 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涌出来 白苏不断地替他擦拭着 他神情严肃 不负之前的笑意隐隐 两个多时辰后 终于把所有的东西剥离 缝合了伤口 苏清欢把器具扔到盆里 尝出了一口气 宋婷下意识低头看了看魏夫人 发现他睡得香甜 气息平稳 不由松了口气 只是在看到苏清欢扔的器具 纱布上全部都是血实 不由心慌 很顺利 没有出多少血 让他好好休息 别碰触他 别给他喂任何东西 即使疼也不能动 苏清欢嘱咐了一系列事宜 之后照顾魏夫人的活 他亲力亲为 不肯假手于人 宋婷很想插手 但是又不敢动 只能一次次真诚 不 近乎虔诚地表达对苏清欢的感激 这本来就是医者本分 倘若说我多做了一些 那也是感激将军对我相公的扶持 清欢 难得我们如此投缘 不如你做我的干女儿吧 等贺明回京 你们成亲 你身份也高些 他这么说 完全出于善意 苏清欢婉拒 夫人 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 何必多一层束缚呢 而且宋将军和我相公 走得太近 怕是别有用心之人 就会恶意重伤 魏夫人何等通透 笑道 我就顾着喜欢你 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 虎威大将军 票骑大将军 成为一家人 那有人就觉得屁股下的椅子坐不安稳 苏清欢笑着给他按摩身体 夫人恢复得很好 休养一两个月以后 很快就会传出好消息了 魏夫人也不扭念 笑道 真能有那一日 我给你送做纯金打造的宋子观音来 说笑了一会儿 他又道 回头贺明走了 你打算跟他去呢 还是留在京城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六十一集 苏清欢愣住了 陆契要走 魏夫人看他神情奇怪道 难道你不想跟他走 还留在这里 我还没有想清楚 陆契要走了 陆契要走了 他满脑子都回荡着这句话 从魏夫人房里出来 白苏说陆契和宋婷带着世子出去了 苏清欢坐在房间里 呆呆地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心乱如麻 这些天 他一直心事重重 欲言又止 他只当陆契是为魏夫人的手术担心 还跟他说肯定没问题 原来 他是想走 可是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难道我就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 不是 他不想带我去 亦或是 他另有别的想法 他为什么要走 是朝廷要起负他 还是他要去运作 谋求起负机会 他会不会与人联姻 苏清欢越想越多 头疼得要爆炸 我一会儿世子欢快地跑进来 手里拎着一只野兔 激动地说 娘 娘 你快看 是活的野兔 野兔跑得快 露气用剑倒是可以 只是每次都射伤或者射死 活得很少能抓到 苏清欢强打起精神 你们端了兔子窝了 不是 是阿娇抓到的 我爹和宋将军一起射兔子 一人射中左眼 一人射中右眼 狮子呼吱呼吱跑进来 熟练地依偎在苏清欢怀里 拎着兔子的耳朵 把他放到桌上 拨弄给苏清欢看 露气静了手进来 就发现苏清欢的状态 有些不对 呵斥世子 多大的人了 还让你娘抱着 自己坐 世子撅着嘴 从苏清欢身上 挪到椅子上 露气上前摸摸苏清欢的额头 是不是生病了 好热啊 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中了暑气 苏清欢侧脸躲过她的触摸 露气这才明白过来 她是在闹脾气 这真是极少呢 她挨着苏清欢坐下 锦罗 你先出去 世子这时也已经发现苏清欢不高兴了 拉着她的袖子不安道 娘 是不是我惹你生气了 苏清欢看着她水汪汪的大眼睛 伸手摸摸她的头 跟你没关系 那就是她了 露气看看苏清欢 锦罗 你去找白苏 让她给你的野兔子做个笼子 野兔养不活 我就是想给娘看看 狮子一边嘟囔着 一边站起身来往外走 说吧 为什么生气 我哪里敢跟你生气啊 露气受不了她这阴阳怪气的腔调 捏着她下巴身体力行地教她 好好说话 要不我就教教你 苏清欢用力甩开她的手 果然是要回京起父的人了 说起话来都不一样了 原来是为了这事 我并没有想瞒着你啊 可是你也没告诉我 苏清欢咄咄咄逼人 她并不是想绑住她 可是更不想被当成傻子 从别人口中才能知道她的打算 这才是她真正生气的 是我的错 现在的露气 已经不是从前一根筋的擒放了 她积攒了和女人相处的智慧 苏清欢生气的时候 不要和她讲道理 认错就是 苏清欢扭过身子不理她 事情是这样的 西夏那边荒泉更替 心亡篡位 怕是今年秋冬会有一变 宋将军打算联合宋将军 再和九哥的人一起举见我 到时候 以戴罪立功的名义 皇上 多半会欺负我 我这些日子 一直犹豫如何安顿你 跟我回京 怕你成为别人眼中钉 我不在你身边护不住你 不跟我回京 我又少见你许多日子 舍不得 我不走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谁说我是一个人了 许奴不是还陪着我 我只等你一年 两年也行 最多三年 三年你再不回来 我就嫁给镇上的张图护 他还等着我呢 陆七终于忍无可忍 狠狠在他头上凿了个暴力 再敢胡说 信不信 窝里遇上他 苏清欢的泪水速速而下 捂着脸不想让陆七看到 陆七的心瞬间酸软 他把他抱在怀里 虽然心中不忍 却还是不得不说 悠悠 你听我说 我要走了 锦奴也要走了 锦奴要回云南了 不 他要尽静为止 怎么会这样 从前他也没有尽静啊 谁陪他 这男王妃 还是其他人 他已经七岁了 皇上会替他开服 也会派人教导的 你把他教得很好 他可以应对的 他才七岁 他还是个孩子 这是他的使命 每一任 镇男王狮子 都要成熟 可是当年 你九哥身边有亲娘 他呢 他娘亲 早就死了 苏清欢说着 泪水就控制不住了 陆契离开 他舍不得 却知道 他是为了虔诚 他可以安慰自己 说这是好事 可是世子离开 等待他的 却是孤独和黑暗 质子能有什么日子好过 皇上一个不高兴 他命都保不住 世子冲了进来 哭到苏清欢怀里 一边流泪 一边替他湿泪 娘 你别哭 我不怕 我有娘 我想您的时候 就给您写信 您也可以给我回去 每天都写 激怒 娘 您别哭 别哭 我不难受 我早就知道 我必须要回去 和您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我很满足了 我不会忘了您的 您也别忘了我 等过两年 爹娶你进京 咱们就能重新相见了 不行 我跟你去 我陪你进京 不行 你不能进京 进京后 苏清欢的身份 若是被揭露出来 知道自己生母乃是花魁 情何以堪 他又不在身边 如何开解她 保护她 陆契在京中 没什么朋友 却四面树敌 若是知道 她是自己的女人 会有多少案件 向她袭来 陆契不敢想象 您正在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时间太仓促 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这一切 不想让她进京 世子眼中希望升起又落下 带着哀求看着陆契 爹 真的不行吗 为什么不行 难道你京城中藏了女人心虚 放心 我不去你府里 锦奴既然开了府 我去给她做嬷嬷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们两个不许任性 要不 我一起发 苏清欢抱着世子 横眉冷对 你瞒着我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横什么 这事没得商量 腿长在我自己身上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娘 你少说几句 我来跟爹说 正好魏夫人在隔壁喊苏清欢 他恨恨地看了陆契一眼 放下锦奴出去了 原来贺明没有跟你商量 倒是我多嘴了 让你们生了嫌隙 夫人 别这么说 他走的事情 难道瞒得住吗 我早晚都得知道 京城你确实不适合去 你心思单纯 心地善良 去了怕是被人吞得骨头都不剩 要不 你随我去辽东吧 辽东民风淳朴 物产丰富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苦寒 咱们可以骑马打猎 带着阿娇一起出去玩 夫人说得令我心痴神亡 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 只是 我舍不得锦奴 而且 我也想第一时间得到她的消息 除了京城 哪里又能最快地得到战况 她甚至想跟着她去战场 但是又不想成为她的累赘 苏清欢低下头 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 魏夫人拍拍她的肩膀 看见竹台上的残竹 感叹道 四君如明竹 艰辛且嫌累 我懂 夫人 我没有您坚强 我舍不得她上战场 甘心她会受伤 我没有见识 又不够大气 不声明大意 我 因为你爱她 对天下人而言 她是力挽狂澜 战无不胜的战神 可是对你而言 她是你男人 是你的全部 因为经历过 所以懂得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苏清欢趴在康边 难过得不能自已 爹 您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不允许我娘进京 世子一脸与年纪不相符地沉静 你知道你娘是谁的女儿吗 她是 世子很震惊 显然没想到 苏清欢的身世会如此复杂 我懂了 可是 既然早晚要面对 不如就让娘早点进京吧 您告诉她 我觉得娘能接受 然后 在我和她生父之间 简单抉择 鲁器没什么信心 她会选择自己 毕竟自己比起她的生父 可能也就多了一年的时间而已 但是她身上 却流着她生父的血 这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我倒不觉得娘会如此 可是我输不起 哪怕只有万一 只包不住火 万一点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爹 你在自欺欺人 逃避问题 爹 您让娘随我入京吧 她在府里后院 没人会注意到她的 而且 我在那里 我能照顾她 您别忘了 这里是程家的老家 程家人想要对付她 并不是白苏白纸 两个舞弊就可以应付的 而且 程轩回乡怎么办 你让我再想想 鲁器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过 如此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的时刻 可是苏清欢是她心尖尖 怎么权衡 她都觉得不能给她 最好的安排 晚上睡觉的时候 宋婷对魏夫人道 我每次离家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和清欢一样难过 我以为我知道 但是今天看她 我才猛地明白 我早体察到的你的痛苦 可能不足十分之一二 姐姐 跟着我 你吃苦了 我已经习惯 可是清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后这样的离别 还有太多 每一次都是追星 汽血之痛 而苏清欢还在和陆契冷战 背对着不理她 你再不说话 我挠你养鱼肉了 苏清欢一巴掌拍在她乱动的手上 滚 我现在烦你 烦了是不是 对你好 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日夜犹豫 就怕你去了京城 不反应对 是 我无法应对 我这种乡下的土包子 从来没见过大场面 给战神丢脸了 可怎么担当得起 好好说话 别阴阳怪气的 当真打你 谁好好说话 跟谁说去 是了 你回京 又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谁不巴结 宋将军这次来 唐使没有我 也是要提婚事的 别说得大义凛然 为我着想 我看你根本是想回京 找个好岳家 苏清欢 别以为我舍不得收拾你 陆气这下是真怒了 用了几分力气 撕扯他的衣裳 咬牙切齿 苏清欢怒极反笑 一把把地掀下去 陆气没有防备 当真滚到一边 苏清欢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金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六十二集 苏清欢冷笑连连 坐起身来 动手解小偶上的盘扣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扑扑往下落 你一直不要我 什么十里红庄 八台大叫 是假 我将来缠上你 才是真吧 你不用死者 我今日自己拖 你要就要 不要就滚 斗颤抖着 半晌也解不开一个盘扣 悠悠 别这样 别这样 陆七知道他是气急了 害怕他舒适 扑过来按住他的手 紧紧把他搂在怀里 他的心被苏清欢揉得生疼 他何尝不知 苏清欢这些气话背后 有多少不舍和担忧 苏清欢被他拘在怀里 大口喘着粗气 说不出坏了也哭不出来 陆七被吓坏了 拍着他的后背 陆七 你哭 你哭出来 陆七 你混蛋 你是个混蛋 陆七见他哭了出来 终于放下心 我是混蛋 我是混蛋 可是 你就遇到这么个混蛋 不是命吧 苏清欢大哭一场 心里终于舒服了一些 揉着发疼的眼眶和脸颊 他有些鄙视自己 跟我说说西夏的情形 怎么就要打仗了 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分离本身让人难过 这难过终究有限 最难受的是 想到刀剑无眼 生离死别 所以他想知道他的对手 到底是什么人 西夏的新军 士军篡位 说起来 我从前就听说过他 他在西夏名声很大 原因从前 我们都觉得可笑 现在就觉得 这人老谋深算 苏清欢听着听着 就瞪大了眼睛 还有这种操作 这位新军姓李明炳 是皇帝的树帝 平时流连烟花之地 吃喝嫖赌 无一不通 他家中养了一百多个小妾 醉喜聚众淫乱 幕僚侍卫都可以随意出入后院 和他的小妾私通 不 简直就是 明目张胆的滚床单 这些小妾 给他生了六十多个儿子 四十多个女儿 他都笑呵呵认想 哪怕头顶绿油油 也得意洋洋 到处宣扬自己子嗣多 沦为众人笑名 没想到 二十年后 树子们长大 被他塞到各处 竟然成了气候 助他成事 可是 这些树子彼此之间 不会明装暗斗吗 他们不想谋家产吗 怎么会如此和谐 这就是李炳的厉害之处 每个树子 他都一识同仁 那些树子懂事后 本来就因为绅士而心虚 害怕他不认自己 结果 他一概认识 而且悉心教养 树子恪守本分 对嫡子 就是最好的助理 大护亲兄弟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李炳做了皇帝 这些树子都封了王 皆大欢喜 这样老奸俱华的人 我真怕 兵来将党 水来土颜 他也就使权谋上厉害些 若论军事才能 未必逼得上前任 山弄权者 不一定善无力 不能轻敌 你也不要太勇猛 想想我 我脾气这么坏 性子又倔强 要是跟了别人 是不是一天要挨八遍的 说不定 被人绑去做小妾 罚我贵 还要罚我卖的 傻瓜 我一定会回来 只是 你留在这里还是进京 我要考虑一下 我知道你舍不得紧奴 可是 也不过是两三年的时间 他挺得住 如果你进京出世了 那你我这辈子都毁了 他也会活在内疚中 锦奴还是太小了 他若是十七岁 我就放心 让你跟他去了 锦奴若是十七岁 我就嫁给他 不嫁给你了 再干胡言乱语试试 大正的事情你不懂 很凶险 但是 没有你想象的那般凶险 我是大将军 坐镇长中 不会轻易出战的 所以 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 你说的回京长青 更是无极之谈 我在京中 恶名远播 谁肯把女儿嫁给我 宋将军要提亲 他连女儿都没有 可是你英雄就美 宋十四姑娘 可是对你念念不忘 别胡说 我都没看见她的长相 再说 她是要嫁到属地的 魏夫人说 到了属地 发现南方病得 只剩下一口气了 宋家的人一气之下 又把她抬回京城 婚事作罢了 她现在 心心念念想的 都是你这个盖世英雄 宋家此举未免太不厚道了 既结了两性之好 怎能临阵脱逃 真正给宋将军丢脸 那是她亲妹妹 谁家女孩不是娇生惯养 怎么舍得让她一辈子守寡 那也不对 苏清欢懒得和她讨论这个问题 看出她对宋十四姑娘 没有任何关注 她心里舒服多了 我一直没问你 你家里的事情 我毕竟从前是奴级 你家人能同意 我们的婚事吗 她有些担心 虽然露气这样霸道的性子 自己看上了 就不会允许别人智慧 但是总归 她想得到她家人的认可 家和万事兴 谁希望天天跟只斗鸡似的活着 我没有家人 九哥已经见过你 姨母都听她的 也不会反对 但我从西夏回来 用军功请皇上赐婚 皇上最怕我与高门联姻 听说你的身份 恐怕做梦都会消息 皇上巴不得她鸣声扫地 只能做她手中的剑 而且这个傻女子 现在还不知道 她身份的问题 远远不是因为 入了奴级那么简单 车到山前必有路 露气如此自我安慰 苏清欢搂着她的脖子 咱们都是没有父母缘的人 你有我 我有你 以后还有我们的孩子 热热闹闹一大家子 赫明 你为我想想 我想进京第一时间 得到你的消息 我也想提前去适应一下 我不傻 也比你想象得更坚强 我会学会做好你的妻子 无论你是战神 还是阎奴 锦奴身边也不平静 她母妃 甚至侧妃她们 都会在她身边安排人 再说以下人身份跟着她 委屈你了 悠悠 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放 我和锦奴 都不是立刻走 苏清欢也不能逼她太紧 便答应下来 从魏夫人口中 其实她知道了不少她的事情 比如她母亲早逝 父亲将她逐出家门 为家族所不容 这无损于她对她的爱 只能让她更心疼她 两人相忧而眠 都格外珍惜现在的时光 只是他们都没想到 几天后发生的事情 让陆契定了主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魏夫人一天比一天的状态好 不仅脸色红润 吃饭胃口也好了许多 宋婷十分高兴 但是确定了她痊愈后 他们就计划离开了 陆契一大早就嘱咐苏清欢 今日买酒买肉 替宋将军见行 记得要买烧刀子 你酿的酒不够力 嗯 我还要准备些肉干和干粮 真舍不得魏夫人 魏夫人指点了苏清欢很多 从内宅到朝堂 让她获益匪浅 苏清欢置办了一大桌子 也没有男女分析 只单独给白苏成颖他们 在厨房设了一桌 宋婷举起杯子 这杯酒 我和内子敬清欢 大恩不言谢 将军言重了 从前我视您为相公救命恩人 现在 我视您和夫人为长辈 您千万别再说这种话 清欢承受不起 酒过三旬 宋婷喝得有些过了 拍着陆契的肩膀 你娶了个好娘子啊 这将我来 是为了来看你 顺便给十四妹提亲 幸亏我没提啊 陆契看看苏清欢 后者白了他一眼 陆契心想 他真比豆鹅还冤 魏夫人含笑看着小夫妻的互动 我向来不拘小杰 性子又顽利 十四姑娘 值得更好归宿 我已经回信给他了 让他死心 我跟他说呀 便是他肯作气 你怕是也不会答应 但是我想 如果我将来有了女儿 她喜欢上谁 我都得替他抢来 这就开始做梦了 将军龙惊虎猛 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苏清欢在他耳边 用两人能听到的声音笑道 这俩人 晚上也很能折腾的 魏夫人脸红 掐了他一把 贺民还是整治你轻乱 确实不敢打气 家有何东施 将来府里 都不打算用丫鬟 省得天天打翻粗瓶子 夫人 白苏掀开帘子进来 抿着嘴神情不悦 承尹又惹你了 是承家来人了 苏清欢的笑容勉强了些 还没说话 就听陆气问 来做什么 丫鬟婆子小丝来了几十个 快把院子围住了 白纸抄了根琴妹棍 在外面挡着 谁往里冲就扫倒谁 所以这才没人冲进来 奴婢听了几句 好像是王夫人的娘家人 从京城回来了 听她胡言乱语 是夫人害了她的孩子 所以便来闹事 成家现在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 要被他们王家牵着鼻子走了吗 成家本来就是贪慕王家的福祉 从前是 现在还是 一如既往的卑劣 谈不上落魄 苏清欢懊恼 陆气不许他去掺和 他非要去 现在 被人扣了屎盆子 他记忆中 那个让自己 衣食无忧长大的成家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他站起身来 将军和夫人稍坐 相公 你也别出来 保不起从京城来的人 就有人见过你 陆气回京 只差临门一脚 此刻泄露行踪 被有心人利用 平添烦恼 尾时不必 陆气没有说话 苏清欢看着魏夫人 夫人 您帮我劝着他 我先出去看看 世子拉着苏清欢的袖子 从椅子上跳下来 娘 我跟你去 您能够和他们说清楚 当然好 如果他们想以示欺人 做主 我不怕泄露身份 进京之后 我更有理由带着您 陆气竟然点了点头 他现在意识到 只要有成家这颗炸弹在 苏清欢的日子 就不会太平 而对仗势欺人者 最好的反击 便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苏清欢牵着世子的手出去 成颖站在照壁后 没有露面 白纸正把齐眉棍 横在门前 横眉冷对 气势凉然 苏清欢眯起眼睛 看着面前的众人 素问喜宴是最熟悉的 还有几个粗屎婆子 李欢带着十几个护院 簇拥着一个二十岁上下 由头粉面的男人 那男人穿着月白色 绣竹子暗纹的袍子 腰间系着五六个荷包 手里晃着扇子 眼底发黑 一看就是纵欲过度的样子 环库子弟 这是苏清欢的第一判断 那男人本来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 在看到苏清欢出来的瞬间 眼睛都看直了 把扇子收到胸前 拍着手掌 好一个水灵灵的小娘子 怪不得能把我妹夫的魂子勾走 嘿 这小子 穷乡僻长出来的 艳福倒好 喜宴素万和李欢 脸色都难看起来 承轩就是承家的流量明星 温文尔雅 待人和气 才华横溢 从上到下哪个不喜欢 可是在王家人口中 他就是一个穷乡僻长出来 贪慕女色的顽固一般 这几人如何能不生气 哪里来的鸭子 锅子 素万盲道 清欢 这是亲家王九爷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三集 苏清欢冷冷地没有作声 王凯打开扇子 轻轻晃着 眼神上下调戏着苏清欢 在这乡下吃骨受累 有什么好啊 跟九爷回京 吃香的喝辣的 九爷 七姑奶奶的事情 听身后人提醒 王凯这才想起 自己是来替王夫人讨公道的 扇子一拍 你害了我七妹妹腹中孩 该当何岁 我要把你带回王家审问 路上如何处置他 还不是他自己一句话的事 世子看他如此轻薄 怒骂道 你也配称一声九爷 混账东西 小小的人儿气势十足 王凯被美人骂是情趣 被别人骂就不行了 他恼羞成怒 指着世子 还不把那个小孩抓过来 给我扇他的脸 你敢 你妹妹的孩子如何掉的 承家的人心知肚明 当初是他们百般恳求 一再保证不会找我麻烦 我才愿意去救他 如果我没有出手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妹妹吗 是非不分恩将仇报 这就是你王家人的嘴脸 当然 号称百年诗书传家的承家 出尔反尔 同样恩将仇报 这般说来 承家和王家这门亲事 倒真的是门当户对呢 当初来请他的李欢 脸都快埋到胸前了 而肃问红了脸 渲然欲气 秦桓 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老祖宗也是护着你的 只是想让你在亲家面前 把事情说清楚 并没有恩将仇报的意思 原来 承家现在已经 没人能说清楚话了 怪不得要让王家的人 骑在脖子上 我从来都不知道 王夫人肚里的孩子 竟然还要跟王家交代 难不成 这孩子是王夫人 从娘家带来的 素问语色 当初老祖宗是如何保证的 他也一直在 现在觉得脸被打得生疼 他明白承家有求于王家 但是要被如此羞辱 他觉得难堪 我本来已经去了京城 在大人身边 大人听说这件事情后 让我回来告诉你 你太过分了 争宠不该祸及无辜的孩子 白苏白芷 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这就是瞎了眼 看错男人的下场 虽然我及时拔出来 但是现在仍觉得恶心 就像吃过一只苍蝇 吐出来还是觉得恶心 喜燕脸红脖子粗 指着苏清欢怒气冲冲的 你不要狡辩 大人让你去京城 与他解释清楚这件事 来人 把他拿下 说完 喜燕身后几个粗屎婆子 便要上前 好大的威风 他承轩以什么身份拿下我 我又以什么义务对他解释 若还想知道什么 就让他回来跪在我门口求我 说不定我心情好了 还能透露一二 这事不是那么定的 人是我要带走的 老祖宗只说让您来问清楚事情始末 并没有答应人让您带走 你个狗奴才 成家老祖宗还不敢这样跟我说话 谁给你的胆子 王凯不管不顾的闹僵起来 苏清欢还凶看着两人狗咬狗 素问见状即道 喜燕你怎么能跟九爷起争执 素问你别管 这件事情大人早有交代 说话间他带来的成家护院和王凯带来的人 开始相互推散 竟然有掐起来的架势 王凯被成家人捧惯了 李起袖子骂道 我看啊 根本就是你们成家对我妻妹妹不好 她才会流产 说不定啊 是成轩想宠妾灭妻 伙同外人一起害的妻妹妹 哼 我回去啊 要跟我祖父说 李欢年纪大 到底沉稳些 拉住喜燕 怒道 你少说几句 自己回去 老祖宗扒了你的皮 我只听大人的 大人说 要把他带到京城 他亲自问罪 你休想 要带 也是我带去京城 世子恼怒要说话 苏清欢拉住他 让他们呢 我倒要看看 都藏了什么心啊 双方互不相让 缠作一团 喜燕趁机跑过来 对苏清欢使了个眼色 姑娘 你跟我进京 别担心 有大人护着你 就是做个样子 大人 是为了你好 喜燕 你回去告诉他 他的好 我承受不起 他一次次想让我 忍辱负重 我却不愿意 跪着进长家 我已经嫁改了 能让我堂堂正正 依仗之人 我是陆苏氏 让他不必以为 我好的名义 做任何事情 你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不知道大人 为你做了多少 你不能一时赌气 我已经嫁为人妇 难不成要红杏出墙 就算我不要脸 程大人总要顾念前程吧 我不恨他了 恨他都觉得浪费精力 他娶妻也好 纳妾也罢 卧薪肠胆也好 意气风发也罢 都与我没关系 便是日后 有相见的机会 也请他给彼此 留点美好记忆 直到末路吧 喜燕还要说什么 世子伸手推了一把 他没有防备 一个猎妾 险些跌倒 都给本世子滚 一声清脆响亮 又霸道的铜音 让所有人都停了手 世子上前几步 拦住苏清欢 都给我离远点 否则我让我父王 跟你们算账 这凭空出来的世子 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平手呆呆地看着他 这是镇南王世子 因为身体原因 在我这里休养 王凯的眼神中 有所怀疑 李欢却想起 镇南王世子生病 全程悬赏 找寻名医之事 原来世子藏在了苏清欢这里 唐使 唐使苏清欢还在成家 镇南王就得祭成家的功劳 但是现在 李欢觉得惋惜 程大人娶了王夫人 仕途上确实得了助力 但是王家的人 嘴脸实在是难看 即使他是下人 也觉得成家这次 未必占了便宜 苏清欢就差在身份上了 但是再讨厌王家的人 也还是殷亲 不能眼睁睁 看着王家得罪世子 于是 李欢上前跟王凯 说了事情始末 王凯再蛮横顽固 也知道有些人是惹不得的 只是他看世子穿着打扮 比他家下人都不如 不由对他的身份 有几分怀疑 再说 到了嘴边的嫩肉 眼睁睁飞走了 总是舍不得的 喜宴却牢记自己 这次来的使命 只看着苏清欢 带着几分暗示 大人请你入京 不是要定你的罪名 你是无辜的就不怕 大人会安排好一切 苏清欢沉默不语 态度已经说明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该说的都说完了 他不想再浪费春色 世子又看着王凯道 王阁老六个儿子 你爹排行第几 我没记错的话 除了长子三子 其余都是数子 王凯这下是真的怕 他可以怀疑苏清欢 找个人来冒充 镇南王世子 但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 哪里有这样的气 又怎么会知道 他们家的情形 只有王公贵族之家 才会有这样的教养 王凯虽然纹酷 但是更加懂得欺软怕硬 他后退几步拱着手 原来小狮子在此 得罪了得罪了 误会 都是误会 还不赶紧过来 给世子请安 一群人乌泱泱地跪下来 给世子请安 喜鹊几个也都跟着跪下来 世子气势十足 起来吧 城府的事情始末 我都知道 确实与我干娘没有关系 你们两家自己回去解决 王凯踢到了铁板 巴不得赶紧往回退 文言立刻告辞 钻到轿子里 也不管王家的人 一溜烟走了 苏清欢有些哭笑不得 世子小声告诉他 他只是数子的数子 也就来这里耀武扬威 在京城中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不食食物活不到今天 他就算贪色 也不会为了睡个女人 把自己搭进去 毕竟留着性命 才有更多的女人 世子梅说的是 如果王凯知道 她是露气的女人 估计早就屁滚尿流了 秦放的名声 在京城中可不怎么好 敢下令屠城 敢当街鞭打御史的人 可没几个人 有胆子迎难而上 喜燕还不甘心 想跟苏清欢说什么 被李欢拉走了 突如其来冒出来一个世子 李欢知道 处理不当很容易背锅 最好的方式 是回去等老祖宗定夺 苏清欢看着一杆人马 雄啾啾气昂昂而来 丢盔弃甲而去 默默世子的头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你不过说了两句话而已 娘 您放心 以后我都会这样保护您 不让您被外人欺负 陆契从赵壁后面出来 领着苏清欢要回去吃饭 你出来干什么 这不是有锦奴在吗 走 吃饭去 别让一群苍蝇扰了咱们 两人携手进去不提 李欢回去后不敢隐瞒 一五一十地跟老祖宗 禀告了事情原委 也把喜燕偷偷与苏清欢 说话的事情说了 老祖宗数岁 距离太远 奴才也没听清楚 老祖宗把黄花丽拐杖 重重在地上砸了几下 造孽 真是造孽 当初我就说 好好稳住清欢 他爹娘不肯 非要跟王家联姻 如果不是那样 我的曾孙早就报上了 大年年老人家 不也嫌嫉妒清欢身份低吗 奇大非偶 再说他身上哪有点贵女的样子 天天捏酸吃醋 进门就发卖家里的丫鬟排除一击 两只燕珠子恨不得粘在自己男人身上 唉 造孽呀 造孽 这以后能当得了宗父吗 王夫人在老太君这里 大概是失宠了 她生不出嫡子 自己跋扈 最好祈祷王阁老 能一直在内阁中 且始终得到地宠 否则 老祖宗也知道自己与失 可是今天他实在太生气 也不想转还 我就知道清欢是个好孩子 不说别的 他在府里的时候 可有一个人说他处事不公道 待人不和气 帐上下下 哪个不服他 人好就像烛光 到哪里都会发亮 所以镇南王世子也爱重他 任他做干娘 这才是您最遗憾的事情吧 镇南王府这条大腿没抱上 可能还得罪了他们 素问 开我的私库 挑几样贵重的礼物 不 你先挑十几样来 我再自己挑 给柿子送去 给清欢也挑一件 咱们不能失礼 素问连忙答应 心里有些嫉妒 苏清欢的命 每次都这么好 他命中的贵人 为什么那么多呀 自己只遇到了一个 现在却还不知道 能不能得偿所愿 苏清欢对老祖宗的遗憾 懊恼一无所知 他正班为夫人收拾行囊 夫人 现在夏天 路上应该都不缺吃食 带的东西也不宜长时间放置 所以我就给您准备了两天的吃食 然后买了些新鲜的莲子菱角 您在路上做菱嘴 我就喜欢你这稳妥细心 再也没别人比得上 夫人的高贵端庄 我不知道修炼几辈子 才能学到皮毛 这是莲蓬 您尝尝 鲜甜 心有点苦 败活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犬小犬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四集 宋亭带着成尹出去了 说是有位固有住的地方不远 临行之前要去见一面 陆契美其名曰 在指导世子写大字 实际在事无巨细地盘问他 成家和王家来人的事情 爹 我觉得 你很危险 说 我原来以为 成轩瞎了眼 才不要我娘 现在才觉得 她是野心勃勃 既想要借着岳家的东风 又不想放弃我娘 幸亏我娘 意志坚定 换了别的女人 早就被打动了 我娘这么有眼光的人 看上的男人 肯定也非持中物的 这么年轻的榜眼 我朝又有几个 爹 你要提防成轩 早点把我娘取进门 她性格拒绝 不会吃回头草的 奈何 有人想吃她这棵回头草啊 所以 您让她跟我进京 我绝对结结实实护住她 不让成轩有机可衬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 我腾出手来 取 晦晦的 还有那个恶心的王凯 她看我娘的眼神 真是太讨厌了 您进京后 先去教训她 陆沁冷笑着 没有作声 她深爱苏清欢 也为她所爱 自然不会觉得 她从前爱上的 就是酒囊饭袋之辈 成轩年纪轻轻 就能中榜眼 选择最好的人选联姻 若是从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时候 她也会赞一句 食食物 甚至如果她在 承轩的年纪 站在她的立场 未必不会做同样选择 因为苏清欢对承轩的好 承轩已经习以为常 并且认为理所应当 自然少了珍惜 还好 陆沁心中遗憾又庆幸 她遇到苏清欢的时候太晚 但是已经足够成熟 足够有担当 把她当成心头至宝来珍惜 还有 嗯 我 爹 你先答应我 别跟我娘生气 我不保证不生气 那是可以保证不因此心生芥蒂 爹 你说得对 若是跟我娘生了嫌隙 那损失的一定是你 我就是觉得 我如果是我娘的话 听到下人那般说 就应该大声宣扬出来 表示承轩虽然纠缠她 但是她对她不屑一顾 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承家和王家闹起来 爹 我想的对不对 小家伙有些怀疑自己想错了 要不苏清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个问题 陆契不用问苏清欢就知道答案 她思索片刻 摸摸世子的头 你想的没错 的确是一时二鸟之计 但是 你娘也没错 她是齿约利用感情 即使对方已经背叛 她也不会反复提及自己被辜负 更不会大肆炫扬 高贵的感情大抵如此 苏清欢曾经与她说过 不管怎么说 曾经喜欢过 不问对错 再提起也不必咬牙切齿 那才是真的放下 陆契吃醋 但是更明白 她拿得起放得下 说得出 做得到 承轩永远地出局了 她若是再拿她说事 就是自己的愚蠢了 我要问你娘 我也只当不知道 将来你会明白 至亲之书夫妻 最亲近的人 你要信赖她 否则 日渐隔阂 会成为最生疏的人 世子朦朦朦朦朦的点点头 第二天凌晨 苏清欢早早起床 准备早餐 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 陆契的外场也不见了 竟是出门去了 她正狐疑间 大门被推开的声音响起 很快 陆契风尘仆仆地进来 苏清欢看着她握着剑 先闻到了血腥气 忍不住趴在炕边上下打量她 带刀看清她长山下面 沾染了血迹 她大惊 这是怎么了 哪里受伤了 你遇到仇家了 身后有人吗 需要的话 你赶紧躲起来 我来应付 陆契心里顿时又暖又软 朝她笑笑没有说话 你倒是快说呀 苏清欢已经赤脚跳下看来 又急又怒 陆契把剑扔到一旁 伸手抱起她来 把她放到炕边坐下 不是我的血 那是谁的 你还有没有危险 陆契一只手搂着她 另一只手把脏掉的外袍脱下 扔到地上 去淹了一只 眼睛乱瞟得住 什么 王阁老家 二孙种多 有的是人继承香火 捕着她一个 外面可真凉 苏清欢听明白了 捏着她肩膀把她推开 与她四目相对 我的陆大爷 您不会去动了王凯吧 此瞎了 她一只眼 顺手把她淹了 你有没有泄露踪迹 会不会被人发现 就凭她那些侍卫 也想防住我 笑话 你这么做太冲动了 陆琪拉下脸 别扭地扭过头去 她发誓 她如果敢提 程轩如何 程家如何 她就 发狠的话还没想好 就听苏清欢担忧道 你倒是没露出身份 但是锦奴站出来了呀 他们会不会以为 是锦奴让人做的 我没那么蠢 我先去程家护院那里 找了几件东西 不小心 落在王凯窗边了 真狡诈 你舍不得程家和王家对上 我却无所顾忌 敢觊于你的 别说王凯 就是他老子 他祖父 我一样敢把他们拉下吧 天王 我哪里舍不得 程家和王家对上啊 我只是不想借用程轩 啊 你别掐我 我只是不想借用 他的话来大肆宣扬 免得让他觉得 我心里还记挂着他 对旧事念念不忘 算是婉转解释了 为什么不当面揭穿 程轩私底下 勾搭他的原因 世子跟陆契说完后 抵不住心理压力 已经告诉了他 并且把陆契的解释都说了 可这位呢 明显说得豁达 心里还憋着一股劲 想要跟自己傲娇傲娇呢 哼 不觉得 我做这件事情 心很熟了 陆契面上一片淡然 但心里却紧张地崩了起来 甚至有些不敢深呼吸 等着他的回答 苏清欢拿起旁边的衣服 一边穿 一边不以为意道 王凯一看就不是好人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良家女子 你这叫以暴制暴 替天行道 王凯那色眯眯 在自己身上打量的目光 他现在想起来 还恶心地想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这种人渣 活着简直都是浪费粮食 至于成家 老祖宗出尔反尔 面对王家施加压力 明明曾经承诺过 却背信弃义 恩将仇报 把所有事情嫁祸到自己头上 其心可诛 慈祥关爱晚辈的老人 或许从一开始 就是他想象出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陆七听完这句话 神情复杂 惊喜 释然 感动 小狼狗的激动 就是扑倒 苏清欢 猛地被压倒在炕上 感觉到 他的手不安分地 开始解自己的衣裳 挣扎着低声骂道 这又是发的什么疯 我得起来准备饭菜了 啊 狗吗你 好疼 疼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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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七是不同的 他很高兴 他想要跟自己分享的是喜悦 这种喜悦绝不是因为拍了一只苍蝇 他双手抱住他的头 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往外推 还是想把他也融入自己的身体 何明 你轻点 跟我说说话好不好 咱们先说话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若是往日 陆七定然是不顾头尾地折腾完他 才会与他说话 但是今日 他竟然留恋得亲了亲 狠狠道一句 晚上再收拾你 就替他掩住了衣襟 苏清欢瞪了他一眼要起身 被他拉住肩膀 一起又躺回到炕上 不着急 白苏和白纸已经在厨房忙活了 那你还跟我闹 我现在真是一点脸都没了 陆七大笑 欢愉回荡在屋里 你莫不是顺手摸了王凯的宝贝吧 要不怎么这么高兴 陆七的笑声戛然而止 你少提他恶心我 什么叫摸了他的宝贝 你出门捡了银子 苏清欢确信 因为昨晚睡觉的时候他还很正常 半夜初去一趟 回来就这么愉悦 不对 莫不是顺便逛了个立春院什么的吧 胡说 那些脏东西 我看一眼都觉得龌龊 我现在就想把你睡了 来呀 我关公子天亭饱满 天生富贵 今日自荐枕席 唯愿公子他日发达 勿忘小女子 他眉眼如丝 小蛇在唇上舔了舔 露气磨牙 又捏了他一下 捏到他呲牙咧嘴才松手 宝贝说 要打人了 悠悠 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又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是我懦弱 我总怕你对我心生嫌弃 幼稚的 想把过去的不好 都掩盖着我 我也是 我会忍不住想 为什么不先认识你 为什么要跟程轩有过纠缠 我不害怕自己为千夫所指 因为我喜欢的坦坦荡荡 我也承担得起后果 可是 一想到将来 你们同朝为官 有人利用我和他的过去 攻击你 我就很难受 傻瓜 日后 我就是你的脸面 没人敢死 我想跟你说的是 当年 徒长之事 苏清欢看他神色苦涩 摇摇嘴唇 我信你当年定然是有缘故的 露气为人清冷 在对上王凯之流 手段也可谓独了 可是他不是个是非不分 暴虐自虽之人 他曾数次跟自己感慨 村里不少人家生活困苦 挨民生多奸 他只恨自己是武将 说若有起父之日 定要关心民生 也许亲人缘浅 但是他对百姓是真心爱护 他是想站在更高的位置 为他们谋福祉 露气的笑意从眼底溢出 这么想信我 信 信我自己的眼光 也是 毕竟瞎过 现在治好了 眼睛更凉了 苏清欢狠狠在他腰间拧了一把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毒啊 好了好了 动你玩的 你信我 我高兴啊 哪怕 千万人职责 我也能 很美冷对 只是如果 那话也来自于你 我怕 我会想与世界同归于解 露气讲述起 让他遭受了无数诟病的旧事 当年 我接到圣旨 皇生令我带兵北上 援助梁州守驾 克日行 可将军十月老家 祖孙三代 都守在梁州 我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图勒人攻占了梁州 可家上下九十八靠人 无论男女老幼 都被赤条条挂在城门 死不明目 可家所有女眷 包括几岁志童 都被图勒人 减大致死 图勒人占据梁州半月 梁州十岁以上女子 几乎没人 能够免于被侵害 牛油 图勒人 是我见过最残暴 也最不该存在的种族 所以 你带兵日夜奔波 指导图勒人的老巢 然后 下令 图城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 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五集 苏清欢心中的难受 就像潮水一般 一波一波往上翻涌 嚼得他五脏六腑都疼得挪胃一般 他心疼柯家满门中凉 却被残害至此 他心疼梁州无数无辜百姓 他心疼见过这一切 自己为此流了血泪 却还要背负所有责难的路气 是 图勒人 即使是志同 也超市中原所有的一切附属 觉得应该站为己有 纵使这一生 甚至死后 都要为此遗臭万年 我都不会后悔 对他们的 斩草出根 苏清欢抱住他 试图用自己软热的身体 误化他心中的尖兵 不 不会的 终有水落石出 真像大白的那人 该死的是图勒人 该遗臭万年的也是他们 卑劣的民族 即使他们中也有无辜之人 但是劣根性根植于他们的骨髓中 对他们仁慈 就是放纵他们对自己的族人举起屠刀 露气没有作声 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从不后悔 亦不感到委屈 大丈夫 行走于天地之间 只求无愧于心 何须解释 只是 他害怕从苏清欢眼中 看到质疑 他悲天悯人 心地善良 可是 他从不曾让他失望 这次也没有 苏清欢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是他深爱的男人 抚养无愧于天地 一腔热血 为国为民 却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鞭打玉石怎么了 那些只会嘴炮的男人 就该拉到前线 看他们屁滚尿流 流尽血泪又被千夫所指 露气当年也不过十八岁 苏清欢疼得无法呼吸 从小声啜泣到放声大哭 他心疼 真的太疼了 露气赶到脖子里 不断流下的泪水 拍着他的后背轻声哄着他 傻悠悠 我过去了 只要你不解怀 我早已不在意 怎么可能不在意 你也是人 你流血也疼 受了委屈也难受 这王八蛋的朝廷 王八蛋的皇帝 即使苏清欢是政治小白 也知道这种舆论 是皇上暗许 甚至乐见其成的 露气替他示泪 眼中也有星星点点的水光 跟你说这些 不是想惹哭你 是不想你从别人嘴里 得到所谓的真相 别哭了 再哭 我就忍不住 想把图乐人挖出来 憋尸了 干让他们下十八层地狱 不 魂飞魄散 还有那些说你坏话的人 好了好了 知道我的游游不一样 眼神清明 心更透彻 苏清欢想起 他可能攒了许久的勇气 才跟自己合盘拖出 就不由心酸 他更庆幸 自己没有一身脑抽 说出什么 让他失望的话 他趴在露气身上 捧着他的脸 和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相信你 除了你的解释 谁的话我都不信 如果 我说如果 你确实做错了什么事情 甚至无法挽回 也不要瞒着我 我和你一起面对 你是我的男人 不用别人审判 只有我才能定你的罪 我亲方何得何能 你这个傻子 露气说完 吻上他的唇 长驱直入 吃饭的时候 苏清欢眼睛还红红的 嘴唇也有些肿 世子不安地看着他 又看看露气 满心狐疑 难道爹娘吵架 还动手了 可是看他们的表情 动作不像啊 他甚至觉得 这两人之间 比以往还要甜蜜 魏夫人小声 打趣苏清欢 看起奴疑惑的样子 以后还是别闹腾得太过 不知道贺明竟然 这么不懂怜香惜玉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去看看 给您准备的点心 好没有 苏清欢面红耳赤 站起身来 仓皇而逃 宋婷和魏夫人离开了 不管他们 还是苏清欢和陆契 都是豁达之人 对于离别虽然不舍 但也不会过度伤感 但是有人明显恋恋不舍 白纸偷偷跟苏清欢道 成颖想让白苏姐姐 跟她走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白苏真的愿意 多好啊 成颖在宋将军身边 有样学样 对娘子肯定也会好的 而且她也有功名在身 人高马大 长得也不错 陆契冷眼扫过她 好像在说 你看得到仔细 白纸哑然 我们才来几日 怎么能离了您 而且白苏姐姐 也不愿意跟她走 白苏没看上她 那就没办法了 不过 时间也确实太短了 以后不管 白苏也好 你也好 只要你们看上了谁 都跟我说 我成全你们 白纸慌乱跪下 奴婢不想离开你 白苏姐姐也不想 快起来 我不是连你们走 你们如果愿意跟着我 成婚以后 不也可以跟着我吗 你们和我一样 都是靠本事吃饭的 难不成我成婚了 就忘了医术 你们成婚了 就功夫尽失 白纸瞪大眼睛 看着她 舞弊是不许成亲的 除非二十五岁以后 主子愿意发还生气 而且那也就意味着 被彻底放逐 苏清欢和气善良 对他们示弱姐妹 白苏白纸 都想长久待在她身边 所以都从未考虑过婚事 他们从小就很清楚 自己未来的路 所以白纸被苏清欢 这样颠覆性的说法 震惊到目瞪口呆 苏清欢见她呆愣模样 转头问露气 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人随便你处置 你高兴就好 白纸欢喜地跑出去 白苏说了 后者拉着她一起进来 给苏清欢磕了头 倒不是他们真的想离开 就单单为了苏清欢 为他们考虑的这份心 他们就已经感激涕零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苏清欢既然准备和世子一起进京 就要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一下 这座他和露气一起设计 眼看着一砖一瓦起来的房子 他不会卖 一百亩地也是退路 所以也不能处理 他笑着跟露气道 即使负齐 你也只管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就算再次触怒皇上 只要保住命 咱们有房有地就能过下去 我只有有你就信 悠悠 真不想和你分开 舍不舍得都得分开 等你到边城掌握了局面 就让人来接我 现在他们在等圣旨 不知道露气起腹的圣旨先到 还是让世子进京的圣旨先到 但是只要有一个到了 就意味着分开 苏清欢思来想去 觉得家里的东西得有人照看 就提着一盒点心 去了孙寡妇家 众人对孙寡妇都敬畏有加 一来她厉害 不好惹 二来也是因为她立身正 不卖惨 不贪小便宜 辛辛苦苦拉扯大儿子 孙寡妇见清欢上门 十分热情地招呼她 沈子是这样的 我要跟我相公去趟京城 这一去短则一两年 三则三年五载 孙寡妇笑容满面地打断她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别怪沈子多嘴 沈子一直觉得 你们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得见了她父母 才算过了名路 你尽管放心去 你的房子 沈子帮你照看着 还有 你心地好 对她的孩子好 但是总过要自己 生一个更牢靠 苏清欢心里更加认定 自己没有看错人 多谢沈子了 今日我来就是麻烦您的 房子钥匙 我放在您这里 您帮我照看 我还有一百亩的药田 也托您给我照看 今年的药材收了 送到县城里的生药行卖了 明年种什么 让谁来种 您帮我定 有了收成 刨去本钱 您三 我七 我那份 您帮我保管一半 另一半 替我捐到安堂里 供养三花 孙寡妇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仿佛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 砸到头上一般 这 这如何使得 这如何使得呀 我怎么能占你这么大便宜呀 徐大哥已经定亲 后面澄清要一大笔银子 您又是最稳妥公道之人 我帮您 您帮我 这 清欢呢 沈子谢谢您 你放心 家里地里 我都给你打理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什么时候交还你 若是两三年不回来 我让我家测哥 去京城把银子给你送去 不用不用 还有一件事 替你管地就拿你三分力 说出去都得说我贪心 沈子拿两分 另外一分 你捐到村里 留作祭祀修路这些用途 这样就没人敢明目张胆来闹事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做好一切准备后 苏清欢安心等待着消息 可是一会儿一个月过去了 杳无音信 陆契开始了不知道递多少遍 给苏清欢的洗脑 到了警察后 不许离开后院 不许敌人诊病 不许抢出头 苏清欢早已倒背如流 吐槽都懒得吐槽了 他再给陆契准备衣裳 春夏秋冬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准备了十几套衣裳鞋网 记住了 你别跟我说话了 再说话我走神 扎到手指头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 他又抬头看她 说不定 我们能一起进京 其实不能 在京城中也是能相见的吧 静静好 你我便 形同陌路 你跟我说不见面就行 说形同陌路 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陆契像最近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把她的针线抢过来 扔到婆罗里 把她抱在怀里 长久的沉默 这家里唯一高兴的 就是世子 因为她可以和苏清欢 在一起了 至于陆契去打仗 她从小习惯了 贺长凯和陆契各种打仗 早就习以为常 白苏和白纸 被陆契私下里 教训过很多次 对回京战战兢兢 总觉得身上责任重大 这一日 独猎得太阳高照 村里的土狗趴在地上 吐着舌头 树上的柳叶都热得打卷 两个人骑马 风驰电掣而来 见到的村里人指着道 定然是找清欢求医的 咱们村里啊 出了个神医 说话间皆是骄傲之色 路过的宋氏 哼了一声 嘟囔着骂道 不得好死的小长腹 白苏听到马蹄声 飞快地开门出来看 但看到马上两个汉子 都是寻常衣衫 并不是官家打扮 也不知道是失落 还是松了口气 两位有事吗 其中穿沉香色长衫的汉子 上前拱手道 我们兄弟 是从京城中来送信的 敢问姑娘 这里是苏府吗 白苏问清楚来意 匆忙引着两人进去 夫人 是魏夫人让人给您送信 苏清欢忙让请进来 信有两封 苏清欢让白苏 带着两人下去休息等回信 看着信封对路气道 这是给你的 这封才是给我的 两人各自拆开自己的信 一目十行地看完 然后看着对方 陆气看苏清欢着急 便开口道 你先说 我师父和穆嬷嬷都在京城 但是没有住在一起 师父身边有个年轻女子 穆嬷嬷自己立了房子住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否则穆嬷嬷不会离开师父的 苏清欢急得都快哭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乙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六集 穆嬷嬷爱师父多年 为了她一直没有嫁人 师父心里有人 但是苏清欢觉得 那不过是个虚幻的影像 终有一天她会发现 身边不声不响 无微不至的穆嬷嬷嬷才是她的最爱 但是十年了 穆嬷嬷从二十三岁到了三十三岁 师父一直都没有觉悟 你别急 你也很快进京 到时候让锦奴派人去找穆嬷嬷 与你相见 说清楚事情时末 卫生这人 对于想关照的人 被照顾得很好 既然她答应了 又知道穆嬷嬷对你如此重要 并会派人看顾 至少不会有危险 穆嬷嬷嬷最好的年华 都虚度在了师父身边 有时候我也很矛盾 我希望她能打动师父 但又觉得这样得来的爱 太过卑微和辛苦 只是我明白 无论如何这都是她的选择 我不该智慧 师父和嬷嬷 是我在这世上 最亲的亲人了 那我算什么 你是爱人和唯一 露气圆满了 苏清欢话说出口 有几分懒然 却又并不后悔 卫生跟你说什么了 他提前给我偷口风 皇上照我为经的圣旨 不日即发 他还说 让我延长 等着停止 他说得对 只是你这么久 怎么回去 而且皇上 会不会查你这段时间 延长里 有卫生的人 皇上既然要用我 必然拉拢为主 不会去抓住 吸纸末节不放 而且 他也只当我在这里 找个女人书解 并不会知道 有女人 竟然花银子买了我 那 你什么时候走 七月十六圣旨发出 到这里 也得五六日 我 七月十九离开 三天后就走 苏清欢早就对离别 有所准备 但是真正得到消息时 却觉得心脏 像被什么狠狠碾压一般 露气沉默 他是不敢开口 害怕心中的不舍会流露出来 那样苏清欢更难过 苏清欢用力逼退泪意 好 他还想艰难地说些什么 就见白纸匆匆进来 震南王府 也派人来送信了 露气接过来 搂住苏清欢的肩膀 一起看信 苏清欢的悲伤情绪 被信里天雷滚滚的消息 冲淡了不少 侧妃有孕 侍妾也有孕 可是 可是他都没有给贺长凯解药 难道 是师父替他解了毒 你师父也能解 苏清欢意识到与诗 含混道 也许吧 不过卫生说 我师父一直在京城 应该没见到过震南王吧 那又是谁呢 谁也没有 什么 这两个孩子 都不是九哥的 难道 震南王 要效仿西夏新皇 那 苏清欢觉得三观被炸成了渣渣 可是这一招 刚被人用过就东施孝平 也不太好吧 不得胡说 如果我没猜错 下一步 九哥就是重新数字 责骂锦奴 锦奴 你得学会做个顽固啊 苏清欢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为了麻痹皇上 可是这种忍辱负重 伴猪吃虎的招数 也被世子们用烂了 皇上就不会起疑心吗 会不会起疑心 就看九哥和锦奴 走到哪一步了 锦奴 才七岁 你到七十岁 某些方面 也不如他现在 那倒是 苏清欢撇嘴 内里却依然忧心忡忡 但是想到自己还在锦奴身边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便也释然了些许 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下 孩子要快速早熟 否则就被淘汰 但是最起码 世子有进场绝逐的机会 有些孩子 比如那两个 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命中注定是炮灰 九哥的解药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 以后再说吧 这样也好 苏清欢并没有打算给他 至少要问问师父原有 再等世子大些 他本已做好了 被陆契骂的准备 结果却听他这样说 不由亚然 可是陆契也没有多做解释 三天的时间过得飞快 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候 本来是一早走 陆契却硬生生拖到了傍晚 他没有跟苏清欢说什么 只是一遍遍地把他抱在怀里 想把他的温热香软 揉碎到自己身体中 想把他的一颦一笑 刻到脑海中 可是带他终于离开 却是大步向前 头也不回 苏清欢倚着门看他离开 一边笑 一边泪流满面 世子站在他身边 紧紧握住他的手 白苏白纸垂手站在身边 静默不语 苏清欢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远处 擦干眼泪 走了好 走了就没人跟我们抢肉吃了 走 金奴 今晚咱们吃烤肉 就在院子里架起火来烤 嗯 好 世子大声答应 鹿气跟他说 把苏清欢交给他了 而且还说 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 最郑重的信赖 和最恳切的托付 世子觉得 即使天塌地陷 他都要护住苏清欢 啊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莲 尖 一瓢桌 就尽余欢 芝晓别 莫欢 哀伤婉转的歌曲 从院子里悠悠传出 围墙之下 一人窥探道 唉 此此星辰非作业 为谁风露 历重笑 夫人 您喝多了 白苏抱住围着篝火 又唱又跳 又哭又笑的苏清欢 心中酸涩的 我没有喝多 这是樱桃酒 不醉人的 苏清欢伸手 要去拿酒壶 白纸抢走酒壶 不肯给他 娘 您若是实在没有睡意 我陪您进屋说话吧 洗风了 夜里太凉了 是啊 紫时都已经过了 苏清欢真的没喝多 但是他难受的 想把自己灌醉 酒入愁肠 化作 相思泪 屁 我才不想他 他忽然高声对着广袤的天空喊道 说完 他又开始吟唱 我也很想他 我们都一样 在他的身上 从招到翅膀 我 呸呸呸呸 这都是什么呀 陆契只是走了 又不是变成了前男友 悠悠 你还是想我 喜燕 敲门吧 喜燕动了动嘴唇 却终是没有说出什么 一言上前敲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他知道苏清欢多么决绝 可是承轩不信 他觉得都是喜燕 办事不利 没有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 所以苏清欢才不肯回头 喜燕很委屈 但是也心疼承轩 所以才默默地认下了罪名 可是今日 他知道 承轩是一定会碰壁的 咚咚咚 大门被敲响 苏清欢神经瞬间紧绷 三更半夜来敲门的 都是家里有急症患者的 白纸 开门去 白苏 打喷凉水来 我要洗脸 什么伤感呢 离愁啊 在病患面前都是浮云 这是刻到骨子里的敬业精神 白纸打着灯笼开门 看见喜燕不悦道 怎么又是你 这会儿你们家就是有人要病死了 说破天也没用 我们被狗咬过一次了 还不长记性吗 谁啊 苏清欢没听清楚 他噼里啪啦鞭炮似的一串话 扶了扶鬓发走出来 然后他看到月光下长身玉立的承轩 愣了一下顺时冷若冰霜 承轩终于又看到自己浑迁梦营的身影 心中万千端开 到嘴边只剩下一句 悠悠 好久不见 承大人银夜来访 我相公不在家 没法招待 而且家里简陋 也不敢辱墨你 说着他就要关门 承轩快步上前 用手抵住门 悠悠 我有话对你说 你可以说 但是我也可以不听 承大人 我不再是你承家婢女了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婢女 我告假回乡 辛苦奔波 就是为了来见你 你为什么如此绝情 当初的事情 我绝不知情 发卖你 那是再挖我的心肝 承轩 我本以为和你早已无话可说 可是你如此信口开河 我今日就跟你一件一件说清楚 我不曾亏欠过你 而你欠我的 我也不要了 只求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相公爱重我 接纳我的过去 但是并不意味着 会放纵我与你牵扯不清 十九的月亮 依然明亮 银芒遍地 承轩站在那里 天人之姿 望向苏清欢的眼神 有深情 有伤痛 你受过的所有委屈 我都知道 我只想问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答应过给你的 一定会给你 你让我跪着进门 我做不到 我想要的时候你没给我 就别期待我能一直还等着你 等你给我的时候 我已经不想要了 当年即使所有人都说 你要与王家联姻 我都不信 直到你亲自开口 我才死心 所以承轩 是你先放手的 就不要再来装作被辜负的样子 还有 别说你日夜奔波 为了来见我 你是回来安抚你妻子 处理王家那个顽固的事情 承家人现在焦头烂额 所以你必须回来了 我承认 也有这原因 可是 我也是为了你 不敢当 你当得起 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 花瓶已经被我处置 你放心 这事情有你的手笔 我已经全部压下 虽然我认为 你这种举动并不对 但是 想到你是因爱生度 便也不想计较了 你等等 我的手笔 因爱生度 不承轩 我以为你了解我 你和谁定亲 我都只会恨你 也怨自己眼瞎没看对人 不会牵扯无辜之人 我和王沛结怨 是因为她想置我于死地 我们之间的结解不开 但是我不会对她腹中孩儿下手 原来 在你心里 我竟是那般阴险恶毒之人 话评已经都招认了 是你告诉她 舍乡之人流产 所以 她才藏了舍乡 你信与不信 我只说一遍 我只说一遍 与我无关 苏清欢心底疲惫 渐行渐远之人 面目越来越陌生 我们不争了这个话题 我不是来敬事问罪的 甚至于 你让人对王楷下手的事情 我也替你一力扛下 苏清欢接默 这件事情她无法撇清 只是承轩 怎么会猜到 是自己这边下手的呢 毕竟陆器临时起义 若不是她不隐瞒 她也想不到 你是找了盐帮的人下手的吧 我感激他们救了你 所以这件事情 也不与他们计较 当初我对你 是有妥善安排的 没想到 夫人会意外看到 你的小巷而发索 你被卖之后 我拖了很多人去找你 程大人 如果你来 只跟我说这些 就不必了 凡是我只看结果 不问过程 你的心路历程与我无关 我的苦难 自己铭记于心 并时刻自省 绝不可与你再有关联 毕竟老天已经开眼一次 不可能时时都为我一个人操心 而且 我是陆苏氏 请您自持身份 不要再来纠缠 没有牵扯到陆器就好 程轩看着苏清欢 眸子中有愤怒 有隐忍 他尽量平心静气的 悠悠 你早会 看人看事通透 甚至毒辣 你对我如此苛刻 对你现在的相公 是否也那般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 来种田 油犬小犬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六十七集 苏清欢沉默 他不想提起陆器 不想将他与程轩 做任何比较 那样侮辱了他 对他的爱和专一 你对我 爱之深 责之气 而与别人却能将就 我心里永远记着 你与我隔泡 段一时说过的话 你说 程轩 我曾幻想 你是我的开始英雄 感谢你为我 编织的美丽梦境 也感谢你 让我看清 男人的本质 从今而后 我不想再用 任何男人指点包容 我一个人 也可以过得很好 可是悠悠 你在程家 因为有我 所以才那么平顺 离了程家 吃了多少苦 你心里有数 我虽然见怀 但是会努力忘掉 日后也绝不提起 你曾嫁人这件事 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 白苏嗓子里发出一声 嘲讽的冷哼 这个男人 口口声声说 爱着苏清欢 但是又把所有的功劳 归结于自己 什么有了他 苏清欢才能过得平顺 他这般讨喜性格 去了哪里没人喜欢 程大人 您不介意我嫁过人 可是我建议您娶过亲怎么办 如果你非要觉得我无路可走 所以随便找了个饭碗依靠 那您就这样以为吧 只要您能放过我 你相公若是处在我的地位 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为了你 程大人 说自己就行 别牵扯别人 你做不到 别以为别人也做不到 三千弱水 你贪婪想多娶一些 也别污蔑 只娶一瓢瘾的人 是因为无法得到 或许 他本可以有的更多 你自欺欺人 现在他对你 或许浓情蜜意 不过因为贪恋你的好颜色 和清白的身色 悠悠 我心依你多年 名分上又是主子 我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你 那是因为我真爱你 若当初我狠狠心要了你 你以为 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 对我哼眉冷对吗 程大人的意思是 后悔没有强取豪夺 程家收敛我是偶然 我也感激 但是之后我为什么能享受超然的待遇 我想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别以为我傻 恋爱中或许傻白甜 可是梦醒之后 脑子里浸的水也挥发光了 我承认 有薛太医的缘故 但是你就可以抹杀我对你的好吗 我已经为你一退再退 你别咄咄逼人 原来是我咄咄逼人 在程家 我被王沛羞辱残害 离了程家 你们一次次上门骚扰 屎盆子往我身上扣 倒成了我咄咄逼人 苏清欢脑海中 那个枝蓝玉树的公子 愈发远去 取而代之的 是面前这个面红耳赤 强词夺礼的男人 那都是过去 以后不会 我保证 我在金融替你买了宅子 按照你的喜好布置 只要你跟我走 以后我们会过得很幸福 你欠了我一个儿子 以后你要弥补 难道你忘了从前 我们花钱越想 够了 程轩 你别让我恨你 我什么都不曾亏欠过你 你今日来 说是为了挽回我 实则字字句句诸心 都在说我和你旧情 你是想说给我相公听吗 你想让他因此嫌弃我 是我走投无路只能找你 我现在告诉你 省省力气吧 我相公今晚不在家 我没必要撒谎 而且你既然提我旧话 那我也明明白白告诉你 情斗初开始 我以为天下间 总有一个男人是我的 所以我选择了你 后来为你中创 我决意远离天下所有男人 但是我相公却成了例外 于无数人中 我选择了你 而于荒野之中 他进入我生命 当年 没有你也会有别人 而现在 除了他 再无一人 你是真的喜欢他 程轩退了两步 难难自语 脸上是无法掩饰的震惊和失望 这么多年 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当耳旁风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 你若是和别的女人有染 我绝不原谅 你踩了我的底线 还想妄图我原谅 做梦 可是我是程家的嫡长孙 我不是山野村府 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你 你还想要什么 我身上有自己必须承担的使命 对程家 则无旁贷 你以为你的相公 就没有很想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权衡利弊 委屈你的时候吗 他想要的 只有我 他或许潦倒 或许暴躁 甚至骂我 训我 但是他也不曾委屈过我 不要以己夺人 因为你不如他 程大人 很晚了 如果我没猜错 您是把夫人哄睡之后 借去书房之名出来的吗 早点回去 千方百计抱上金大腿 千万抱住了 我和我相公的事情 不劳费心 说完 苏清欢后退几步 白纸哐的一声 把门关上 随后便传来 门栓插上的声音 喜燕在旁边 看着程轩 失魂落魄的模样 心中不忍 大人 很晚了 咱们先回去吧 喜燕 我没想到 他如此恨我 程轩却徘徊许久 仰头看着天上 缺了一半的月亮 他和他 好像真的看不到 回头路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回屋后 世子对苏清欢道 娘 您从前眼神 真的不太好 她恼羞成怒 失态而已 她是个很厉害的人 不过一直觉得 我是她的附庸 很晚了 早得回去休息 把白苏白纸 和世子都赶走 苏清欢简单洗漱后 一边趴在炕上 低头扑被子 一边骂 干 走得到头也不回 前脚走 后脚就有人欺负上门 我 他突然顿住 因为他感到身前 有一片阴影投降 你怎么回来了 苏清欢惊讶地 看着眼前 突然出现的露气 露气才不会告诉他 自己在炎场 辗转反侧 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他 所以才接了马 连夜赶回来 我要不回来 能看到你和他相见 无语凝掖的情景吗 苏清欢跪坐在炕上 正对着他 这姿势惹人联想 他想把他的头按下 苏清欢惊呼一声 甩开他的手 坐直身子 脸上笑意已经隐藏不住 却还要假装生气 唇枪蛇剑 怎么就成了 无语凝掖 投听可耻 你该庆幸 没说什么 我不爱听的话 要不 你就惨了 露气解了外套 脱了靴子 坐到炕上 搂过他来 先捧着脸 把他吻得面红耳赤 被松开后 苏清欢 捶着他的胸膛 马上 发什么疯 回来干什么 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了 你让人来取也行 你自己离开了 万一上纸到了呢 回来给你送点东西 来 先说两句 你爱听的 来听听 滚 烦了你了 露气按住他 好一顿闹腾 敌强我弱 敌人又占据有利地形 苏清欢怂怂地认输 陆大爷 我错了 我给您唱个曲儿 行不行 不行 说得比唱得好听 要说几句好听的 陆大爷英明圣武 战无不胜 功务不克 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 不行 陆大爷高大威猛 英俊潇洒 瑕姿越运 美如关玉 不行 你是不是故意的 陆气磨着牙 铁沙掌拍了下去 一声脆响 两股发烫 苏清欢委屈地吹炕 你倒是提示提示啊 你把你跟他说的话 再说一遍 苏清欢扭过头看他 眼光狐疑 你确定 感觉这是钓鱼之法 这是一道送命题 稳住 不能上当 陆气害怕 被他气得一口气 噎入憋死 本着放他一马 救济一命的 大肚精神提醒他 好好想想 我想听什么 呃 除了他 再无一人 除了谁 除了你 除了你 还有呢 还有啊 你让我想想 不要一己夺人 你不如他 是他不如你 这还差不多 妞妞 今天很乖 要 什么奖励 应该的应该的 不要奖励 开玩笑 惩罚奖励都一样 谁吃的笑 如果当初他没有去王室 可能 你就不是我的了 可能还有李氏张氏 这件事不怪他 也不怪我 只是我们鸡铜鸭讲 却都以为对方明白了自己 他对他温柔 他以为那是唯一 他对他施爱 他以为那是许婚 他们都错了 只是这次 他以为他不了解他的心思 所以积极来解释 而实际上 他太明白 所以不必再说 不许再提他 是你提的 我可以提 你不许 霸道 两人腻歪了一会儿 苏清欢担忧道 承轩这个人 还敢提 说正经事 承轩这个人 很聪明 也很固执 我怕 他回去以后 会调查你 以承轩的性格 必然会回去 彻查他的相公 威逼利诱 让他离开自己 他还嫩了些 即使能查出来什么 我手里 也捏着他的把柄 什么把柄 你不能轻敌啊 他真的很 功于心计 难道我在你的眼里 就不如他 不是不如 是不想你有任何损伤 你什么时候 让人查的他 有他什么软肋 你不用管 反正知道他 不能奈何我就是了 苏清欢想想也对 露气年少成名 进营官场多年 而承轩却是后起之秀 短期之内 无法与他抗衡 苏清欢到底 不放心地 嘱咐了一遍 你以后也小心些 你是不是该走了 天亮了 进出延场 就不方便了 再躺一会儿 我回来 是想起来 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等等你就知道了 两人静静地 躺了一会儿 露气起身 到书桌前淹没 提笔保湛浓墨 略思索 笔走龙蛇 苏清欢双手脱腮 趴在炕边看着他 翘起一双玉卒晃动着 少女般灵动 露气身材奇长 五官棱角分明 气质冷硬 可是偏偏在他面前 又像个讨堂吃的大孩子 这是我的男人 想到这里 苏清欢就想放声大笑 不为别的 就这盛世美颜 看着都神清气爽 露气放下笔 把写满字的纸拿起来 轻轻吹干 拿着走过来递给苏清欢 苏清欢笑嘻嘻地伸手接过来 什么东西啊 修书 你我的关系 有心人一插 就插出来了 苏清欢脸上冰冷一片 他坐起身来 指着上面秦放二字 所以 为了不给战神丢脸 你就给我这个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写自己名字 竟然是修书 悠悠 没有抄假流放这样的大事 我不想与你这样分开 但是唐室友 我希望 你是自由身 也不至于 让你出境困难 毕竟出了事 女人比男人难多了 只要你是自由身 就可以随时陪着我 无论铁男孩背 所以好好存着 这事 一方万一 这般解释还凑合 你若是想出事了 跟我划清界限 那不必等到那时候 现在就一扁两宽 各生欢喜 胡说 不会对你放手 死都不会 这还差不 苏清官又仔细看了看 怒从中来 你写个客客气气的和力书也行 什么叫 多有过失 何其出之度 无子 那你觉得该怎么写 最起码客气点啊 什么二心不同 难归一意什么的 大家都有错 然后再写 然后再写几句 愿娘子重书禅便 眉扫额眉 选偏高宫之子 你想 重新选谁 客气 你知道什么叫客气吗 对你 我从不客气 胡 苏清欢白了他一眼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六十八集 陆契倒是想把它写得很好 只是见了成轩之后 改变了主意 小东西桃花太盛 还是抹黑抹黑他 对于烂桃花 能挡则挡 心中再不舍 两人也都知道 该说再见了 苏清欢仰面躺着 被他狠狠亲了一顿后 说道 快回去吧 说不定我们在路上还能遇见 或者 京城中也能偷偷相见 陆契知道 这两种相遇都并不容易 可是他心里太想她 说不定真的会刻意与她相见 就像今晚 随便给自己找个理由就赶回来 他离开后 苏清欢又躺了一会儿 脑子里乱糟糟的 索性起来收拾东西 这屋里所有东西 都是他和陆契一手置办起来的 却无法带走 他想想就觉得舍不得 过了两天 世子回来告诉他 村里有人见到船只的遗仗 往盐厂去了 应该就是陆契起腹之事 同一日 盐帮马焕带着六子和小七赶来 说是要护送世子上京 徐大当家 现在为贺长凯 马首是瞻 所以这倒也不奇怪 第二日 世子的亲卫也从云南赶来 为首的是一个叫方长信的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 世子叫他方叔 对他态度亲近 后来才偷偷告诉苏清欢 他是贺长凯的暗卫首领 多年来隐在暗处 但是是贺长凯最信赖的人 你父王为你 也是济之深远 你母妃侧妃也给你带了东西 到了京城 记得都要给他们送东西回云南 嗯 我都知道 您在我身边也会提醒我 世子歪头 看苏清欢重新把头发放下 做姑娘打扮 笑眯眯的 娘 我觉得 您还是这般好看 我也这么觉得 哦 还有 不能再喊娘了 我只是私下喊 人前我会喊您干娘的 苏清欢替世子收拾他的礼服和长服 伸手摸过其上栩栩如生的蟒龙和海水江岸 笑道 好秀工 你穿上了 定然威风淋漓 到了京城 我就要常穿这些衣裳 到时候再穿给您看 好 只是有一样 我一直想跟你说也没说 进京以后 你府里的事情 内院有管事嬷嬷 外院有总管 我不能插手 你也别给我太多优待 虽然我在成家学了多年规矩 但是终究不是在京里 回头你让人帮我找个宫里的嬷嬷 严厉些倒不怕 好好给我补补京城的功课 京城里繁复的关系错根盘结 既然选择了陆契 他就要学会去适应 娘 会很辛苦 我和我爹 都能护着您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 我也想替你们分忧解难 而且我觉得我还不算笨吧 他说他是我的脸面 可是反之亦然 我不求给他长脸 但是也不想丢了他面子 这些总不能比我学医时 更苦更累了 世子答应下来 按照行路计划 他们乘船到了济宁府 就要换马车北上 运河边上的济宁府 十分繁华富庶 赶了许久路 距离圣旨要求的日子也很宽裕 世子和苏清欢商量 在这里休整两天再上京 济宁府盛产阳脚蜜 是一种外形像老粗黄瓜 但是内里甜蜜如糖的甜瓜 苏清欢从前就喜欢 到了这里 见到到处都是卖羊脚蜜的摊贩 便牵着一身便服的世子挑选 他在一处摊贩处停下 多少钱一间 笼根卖 一根石纹 不甜不要钱 摊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 满脸微笑地说道 清欢觉得这价格略贵 但是也不是很离谱 想想随行那么多人 便指着他的框道 这两框我都 你这妇人 心太黑 别人家都是石纹前三根 你怎么能卖这么贵 旁边突然有人愤慨地插话 苏清欢回头看 便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 站在他身后愤愤不平 妇人发迹梳得十分平整 身上衣裳也收拾得很干净 只是他肤色黑 又穿着一身与年龄不符的 沉香色衣裳 跨着个菜篮 显得有些土气和老气 妹子 我说的是真的 不信你打听打听 你可别上当受骗了 妇人很激动 摊主见好好一桩发财的机会 被人搅和了 恼羞成怒骂道 关你什么事 闲吃萝卜蛋操心的娼妇 你 你怎么能骂人 锦宁府的名声 都被你们这些 没有诚信的奸人毁掉了 我相公说 你相公说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倒霉 一出门就遇到 你这样的扫不星 苏清欢听不过去了 正色道 做生意 当诚信待人 这位大姐 坚不惯你欺瞒于我 仗义直言 反而被你恶语相对 我倒要找找 这里有没有管事 本来就是你错了 快好好跟人家道个歉 再跟司徒夫人道歉 都是一起卖东西的 虽然对他贪便宜的行为 也看不惯 但是总归不希望他闯祸 贪主看着那夫人吃惊道 你 你是司徒夫人 夫人支支吾吾 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显然有些手足无措 苏清欢看在眼里 觉得有些奇怪 他正想说什么 忽然见一个男人 顿步里匆匆而来 走到夫人面前 神情不悦 跟你说了 要跟紧我 为什么不听话 夫人顿时红了脸 垂头捏着一脚 局促得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周围人有认出来的 跟男人行礼问安 司徒大人 苏清欢愣了一下 能被称为大人的 一定是当官的 他打量着男人 男人高大寿靴 穿着一身青石色棉质长衫 踩着黑色千层底 朴素而干净 然而面容严肃 令人望而生畏 确实有种上位者的气势 司徒夫人 气质伪时与他不算太搭 还不快走 是是 司徒夫人小媳妇一样 连连点头 似乎对于他没有追究 松了一口气 却并没有解释什么 苏清欢见状 朗声道 多谢夫人仗义直言 才使得我们这些 初来乍道之人 没有被奸商蒙蔽 荣誉出品 怎么回事啊 司徒清正看了苏清欢一眼 又问司徒夫人 司徒夫人刚才和商贩 聚礼力争的时候 气势十足 但是在自己相公面前 却像一只未寒的安蠢一般 缩着头 捏如着不敢说话 苏清欢也有些发怒 这司徒大人实在太严肃了 就捏捏世子的手 世子一直在不动声色 打量司徒清正 感觉到苏清欢的求救 上前口齿清楚道 我们本来想买些甜瓜 司徒清正听完后 又问夫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司徒夫人点头如捣算 我不是给您添乱 我是 我知道了 这里的司室呢 司室就是主管着市场交易的小丽 她似乎已经听到风声 气喘吁吁地赶来 连声道歉 又呵斥企图欺诈苏清欢几人 的商贩 你们认为 这等处罚可公道 最后 司室罚了那商贩一两银子 司徒清正问世子 世子看看苏清欢 苏清欢硬着头皮说道 公道 一两银子不多 但是对于小商贩来说 也是至少数日 甚至半个月的收入 这惩罚也足够了 我们走 司徒清正点点头 对司徒夫人道 后者唯唯诺诺地跟着她离开 苏清欢又找了一家商贩 买了两筐羊脚蜜 带回客栈分给众人 他坐在客栈三楼房间窗前 啃着又脆又甜的甜瓜 一边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边问世子 锦诺 刚才那个司徒大人 你是不是认识啊 我觉得你对他态度很好 司徒清正 集贯山东锦宁府 御史 为人清明刚正 连结首贫 清正二字 乃是皇上清风 苏清欢因为陆契 曾被御史责难 对这个职位没什么好感 当初有没有为难你爹 没有 他并不是落井下石之人 唐河的多史官员 贪污受贿 侠继续酒等 真正德行有失之人 那确实是个好官 只是御史不该在京城吗 你刚才怎么不摆明身份 这样的人值得结交 许是他回家探亲 我若是摆明身份 他怕会以为我是刻意结交 他是孤借耿直之人 除了御史台的同僚外 几乎与其他人没来往 就算正常逢年过节的人情来往 也一概拒绝 怕毁了自己清明 虽然有些孤僻 但只要一心为民 也是个好官了 只是我觉得 司徒夫人怪怪的 司徒清正出身贫寒 夫人是他的同养媳 后来随他入京 听说也不合时宜 世子把自己了解的都说出来 不弃糟糠之期 苏清欢对司徒清正的评价更高了 至于家里有没有妾室 在这个时代 不是评价好男人标准 他也就强迫自己不去想了 司徒夫人帮我们的时候 义正年词 看得出来是个爽丽的女子 可是见到自己相公 就像老鼠见到猫 也不知道是何缘故 不过也难怪 司徒清正就像他遇到过的 最严厉的班主任 只要一眼扫过来 就让人觉得害怕 倒不是害怕被打骂 就觉得分分钟 能被他用大道理压死 你要不总是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吗 也对 算了 不背后说人闲话了 苏清欢吐吐舌头 探身往运河之上来往的船只看去 活着不容易 童养养席 鲤鱼鱼跳龙门的相公 在京城中 因为从乡下而来受排挤的自己 司徒夫人大抵心中 也有一本心酸账 而自己呢 也有心酸事 世子看他动作 悠悠道 娘 我爹进京 不走水路 哦 我没看他 我就是无聊 到处看看 声音却不自觉染上了暗淡 世子健壮 无声地叹了口气 是我想差了 娘 这几天天气热 赶露洗衣又不变 我觉得我的薄衣裳不够换 您再给我做两事吧 给他找点事情做 总比他胡思乱想来得好 苏清欢擦擦手 站起身来 好 正好白苏要过生辰了 我给他买两身衣服 给白纸也买一身 出门的时候 世子却被方长信拦下 世子 王爷吩咐过 道际宁府 要替他去见几个人 属下刚打听回来 黎郡王和常义伯都在府中 是不是 趁今日去啊 世子 你先忙正事 布料我给你挑 都好好伺候 出了差错 唯你们试问 世子板着脸对白苏白纸的 好了好了 快去吧 有什么好吃的我也给你带 早去早回 分开后 他带着白苏白纸 往布庄走去 白苏眼尖 刚迈进布庄 就附在他耳边说道 夫人 那个司徒大人 和他夫人也在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刘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 第六十九集 苏清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果真看到 司徒大人坐在椅子上 有些不耐烦的等待 司徒夫人 则面带犹豫之色 摸摸这匹 又摸摸那匹布料 他不安地回头 看自己相公 可是后者却知道 你快点 别摸摸蹭蹭的 反正家里人多 做衣扇鞋袜 都不会浪费 好不容易归家一趟 他还想带他到处走走 不想把时间浪费 在这些无所谓的小事上 司徒夫人红了脸 苏清欢笑着上前 司徒夫人 真巧 你也在这里啊 你也来了 苏清欢走到柜台前 发现他看的都是各种颜色的棉布 葛物 并没有识下富贵家里喜好的卷纱 他不动声色地问小二 你们这里有没有胶布 有有有 咱们济宁府刚流行胶布 也就我们店里有 有凉坎有实惠 这位姑娘 你想要什么颜色 年龄大的 多喜欢酱红 深紫 秋香这些颜色 石青色 宝蓝色 年轻男人穿着精神 姑娘们多喜欢桃红 欠红 粉白 粉蓝 这些明艳鲜亮的颜色 嫁为人妇 日常穿着 喜欢端庄的颜色 若是肤色深 不如选月白 浅金这些 小二哥 这是我家嬷嬷交给我的 你觉得可有道理 这有道理 姑娘渊博 您给谁挑 想要什么颜色 小的 替您拿来看 买多买少 买不买 都不打紧 我是鲁班门前 弄大斧了 你先招待司徒夫人 我自己再看看 好嘞 小二答应 向她投来感激的目光 小二很想 给司徒夫人介绍 可是她后面坐着的 那尊神 在她的严肃注视下 她都说不出话来 苏清欢这番话 明显是提点司徒夫人 果然 司徒夫人有了主意 要了一匹秋香色 半匹石青色的胶布 司徒轻正走上前来 对小二答 再来一匹粉蓝色 一匹月白色的 一姐送到我家里 司徒夫人想了想 家里五个姑娘 能够分吗 她原本只想给婆婆和夫君买 没想到小姑子们 顿时有些惭愧 从京城回来 给他们带不了了 这是给你买的 我 我不用 我有衣裳穿 那就等回京城 再找人坐 这里便宜 司徒夫人顿时 说不出反对的话 跟小二商量 我买这么多 是不是可以给我便宜点 不必讨价还价 司徒夫人面色更红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司徒轻正脸色墨的变黑 苏清欢看出点门道 忍不住多管闲事 开口道 司徒大人回到故里 言语律己 让人敬佩 司徒轻正 在京城一众勋贵高官中 或许排不上名号 但是回了老家 所有官员都要巴结 买东西的时候 若是便宜了 怕是有人就以此做文章 污他清明 司徒轻正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拉着神情 十分不自然的 司徒夫人离开 白纸忍不住低声嘟囊 这个司徒夫人可真笨 白苏狠狠瞪了他一眼 苏清欢没有说话 选了几匹布 又在城中逛了逛 便带着两人回去了 因为司徒轻正 回乡的原因 所到之处 大家都在议论 司徒家的那点事 所以苏清欢 基本也弄明白了 原来 司徒夫人是北面饥荒 全家乞讨到几名腐食 司徒家用十斤玉米面 换来的 所以小名叫面儿 他真是个面人 从小在司徒家 做最重的活 吃最差的饭 却毫无怨言 为了供司徒轻正读书 他去采石场 背过石头 小小的身体 却跟男人 干着一样的重活 直到司徒轻正 十六岁中举后 家里条件 才改善了些 十六岁的举人 被人追捧为 旷世奇才 童养习地位低贱 已经十六岁的面儿 又黑又瘦 站在赴粉和狼般的 司徒轻正身后 真是做丫鬟都嫌粗鄙 司徒家的门槛 快被媒人踩烂了 甚至支州大人 都要把小女儿 许配给司徒轻正 支州家的媒人表示 支州家不介意 童养习存在过 但是一定要当着媒人的面儿 把她许配了人家 嫁出去 于是 媒人坐在一边 司徒轻正的母亲 陪侍跟面儿说 你配不上我儿子 现在她要做支州的女婿 日后有岳家帮忙 她平步青云 我把你当青闺女看 给你厚厚地嫁妆 让你嫁人 好不好 面儿跪在地上哀求 娘 您别撵我走 我知道我配不上我哥 您让我给她做丫鬟行吗 我不争不抢 我就是不放心 别人伺候她 从小到大 她都是她的天 最好的饭给她吃 看到她吃好 她比自己吃了都高兴 她偷偷给她一块糖 她从年初藏到盛夏 看着糖化了 才心疼得舔一舔 她的衣衫 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 缝的时候 她眼前都是她读书时的模样 真好看 没了她 面儿天塌地陷 她也知道 他们之间云泥之别 哪怕给她洗衣服 她都怕自己的粗手 辱没了她的衣衫 所以她真没肖想嫁给她 她只是舍不得她 陪侍一边用鸡毛胆子打她 一边用罪恶毒的语言咒骂她 骂她不知廉耻 不知天高地厚 面儿不敢躲 一边哭 一边哀求着 没人在旁边嗑瓜子儿 把瓜子皮吐了一地 司徒清政从外面回来 抢过了陪侍的鸡毛胆子 拎小鸡一般拎起面儿 娘 她惹您生气 我去教训她 打死这个小贱人 面儿哭得很绝望 她想 就让她打死她吧 她就不难受了 司徒清政抓起面儿 带到自己房间 一会儿便传来了面儿 歇斯底里的哭声 和断断续续的求饶声 裴氏也不是对面儿 完全没有感情 打几下就行了 别打坏了 然而没人哼了一声 裴氏就不敢作声了 但是 司徒清政屋里的动静 一点都没小 过了很久才平息下来 裴氏忙喊家里 唯一的小丫鬟去看看 司徒清政却从自己屋里出来 直接锁上了门 他叫来自己的书童 嘱咐几句 给了他一脚银子 书童蹬蹬蹬地跑出去 他大步走到裴氏屋里 用袖中掏出一方 沾着血迹的白帕 放到桌上 眼神决绝 娘 我今日 和面儿冤房了 没人拍案而起 裴氏眼前一黑 昏死过去 至于为什么别人会知道 司徒家这些事 就是书童和那一脚银子的功劳 苏清欢听了这个故事 简直神清气爽 哇 禁欲信男主 和温软小童养席 可以脑补出来一出大戏 原来 你是这样的司徒大人 您正在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紧奴 司徒清正这样 会不会为人诟病 婚姻大事 忤逆了母亲 并不会 她夫人原本就是童养席 名义上早就是她的妻子了 不算忤逆 而且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都称赞她贫贱不移 不弃糟糠之妻 就连知州大人 都得称赞她一声 让人送来厚礼 但是她那礼怎么想的 那就没人知道了 司徒清正 这个腹黑闷骚的男人 司徒夫人日子再难过 身边有这个真心爱她 为她筹谋的男人 也不会煎熬 司徒家 陪氏听说 布装的人来送布 眼巴巴地等着 结果 布送到了儿子的院子 明明说三匹半 结果儿媳妇 才拿来一匹半 陪氏让人 把司徒夫人叫来 劈头盖脸地骂道 说 另外两匹布呢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准备把这些东西 贴布给你娘家 别忘了 你姓司徒 你是司徒家的人 司徒夫人跪在地上 低着头不敢作声 相公跟她说过 在母亲面前 凡事往她身上推就行 可是她不舍得 即使知道裴侍 不可能骂司徒亲政 她也不想说她不好 她的娘家在千里之外 怎么能贪墨东西 贴补娘家 她被卖到司徒家的时候 才几岁 对于娘家 有多少感情 还是相公找到了 她的家人 妥善安置了他们 逢年过节 都请人送礼去 所有东西 都是她安排的 相公对她真好 司徒夫人想着想着 嘴角就不自觉地翘起 裴侍见她不回答 抓起手中的茶盏 就摔了过去 茶盏落在司徒夫人身前 四分五裂 茶水四溅 打湿了她的衣裙 茶叶也被沾到了 她的钱筋和裙子上 她眼圈里擦着泪 垂头不敢辩驳 也不敢伸手去收拾自己 裴侍扔出去就后悔了 既然没有砸到司徒夫人 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若真是打到了她 儿子回来会不高兴的 但是她想到这一点 怒火更甚 骂得更难听 你又怎么惹娘生气了 司徒轻正得了消息 匆匆赶来 面色不渝 司徒夫人听到她的声音 就像得到了救赎 但是她依然害怕 都是我不好 一会儿柏林和仲童 从书院回来 看到你这副样子 你这做母亲的 还有什么颜面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回房间跪着 明日就收拾东西回京 别在家里气娘 司徒夫人松了一口气 冲陪氏磕了个头才出去 儿啊 不是说好了再住几日吗 怎么这就要走了 哎呀 她从小就蠢笨 倒是没什么坏心眼 罚过我也就不生气了 你在京中多年 我想你啊 司徒轻正看着屋里的陈设 清一色的红木家具 陪氏身后还有丫鬟婆子照顾 淡淡道 儿子无能 不能借娘去居住 我们在京中另一房居住 房屋宅小 比从前家中居住的屋子还不足 冬天冷 夏天闷热 不敢让娘受累 陪氏是去过京城的 所以知道他没说谎 他实在不想再去体验 又窄又闷的破房子 善善道 你围观这么多年 凤禄不够买出大房子吗 京城米贵 居大不易 而且 儿子的凤禄 一大半都给了您 陪氏顿时不作声 儿子孝顺母亲天经地义 家里有田地 我每每夜晚会烧银子 所以 亲娘一定谨言善行 不能收别人东西 儿子的皇上龙恩 或讽清正儿子 本已愧不敢当 战战兢兢 唯恐有愧于荒恩 若是名声被毁 儿子就一头撞死 再无颜面苟祸于世 不会不会 娘知道 绝不会收别人东西 柏林和仲童 一个八岁 一个六岁 都是讨人闲的时候 所以 我明日带他们两个回京 免得他们吵闹到了母亲 这两个孩子 是司徒夫人的长子和次子 从生出来后都在济宁府 即使后来司徒夫妇进京 也被陪侍留在身边 这话听在陪侍耳中 无异于晴天霹雳 你 你这是要挖走我的心肝吗 两个孙子都要跟他亲近 不能亲近他们那没出息的娘 司徒清政等他哭闹够了才到 司徒家的门楣 还指着他们撑起来 晋宁府里没有大儒 再留下 就是耽误他们了 咱们晋宁府 有郡王有伯爷 他们家的孩子 不也有名识指点吗 可是 我并不愿意与他们相较 若是母亲实在舍不得 我也有个法子 你说 你说 裴侍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儿子刺官回乡 亲自教养他们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全小全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集 裴侍被他的话吓到了 那怎么行 儿子失去了经官的身份 谁还高看眼 喊他一声老太太 必须得走嘛 要不过两年 司徒清政却寸步不让 到底让裴侍退步了 他不由松了口气 他看到了他的面儿 对着两个儿子 那么想亲近 却不知从何亲近 为他们的疏离 而暗暗捶泪 就暗暗做了决定 带他们上京 可是他事先没说 想给他一个惊喜 还好 他做到了 回到自己房间 原本心情不错的他 看到司徒夫人 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 不由怒从中来 他大步上前捏着他的肩膀 把他拉起来 你是不是蠢 他替他开脱 他浑然不觉 竟然真的蠢地回来跪着 司徒夫人怯怯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可能是想让我偷懒 可 可我不敢 我怕我误会了你的意思 不愧惹你生气 司徒清正深吸一口气 这么多年 两个儿子都这么大了 他还没被他气死 也是很不容易了 他把他按坐到炕上 看着他身上 被茶水浸湿的狼狈模样 伸手去解他的衣裳 雷大跳 下意识往后射缩 司徒清正扭过头不看他 半上才到 衣服湿了 换下来 我自己来 司徒夫人连滚带爬 到看柜前翻出衣裳上来 然后迟疑地看看司徒清正 咬着嘴唇 手犹豫地放在盘扣上 不知道解还是不解 司徒清正被深深地无力感包围 敏儿 我可曾动过你一根手指 原房那日 听他那么容易就肯让步 司徒清正真的生气 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推托一桩一桩的上门求亲 才粗鲁地要了他 可是除了那日 他觉得自己对他 真的极尽温柔和耐心了 为什么他对自己敬畏如此 亲近不起来呢 敏儿的内心是 哥哥你的温柔 他受不了 司徒夫人看着他认真想了想 面红欲低却仍然努力回答 哥 你 你昨晚 用手指动过我 他不喜欢他不说话 那他就要认真回答他的问题 私底下 他叫他面儿 他就得叫他哥 这是司徒清正给他定的规矩 你 司徒清正气得面色发青 一巴掌拍在炕上的小机上 司徒夫人快哭了 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却连生认错 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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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清正已经不想再问他 你错在哪里这样的话 他怕自己被气死 面儿 我对你是不是很差 所以 你才会如此畏惧我 不不 哥对我很好 哥对我最好 是我太笨太蠢 是我佩不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又要碰到 司徒清正的禁区 不由止住了话语 你看你近日 遇到奸商骗钱 挺身而出 无所畏惧 这很好 你在我面前 为什么不能那样 他发誓 他对孩子都没有如此耐心 尊尊善诱 司徒夫人看着他 不明白他为何会如此发问 因为他是坏人 哥不是啊 司徒清正吐血三声 无话可说 收拾东西 明日回京 柏林和仲童 也跟我们回去 什么 太好了 我要去给娘磕头 司徒夫人惊喜地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从来没想过 司徒清正会为了他 忤逆娘亲 所以下意识以为 这是陪氏主动提出来的 司徒清正觉得自己血草已空 无力地摆摆手 你若不想受罚 就安安分分地待在这里 没我的允许 不准出门 也不准说话 司徒夫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 但是能和儿子在一起的喜悦 冲淡了他对他的敬畏 是 我错了 我不说了 当年司徒清正不肯带儿子入京 一是为了安抚陪侍 二是觉得 他的面儿早早做了娘亲 活得太累 他想带他去京城畅快几年 只是面儿太自卑 这几年努力融入京城 却每每被人嘲笑 司徒清正心中清楚 却不知道如何帮助他 让他不害怕自己 让他过得快活 对上他 他现在倍感无力 他有时候忍不住想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他明白 他对于他是特别的 无可替代的 他想让他与自己并肩而立 共享所有美好和荣耀 司徒清正一声叹息 他现在只寄希望于 带两个儿子进京后 他能有所改变 苏清欢一行人 在济宁府稍作停留 第二天又开始赶路 因为提前方长信提醒过 可能到晚上才能赶到 下一处能休息投诉的地方 所以大清早出发前 他们采买了许多吃食 也被众人一天之虚 上午的时候天气很好 万里无云 苏清欢带着白苏 白纸和柿子 在马车里玩自制的扑克牌 欢声笑语不断 可是吃过午饭 天好像一下子阴沉下来 很快雷声轰鸣 大雨倾盆 世子紧紧握住苏清欢的手 娘 您别怕 我们都在 你爹告诉你我怕雷 嗯 我答应爹了 会好好保护您的 我是朝廷册封过的世子 师妹王俩不敢晋升 我护着您 世子只以为 苏清欢怕雷 像怕鬼怪一般 有锦炉在 我不怕 苏清欢靠着马车侧臂 面色苍白 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 记挂着外面骑马的试吻 白苏 问问外面能不能找出地方 先让大家避避雨 白苏刚硬下 方长信就策马前来请示 世子 请没有马车陷入泥江里 挡住了去路 我让人查看去了 知道了 若能帮忙就帮帮 苏清欢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 方长信又来禀告 回世子 使司徒大人的马车陷入泥里 认断了 怕是不能走了 怕马车上有什么人 司徒夫人 并两位公子 苏清欢想了想 和白苏白纸商量 白苏 白纸 你们俩委屈委屈 去后面装东西的马车上 让他们娘仨来跟我们挤一挤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又下着大雨 没法修理马车 随徒大人 就跟着侍卫们骑马吧 也让侍卫们去打听打听 前面有没有避雨之处 委屈什么 就是下雨骑马 奴婢们也经历过多少次 自从跟了夫人 刚金贵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一番人仰马翻的折腾之后 司徒夫人带着两位公子上来 浑身都是雨水和泥点子 苏清欢忙伸手拉他 夫人快上来 司徒夫人十分不好意思 把你们的马车弄脏了 世子的马车是专门改造过的 宽敞舒适 比司徒家花了五十辆银子租的 到京城的马车好太多了 不打紧 快带两位公子上来换换医生 孩子娇弱 别感染风寒 衣裳包袱 都掉到泥水里了 那夫人不嫌弃 就穿我的衣服 两位公子 就穿锦炉的衣裳 司徒夫人推辞一番 但是看着自己和儿子们 都着实狼狈 还是换上了苏清欢找出来的衣服 成了人家的好意 自然要找些话处来说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今日幸亏遇到你们 否则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也是进京 相遇就是缘分 举手之劳 夫人别放在心上 世子忽然喊方长信 待他来到后说道 司徒大人不是奸邪之人 若是他问起 不必隐瞒身份 司徒夫人听得一愣一愣 苏清欢指着世子 这位是镇男王世子 我随行照顾世子 司徒夫人忙带着两个儿子 给世子行礼 世子得体大方 夫人不必多礼 苏清欢问了两个孩子年龄 笑着道 你们三个年龄只差一岁 可以玩到一起 紧奴 带两位司徒公子 一起玩纸牌去吧 您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让我们探讨一下 诗词歌赋吗 别装目这样 小心一会儿 在两位公子前露馅 你不爱读书 人家可是勤学苦读 您就别说了 两人说话间 气氛就缓解了许多 柏林和仲童 也把对世子的敬畏和戒备放下不少 被世子拉着 三人很快玩到一处 司徒夫人对苏清欢有些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和世子如此亲密 但是他不好意思问 只顺着苏清欢的话 同他聊着 在雨中艰难行进了半个时辰后 众人终于找到了一处废弃的城隍庙 暂时避雨 虽然城隍庙破败不堪 但是好歹能够遮风挡雨 司徒清正过来向世子致谢 世子得体地回答 态度不亲近 也不疏离 苏清欢让白苏和白纸 取出干粮 卤肉 典型瓜果 给众人分了 司徒家准备的吃食 都在马车深陷泥水时掉落 已经无法再食用 行路不易 我们准备了一些粗糙的饭食 若是不嫌弃 就将就着用些吧 司徒清正 看两个丫鬟把所有吃食 分给所有人 并没有高低贵贱 连马夫都吃得一样 便对一直看他的司徒夫人 点了点头 对世子拱手道 多谢世子相助 苏清欢坐车皮顿 不想吃东西 便捡了个羊脚蜜在手中 小口小口砍着和司徒夫人说话 夫人 您不必拘谨 两位公子也是 我们准备的吃食足够两三天食用 不用担心 苏姑娘 多谢您了 司徒夫人自己并没有吃 挑了两个包子 分别塞给柏林和众童 两个孩子饿坏了 大口大口吃着 苏清欢把自己面前的卤肉推过去 这是我借了客栈的厨房自己做的 不然尝尝 白苏坐在旁边 一口馒头一口卤肉 塞帮子鼓鼓的 您尝尝 我们夫 我们姑娘的手艺可好了 您看他们 吃的都不抬头 司徒夫人见众人都在分食卤肉 这才拘谨地接过来 分给两个孩子 自己捡了最薄的一片 慢慢嚼着 苏姑娘 你怎么不吃啊 我坐车难受 看见饭时觉得腻 就喜欢吃点瓜果 您不用管我 等到了投诉的客栈 再好好吃一顿 这么好吃的肉 都是瘦肉 怎么会腻啊 说完 司徒夫人又觉得雨湿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苏清欢只当没有注意到她的不自在 笑道 多谢夫人夸奖 我喜欢下厨做给别人吃 自己吃不了多少 看着别人吃的香 我心里就高兴 众同年纪小些 吃完包子和卤肉 又偷偷看着苏清欢手里的羊角蜜 但是并不敢放肆地看 只像小老鼠一般偷看 苏清欢从身后又拿起几根甜瓜 递给司徒夫人 来 给两位公子解密 夫人别客气 不值什么钱的东西 若不是夫人 我昨天被人讹去的 就是四筐甜瓜的钱 司徒夫人文言接过一根 从中掰开递给两个儿子 苏清欢瞪大眼睛 司徒夫人见她眼神 以为自己又丢人了 欢道 苏姑娘 怎么了 苏清欢崇拜地看着她 夫人力气真大 这甜瓜并不容易掰开 可是您没费什么力气 太厉害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刘犬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一集 昨日苏清欢要掰开分给白苏 以失败告终 司徒夫人先是尴尬 随后发现苏清欢是真的赞赏 而非嘲笑 才笑笑道 我从小吃得多 力气大 做体力活 寻常男人也不如我 苏清欢看着她的手 黑而粗糙 完全不像年轻女子的手 不由感到心酸 还好 司徒清正有良心 司徒夫人拘谨 喂饱了两个孩子 自己并没有吃多少就停下了 苏清欢便让白苏捧来船壳里的点心 打开一样样请她尝过去 虽然自己不想吃 也硬陪着她吃了几块 苏姑娘 真是心灵手巧 司徒夫人看着各式花样的点心 由衷叹道 心里隐隐自卑 美丽端庄 体贴大方 有心灵手巧的姑娘 这样的人和司徒清正站在一起 才能够配得上她吧 她也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心态 鬼使神差地开口 苏姑娘 您是世子身边伺候的丫鬟吗 呃 我 我没有看不起丫鬟的意思 我自己从前还不如 我现在 不不 夫人您误会了 我没有介意 只是在想 该如何说 男人们本来坐在靠门口的位置 司徒清正却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对司徒夫人道 你过来 我有话与你说 司徒夫人 局促地站起来 紧张地捏着衣角 反省自己刚才的错处 慢慢挪着步子 跟她走到角落中 垂头等着哀训 苏清欢没好意思往那边看 心里却有些想笑 司徒清正明明爱妻至深 偏偏司徒夫人却为她如虎 小媳妇般不敢说话 司徒大人内心 估计经常万马奔腾吧 你对那位苏姑娘 不必那么客气 为什么 她人很好的 她身份比你低 陆遇暴雨乃是意外 势泽相帮 也是人之常情啊 会今后 还份人情便是 并非皆当隐私 这份情无以成下 你不必慌慌 那 马车的事情 离家之前 刨除五十辆马车的花销 他们只剩下二十辆银子路上用 现在出师不力 司徒夫人想想回京路就头疼 她有些想搭顺风车 但是一来怕给苏清欢添麻烦 二来也怕司徒清正不愿意 我已经与世的说好 借他们的马车一起回京 回去后 条文古籍送给世子 那怎么行 那都是你的心头至宝 不知道是不是太眼花了 司徒清正眼中竟然有笑意闪过 虽然快得一瞬即逝 不打紧 都是死物而已 笑意什么的 一定是她看错了 司徒夫人想 但是好歹 回京的问题解决了 她暗暗松了一口气 和苏姑娘同行真好 我真喜欢她 你要自知身份 你是司徒夫人 她只是没有名分的侍妾 苏清欢应对得体 在她看来是世俗又圆滑 她美丽精致 在她看来是妖媚又矫情 总而言之 让她的面儿惶恐不安的那些女人 包括苏清欢都碍眼 侍妾 谁的侍妾 当然是镇南王的 你看那些侍妾对她恭敬 又成一生姑娘 世子也与她亲近 定然是镇南王府的女人 她对你如何客气 都是应该的 你不必惶恐 只管受着就是 我觉得不像 苏姑娘不像给人做小的 反正你不必紧张就是 该紧张的是她 哦 司徒夫人答应一声 心里却第一次觉得 相公说得不太对 苏姑娘那么好 为什么要那么说她 等她回去的时候 发现苏清欢带着三个孩子玩游戏 笑声回荡在破庙之中 活灵仲童和世子一样 亲密地挨着她 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手中的纸牌 好像在玩猜纸牌的游戏 司徒夫人更加坚信 这次她对了 相公错了 在接下来的几日 一起赶路的过程中 司徒夫人对苏清欢的好感越来越深 苏清欢饶有兴致地拨弄着自己做的盘扣 手把手地教司徒夫人 夫人 您看 这是蝴蝶扣 这是凤凰扣 这个 是树叶扣 给长辈做衣裳 可以选蝙蝠扣 图个极像 司徒大人喜欢简洁干净 不妨就用一字扣 司徒夫人觉得苏清欢 打开了自己认识新世界的大门 她从来只知道 别人穿衣打扮好看 却说不出哪里好看 从苏清欢这里她才知道 来好看是要渗透到每个细节中的 苏清欢教她用胭脂水粉 教她养护皮肤 教她用翠花垫贴在额头上 掩饰她阔额的缺陷 起初她不敢 害怕司徒清正说她轻浮 但是后来发现 她并不反对 反而带着欣赏之色 不由松了一口气 愈发勤勉签讯地跟着苏清欢 学习起来 腌脂水粉我都教夫人自己调配 买得又贵又不服天 夫人年轻 首饰求精致灵动 不求繁复贵重 取几样就可以 用石令鲜花也是极好的 卷花我也会 我教您 某晚在驿站投诉时 世子对苏清欢道 娘 您真是天生侠义心肠 我就是敬佩司徒大人 也喜欢司徒夫人 桑花仪 大欢仪 魏夫人 还有现在的司徒夫人 您对她们都很好 因为她们对我也很好呀 人心换人心 也有很多人 比如我的祖母 比如王沛 她们对我不好 我也不想理她们 而且锦诺 女人本来就是弱势 世道又多有苛责 以后即使遇到不喜欢的女人 只要她不是坏人 不要伤害她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而同一时间 司徒夫人捧着自己做的几样点心 忐忑地乘到司徒清正面前 哥 我做的 不如苏姑娘做的好看 司徒清正捏起一块 放到口中 她就眼巴巴地看着她 直到她说尚可 才露出高兴的笑意 我还留了几块 给柏林和仲童 等明早醒了给他们吃 苏姑娘还教了我几样菜式 虽然好吃 可太废油了 从前在司徒家 做菜多滴几滴油 都能被打骂 她已经习惯了勤俭节约 司徒清正想起苏清欢 特意找她说的话 便说道 我的俸禄 吃油还吃得起 你好好学 我想吃 我已经学会了几道 明日投诉 我就借厨房给你做 嗯 我去打水 伺候你洗漱 看着司徒夫人 离开的背影 苏清欢的话 在司徒清正耳边 回荡 夫人身体又年亏空 现在又营养不良 实在太过苛待自己 司徒大人 若是想和她白手偕老 就多心疼心疼她 让她吃些好的 从前是她忽略了她 以为把俸禄都交给她 她就可以过得舒服些 没想到这个傻子 按照母亲的吩咐 把绝大部分俸禄都烧回老家 这也就算了 可是有些银子 是从她嘴里省出来的 这个司徒清正不能忍 司徒清正不禁想 那个苏清欢到底是什么人 她不由想起 经中最近流行起来的 江南寿马 据说那些女子 从小受调教 眼力娇柔 温顺小意 勤其书画 女工厨艺无一不通 但是身价要上千两银子起步 从前初初听说 兽马存在的时候 司徒清正是愤怒的 但是现在 她却有些理解 真的未必是有钱人奢侈攀比 而是确实值这个钱 苏清欢 大概是其中翘楚了吧 通房侍窃 兽马月姬之类 司徒清正嗤之以鼻 可苏清欢却有些例外 最起码在她看来 苏清欢把她的夫人 哄得很开心 但是司徒夫人一副 崇拜到恨不得 五体投地的样子 开口闭口都是她 她就有些忍受不了 从前她在自己面前 唯唯诺诺 几乎不敢说话 现在活泼了些 司徒清正很是高兴 但如果她的话题 总是围绕苏清欢 她就不高兴了 只恨家中贫寒 否则买个兽马回家 哄着夫人玩 也是不错的 被当成兽马的苏清欢 对她的想法浑然不知 每日在马车中 带着几个孩子 欢声笑语地闹腾 打发漫长无聊的旅途 路上遇到了很多 进京赶考的举子 苏清欢觉得奇怪 锦奴 春围还早 为什么他们现在就进京啊 冬天赶路严寒 容易出意外 现在赶路季节正好 而且提前进京 可以与各地举子交流 拜访京中大儒 事业各地举子 很多都提前半年进京 进京的举子也叫做公车 苏清欢恍然大悟 他觉得自己能搞清楚 秋围春围就已经不错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学问 从前只记得公车上书 不知道公车代指身份 国联和仲童 将来也都要走科举之路吧 嗯 相公说 这次带他们上京 也是为了带他们拜访名师 赢在起跑线上 古来已有 而世子这样的顶级官二代 大概就属于直接生在罗马 让人羡慕嫉妒恨 正感慨间 马车忽然停下 怎么了 世子掀开侧面的帘子 往外看去 方长信策马赶来 回世子 前面有个橘子运到了 一桶上京的铜箱围着他 挡住了去路 我去看看 世子却拉住他的衣袖 看向方长信 确认是静京的举子吗 是 属下已经确认过 我陪你一块去 世子去 柏林和仲童就跟着去 两个孩子去 司徒夫人也就跟着下去照顾 苏清欢一手拎着裙子 一手拎着药箱 快步向前跑去 司徒清正站在人群外 就见他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让开 让我看看 我是大夫 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 自称大夫 众人难免有些不信 但是眼下大夫也没找来 只能让他先试试 倒在地上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身材瘦靴 衣着普通 脚上穿了一双赶路穿的千层底 底已经磨得很薄 看得出来这位举人家中情况不是很好 稍微好一些条件的 进京不是坐轿子 也是顾马车 顶着大太阳用脚步丈量进京 中暑也就不意外了 而且估计没吃什么东西 也有滴血糖的症状 苏清欢枕外后松了一口气 中了暑气 把他的上衣解开 再把双脚垫高 用些凉水浇在棉筋上 给他擦拭身体 有水吗 有 方长信把水囊递过来 林欢又道 白苏 去马车里取点盐和糖来 白苏应声而去 还不解开他衣裳 苏清欢有些急了 这些橘子都是呆鸡吗 众人这才蹲下 起手八脚 把地上之人的衣裳解开 司徒夫人转过身去 苏清欢却面色如常 坦坦荡荡 并没有回避的意思 他打开药箱 取了两粒货箱挣气丸出来 放在手中 白苏取来东西后 苏清欢把盐和糖倒进水囊里 用力晃动了两下 和药儿一起交给方长信 方叔 您为他把药服下 多给他灌点水 方长信一言去做了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亲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二集 过了片刻 昏倒之人悠悠转行 看众人都围着他 迷迷糊糊道 我这是怎么了 中了暑气 不打紧 以后别顶着大太阳赶路 如果有不舒服 就停下来休息 也要好好吃饭 不可因为苦下 就放纵不吃 对身体无益 苏清欢知道他精况不佳 可能吃不起饭 但是当着众人的面 措辞十分婉转 那橘子的脸红红 他的同伴纷纷跟他说 是苏清欢救了他 他挣扎着站起来 拱手行礼 苏州几坏礼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您言重了 谈不上救命之恩 不过是举手之劳 白苏 把那瓶货香正气丸 给季先生 这是我自己做的 并不值什么钱 但是解暑气 却是极好的 行路不易 季先生切莫推辞 万望珍重 说完他递了个眼神给世子 带先生明年高中 记得来镇南王世子府送个喜讯 沾沾先生的喜气 原来是世子 季先生才情出众 性情高洁 我早有耳闻 进京后若是您有时间 来世子府指点我一二 定岛履相迎 世子老成持重 苏清欢见他们说起话来 笑了笑 拎起药箱 往马车那边走回去 原本你做得很好 可是自曝家门 分明寸了笼络之心 就落了下场 苏清欢听到这句话 回头发现 司徒清正站在身后 神情有些不屑 他微微一笑 态度坦荡 无论今日是谁病倒 我都会出手相救 此乃医者本心 但是正如您所说 我知道他举子身份 确实也有替世子相交之心 一来见贤思齐 二来的确不乏功利心 此也乃人之常情 司徒大人 我敬重您耿介孤职 但是我等世俗之人 尘万丈中算计着过活 您可还有指教 他善良无私 但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总是没错的 他不想把自己活成 世外空谷幽兰那般超脱 他是尘世中 热热闹闹绽放的太阳花 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努力 依附着身下的土地 汲取着养料 和身边的花儿 簇拥着共同抵挡命运的风雨 他喜欢做别人命中的贵人 也想要命中有很多贵人相助 司徒清正竟然无言以对 苏清欢笑着点点头上了马车 蛇惨烈话 司徒清正看着晃动的马车帘子 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 司徒夫人听见他们两人的对话 既害怕苏清欢生气 又害怕自己相公生气 立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上去吧 相公 你别生气 苏姑娘说的也有些道理 你们都是好人 嗯 我没生气 去吧 玻璃政统啊 爹带你们骑马吧 两个孩子都表示嫌弃 司徒清正不会骑马 坐在马上 还得找人牵着马 他们一口同声表示 要跟侍卫骑马 世子正好过来 手一挥 走 咱们一起找侍卫带咱们 待几天 我们自己也能骑了 苏清欢从马车中探出身来 瞪了他一眼 骂道 老老实实的 想想那些从马上掉下来 摔断脖子摔坏腰的 必须让侍卫带着 否则 否则晚上不许吃饭 抄医书 打手心 我说着玩的 我们走了 狮子说着 拉着柏林和仲童 一溜烟地跑了 夫人快上来 正好让他们几个臭小子 出去闹腾别人 我给您做个爱酒 他给司徒夫人解释过 爱酒的作用 但后者就记住了一件 条理公寒 有助于怀孕 所以司徒夫人立刻道 好 这就来 相公 我先去了 我 司徒清正点点头 苏秦桓是个俗到骨子里 却并不让人生厌的人 看他对世子 有尊重 有疼爱 有笼络 有教育 世子对他呢 敬重 有亲力 只是没想到 他的医术并不是哄骗人的 看起来 有点真本事 司徒清正的随从 也是当年的书童 走过来在他耳边道 大人 季怀里同行 一共六人 世子一一问了姓名 与他们攀谈 最后 让下属每人 赠送了五十两银子 资助他们上京 剑朱着赤 剑墨着黑 世子的这番行事作风 同苏清欢如出一辙 出手大方 照顾他人感受 拉拢人心 掌于妇人之手 是骂人的话 但是如果这妇人 是苏清欢 倒也不难接受 所以镇男王 还是个厉害人物 选了这样一个女人 随从没听明白 司徒清正挥挥手 知道了 下去吧 又走了两天 苏清欢在马车中 深深揽腰 如释重负 说是已经到了京郊了 武剑稍作休息 下午咱们就可以进城了 司徒夫人觉得 时间过得太快了 她之前二十几年的人生中 好像都没有过 如此轻松的时光 到了京城 再见就不容易了 司徒清正不与朝臣权贵结交 她不能坏了她的规矩 苏清欢自然也清楚 我听说京中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大象国寺 每个月都会有庙会 对呀 我怎么这么笨 咱们庙会还可以遇到 偶遇总不是结党营私吧 苏清欢却在想 陆七说不准出门 那她一个月出来一趟 带着围帽 应该可以吧 她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是否已经进宫面圣 又被怎么安排 京城郊外是一处一处的山庄 从外面看 青瓦白墙 花木环绕 低调中难眼说话 苏清欢猜想 是京中权贵们修养的地方 问了世子 果然是 我 表舅 原来也有一处 听说 还有温泉池子 苏清欢顿声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供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救命 救命 一声女子尖锐的嘶喊声 打断了苏清欢的畅响 声音凄厉 宾死般绝望 马车停了下来 苏清欢掀开帘子 发现马车前面跪着一个女子 皮头散发 衣衫不整 不断地磕着头 白皙的肩膀都随着动作若隐若现 世子沉声道 怎么回事 那女子浑身颤抖 牙关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只不断地磕着头 苏清欢四下看看 顺着方长信的目光 往东南方向看去 发现那里有六七个富贵人家 长嘴打扮模样的男人 正探头探脑地往他们这一行人看来 似乎是在观望 你不用害怕 我们很多人 没人能伤害你 你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看我们能不能帮你 白苏 找见斗篷去给这位姑娘披上 女子终于镇定了些许 抬起头来露出额头上的亲子 一边哭一边道 奴家姓杭明丽君 家住南城根 爹娘开了一家麻油店 昨日 奴家给爹娘送饭 半路就被人掳到这里来 那人 那人自称张格老的外孙 对奴家意图不轨 奴家随小门小户出身 却也知道羞耻 趁他不被逃了出来 我在外面躲了医 到底被他的人发现 仓皇逃窜 冲撞了贵人的马车 还望贵人出手相助 奴家感激不尽 苏清欢用眼神询问世子 这张格老的外孙是谁啊 这么骄横跋扈 张格老三个嫡女 一个进了宫 一个做了城王侧妃 还有一个嫁了皇商 庶女们嫁得都一般 我猜应该是嫁给皇商 比心明那个女儿生的儿子 这事我们不用管 你看司徒大人 司徒清正眉毛都拧到一起去了 眼神愤怒冰冷 抢抢民女 抢到了御史面前 自投罗网 谁也救不了 张格老估计莫名其妙 就要给打着他旗号的外孙背锅了 一群废物 还没有找到 一个肥头大耳 穿着绿衫 扇着苗金扇子的男人 气急败坏地走进马道 他的目光很快 被马车前的杭力军吸引 嘿嘿 原来在这里啊 我的小美人 你可真不乖啊 哥哥要教训教训你 他身边的随从劝阻他 指了指苏清欢一行人 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李明俊毫不在意地挥挥扇子 大言不惭 一群进京的穷寒酸 该怕的是他们 哼 给他们借识个胆子 也不敢动我 说话间 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杭力军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要往后缩 眼神悲窜而绝望 苏清欢喊了一声 我要做啥事 他不敢动你 李明俊看向苏清欢 忽然愣住了 世子以为李明俊 是看中了苏清欢的美貌 十分生气地骂道 看什么看 再敢看 把你眼睛挖出来 苏清欢也十分厌恶 他赤裸裸的眼神 白苏 把韩姑娘扶到车上来 剩下的事情 应该交给司徒清政 这个御史来做 没想到 李明俊竟然不管杭力军了 用扇子指着苏清欢 挥着另一只手 他 想要他 去把他给我拉下来 你敢 方叔 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苏清欢虽然气愤 但是不愉还在没进城 就给世子惹事 便骂道 司徒御史在此也敢造次 臣是好大的狗胆 司徒御史算什么东西 御史 司徒清政 他突然清醒 顺着苏清欢的目光 看向司徒清政 后者正用犀利的目光 注视着他 气势逼人 李明俊之流的顽固 与王楷相似 欺软怕硬又见风使舵 顿时笑着拱手 原来是司徒大人 打扰了打扰了 误会一场 我 我看这杭小娘子 孤身在城外徘徊 就想顺路 把他带回京城 没别的意思啊 他胆子小 误会了 是吧 杭娘子 我是知道你家麻油铺的位置的 所以 想做好事 最后两句话 分明是用杭力军的家人威胁他 杭力军果然不敢说话了 李明俊十分得意 司徒清正没有作声 他便以为事情平息了 又厚着脸皮指了苏清欢 不知这位姑娘 是司徒大人府上的什么人 是真男王的侍妾 苏清欢听了司徒清正的话 满脸的问号 司徒瞎子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是真男王的侍妾了 李明俊脸上露出些为难之色 世子却大声道 他不是我父王的侍妾 他是 我只是世子身边的丫鬟 狮子愣了 随即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虽然没有出声 但是显然闹别闹了 原来是世子爷啊 世子爷 您这个丫鬟十分入我眼 我愿意奉上文银千两 向您买这个丫鬟 您看行吗 不卖 你是邸家人 若不是碍于身份 他真想暴粗让他滚 这笔账他记下了 苏清欢有些愣争 他知道自己颜色尚可 但是寻常买个丫鬟三五两 周正歇的十几两 他就是有九十分美貌 百八十两也很贵了 张口就是十倍一价 这个顽固到底只是不知柴米贵 还是就是对自己重义 底家别的没有 就是黄白之物无数 是在新兵眼亮 我是邱明俊 邱家长子狄孙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沈一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三集 世子 我着实喜欢您这个丫鬟 两千两如何 世子也觉得有些不对 拉下脸道 无卖 五千两 并一匹西域粮具 上好的扬州数码 也不过一千两银子 更胡话您 您还不到那个年纪 或者您喜欢什么样的丫鬟 我封上五百个 您随便挑 世子刚要拒绝 就听苏清欢假哭道 世子 您千万不能帮我卖了 底公子出这么多金银 定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 从底明俊的话语里 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奇货可居 他很想知道 他买它来干什么 往火坑里推 别傻了 跟我走 我送你去个好去处 吃香的喝辣的 指不定以后啊 我还能尊称您一生 您慢 你到马车里 不许出来 世子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又扭头对苏清欢道 苏清欢简直觉得 他被露气上身了 然而在人前也没吵闹 掀开马车帘子进去了 司徒夫人安慰他 世子对你很好 不舍得卖你就能看出来 他一定不是故意训斥你的 嗯 我知道 苏清欢在想 他为什么这么值钱 世子怎么忽然又变了态度 对他那么粗鲁 他想不明白 心中隐隐不安 城门近在眼前 他却觉得跨过那扇门 好像就要迈入一个巨大的漩涡 世子心里有些沮丧 他忘了露气特意交代过 不许苏清欢和张家的人接触 张哥老 那不就是苏清欢的 唉 李明俊这头肥猪 分明是不知怎么认出了苏清欢 萧母的长相 想买了他送人 至于送给谁 一目了然 他好像把事情办砸了 露气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不能让苏清欢 知道自己的身世 至少 在他从西夏回来之前 不能让他知道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李明俊还想商量 世子却不想再搭理他 鹤令前行 李明俊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的马车离开 后轮掀起滚滚烟尘 气得撕了扇子 大爷 咱们先回城吧 司徒清正最古本 若是他在皇上面前参奏您 张哥老怕是会生气啊 又没抓到我把柄 那女人我根本没碰 走 回去打听打听 这男王世子有什么喜好 搜集些好东西 去把那丫鬟换来 大爷呀 这板子都要架身了 您却还想着一个丫鬟 哎 更错了柱子 真是人间惨剧啊 进了京 司徒一家离开 苏清欢对前去送杭立军的侍卫道 就说杭姑娘迷了路 被我们遇到 原本昨日就该回来 但是世子事情繁忙 在城外耽搁了一天 虽然知道这说法漏洞百出 但是总要尽量保住杭立军的名声 杭立军是个美貌又乖巧的姑娘 花姑朵一般的年龄 希望她能不为这次事情影响 有段好姻缘 多谢苏姑娘 等杭立军也离开后 马车里只剩下苏清欢和世子 锦奴 那个底明俊 为什么执意要我 你先跟我说 为什么要自称是我的丫鬟 您这般自贱 我心里多难受 你对我好 我知道 这就够了 不提轻贱不轻贱 我向来害怕麻烦 不想成为别人目光焦点 嗯 木秀鱼林 风必摧之 娘说的有理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您那么说 下次您就别提了 对外只说 是客人 好 李明俊 为什么会坚持要我 也许 是您长得好看 回头让方叔去查查 好 若是有什么进展 告诉我 这事情不着急 先去打听你表舅的消息 还有我师父和木嬷嬷的事情 到了世子府 管家带着所有下人 在正门门口跪拜迎接世子 世子挥挥手 起来吧 打扫整理世子府有功 每人赏一个月月银 带到入了府 他又叫来管家 指着苏清欢 苏姑娘是府里的客人 什么东西都要先紧着她 如果只有一份 也是送到她那里 有什么需要请示的事情 也一概到她那里 还有 苏姑娘就住在我院里 反正有的是房间 我在你旁边院子就行 我答应了 要好好照顾你 真是尽职尽责 方长信办事妥贴 第二天一早 就来找苏清欢 姑娘 秦将军已经免胜 皇上赐还了将军府 让他在境中休养一个月 就前往边城 那他现在每日上朝 那倒没有 皇上连将军退守过上 去得不上朝 苏清欢冷笑 现在想起来连他 真不晚呢 也就是说 露气现在是无所事事的状态 他会不会来看自己 想到这个 他心里就像有只小猫 不断伸出小爪子撩拨着他 他手里摸缩着茶杯上的莲花纹 脸上染上些许红韵 然而方长信接下来的话 让他心中这点疑泥 荡然无存 薛太医的住处 我也答应到了 他心纳了个妾室 一起住在 纳了个妾室 沐沐沐又住哪里 苏清欢手中的茶杯掉落在地 花了极大的力气 才按捺住自己的情绪 他们住的地方相距甚远 近二十年未曾分开的两个人 现在住得相距甚远 苏清欢不敢想象 心中又似有一把烈火熊熊燃烧 他哼的一声站起来 眼神中是难以按捺的激动 带我去薛太医的住处 白苏看着满地碎瓷的 姑娘 仔细脚下 世子出去了 您是不是等他回来 跟他商量一下 苏清欢不能等 他都要炸了 薛太医和穆嬷嬷对他的意义 无异于就是这一世的亲生父母 父亲出轨 母亲搬出家门 他还能等 带我去 我现在就去 方长信看着他眼中水光闪动 觉得自己若是再说话 他的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那我去安排 多带几个侍卫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白苏白纸两人都跟着 苏清欢坐上了马车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听方长信说到了 他几乎立刻掀开帘子 从车上跳了下来 提着裙子一直跑到红色的大门前 举起手的时候 他颤抖了一下 然而很快 砰砰砰地用力拍起来 谁啊 里面传来一声 女人慵懒而娇媚的声音 听着这声音 就知道是个年轻娇媚的女子 苏清欢继续用手掌 拍着门 掌心发红发热 他却敲得愈发激烈 白苏何曾见过他这般师太模样 含着泪劝道 姑娘 姑娘 你慢些 奴婢来敲 苏清欢却仿佛没听见一样 发疯地敲着 不 不 简直是砸着门 这是师父的家 就是慕摩摩的家 那就是他的家 谁敢把他拦到外面 谁这么无礼 里面女人一边骂着 一边拉开了门 苏清欢的手顿在空中 手上的翡翠镯子 不知何时都被震裂了 手腕被割伤 细微的血流 蜿蜒而下 白苏和白纸铺上来查看 苏清欢摆摆手 不打紧 我有数 眼前的女子十六七岁的模样 穿着白绫袄 月华裙 胸脯骨胀 腰枝纤细 行动间如若柳浮风 媚态天成 你是谁 女子看到苏清欢很哑然 从她的样子中 嗅出不同寻常的味道 警惕道 你又是谁 苏清欢用尽力气 控制住眼泪 穆摩摩相貌寻常 可是温柔端庄 穆摩摩也曾这般年轻过 她的青春都喂了狗 苏清欢看着眼前女子 替她感到无尽委屈 白纸看着女子愣住了 回头看看苏清欢 又看看白苏 从她眼中看到了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震惊 这女子 眉眼间神似苏清欢 只是气质不同 虽然魅惑 却风尘气十足 苏清欢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她正一瞬不瞬地 看着眼前女子 因为激动 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你到我家 你到我家来问我是谁 莫名其妙 女子伸手做事要关门 苏清欢伸手挡住了门 那女子仍然要关 眼看着就要夹住她的手 白苏出手 一掌拍在门上 那女子后退了几步 清天白日的 入室抢劫啊 我找我师父 薛太医 你是老爷的徒弟 你是清欢 白苏怒斥 大胆 我家姑娘的名字 也是你能叫的 那女子脸色缓和了些 上下打量了苏清欢一番 果然是我们家的人 这样子就是咱们 你怎么来了 苏清欢身后 传来一声熟悉的赤问声 她慢慢回身 转头 一身青色长衫 虽然不到四十 并脚却阴线白发 拎着药箱的薛太医 出现在门口 师父 苏清欢缓缓跪下 看着她目光复杂 啪的一声 薛太医大步上前 狠狠一巴掌 甩在她脸上 苏清欢被打得 头歪向一边 头发散乱 原本白皙的面颊上 五根青色纸印 历历可见 薛太医由不解恨 还带再打 被白苏和白纸两人拦下 姑娘 白苏心疼地喊着 在苏清欢的对面跪下 想伸手摸摸 想伸手摸摸她的脸 却没敢碰她 泪水速速而下 苏清欢口中 有铁锈气泛滥 一句话 嘴角有丝丝血迹流下 我没事 他抬手擦了一下 见到手背上流下的血丝 竟然笑了 看着薛太医 师父这份见面礼 可不清 我走之前 是不是告诉过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绝不可以离开成家 站起来 跟我进去 苏清欢耳边嗡嗡作响 只听了个大概意思 跪在地上笑了笑 我也想留在成家 可是成轩娶了夫人 把我卖到烟花之体 不可能 前一阵 成轩跟我说 你在成家待得好好的 那师父不会不知道 他娶亲之时吧 师父曾对我说 把我许配给他 原来是任由他处置的意思 原来在师父心里 成家无论如何对待我 我都应该拟来顺受 不该反抗是吗 他边说边笑 泪水在眼角闪动 却倔强地不肯落泪 脸上亲子越发加深 薛太医拉着他的胳膊 动作十分粗暴 跟我进来 皇兄 开门 老爷 都是自家人 您下手也太狠了 来 秦桓 快进来 算起来 我还是 别费 挨了骂的红袖撇撇嘴 扭扭身子进去了 苏秦桓看着红袖进去 用力挣脱薛太医的束缚 指着红袖道 他是谁 师父为什么不让他说完 他在 我不进去 穆嬷嬷呢 为什么要把穆嬷嬷赶走 他陪着您无怨无悔 你翻脸却如此快 您对得起他吗 薛太医抬手又要打 白苏白纸这次却有了防备 严严实实地用身子挡住 苏秦桓 白苏白纸 退下 一日为时 终身为父 更别提 师父教导我十年 别说打我几下 便是要我死 我也不能反抗 让开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沈一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四集 白苏白纸四目相对 挣扎半赏 到底退到了一边 咬着嘴唇 满眼心疼和无奈 薛太医的手 却放下了 你跟我进来 让他先出来 苏清欢钻了牛角尖 指着红袖的 你我本是一家人 相间何太极呀 红袖倚着门 抚摸着自己 涂着扣单的手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今日 是非要跟我见到底吗 别听那些 你进来跟我说清楚 成家到底如何对待你的 苏清欢看着红袖 目光不依不饶 薛太医知道他的脾气 挥挥手对红袖道 你 去给我打一壶金花酒 老爷 快去 红袖横横地看向苏清欢 扭着水蛇腰走近 向薛太医伸出手来 没有银子了 薛太医把荷包解下来给他 苏清欢却像弹簧一般弹起来 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抢过荷包 这是木嬷嬷做的 别让他碰 白苏 给他银子 白苏掏出个银刻子 扔给了红袖 后者见薛太医没有开口的意思 恨恨接过银子 扭着腰 身影消失在街角 如果薛太医喜欢上别人 他可能只是心中难过 但是说不出什么 毕竟木嬷嬷有多爱薛太医 薛太医拒绝他就有多决绝 为了留在薛太医身边 木嬷嬷从来不提爱 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有缘无分 让人叹息 但是薛太医竟然喜欢上了这般 一看就不是良家女子的女人 还为了他把木嬷嬷赶走 苏清欢心中的悲愤 无法抑制 进来 你带来的人 给我留在外面 白苏拉拉苏清欢的袖子 你们在这里等我 白苏白纸欲言又止 担忧地看着他 疼爱了我十年的师父 生了气不过打几下 总不能要了我的性命 苏清欢跟着薛太医进去 一路进到厅里 这处院落不大 只有两进 布置也朴素 厅中除了家具 并几幅自画 并没有别的装饰 苏太医把药箱放下 坐在椅子上 跪下 说 为什么要到京城来 你身边跟随的那些丫鬟侍卫 又是什么人 你跟了谁 把成家发卖你的始末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成家受了他那么多好处 竟敢出尔反尔 成轩几个月前见他 还假装若无其事 跟他解释自己的苦中 说只是在名分上 委屈委屈苏清欢 但是绝对会补偿他 成家真敢 成轩真敢 薛太医气地浑身发抖 苏清欢跪在他脚下 声音清冷地 讲述了事情始末 讲到他回到村里为止 并没有提露气 成家答应过我 在王阁老的权势面前 承诺算什么 成轩胸怀大志 并不在意儿女情长 但是对这些事情 我已经释然 你这孩子 心气也太高 难道我心气不高 就不会发卖我吗 既然如此 成家是不能再考虑了 但是京城你不该来 我有几个挚友 也许有的家中 也有试婚的男子 我 师父不必为我的 终身大事发愁 我已经有了众议之人 是谁 是京城人士 你带来的那些人 是他给你的 我不同意 是京城人士 我们已经定了终身 因为种种原因 暂时不能迎娶我 但是我们彼此 始至不渝 不行 你若是认我这个师父 去哪里都可以 就是不能到京城中来 师父 穆嬷嬷嬷 跟了您将近二十年 妾有义 狼无情 您心中有人 但是求而不得 半生飘零 你 你知道了什么 你听谁说的 不要被人蛊惑 师父 我并不傻 相反 您也赞过我 松慧鸡敏 我跟随您十年 难道还看不出来 一丁点异常吗 您对我的栽培 甚至于喜怒无常 透过我像看 另外一个人 我都知道 您不说 我不问 但是我想说 您和穆嬷嬷 都是我最亲的人 看到你们半生 困于所爱之人 不爱自己的困局中 我不想重蹈覆辙 我爱承轩 甚至不惜陪他去死 他却负了我 我不挽留 今日 我又爱上他人 庆幸的是 他对我 一真心相待 他在京城 我便留在京城 他离开 让我在这里等他 我就在这里等他 你 口口声声说爱 有没有廉耻之心 庆福这次 我 我就是如此教养你的吗 当初对承轩 师父乐见其成 甚至推波助澜 可惜到底 我们都看错了 这次 我遇到了他 即使被您骂轻浮 我也认了 我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但是如果您一意反对 那我 也只能不笑了 说完 他扶在地上 深深叩手 薛太医像是 瞬间苍老了 十几岁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啊 他是谁 什么身份 我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陆七的身份 他不知道暴露了 会不会带来麻烦 所以即使是 最亲近的师父 他也不想告诉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他爱的人是我 苏清欢听到着 突然插进来的一句话 惊喜地回身去看 果然看到 陆七不知何时 站在门口 腰背挺直 顶天立地 陆七看到 他脸上的伤 目光中闪过一抹 愤怒和心疼 拳头在袖中 捏得紧紧的 却终是没有说什么 不倾而入 何其猖狂 似其心切 后其心急 还望师父原谅 说话间 他走到苏清欢身边 撩袍和他并排 跪在一处 秦芳 见过师父 你怎么来了 苏清欢看见他 嘴角忍不住上扬 眼里巨是欢喜之色 他好像瘦了 但是气势 好像更凛然了 他这一笑 嘴角瘦的伤 就被牵动 顿时疼得 呲牙咧嘴 看着陆七心疼 又要发狠的目光 他忙道 不疼 看着下人 可是真不疼 你闭嘴 回去 再跟你算账 刚刚见面 能不能不要那么凶啊 但是 听陆七说 私欺心切 护欺心急 看到他和自己 并排而跪 从容称呼师父 苏清欢心里觉得 踏实又稳妥 隐隐有甜蜜翻涌 秦放 薛太医看着两人 眉眼间的互动 不确信地重复了一句 看着眼前之人 高大的身材 和压青色长衫 难以掩盖的 肌肉曲线问道 你可是战神秦放 师父面前 战神窥不敢当 但却是师父所想之人 眼下 我只是悠悠的夫君 来拜见 您老人家 薛太医看看苏清欢 从他眼中 看到了恳求之色 秦放 被发配到了眼场 所以 你就认识了清欢 现在你起父 就带他回京 是 虽然中间许多曲折 但是总体 正如师父所说 你声名狼藉 被逐书家们 凭什么来去清欢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陆七看看苏清欢 眼中有愧疚之色 他没有跟他提过 这段不光彩 又难以抹灭的过去 没带他说话 苏清欢就急急道 师父 我不在意那些 我喜欢的是他的人 我知道他的好就行了 三人成虎 机会消骨 别人口中眼中的他 如何我不管 我只知道 他是值得我爱的 伟岸男人 行事顶天立地 无愧于心 悠悠 陆七伸手 拉住他袖中的手 和他食指交缠 他力气很大 大到恨不得 和苏清欢 黏到一处 永不分开 这就是他深爱的人了 不问阴游 毫不犹豫的偏袒 前二十多年 从未有过一个人 能对他如此 毫无理由地维护 推心致富地信赖 薛太医指着苏清欢 手指发抖 你 当年 你 也是如此 才会落得那种下场 你想说的是 我生母吗 你 你 你都知道了 也有猜测 但是不敢肯定 我猜想 是我生母托孤给您 她也正是您心中 念念不忘之人 是吗 你原本就聪慧 现在又有了她 当年的事情 你若是想知道 也没法隐瞒了 师父 我只想知道自己生生父母是谁 是否还在人间 会不会对您和穆嬷嬷 和陆 秦放 有影响 至于我自己 其实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你们才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先回去吧 容我静一静 你想知道的事情 秦放应该不难调查出来 或者说 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吧 苏清欢扭头看向陆契 万卑确实已经知晓 只是 为了悠悠的缘故 没敢告诉她 但是 这几日我想明白了 只 保不住火 在我处成之前 总要跟她说清楚 让她 心中有数 悠悠坚强乐观 能经受得住这些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不是有意瞒着你 我知道 我信 只是我觉得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这件事牵扯众多 我怕你无私乱想 回去之后 我告诉你 嗯 你们两个走 让我冷静冷静 秦放 你过几天来 我有话对你说 柳青汉是他心中 最伤的那道疤 什么时候提起来 都是鲜血淋漓 难以平息 师父 沐嬷嬷的事情 悠悠 先回去 薛太医脸上露出疲惫之色 并没有多言 从屋里出来 站在院子里 露气看着苏清欢 有肿胀的脸 又心疼 又愤怒 之前是不是答应过我 不出世子福 是不是我的身世 又不能告人之处 先回去 晚上我找你算账 买素白纸两个 可以换了 你别乱谦怒 这件事情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长辈罚我 难道他们敢出手吗 先说正事 你既然知道那么多 那先告诉我 知不知道 沐嬷嬷和我师父 究竟出了什么事 二十年的感情 虽非固若金汤 但是彼此已然习惯 不会突然决裂至此 最重要的是 苏清欢从薛太医的眼中 并没有看出 他对红袖的痴恋 那红袖举止轻浮 让人望而生艳 薛太医怎么会 喜欢这样的人 叶叶差到一些 会继续众人调查 先回去 我还有事 苏清欢这才想起来 问他 为什么会突然赶来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有犬小犬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五集 你身后有我的人暗中保护 听说你被打了 我匆匆赶来 下一次别这么鲁莽 也别这么傻 爱了打 你舒服 还是你师父舒服 你分明存了激怒他 让他打你 让他心疼后悔的心思 你这倔强的脾气啊 真得好好板一板 等我有时间了 找块煮板抽 不说软话 就一直抽 到底能不能 干一只毛病 用别人的错处 惩罚自己 用自己的疼痛 刺激别人 你可真出息 真给我张脸 苏清欢被骂得 垂下头 会由伸手摸摸脸 现在知道疼了 回去上药 晚上跟你好好算算 你先走 他们两个肯定 不能一起出去 他想看着他离开 陆气瞪了他一眼 伸出手指了指他 走到侧面围墙处 回头看了他一眼 脚步轻轻一点 就飞上墙头 身轻如燕 随即跳了出去 原来是这样来的 他出去以后 白酥白纸 扶着他上了马车 白酥的 姑娘 您没事吧 看到您这样 大爷得多心疼 你们看见他了 奴婢们 本来就是保护 您安危的舞弊 这周围的动向 怎么敢掉一轻心 大爷的轻微 在后面跟着 也都告诉过我们 只是大爷不许告诉您 奴婢们不敢多嘴 你们是我的人 对了 京城是你们长大的地方 你们在一起的姐妹 也大都在京城吧 是 只是别人都跟着 真正的告命夫人们 你们 却只能跟着我 真是委屈你们了 您这是要赶我们走吗 白酥很惶恐 白酥比他聪慧许多 捂着嘴笑道 相处这么久 姑娘怎么样的人 你心里还不知道吗 他这又胡思乱想了 回头咱们一起告诉大爷 大爷专治他这病 白酥这才松了口气 姑娘又吓唬奴婢了 咱们是要告诉大爷 苏清欢对他们好 他们早就认定这个柱子 你们对我的心 无以为报 我只能 日后给你们各自 找个好相公了 两人面红耳赤 随后不依不饶 上来一起挠他痒痒 笑了一会儿 白酥试探道 姑娘 您和薛太医 讲和了 嗯 也不算讲和 但是事情和我想象的 不太一样 不行 我不想回府 我先去见见穆嬷嬷 不见他 我不能放心 说完 他叫来方长信商量 后者同意后 便往穆嬷嬷的住处赶去 可惜到了穆嬷嬷那里 铁将军把门 苏清欢等了将近半个时辰 害怕出来久了 世子着急 只能泱泱地回去了 晚上 他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都是露气喜欢的 看得世子都吃醋了 但是 一直等到午夜 才等他来 菜刚热过 先吃点 苏清欢看着他 略显疲惫的身影 十分心疼 把他按坐到桌前 给他布菜 你忙什么 忙得这么晚 露气把他拉到自己腿上坐着 双手捧着他的脸 先狠狠亲过一顿之后 才到 坐下来 陪我吃 他控制了力道 对他受伤的那边脸 不敢用力 别闹 让我好好坐着 就在这里坐着 这些天 你想我没 想了想了 想好好吃饭 露气用手臂还住他的腰 恨不得把自己融进去 有多想 脸肿的争愁 我都不想看 不想看 还半夜八八爬墙来见我 毁我龟玉 还想着我想你 滚滚滚 龟玉 你好意思提 是谁 被我压在身下 一连串的魂话 从他嘴里出来 苏清欢气得面红耳赤 狠狠捶了他一顿 自走了也不知道来封信 有个口信也好啊 我这日日提心吊胆 唯恐你出事 还不敢跟人提起 你 接气了吗 小心手疼 你知道 我现在想干什么 想把你 把 滚了 一寸寸的 吃到肚子里 陆七捧起他的手 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的亲过去 离别 使至相思苦 苏清欢本想骂他 但是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一句 闷闷的 我也很想你 傻 脸疼不疼了 苏清欢本来很享受这样的温情时刻 但是忽然之间 他猛地从他腿上跳起来 一言不发开始动手解露气的衣裳 别这么着急 先让我吃点东西 什么时候受伤的 苏清欢按住他的衣领 脸上点滴笑意都没有 黑亮的眼睛 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 就那般直直地看着他 露气笑笑 无奈地摇摇头 摆开他的手 真是骗不过你 真是小傻 害怕你担心 没说 我自己拖给你看 苏清欢这才松开手 露气解开衣裳 露出右边肩膀上的风带 中了一剑 没有道次 当时就拔出来了 十几天 已经快愈合了 也没有跟你说 苏清欢伸手按了按 露气露出些许忍耐之色 苏清欢伸手替他枕脉 很省马呢 哼 怎么不在箭头上 涂点毒药 既然想骗我 就别露出马脚来 你怎么发现的 我觉得 我演示的还不错 奈何你太聪明了 你揉我头发 从来都是用左手 今天 用了右手 你从近来到现在 抱着我 左边没敢用力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 嗯 抵消一般惩罚 既然知道我受伤了 是不是 该帮我把口子系上 苏清欢翻着白眼 替他整理好衣裳 把几样盖辣椒的菜 都挪到远处 不打击 我想吃 没有 那些都留着喂狗 那 悠悠喂我 我伤了肩膀 不敢用力 若不是看在 相见不义的份上 我才不理你 苏清欢没出息地 拿起筷子 给他夹了一块鸡肉 上块鱼片 没有 我想吃虾 罚物不能碰 悠悠 别忘了 吃过饭 我还要跟你算 私自出门的账 你也别忘了 我要跟你算受了伤 还想瞒天过海的账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鹿气被头喂饱了 心满意足 只差每人在怀 觉得有些空荡荡的 赶紧说清楚 到底怎么受的伤 我去夜探太子府 出来的时候 碰到了机关 自己去的 你 你是不是傻 没事 我以前去过很多次 只是许久没去 添了新机关 不过 这次也清楚了 你还是为了成王去的 其实 鹿气跟随谁 属于他事业范畴 苏清欢并不想多干涉 可是内心深处 总觉得被白眼狼咬过一次 不该再次一头扎进去 不是 他倒是想拉了我 可是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我了 当初他效忠成王 因为他父亲是太子党 而他被逐出家门 日渐成财后 成王对他伸出了橄榄枝 可是你对他很忠诚 要不也不可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责 我并不是替他担下罪责 而是想护住 立护军跟随我多年的兄弟们 他是秦王 民面上与我没有多少交集 想拉他下水不容易 倒不住留个情面 也好相见 只是我没想到 他还会落井下石 我已经吃过一次亏 这笔账 要慢慢算 朝中的事情 我不懂 但是我听说 只有太子和成王斗的厉害 两方你都不想依附 那你做什么打算 未必没有第三方 谁 以后你就知道了 可何况 只要帝户军在我手中 谁做皇帝都要拉拢我 经过这一年多 谁也没能在帝户军占到便宜 他们想来也心里有数了 所以这次 我还朝 太子和成王都是好拉拢 怎么是好拉拢 老师交代 是不是给你送美人了 真聪明 脸上怎么没上药 真丑 别转移话题 谁送的 送了几个 你都安置在哪里了 哥送了一个 太子送的是 王良帝的树妹 算起来和王培 还能斩亲呆过 成王送的 是个严商的女儿 都安置在府里 同等待遇 不偏不倚 怪不得这么久不来看我 原来温香软玉 所拥又报 金将军好艳福 好好说话 又不大人了 只见过一次 长什么样子都没看 正好 我要出征 让他们守着吧 只要陆契不跟太子 成王撕破脸皮 这两人是送不回去了 这种事情无法避免 甚至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说 因为事到如此 无论是送礼者 收礼者 还是旁观者 都习以为常 不可能让事情来迁就 苏清欢自己的骄傲 但是他信路气 信他懂自己 信他能妥善处置 我还没进府 却被别人接足先登了 你该如何补偿我 陆契本来害怕他生气 但是见他没生气 反而有些郁郁 你就不吃醋 苏清欢看着他板起了脸 一副你不吃醋 我不高兴 快来哄我的样子 在他胸前捶了一下 别得寸进尺 不知好歹 当初 承轩 是你说过不许提他的 你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陆契步步紧逼 磨刀祸祸 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随时准备先捉 我其实知道 他是有报复的人 所以我也有过犹豫和怀疑 只是我总自我安慰 不要用没发生的事情 吓唬自己 甚至告诉自己 若是成婚二三十年 他移情别恋 可能到时候 我都不在乎了 但是对你 我从来没觉得 你会对不起我 我唯一担心的 是你会被算计 被伤害 在两个人的世界中 他给她的是 坚不可摧的安全感 陆契圆满了 事实上 他在他这里 从来得到的 都是最满意的答案 但是他却依然忐忑 依然觉得自己 好像随时随刻 都能失去他 因为深爱 苏清欢选择信赖 因为深爱 陆契自我怀疑 因为苏清欢 如明珠般耀眼 而世俗给他 家珠的那些荣誉 在他的美好面前 不值一提 那座福利的女主人 只会是你 我让人把她们 安置在 熬犬园子旁边 等我回来 迎娶你之前 熬犬和她们 一并处理 不用这样 你福利很大吧 熬犬你喜欢就留着 别放出来就是 女人更没有必要处理 如果人不错 那就打发嫁人 如果藏了坏心 那就捐在府里 说不定也有用处 真这么大方 装的 我的心哪 血流成河 让我看看 陆契做事 要解他的衣裳 两人笑闹成一团 好了 好了 仔细你的伤 跟我说说 我师父和木嬷嬷的事情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刘犬小犬 以白 五月 亲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六集 不愿恨你师父 陆契试探着问他 看着他脸上依然触目惊心的肿痕 十分心疼 也有些埋怨 有时候 会有些委屈 但是想想 他为了我 在成家待了快十年 若是我还怨恨 那就太不知好歹了 有什么事情 不管好的坏的 你都别瞒着我 我确实对你撒谎 你的生母是刘青涵 罪馋之女 陆契在心中 翻转过无数次的话 终于说出口 他把他所了解到的 他的身世的事情都说了 所以 我其实是张格老的孙女 当然 是他不会认的那种 没想到 我的来头还这么大 你的外祖父 才是真正的权倾朝野 可惜 属于他的时代 早已过去 苏清欢除了有些折舌 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尤其听到 生母已经不在人世 生父还好好地 坐着张家二老爷 他觉得自己只是听了个 让人揭叹的故事而已 原本我害怕你知道 会因为 你母亲的身份自卑 后来才想明白 与其日后 让人突然用这个功解你 不如我 早点告诉你 其实真正让陆契 下定决心的 是他回京之后 听到了众人对 卫生和大欢的议论 京城盛传 卫夫人与人 生了两个野种 竟然还被卫生接纳了 于是大欢的家庭经历 被扒了个底朝天 当然 基本没什么好话 什么大欢爱慕虚荣 嫁给太监火手寡之类的 大欢所到之处 即使碍于锦衣卫的名声 没人敢当众议论 背后也被人戳几两骨 陆契不由想起苏清欢 即使在知道 她是卫生的娘子后 她短暂哑然 没有流露出任何鄙夷之色 甚至还会跟大欢开玩笑 打趣她和卫生 就像与寻常姐妹闺蜜 聊天一般自然 大欢的身份 说起来 又能比柳青汉强多少 想通了这一点 她就决定告诉苏清欢 所以 我师父爱慕我母亲 苏清欢终于确认了 陆契见她说了这句话后 久久不作声 不由问道 在想什么 我在想 慕摩摩摩面对着我 是怎样的心情 她对我还那么好 她自问自己是做不到的 还有薛太医 这两人何其相似 你对锦炉也很好 那不一样 你想 如果我同别人生了孩子 你能接受吗 你敢 打不断你的腿 不说这些 那我师父身边 那个红袖是什么人 还有 我是不是很像我娘 那个底明俊 是张格老的外孙 他是从长相辨别出来了什么 嗯 一件一件慢慢说 我见过你娘的画像 确实 有些相似 但是柳青汉 冷艳中引有哀愁 苏清欢却温和 而笑意吟吟 你父亲应该是 不知道你存在的 但是 他书房中 有你母亲的画像 底明俊 有深受你父亲的喜爱 所以 经常出入他书房 该是见过 你父亲身边 其实很多 多多少少 都有你母亲的印子 对于这种表达深情的方式 苏清欢很不认同 如果我要死在你前面 你找一堆和我长相像的人 说是思念我 我一定从地底下爬出来 跟你理论 去你大爷的深情 明明是惊虫上脑 路气生气了 在苏清欢臀上狠拍了一巴掌 再说一句诗诗 作为一个征战十数仔 看惯生死之人 却听不得他说一个死字 苏清欢吐吐舌头 忙转换了话题 那红秀说跟我是一家 他是柳家的人 他是你姨母 柳清歌在教坊生的女儿 生父不想没有呼吸 一年多前 柳清歌辗转打听到了 你师父的下落 给他送了一封信 他去到了京城 把红秀 接到他那里去 柳清歌 他手里有我师父的把柄 难道是因为我 是 也不是 有把柄可能是真的 但是应该不会因为你 柳清汉私逃的罪行 随着他的死也淹没了 不至于连累到苏清欢 苏清欢想 柳清歌定然是知道 涉及母亲的什么事情 才能要挟到师父 沐摩摩心寒 并不一定因为红秀本身 还可能因为看到了师父 对母亲的执着 所以终于死心 上一辈的恩怨情仇 纠缠二十年 即使柳清汉身死 也并没有画上句号 情之一字 伤人如此之深 你生母是花魁 你的长相又神似的 你的师父是薛太医 所以拥有你的身份 经不起推脚 我若是在京城 不管有什么风言风语 都能替你一律承担 可是 我马上要走 我怕你被伤害 我更怕你受伤的时候 身边安慰你的人不是我 将军 军中有变 请您立刻回去看看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 急促的喊声 苏清欢听到 军中有变四个字 头就嗡的一声 脸色煞时就变了 你快回去看看 回去是不是很危险 要不要 该怎么办 进宫面圣 还是找人帮忙 苏清欢拉着他的袖子 六神无主 紧张到语无伦辞 别怕 事情省在刻空范围内 我回去看看 记得还是少出门 我要与魏夫人 有明面上的来往 不要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在你计划之中 苏清欢见他胸有成竹 心中猜想 他可能今晚是挖了个坑 给人跳 紧张顿时消灭了许多 真聪明 陆契肯定了他 却只字未提到底是什么事情 苏清欢推他 那你快走 早有打算 也要提高警惕 警方恶人做鱼死网破的挣扎 若是因为他的原因耽误了正事 他得多愧疚 还有 别总在我身上分神 我有白苏白纸 你的亲卫要跟着 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别瞎紧张 我做不好的事情 自然会向你求救 别再像今天这般 撇了正事来找我 苏清欢说话脆生生的 如大猪小猪落玉盘 干净利落 陆契捧起他的脸 蜻蜓点水一般 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那就是最大的正事 我先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生 荣誉出品 他离开后 苏清欢也没什么睡意 心里一直担忧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才闭言假媚了片刻 早上吃饭的时候 世子说 已经让人去打听消息 只是暂时没有回音 娘 您别太担心 地虎君固若金汤 没有任何消息泄露出来 说明还是表舅掌权 别人也许能策划滑遍 但是绝对不会有 这样的掌控能力 苏清欢略宽了心 中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 地虎君军中滑遍 陆器下令斩杀五百余人 主犯从犯 无一放过 表舅这样 定然会被御史参奏 主犯罪不容诛 可是从犯一般缴械不杀 但我若是表舅 也不会心慈手软 两年没有回来 军中渗入了各方势力 虽然暂时不具备 撼动根基的能力 但是总让人生厌 苏清欢由御史二字 想起司徒清政 那张严肃的脸 你觉得皇上会怎么裁定 皇上用人之计 不会如何追究 最多是罚奉而已 天河十年 有大将军当街逞凶 杀了个没什么影响的郡王 最后小城大戒 也不过罚奉 没有耽误出征 凯旋之后 该有的封赏一样没赏 表舅也是算定了 这一点才会出手 昨晚的滑遍 未必不是他引蛇出洞 一举歼面 那就好 你让人给他带信 别让他回来了 安心处理后续事宜 军中伤亡难免 还要应对御史的弹劾 并准备出征的事宜 尾时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和世子商量后 他决定再次出门去找穆嬷嬷 这也是他现在最大的心事 可是这一次他依然扑了空 苏清欢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让人四下打听了邻居 才知道 穆嬷嬷的家人总是来闹事 逼他嫁人 所以他这几天都不在家里 是出去躲家人了 回去坐在马车上 苏清欢叹着气道 穆嬷嬷三十多岁了 竟然还被家人逼迫嫁人 还要嫁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真真让人心寒 方叔已经留了人等他 等他一回来 就请他去世子府 若是他不愿意 咱们就再来 嗯 也只能如此了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身边响起了人潮涌动的声 看看怎么回事 这里是京城 他身边又跟着世子府的侍卫 自然会被打上世子府的标签 不能让人从规矩上挑出毛病 白苏掀开帘子出去 私下看看 马车四周突然多了许多人 男女老少都奋力往前跑 像是前面下银子一般 车夫怕碾压到人 所以停了车不敢再走 方长信正找了人问 他距离马车不过数丈之远 打听清楚后策马过来 却被人流冲得走不动 艰难行进 告诉姑娘 这些人是去看热闹 等一会儿就好 苏清欢坐在马车里 也听到十分无语 古代的吃瓜群众 这八卦精神也令人感动啊 什么热闹这般好看 奴婢隐隐听了几句 好像是怀州侯府和忠义伯府 两家闹起来了 两家侍卫家丁都聚在怀州侯府门口 剑拔弩张 这御史应该管管他们才是 无视浩勇斗狠不管 却去管军中之事 这事情 御史应该也会管吧 真想去看看 到底为什么这么热闹 白苏姐姐 你记得白碗吗 她比咱们大两岁 之前是被淮州侯府要去了吧 你不提 我还忘了这事 淮州侯府的世子爷娶亲 聘礼之一就是白碗 还能拿人做聘礼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做聘礼的 奴婢们当然不会做聘礼 奴婢们是陪嫁呀 苏清欢大酒 白纸一直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事不太对 我听见人说 这两家是亲家 淮州侯府世子妃 是忠义伯府的姑娘吧 这两家怎么会闹成这样 难道是世子有了别人 不过这种事情 也搬不到台面上来闹吧 更不会上升到 两府之间的矛盾 最多是后院女人们过招 给塞几个通房姨娘来平衡 当家的老爷们 不会觉得这算事情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 白苏道 苏清欢看白纸的头 贴在马车侧壁上 十分八卦 不由小道 白纸 你下去打听打听 回来也说给我听听 白纸高兴地领命前去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沈一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犬小泉 以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七集 她是个孩子性情 姑娘这般教惯她 越发没规矩了 奴婢自己也是 白苏笑道 苏清欢知道这话里 有对白纸的维护 也有白苏自己的忐忑 咱们如此相处甚好 你们跟了个不着调的主子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奴婢们都万分庆幸 能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现在说还太早 等我给你们都找了好人家 风风光光地把你们嫁出去 才不枉你们跟了我一场 姑娘 奴婢说正经的呢 我也说正经的 等我问问大爷 他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人 不过你们放心 我不会乱点鸳鸯婆 总要你们自己看上才行 不跟你说话了 过了片刻 白纸跑回来 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忠义伯府的大姑娘明珠 半年多前嫁给了 淮州侯世子云阳 云阳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从小寄居在侯府中 两人眉来眼去 对彼此都有些意思 明珠进门后 云阳便纳了表妹 虽然明珠大闹 也无济于事 夫妻关系紧张 云阳索性搬到了表妹院子住 这对院旅发生了 什么具体的事情不得而知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明珠在白莲花表妹那里 吃了不少暗亏 众人也看不起 淮州侯府这种纵容妾室 欺负主母的作派 奴婢挤到面前 听说是那表妹 暗中推了世子妃 世子妃倒地之后 就再也没有醒来 成了个活死人 仲义伯仙夫人早逝 只留下明为 明大人和世子妃 继夫人和妾室 虽然后来也生了不少儿女 但都是不急着两人出色 明为 有点耳熟 白苏提醒道 明为现任兵部尚书 深得皇上宠爱 怪不得这么耳熟 想来是锦奴跟我提过 所以 今日是明大人 带人来闹侯府 嗯 明大人与世子妃兄妹情深 据说 当初明大人 很不赞同这门婚事 但是世子妃喜欢云阳 一股行 几乎与明大人决裂 才嫁入侯府 苏清欢想 就算兄妹感情单薄 听说自己同胞妹妹 被一个妾室欺负 成为植物人 那明为 但凡有点男人的血性 也要闹个翻天覆地 现在闹又有什么用 难道 不该先想办法 治好世子妃吗 白苏叹了口气 苏清欢感慨道 强扭的瓜不甜 明珠暗头 可惜了 怀州侯府也怕出事 和忠义伯府都变访明依 可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听说明大人早就按捺不住 是忠义伯强按着不许他闹事 但是前两日 世子妃身边的人 回忠义伯府哭 说是怀州侯府的人 对世子妃照顾不好 世子妃身上都伸了褥窗 明大人这才拍眼而起 待人围了侯府 苏清欢想了想 这浑水不敢清一汤 等问过世子之后再做决定吧 他本身只想做个救死扶伤的大夫 然而身处齐局之中 进退便不由自己 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甚至连累于人 这种感觉真不好 但是他终究很难做到袖手旁观 便开口道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不是认识世子妃身边的舞弊吗 下去看看他在不在 可以提点他一下 让他们去请我师父帮忙 薛太医名声十分大 便是证实是不治之症 别人也只能说确实神仙难救 不会为难他 白苏应了声 白纸却低下头 声音暗淡 奴婢刚才见到了白纹 侯府把他推出来 说是他护主不力 钟义伯若是非要一个交代 就仗毙他 钟义伯府说 替死鬼他们不接受 双方现在正在僵持着 白纹跪在一旁 他 无论如何 护主不力这个责任 都摆脱不了 凶多吉少 吐死胡悲 白苏面上也有七七之色 只有千年做贼的 没有千年防贼的 别人刻意伤害 别说一个舞弊 就是身边轻微无数 难道就能安然无恙 确有失职倒也罢了 就怕他尽心尽力 还被推出来做替死鬼 既然你们也算同门 去提醒一下 帮他开脱开脱 若是我师父能救回世子妃 他估计就没事了 嗯 咱们走 白纸却有些害怕 裴大爷也在 白苏的动作顿住了 谁 大掌公主的嫡孙裴景 也是我们这辈子 都不能违抗的主子 白苏面上也露出 蜘蛛之色 他们与白婉不过点头之交 加上些同门之遗霸 若说仗义直言 或许可能 但是唐使要冒着生命危险 那定然是自保危险 苏清欢有些奇怪 可是不是说 我才是你们的唯一主子吗 您别忘了 我们都出自大掌公主府 要牢记于心的第一条便是 大掌公主府的主子 永远是我们的主子 那若是有一天 与你们之后的主子 有利益冲突呢 两方主子都不能违抗 所以 我们可选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自杀 苏清欢明白过来 心里闷闷的难受 所以 如果裴景对你们 也有处置的权利 是 裴大爷在外面喊 白晚要打死 侯府的人也不能放过 裴景最是魂不恋的 说得出 做得到 苏清欢看着两人迟出的模样 大概就能想象出 那位裴景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霸道性子 那我下去吧 反正处置不了我 那可不行 两人齐齐反对 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提醒你们一句 我有这个 苏清欢拿起手边的帽 严严实实地遮住自己的脸 姑娘 你们别下来啊 我可舍不得你们两难 可是他下去 白苏白纸两人也跟着下去 苏清欢也没有太反对 如果他没记错 杜景在裴景那里有面子 大不了搬出杜景来救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人群不知为什么开始退散 苏清欢在白苏白纸的保护下 艰难地逆着人群往前走去 走到前面 才发现是有侍卫在驱逐人群 一个身穿紫色胶领螺衫 红唇齿白的十八九岁的男子在跳脚 破口大骂 都别拦着我 今日裴大爷就要一把火烧了这难道女昌 宠妾灭妻的怀中豪福 欺负到我十八爷的头上 就是在你陪大爷头上动途 他长得白皙俊秀 出口却十分嚣张 活脱脱一个市井无赖 他的旁边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 身穿蟒袍 面色冷丽地看着淮州侯府的门边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砸下来 淮州侯府的人显然气短 有几个二十几岁 同样衣着打扮华贵的男子 在低声劝说 无外乎留些情面 都是一家人之类的话 裴景和明维 苏清欢基本对上号了 今日就是说破天也没有用 把那奸人交出来 就在侯府门口打死 咱们还有得商量 否则一拍两散 今日裴大爷就拆了你们的府门 明维显然是默认了他的嚣张 是淮州侯府的人如无误 他的身后上百名侍卫 披挂整旗 严阵以待 皆是怒目元征 虎视眈眈 明珠乃是忠义伯府 和府上下的明珠 从小在练武场上长大 豪情不输男儿 竟然被人欺辱至此 这口气 忠义伯府上下都咽不下 苏清欢忍不住想 有这样强硬的娘家 都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这明珠真是爱惨了那男人 若是明珠此刻能醒过来 会不会觉得 今日之血泪 都是自己当初择序时 脑子进的水 只被人强拉着 不能出门的淮州侯 世子云阳怒了 明明是他自己蠢 没有站稳摔倒了 还要赖在阿叔身上 阿叔这些日子 日夜伺候他 瘦了一大圈 你们忠义伯府 还待如何 苏清欢有些想笑 你妹妹不过是成了活死人 我的小心肝都瘦了 你们这些人无理取闹 这种神逻辑 真是真爱无敌了 他若是明珠 现在就进去一刀剁了 这狗砸碎 顺带送白莲花上西天 让你们去阎王爷那里缠绵去吧 明珠招招手 身后的随从地上弓箭 他簇眉缓缓将弓拉满 箭头对准门后的云人 云阳下意识地侧身躲了躲 闹肿 明为从牙缝里挤出两个轻蔑的字来 转而将箭头对向淮州侯府的苗金门匾 铮铮之声响起 箭在着万军之力直入门匾中央 射入极深 这是极大的羞辱啊 云阳顾不得害怕 怒道 不要以为我们怀州侯府会怕你们忠义伯府 我这就进宫 请皇上定夺 这是打不过要告诉老师吗 果真是个没担当的孬种 苏清欢把目光投向跪在侯府门口的一众丫鬟婆子 想来都是伺候世子妃的 现在推出来背锅 腰背挺直 不见恐慌之色 如同一柄尖刀的 想来就是白碗了 舞臂有自己的骄傲 便是生死也要坦坦荡荡 与此同时 明为和裴景也注意到了在不远处站定 戴着微帽的苏清欢和他身后的白苏白纸 裴景摸着下巴指着白苏白纸 你们俩 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奴婢乃大掌公主府舞臂二十七 三十二 白苏白纸行礼道 对对 你俩还是我亲自挑的呢 是杜大哥给我要的 他脸上的亢奋让苏清欢一脸懵 裴景快步走上前 看着苏清欢道 原来是替你要的舞臂 你是哪家的姑娘 被我杜大哥看上了 你可真是有福 苏清欢围帽下的脸清了 这裴景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裴景好似全然忘了今日是有别的事情 围着苏清欢道 杜大哥哪里去了 自从秦范回京 他就失了踪迹 是不是去执行秘密任务去了 我找他喝酒 也总找不到 告诉我他在哪里 要不我就把你掳走 让他来要人 还真是个傻子 还是个暗恋杜景 鸡里鸡气的傻子 我不跟傻子计较 不跟傻子计较 苏清欢不断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我乃是镇南王世子府的婢女 听闻世子妃生病 想起曾遇到过前太医院院证薛太医 贵府若是着急 不妨请他老人家来诊诊卖 或许还有转机 薛太医住在哪里 苏清欢抱上了薛太医的住处 明威虽然对苏清欢的 突然出现有些怀疑 但是到底心疼妹妹占了上风 想他两片金叶子 话音落下 便有身后的人 奉上两片金光闪闪的金叶子 苏清欢哭笑不得 真把他当成下人了 但是做戏做到底 他微微点头 示意白苏收下 已经被他列为傻子的裴景 却突然不傻了 看着苏清欢 你骗人 我家的舞弊 怎么可能伺候婢女 说 你到底是谁家的姑娘 先去请薛太医 你总不能让姑娘家 在大庭广众之下 自报名号 八舅舅 说得有理 先以十八医的身体为重 你让人去找薛太医 我就先跟着他们走了 裴景指了指苏清欢 啊 跟着我干什么 我要找杜大哥喝酒啊 我还得看看 你是哪家姑娘 到底 配不配得上她 裴景行事向来随性 说得出 做得到 您刚才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 来种田 游泉小泉 乙白 五月 惊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八集 苏清欢感觉 仿佛被一块狗皮膏药沾上 爹生对白苏道 你跟方叔说一声 让他看看能不能找到杜景 白苏应声而去 苏清欢对名为道 世子妃还没醒来 是尽真正原因查明之前 还望明大人明见是非 不要冤枉 也不要纵容 真正的恶人伤害了无辜之人 他们 也许是世子妃 最信赖之人 他指着跪着的一众下仆道 名为没有作声 更没有承诺 苏清欢该做的努力 都已经做 咱们走吧 裴景翻身上马 厚脸皮带着他的一众小丝 跟着苏清欢的马车 姑娘 忠义伯府是裴大爷的外家 裴大爷和世子妃年纪相当 虽然差了辈分 但是从小骑马涉猎 一起长大 感情甚多 苏清欢听得脑瓜人疼 京城这些薰贵之家就是如此 盘根错节的联姻关系 怎么都能扯点亲戚关系 不过裴景和明世子妃 这亲戚关系算是很近了 加上个人感情缘故 来替世子妃出头 也是情理之中 这两府之间的纠葛 从感情上来说 很难断对错 毕竟当初云阳喜欢的 就是白莲花表妹 是明珠一意孤行 要嫁入侯府的 但是从事情上来说 云阳宠妾灭妻 是绝对的渣男 舆论肯定站在明珠这一边 可是这些明珠需要吗 她想要的 怕只是心爱的男人 喜欢自己而已 若是可能 大概她很乐意 做身份卑微 却被云阳护着的表妹 姑娘 裴大爷还跟着呢 白纸透过马车帘子的缝隙 看着外面 不要让她跟去世子府 你跟方叔说 让她绕成转几圈 在绕第二圈的时候 裴景怒了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 不走了 不走了 都跟我回府里 等杜景来接你 你疲痒了吗 苏清官正头疼间 听到杜景的声音 顿时如闻天籁 杜景策马到马车旁边 拱手道 姑娘 今日惊扰到您了 都是我的过错 杜将军严重了 是我惹了事情 给你添麻烦了 不敢 滚下来 给苏姑娘道歉 我就知道 这样能见到你 嫂子 是井得罪了 你原谅则干 然后闹洞房的时候 在胡说八道 不就与你绝交 他向来说得出 做得到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就是想见你 你总躲着我 苏清官没忍住 笑了 这委屈的小腔调 还真是受气十足的样子 他这一笑 把白苏白纸 笑得都莫名其妙 我觉得 裴大爷是不是 喜欢上杜景 想给他做媳妇了 白苏白纸 两人满头的黑线 姑娘啊 什么都好 就是脑洞 开得太大 杜景既然 替他们解了围 苏清欢一行 得以顺利离开 下午的时候 薛太医来世子府 找苏清欢 并没有多停留 茶都没喝一口 明世子妃 头中有淤血 事宜导致昏迷不醒 钟义伯仙夫人 就是因为头疼病 实在忍受不了 选择吞金自杀 明维和明世子妃 也都有头疼的毛病 也就是说 并不是因为 受外力摔倒 导致出血 而是因为出血 所以导致晕倒 确实如此啊 这病太过棘手 我已经开过 活血化瘀的药物 能治疗到什么程度 就看他的造化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别动刀 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 尤其在京城里 把你那套惊世骇俗的东西 收起来 是师父 我知道 医者人心 你向来不去 只是人心险恶 自保最重要 这是做太医的 活命守则 千万记得 我先走了 尽管苏清欢挽留 薛太医还是匆匆离开 世子回来后 听说这件事情 也认为薛太医 说得有道理 又嘱咐了苏清欢一句 千万别心软插手 我知道自己的分量 谁想捏死我 都像捏死蝼蚁一般 我不会给你和你表舅添乱的 在京城中 我会收起手术刀 可是这誓言 没坚持到第二天 因为晚上 露气来了 苏清欢有些心虚 白天被小霸王黏上 只能找杜琴解围 这件事情肯定瞒不过他 估计又要挨骂 果然 露气点着他的鼻子 是不是 又都怪些事了 他深棕色的眸子中 引有笑意 苏清欢松了一口气 真不是故意的 军中滑变之事解决了 都解决了 我早有准备 让你担心了 下次要慎重 今天来找你 是有事让你帮忙 要我帮忙 有什么筹歇啊 我这个筹歇可够 七次就够了 我不贪心 没羞没燥 记得刘军灵吗 上次说他身体中 还有断剑没取出来 现在阴天下雨 神后也经常疼痛 只是他错惯了 放人不管 你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帮他 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 你带他来 我看看 看难度大不大 他就在外面等着 有人还胡说八道 苏清欢想起自己说的红话 不由红了脸 放心 他站得远 听不到 不过 看你的脸色 他也该猜出来了 混蛋 你带他在花厅里坐 我马上就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刘军灵身上的断剑很深 不过周围没有大血管 手术难度不算大 苏清欢本想过几天在手术 刘军灵却怕出征在即 恢复不好 强烈要求当晚就做 如果今天可以 就给他做了 他是个在即不过的性子 苏清欢想想 只是局部手术 不开胸不开腹的 就让白苏白指准备手术 需要的麻肺散和其他东西 与此同时 杜景被小霸王 拉到酒楼的雅尖里 正看着他醉了哭诉 杜大哥 我心里苦啊 杜景面无表情 小霸王又喝了一大口 你也见过我十八仪 是多好的姑娘 我当初是想把他介绍给你的 但是 那样咱俩就差了辈分 不能称兄道弟才做罢 现在真是后悔啊 那云阳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长得好看些 我十八仪就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现在弄到这么惨 明珠 杜景心中暗暗喊着这个名字 他怎么能娶她 原本该娶她的是她跟随的主子 杜景没有说话 看着陪景醉醺醺的趴在桌上 喃喃自语 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她滴酒不沾 多少年都是 陪景醉得喊了 一边说话 一边流泪 我早就知道 那云阳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我爸舅舅和他断绝关系 都不能让他回头 我怎么舍得 他这么难过 他出嫁前 我跟他说 要是云阳 对他不好 那就让他告诉我 我去替他出气 可是 他从来不说他任何不好 一字都 哐的一声 他把手中空空如也的酒壶砸到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门口的小二试探着伸头进来看 惶恐无比 不知哪里没伺候好这位大爷 杜景摆摆手示意没事 小二这才松了一口气 擦擦鹅脚的汗 恭恭敬敬地把门关上 陪景白皙的面庞上染了红韵 桃花般娇艳 男生女相 他是个有福气的人 他出事以后 爸舅舅想把他强行从淮州豪府带走 是我拦着不让 十八一就算醒着也不会走的 他这条命都给了那狼心狗飞的云阳 我懂他 我比谁都懂他 小兽 汇外祖家 人人都哄我 就是八一不惯着我 我敢欺负人 他就敢用鞭子抽我 然后我们俩偷偷去打猎 两个府里的人都出动了找我们 找到了后 八九就踹我 他挡在我面前 他一身功夫比我还好 当初要舞弊 是为了陪他洗舞 知道是他成亲 怀着豪府来求舞弊 我娘那么谨言慎行的人 跑到父母面前讨要 我明明知道他可能过得不好 却还得千言欢笑把他送到宅老窝里 杜大哥 你说为什么要成亲 我就想回到小时候 我们都在一起 看开心心 两小屋在 我看着他躺在那里 动也不动 身上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难过得想撞枪 他在怀疑中猴府 告诉你经历了什么 我现在就想踢把刀 去把那窝砸碎 洞砍了 躲碎了胃狗 十八一舍不得 肯定 还舍不得那个人炸 他为什么那么傻呀 裴景趴在桌上 借着酒劲呜呜地哭起来 杜景看着他 沉默地握住杯子 半晌后 腾出手来拍拍他的肩膀 哭够了 就回去吧 军中还有事情 我得回去处理 还有 苏姑娘 苏姑娘不是我 不是我喜欢的女子 他很艰难地说着 喉咙中似乎哽着什么 终于说不下去 我不信 我才不信 你们像是这么久 唯一一次对我开口 就是为了她 若不是喜欢她 又是因为什么 受人之托 受谁所托 除了我 你跟谁这么好 我把你当成亲兄弟的 我知道 这是 委托我之人 对我来说 是可以交付性命的存在 这一生 唯一主 这是从陆契把她从死人堆里背回来那天 就注定了 我不管 我将来有事托付你 你要向这般尽心尽力 要不就不是好兄弟了 好 我真的要回去了 你好好回家 说不定明世子妃 吉人自有天相 吉人自有天相 我不信 老天 眼早香了 要不 能让我十八一这样 薛太医说我十八一 不是被那贱人所害 是自己头疼病发作 我才不信 从明天 就打到她门上 打死 不得放肆 薛太医是长者 医德医术众人皆知 生死有命 岂能怪罪大夫 你这般 我如何帮你 继续寻防明医 我 我知道了 你走吧 兔大哥 谢谢你陪我喝酒 我知道你最近不顺 我爸舅舅记仇 所以皇上说 不给秦方恶外添兵 他也附和了 秦方大难不死 回来依然风光无限 早知道 当初十八一和他的婚事 就不该退 那十八一现在 就算嫁个秦方那个阎王 也比嫁给人面兽心的云阳强 霍长凯当年做主给陆契定亲 庆家正是忠义伯府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油犬小泉 以白 五月 轻轻轻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 第七十九集 当时陆契名声不好 但是明为受不了妹妹吃炼云阳 而且骨子深处 他也知道陆契是伟岸汉子 再冰冷也不至于欺负妻子 便棒打鸳鸯 不 棒打一头热的明珠 给他与陆契定了亲 后来陆契出世 明为舍不得妹妹 便做主退了亲 淮州侯府的老夫人 和淮州侯夫人都喜欢明珠 派人上门提亲 即使明珠推过亲 也丝毫没有嫌弃 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所以明为只能松口 并且觉得有婆婆的喜欢 明珠在后院的日子 不会太难过 只可惜没有早知道 陆契闻言一阵 怪不得明为作为兵部尚书 却不对皇上的荒唐决定 进行劝诫 原来是恨上了陆契 只是为什么呢 明珠确实 曾与亲将军定亲 但是将军出世后 是明珠提出了退期 我们也并未抓着不放 连累明珠在飞 虽然不求明珠感恩戴德 但是得罪一说 尾时不知从何而来 陆契甚至从始至终 都不知道这门亲事的存在 只是后来从贺长凯那里 才知道一二 也并没有纠缠 事实上 明珠是明家的明珠 是陪景的明珠 但是在苏清冠面前 杜景却觉得黯然失色 这事情说起来 是我爸舅舅无礼 可是 他就是觉得 谁都不能拒绝我十八一 秦放不是回来了吗 他觉得当初秦放出世 导致了退亲 导致了我十八一 嫁入侯府导致了他的不幸 所以他希望主持十八一合理 然后嫁给秦放 秦放没理会他 那就生气了 觉得秦放嫌弃十八一 杜景有些无语 这名为也太霸道了 别说明珠子妃嫁过人 就算没嫁过人 也没有这样强凑成对的 陪景说完后 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杜景摇摇头 叫来他贴身的小丝 看着他们带他离开 才截了银子往外走 他牵着马 在路上徘徊着 心中有无数想法 走到世子府门前 他才想起陆七说过 今日要带刘军凌来求医 想来应该还在里面 杜景犹豫了许久 到底没有让人通病 翻身上马 哒哒的马蹄声远去 敲碎了夜的孤鸡 苏清欢给刘军凌做完手术 他还没有苏醒 他洗了手换了衣裳 看着取出的箭头 由衷对陆七叹道 刘将军真是条汉子 回去江阳几日 尽量别活动 你们这些人 都是铜筋铁骨 愈合得快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总要对自己负责 来 脱衣裳 我看看你的伤口 是不是该换药了 不用 我没事 你早点休息 一会儿叫人 抬了软叫来 我 就要回军营 不着急 我又没什么事 早上睡个懒觉就是 我想多看看你 跟你说会儿话 啊 灯下看美人 怎么舍得糊糊大睡啊 来 我的美人 咱们先换换药 有嘴滑舍 露气笑骂一句 在椅子上坐下 解开衣裳 苏清欢一边帮他换药 一边把白天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 你和明家或者云家 有往来吗 我师父警告 我不许出手 我听你的 你现在 是不是希望 我和他们交情很好 你就可以帮忙了 不过可惜 我和两家都没有来往 现在和明为 还有点不愉快 什么不愉快 苏清欢急忙问道 想起明为的那一件 有些不寒而栗 他这样的人 最好成为朋友 而不是敌人 朝廷上的事情 也不算大事 那他肯定不是好人 若是明理之人 我或许能提出试一试 但是既然这样 我可不敢搅和浑水了 说话间 小心翼翼地 替陆契重新包扎好 笼上衣襟 陆契喜欢他这样 毫无原则的偏帮 若是别人 我可能就允了你 但是 明为兄妹感情甚度 出了什么事情 怕是会记恨你 就连让妹妹合离 让自己接盘的缺德想法都能有 鲁契不知道媚控 他用媚痴来形容名为 那就算了 你我关系早晚要公之于众 既恨我不要紧 因此迁怒你 我可不愿意 两人也没再提这件事情 苏清欢表达了对沐嬷嬷嬷的担忧 既然方长信派人盯着了 总有找到的时候 说起沐嬷嬷嬷 我想起件事 九哥派了鸾星和张嬷嬷赏金 这两个人都是枉费身边的老人 鸾月你见过 张嬷嬷也是个圆化之人 来是伺候锦奴的 我知道分寸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 苏清欢觉得自己能摆正位置 他不过是和世子亲厚些 但依然是客人 他们两个是王府家奴 也都有体面 来了之后自然想揽权管家 到时候自己退避三社就是 要记得 他们只是下人 是他们迁就你 而非你忍耐他们 你学规矩的事情 锦奴与我商量了 说是张嬷嬷就不错 毕竟她是王妃身边的老人 但是 唐使他对你不敬 我也不会饶过他 他才该有分子 好了好了 我都记住了 苏清欢虽然不舍 但知道军中之事很多 不能再留他 早点回去歇息 过几日再来 我给你做几件冬天的大衣裳 你来拿 陆契当初说过 到京城后保持距离 形同陌路的话 此刻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也乐在其中 因为他太想他了 两人腻歪了一会儿 陆契的属下抬来软叫 苏清欢送他们到院子门口 直到看不见陆契的身影 才怅然若失地往回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 买个相公来种田 由喜鹊有声 荣誉出品 军营在京郊 陆契回去时 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 所以小气了片刻后 他就换上了巢符去上巢 滑遍之事 他处理得果断干脆 被弹劾是难免的 若是从前 他可能放任不理 但是现在 他决定去上巢 见一见各色 跳梁小丑的嘴脸 陆契去上巢后 杜景去探望刘军林 刘军林撩起袖子 唾沫横飞 脸上是满满的敬佩之色 我跟你说 啊 夫人啊 真是华佗在世 就给我喝了一碗黑乎乎的药 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醒来的时候 箭头已经取出来 放在边上 我一点都没觉得疼 取之前呢 我还想着背着 要像官二爷一样 谭小枫生间 刮骨撩毒 哎呀 不管你说 我也怕 把衣太疼了 我喊出来 或者憋出了汗 那玩意儿 可没法控制 到时候 一是阳明就毁了 嘿嘿 结果呀 真真一点都不疼 我现在跟好人一样 说着 他就要摇动臂膀 被杜景按住了 夫人好容易把你治好 你再弄伤了 不还得麻烦他吗 原来你之前 不肯取剑 是害怕 毁了一世英明啊 才不是 你当人人都有 夫人的衣术 换了旁人 一刀子下去 哼 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命呢 夫人 师承薛太义 清除越来 二胜越来 若是男子 那就是咱们 大出仇 敌国手 你看夫就好 不提这些 我有事跟你商量 杜景知道 自己不能再继续听他对苏清欢的夸奖 这会让他好容易控制住的心魔再次复发 于是便换了话题 什么事 担心滑边的事情 大将军北为难 我倒不怕 要是实在皇上要计较 我领了责法就是 不是那件事 出征在即 皇上却出尔反尔 不肯给大将军 帝虎军以外的人吗 这事情 忒不厚道 不过 咱们帝虎军 也不是吹牛得来的饼上 正好趁此机会 我西夏人打回老家 娘娘立万 空了 也都是咱们自己的 虽然 咱们靠自己硬啃 未必啃不下 这块硬骨头 但是损失 怕是不会小 帝虎军都是将军 于我们的心血 怎么舍得 这般挥霍 那你说怎么办 皇上就是不肯发兵 咱们难不成 我瞎想办法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倒是说呀 我 我在想 总有解决的办法 等于没说 我只希望那一日 早点倒来 杜景捂住他的嘴 眉头紧簇 血满了不赞同 苏清欢带着白酥白纸 在花园里试弄花草 并收集玫瑰花瓣 姑娘 您要用花瓣 做蔷薇水吗 您上次给奴婢的 奴婢都没舍得用 不用舍不得 反正你有的是力气 要做的时候 我只管派你来干活 这可是姑娘说的 我今晚回去洗澡 就到半瓶 你这小蹄子 这是给姑娘下套呢 木嬷嬷最喜欢吃玫瑰饼了 苏清欢抓了一把 娇嫩鲜艳的花瓣 怅然若失地说道 有两件事情可以讨木嬷嬷欢心 第一件是偷偷喊她师娘 她脸红着纠正自己 眼底却藏不住的娇羞和高兴 第二件就是吃自己做的玫瑰饼 小时候不懂事 总喜欢用称谓哄她高兴 但是现在想想 是不是也无意中给了她西记 让她在这段无望的感情里 投入更多 沉沦更深 说话间 世子跑了进来 你们看 我带谁来了 她十分高兴地说道 苏清欢往她身后看看 空无一人 不由探身往门后看 谁啊 藏得这么严实 您看错地方了 说完 世子吹了声口哨 硕大的鸟不知从哪里出来 挥斩着巨大的翅膀 静止向苏清欢飞来 阿娇 苏清欢惊喜地喊了一声 阿娇在她身边徘徊数圈 最后还是白苏的 姑娘 阿娇莫不是想停在您身上吧 苏清欢试探着 把手臂微微伸出 是吗 来 阿娇 哇 阿娇 你怎么肥得像头猪啊 阿娇似乎听懂了她的话 忽然用常会啄了她一下 众人大惊 苏清欢却只觉得 头皮微痒了一下 有两缕头发被她啄乱了 坏东西 一点都不吃亏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苏清欢笑着伸手摸摸她的羽毛 阿娇是神鹰 这点分寸还是有的 阿娇的头高高扬起 屁腻众人 阿娇是来送信的 信我已经看过 魏夫人已经有了身孕 真的 苏清欢异常惊喜 宋婷真真厉害 这封信是魏夫人给您的 世子从袖中掏出一封信来递给苏清欢 阿娇扑扑翅膀飞到了旁边的树上 看阿娇多懂事 她伸手接过信 撕开 一目十行地看完 原来魏夫人怀孕后 有些恶心呕吐这些常见的症状 大夫都说是寻常 宋婷却不放心 非要他给苏清欢写信 顺便问保胎之法 苏清欢能体会 宋婷年过四十初为人妇的忐忑和激动 我这就回去写信 阿娇 走 到我院中 给你肉干吃 苏清欢写了厚厚的一封信 想想就补充一些事无巨细 把怀孕注意事项都列了出来 写完后 阿娇也吃完了肉干 带着信离开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 神医农女买个相公来种田 游泉小泉 以白 五月 亲情演播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